再看下面一段经文 事故普广,击毁他人供养,上获慈报,何况别生恶见毁灭? 这是说个亲的,这是障碍别人修供养,都得这么重的果报。 如果再是恶意,填慧心,恶心来造毁灭佛法,那罪就更重。 这一段是讲鸡毁三宝的果报。 再看底下这一段,这一段是讲生病。 久病这是很痛苦的一桩事情,在社会上我们看到很多。 复赐普广,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闯枕。 求生求死,乐不可得。 这是一桩事情。 或夜梦恶鬼,乃及家亲。 这是第二桩事情。 晚上做恶梦,常常做恶梦,这不是好事情,也是痛苦。 或有险道,或多眼眉,共鬼神游。 这是第三桩事情。 后面这几句是总结。 日月岁身,转父汪宅。 年终叫苦,残期不乐者。 这是讲酒病的状况。 第一类我们现在讲老人病,现在的名词叫老人痴呆病,严重的现在人也叫做植物人。 他一口气不断,却确实实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们遇到很多。 躺在床上七、八年、十几年,全家人照顾。 大概得这种病都是相当富有,老年的时候的这个病。 医药费就非常可观,日夜三班护士来照顾,这富贵病。 我曾经遇到有童修,他家里的老人的这病期,八年,已经到不省人事,他家里面亲属儿女他都不认的。 问他,你知道我是谁? 你是谁? 他都不晓得。 家里人来问我,像这样的病求佛菩萨有没有好处? 好处有,问你肯不肯相信。 他为什么不走? 谚语里面常讲,路径人亡,他是人亡路未尽。 换句话说,他的福报没想完,或者是受命到了,福报还没想完。 那怎么办? 只好躺在床上想,如果明白这道理,他一年所花的医药费多少钱,你把这钱全部给他做好事,把他捐献出去做好事。 一个,如果他还有寿命,这个人慢慢就恢复健康,就好了,如果寿命到了,他就过世。 他过世,他身有好去处,他积得福大。 可是你要不相信,你要怕人家是骗你的钱,好了,你就请护士慢慢开销。 我们看得很清楚,懂得这个道理,平常如果你要想健康长寿,要想减少疾病,你应该把你,想到我生病大概要花多少钱, 你把这些钱捐出去,捐献给那些病苦的人,捐做那些贫穷人的医药费,你就不生病。 你生病开销的医药费已经没有,已经捐给别人,别人带你生病,你就不会生病。 有许多人都储蓄一笔钱,准备年老的时候生病,他怎么会不生病? 他已经想好储蓄,医药费越多,病的时间就越长,就越重,不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我常常劝人,每一年都要把医药费捐出去。 我在过去讲习当中,我劝人修复三桩事情,应经,决定是好事,没有副作用,没有弊病,帮助病苦。 第三个是放生,这是我极力提倡。 吃素放生,我也是羞忏悔,小时候喜欢打猎,杀生很重,杀业很重,学佛之后明白了, 尤其读,地藏经,知道杀业果报太严重,所以读了这经之后就不敢再吃肉。 不但选择素食,而且全心全力地放生,修忏悔法。 这三桩决定是好事,决定没有恶的影响。 如果说是我们建一个寺庙,不一定是好事,如果寺庙建成,里面住的住众,在家,出家四众弟子如法修行,是个真正好道场,那个功德无量。 如果道场建立之后,四众弟子天天在打架,真名夺利,你道场建的是造作罪业。 你叫这些人堕地狱,你哪有不堕地狱的道理? 所以未必是福,我一生不敢提倡。 如果遇到正法道场,供养的福德就无量无边。 我在这一生当中,正法道场很少见到。 往年我只见到一个大羽山,香港大羽山宝莲寺,圣义法师的道场。 1977年,他邀请我去参访,每一天按照规矩作乡,那个时候他有四十多个人,禅堂,还能维持一个道风,难得。 我一生当中看到的一个,真干,天天干。 今天我们在此的,这没想到,居士临市个正法道场,这没想到。 我在台湾这么多年,建立图书馆,我不敢说图书馆是个正法道场,不敢讲。 图书馆做红法力生的事业,确实我们是尽心尽力在做。 可是讲道修道,我们没有真正去做,这里头种种障缘,我们实在是想做,想做的时候有障碍,缘不成熟。 这是这一方众生时节因缘成熟,真正有诸佛护念,菩萨领导,所以才能成就正法道场,不容易。 经上常讲,百千万劫难遭遇,在这个时代出现这样的道场,实在是非常非常稀有,我们今天种福,当然这是真正的福田。 所以一切大众对我的供养,我全部都送到那边,这样殊胜难得的福田,你供养我,我转去替你们种福。 你供养我没福,你供养这道场,福报无有穷尽,一块钱,一毛钱都是真实的功德,无边的福报。 道场要看看里头有没有道,他真有道风,有学风,这是真正道场,我们要全心全力来护持,来供养,我们来生有大福报,这福田没种错。 如果那个道场是斗争的道场,我们在那里出钱出力,在造罪,不是种的福。 我早年在台湾讲经也遇到一个道场,在那里讲了没多久,大概一个多月,里面出家人吵架,天天吵架。 为什么吵? 真只是。 这道场新建没多久,大概是一、二年,他们新建是老师傅让他几个徒弟,到台湾各处去化园来建这道场。 建成之后,当然老师傅这个位子大家没有人真,都是他徒弟不好意思真。 真当家,真之客,真监怨,说我花了多少钱,我应该是这个位子,他说他花多少钱,他应该是什么,天天吵闹不休,不能够安宁。 他还请我去讲经,我回到台中就把这事情告诉李老师,李老师,算了。 回来,不要去了,我说,那经讲一半怎么行? 没关系。 我就听老师的话,那个经没讲完,大概讲三分之一就不讲。 他说这个地方是非之常不能去。 这些出钱出力的,那就没有种上福田,真正叫造业。 李老师有的时候讲经也提醒我们,他说大家同心同力到处去化园建道场,那个时候是菩萨劝人家修福,道场建好之后就变成罗沙,真权夺利。 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看到太多,所以想到印光大师一生不建道场,一生不收出家徒弟,不传戒,我想很有道理。 那个时候我没有出家,读,印光法师文超,受理老师的教会,我就是很想学印光法师。 我一生没有建道场,想的是没福,不要造罪业,不要受这果报,很可怕。 一生不收出家的徒弟,你们现在跟我出家不是跟我,是跟馆长出家,馆长收的,我没收。 寒馆长真的是你们的一纸和尚,他是用我的名义建的道场,他往生之后,当然你们的修学我不能不照顾,在道义上一定要照顾到,这一定要懂的。 我跟人家传授,只传授三规,五介,其他的不敢传授,唯恐造作不如法要受果报。 这些理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一定要认真努力地修学,这一生当中决定要求生净土。 这些果报之事,我们会遇到。 老年的痴呆病,你能保证你自己不得吗? 出家人老和尚老年的痴呆症,我们看到有。 这一次我到香港,我问起从前有一位老同参能词法师,我每一次到香港他都接待我。 这一次去的时候,我就问智慧法师宝莲寺的住持,因为过去能词法师就住在宝莲寺这些疗房。 我说,这老法师还在不在? 要在,八、九十岁。 他说,还在,现在他的的是老人痴呆症。 身体僵硬,都不会吃饭,要人喂他,现在住在一个老人院,很可怜。 他是中年出家,四十多岁的时候才出家。 早年跟谭虚法师,谭虚法师在香港讲经很多东西是他写的,他笔记写的,笔录的。 经教通达,晚年也老实念佛,为什么会的这个? 妄想太多了。 他是安徽人,谭起来是同乡,所以一到那里他就找我。 找我什么? 就是聊天,都是那些过去一些事情,讲不完。 心不清静,劝他,他都知道,不要我劝,一提他都晓得,他哪不知道。 放不下,习气很重很深。 老法师当中犯这毛病真不少。 我遇到,跟我都很投缘,废话可太多了,你说有什么法子? 喜欢讲为什么不去讲经? 他不是不能讲,能讲能写,不肯讲,不肯发心讲,业障消不掉。 我自己业障也很深重,就是讲经消掉的。 我不讲经,我的话就很少,我不会说话,尤其客套应酬话是完全都不会。 这也许是我经历单纯,他们在社会上经历比较丰富,接触的人,是太多,我非常单纯。 学校毕业之后,我做的工作是文书工作,文书工作天天抄写。 工作之外,我喜欢读书,我也不会去玩,欢乐场所几乎我都不会涉猎,所以我去的地方也很单纯,一个图书馆,一个书店,我常常逛,其他地方很少去。 接触一些人,都是一些有学问,有德行老教授,我欢喜亲近他们,我的生活单纯。 出家之后,可以说一出家就讲经,教佛学院。 我出家没几天,白圣法师就请我去教佛学院。 那个时候教佛学院,所教的东西要充分准备,跟你们现在一样,哪有时间去胡思乱想。 讲经教学过了一辈子,非常单纯,一切应酬没有法字跟别人比,所以妄想就少,妄念少,废话也少,这才能转自己的业障。 叶梦恶鬼,乃及家亲,或有险道,或多眼眉,共鬼神游,这一段我都经历过,过去常有。 尤其是遇到眼鬼,眼眉就是遇到眼鬼,眼鬼也是八部鬼神之一,我们在经上读到。 被鬼压住,心里很清楚,身上动弹不得,过去常有。 尤其居住的房子,一般是奸人讲不干净,房子里面有鬼。 遇到这些事情,多半是自己运比较差一点,人走好运的时候这些鬼神不敢惹你,他躲避你,你运气衰的时候他欺负你,遇到眼鬼就知道,知道自己运不好,被他欺负。 学佛之后这些事情渐渐就少,大概在学佛前十年还有,十年以后这事情就没有。 所以修学却确实实有效果,你看到你自己有没有进步,功夫的不得力,你跟没有学佛之前,或者学佛之初,比较比较就知道。 以前这些恶梦多,做梦的时候乱七八糟,以后虽然有梦,梦很清醒,梦中就好像平常生活差不多,这就有很大的进步。 如果常常梦佛菩萨,我们讲经说法,常常梦讲经说法,这好事情,都能够看到自己修学功夫得力之处。 末后这是说病苦的状况,这一段清廉法师注解里面也说得很详细,他说,佛说一经,里面讲,人的四病,地,水,风,火,这就是我们常讲四大不条。 说到这个地方,人所谓是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道理? 我在前面跟诸位同修报告过,疾病的根源第一个是饮食,饮食就是我们物质生活,不小心,不留意感染这些疾病,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冤家债主,像里面所讲梦恶鬼,家亲眷属,家亲就是过去的,死了,已经过世的这些家亲眷属。 或梦到危险的地方,在遇到这些眼鬼,这些都是与冤亲债主有关系,所以冤业病。 凡事有这种现象,我们一定要认真努力,断恶修缮,改过自新,老实念佛,为什么? 有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运很衰,气不旺,如果你的运走好运,气很旺,这些恶鬼恶神他会避免你。 纵然过去有过不去的事情,他也不敢在这时候来找麻烦, 他会回避,一定等你气运衰的时候他来了。 所以遇到这个事情,晓得我们这个时候气运很衰,一定要努力好好的修学。 第三种病是业障病,前面讲,九处床诊,求生求死,了不可得,这是业障病。 这没法子,医药,医生帮不上忙,超度消灾免难也没用处,消不了。 靠别人的力量消不了,靠自己忏悔,忏悔这个力量太大太大了。 众生造作恶业,这是疾病真正的根源,佛菩萨,阿罗汉他们不造恶业,这是为什么他们不生病。 道理在此地,佛菩萨要生病那是视线的,那是弘法,像维摩居士士级,那弘法力生的,他不是真的生病,他不可能生病,他没有生病的理由。 一切众生起心动念,维系的念头自己不知道,我们学了佛,读了经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 念头再细,再微弱,如果这念头不是善念,念头会影响身体,如果是极重恶的念头会改变体质。 现在科学家,现代这些医生逐渐逐渐也明白这道理,所以心理健康的人,情绪稳定的人,情绪好的人,他的的病再严重,身体都很容易恢复。 一般人认为这是奇迹,其实这哪里是奇迹,有道理的。 大家很清楚李牧原居士,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样子。 他在十年前的癌症,他现在那些报告都在,他照的X光片好像有三十多张,他都拿给我看过。 五脏六腑里面都有癌细胞,医生告诉他的寿命只有三个月,顶多六个月,那真的是美酒。 他能够万元放下,后事都交代好,一心念佛,也不看医生,也不吃药,等往生。 他心理健康,情绪稳定,用这个力量把癌细胞消灭,用这种力量恢复身体的正常。 医生讲是奇迹,我们看不是奇迹,很正常,念头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理。 所以死,真的讲癌症不会死,癌症为什么死? 吓死的。 我说的都是很有道理,你知道这不是假话,都是被吓死,你说冤枉不冤枉。 所以并不会死人,死的都是被吓死。 自己感觉很恐怖,天天畏惧,天天怕死,天天念着死,他怎么不死? 他当然会死。 我们一定要懂道理,知道如何能够克服病苦,并决定是业障,业障现前要晓得怎样消除业障。 消除业障最好的方法,断恶修善,积功累得,一心向佛,佛是至善,是出世间一切善法,没有比佛更善,念佛第一善。 念佛却确实时能解决一切问题,为什么不念佛? 如果说念佛是迷信,前面讲你造的业就重。 迷信念佛也能得福,何况你能够正信,你能够明了,明了念佛的的利益现在就得。 迷信,真正是着迷,他现在也能得福。 因为他能够依教奉行,他也能断恶修善,对这道理他不明白,但是他真肯做,肯做就得福。 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 末后这里解释,此阶事业道论对,未定轻重。 或难舍受,或不得悦。 男女俗眼,不便逝世。 佛在此地告诉我们,这是说明第一个业障病。 九处床枕,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是什么原因? 原因有好几种。 有一种是他的冤假债主,这时候在阎罗王那里告状,他到那里去辩论,这事情还没定案,所以他这个并没有起色,这是一种,确实有。 第二种,或难舍受,就是我刚才讲,他还有福报没有想尽,他福报不肯舍,他要肯舍,那问题解决,他不肯舍。 还继续要想福,那只有躺在床上想,他不肯舍,放不下,这是一种。 或不得月,这是第三种,第三种这理念必定有一些差别原因,他这并不会好,但是他也死不掉。 我们世间人看到这现象,不了解他真正的原因,这都是夜报跟冤假债主讨债,还债,招的这些冤业,才有这些事情发生。 世间人没有天眼,没有宿命通,不晓得事实真相,可是有一个原则,只要修复就行。 所有这些种种的病因虽然不同,你修复决定有好处。 底下这是交给我们。 但当对诸佛菩萨向前,高深转读此经一遍。 这是交给我们方法,科里面讲修复脱罪。 这是说读经,读经能有效吗? 我们遇到这事情,他的家清卷属在佛菩萨面前,高深把经读一遍看看有没有效。 结果是没效。 别说读一遍,读十遍,读一百遍,读一千遍都没有效。 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读经怎么各读法,真成功尽心去读,读经里头打妄想不行,那就没效。 上一次我跟你们讲七纪光的故事,不就很明显。 读,金刚经,金刚经,很短,只有五千多字,读经里面稍稍有一点夹杂就没效。 这么长的经,读一步下来,当中打一个妄念就没效。 所以金本展开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一遍读下来,没有一个妄念就有效。 世间人画符,在中国很盛行,符画起来符真灵,念咒咒也很灵。 灵在哪里? 灵在诚。 真诚心画符,画符的人懂得,他一笔点下去,一道符画下来一念不深,决定没有一个念头,这符就灵。 平常要练习,画得很熟,到画的时候不能有一个念头。 起一个念头这符就不灵,念咒也如是。 大悲咒念的时候能治一切病,为什么? 念咒的时候一念不深。 读经也如此,这不经读下来没有一个妄念,经念的就灵,就管用。 一面念经,一面打妄想,那怎么行? 那就不灵,关键在这地方。 你要问为什么别人给他读这部经,他就得利益。 你想前面婆罗门女,光木女的事情,你就明白。 他所得的好处七分之一七分之六是读经人自己的,如果不因为他生病, 你就不会去读经,不会这么专心去读,道理在此地。 因为他生病的因缘,成就你读经的功德,他享受一分,你要读两遍,他就享受两分。 所以遇到孝顺的儿女,孝顺的家亲眷属,能够依这个方法来修行,得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这是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下面讲的是其次。 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够有几次这样专心去读经,稀有难逢,这样的读经是自信光明的显入。 譬如我们在无明黑暗当中,时间太久太久,念一遍经像一个闪电闪一次光,百千年当中难得闪一次光,这次居然闪一次光。 这一次的光明就很稀有,有这一次,它就会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 就如我们现前念佛堂一样,大家到这地方来念一天佛,或者是念一个小时,念两个小时,你感受念佛堂的气氛不一样,你在这里头容易设心。 你一生当中难得遇到一、两次,你亲身的感受,亲身的体验。 我们平常要给你讲,很难说得出来,你很不容易体会到。 你到这里来亲自念个几天,明白了,感受到了,这是真实的利益。 你感受到这里,你就常常想到念佛,就把你念佛的心带动,把念佛的兴趣带起来。 所以这个念佛堂功德就大,道理就在此的,说穿了都是一个道理。 念佛一定要用真诚心去念,常说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一定把你的清净心念出来,清净心是真心,妄念习掉,真心现前,功德在这地方。 佛在经上讲,智心一处,无事不办。 这是你念这一部经,这部经念下来总得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段时间当中你智心一处,所以能够产生这么大的效果,这是第一功德。 这是主,下面是住,这是住缘。 或取病人可爱之物,或衣服宝贝,庄园舍宅。 这就是病人他这些财物,不论多少一定要用来修复。 对病人前,高声畅言。 给他修复要让他知道。 特别是人在临终的时候,他头脑还清醒,要提醒他,你一生当中做了多少好事,提醒他。 这时候让他自己欢喜心,让他晓得自己曾经修过多少福,他死了之后他会到好地方去。 这个提示,一般讲开示,非常重要。 他一生所做的是罪过事情别提,在这个时候要提起这个他就会到恶道去,要提醒他做的哪些好事,做的哪些功德事。 所以这个时候,他要是没有修复,这个时候家清卷属带他修复,要告诉他。 我某家等,为事病人,对金像前,舍诸等物。 或供养金像,或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塔寺,或燃油灯,或施常柱。 看他的财务多少,看现前的因缘,这些统统都可以做,都在三宝里面修福,这不是迷信。 修这个福德,这是世间人不懂,世间人总以为拿钱做慈善救济,帮助一些贫苦的人,这个功德大,不知道三宝里面修福的殊胜。 我们今天实在讲,你们出家人和尚总是骗人,不相信,所以这事情很难很难。 说真话他不相信,说假的他相信。 这是在紧要关头,一生当中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时刻,在这关头如果把他的钱财拿去做救济,做些慈善事业,服小,真的一点都不假,小福报,不能转他的业。 三宝里面修福,现一朵花,燃一炷灯,真的消业障,真得无量福。 现在在三宝中修福,为什么不显著? 不像过去一般记载那么明显的感应。 这不是没有道理,过去的道场真有人在里头修行,所以他感应非常显著。 现在有许多道场他不如法,里面的注重修学不如法,他还是天天搞是非人我,还是搞贪甜吃慢,所以在这里面修福不是没有福,福不明显,不显著,换句话说,这一生得不到,道理在此地。 如果这个道场是真正有人在修道,修道里头最方便,真正有人念佛。 这个念佛人是什么样的人? 确实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有这样的一个人,你在这道场修福,功德就无比殊胜。 因为这个人将来他决定往生,往生就成佛,你在里面烧一炷香,燃一炷灯的时候,都是真实功德,你真的公道佛。 所以在现前修福,我们要认清福田,真正的福田的的福非常显著,我们明白这道理就好。 这里头有几桩是情事举例。 三宝里面修福的源太多太广,举这几个例子是最常见,大家都能够明了。 供养金像,金,是佛的经典,像,是佛菩萨形象。 供养金像,怎么样供养? 财供养跟法供养分不开,所以财供养就是法供养。 像我们现在是印金,现在这时代除了印金之外,用经典红法之外,我们现在有录音带,录影带,有CD,方式比从前多了。 我们钱财用在这方面,都是供养金像,经典佛像随着科技来流通。 像现在VCD有画面,网继网络上将来也有画面,画面人家一打开,先看到佛像,然后再来看到讲经,听经,网继网络上三宝旧具足。 你一打开先看到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佛像,我们修净土,接着再看到西方三圣,连池海绘,我们有三幅像,看完之后,然后再开始讲经。 这就是供养金像。 或造佛菩萨形象。 我们见得念佛堂,念佛堂里头要供养佛菩萨形象,供养西方三圣。 有能力自己造一尊,前面讲过,泥塑的,木雕的,金银铜铁铸造的都好,看我们自己的财力。 如果财力多,用金银铜铁铸造,这项能传之久远,泥塑,木雕没有金属铸造能传之久远。 你传得越久远,影响力越大,功德也就大,德福是从这上说。 佛像在世间高度的艺术品,金银铜铁合起来,这合金,古代用这种方式铸像很多,它是合金做的,造的像,通常是以铜成分最多,里面有银,有金。 造像前面说过,无论菩萨形象大小,功德都一样。 如果这道场,道场重要是天天要有讲经说法,让参拜这些信徒对于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思都能够了解,他的的利益就多。 像我们供养的藏菩萨,的藏菩萨代表是孝亲尊师,看到这尊相就想到我要孝顺父母,提醒孝顺父母,提醒尊师重道,你说这功德多大。 没有这形象是,忘掉了。 观世音菩萨代表大慈大悲,就苦就难,看到众生有苦,你就要以慈悲心去帮助他,佛菩萨形象时时刻刻在提醒你,他功德在此地。 如果对于表法的意思不明了,那就属于迷信。 迷信也行,一粒眼根,永味道种,他阿赖耶实里有个佛菩萨形象,但是他真实的功德利益,那就不是在这一生。 什么时候明白,他那功德利益就起现行,他不明白,这功德利益永远含藏在阿赖耶实里头,那个种子很可贵。 塔四,财力就更雄厚。 塔是藏设立,藏佛设立,四是弘扬佛法的场所。 四意思我们也要清楚,也要明白,古时候帝王他的办事处用,四,用这个名称,所以,四,是个办事的处所。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继续不断,代代能够传下去,四是这个意思。 换句话说,这个机构是个永久机构,不是临时的,是要传宗接代,代代延续下去,永远的机构,这称四。 四是办事的机关,跟妙完全不一样,妙是寄神,寄鬼神,四是办事的机关。 现在大家不懂这意思,把四都看作妙,现在读到,看到这字的时候意思都想错,那这是没法子,我们不能不改变。 现在我们到场用,学会,用现代的名词,让大家看到不至于迷惑。 我们今天也用一个,四,人家一看这是宗教,这是迷信,这里头搞迷信。 不懂的本来的意思,所以一定要讲经说法,讲经说法就是一定要上课。 或然尤灯,尤灯是代表光明,一定要懂意思。 看到灯就要想到我的心地要光明,不但心地要光明,而且要舍己为人。 尤灯,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尤灯表这个。 供佛供油灯,不是佛要灯,灯是表法。 油灯,蜡烛,表法非常明显,燃烧自己,照耀别人。 为社会,为众生,舍己为人,我们要服务,尽心尽力去做,绝不求报酬。 如果要讲到报酬,那你就不是学佛,你就不是服务众生,你是买卖交易。 这是佛教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有这怨心,都能有这共识, 这世界当然是长治久安,自然是兴旺繁荣,人人都过幸福的日子, 每一个人都不为自己,都能为大众,为社会,世界才祥和。 谁去做? 佛菩萨带头做,我们做佛弟子的人跟着做。 所以佛法里头不许有自己的意思,什么道理? 自己的意思就是六道轮回的意思,有自己的意思就有我值, 我值变现出来的境界就是六道轮回,无我六道轮回就没有, 有我就有六道轮回,无我就没有六道轮回。 佛教我们是真实法,我们无量劫来迷恋在生死六道, 佛把我们唤醒,叫我们要觉悟。 真正觉悟我就没有,你才能脱离三界,六道,没有我。 所以我劝大家,没有我,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干什么? 演戏。 怎么个演吧? 基本就是剧本,照着剧本演,就没有我的意思,照剧本。 剧本上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叫我们哪个不可以做,我们就不做,完全依照剧本演戏。 佛说的一切经就是剧本,佛照这个本字演,菩萨照这个本字演, 所以他们在这世间叫游戏神通。 你问他有没有自己意思? 没有。 经是佛讲的,这是不是佛的意思? 不是。 佛在,班若经,上是否定,佛没有讲过经,没有自己意思, 那经典到底是什么? 经典是自信里头本来如是。 所以我们这样过日子是过自信本来的生活, 自信本来的生活就是诸佛菩萨的生活, 哪里有自己一点意思? 勇家对六祖讲得好, 分别意非意, 执着意非意, 分别, 执着不是自己意思, 什么意思?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众生这么分别, 我就依你的分别, 众生这么执着, 我依你的执着, 我自己没有分别也没有执着, 所以分别, 执着皆非意, 那多自在。 无我, 无我就无生死, 统统是表演, 是演戏。 要明白这道理, 这才是佛家的事实真相, 也讲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要不肯演戏, 你就搞六道轮回。 佛菩萨游戏神通, 我们学佛也要学游戏神通。 所以懂得字字句句表法的一句, 我们在一段经文, 一句经文里头, 应该怎么样学习, 如何落实到生活上, 得到真正的受用。 或是常住, 常住, 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道场里面的基金, 道场里面经常这些费用。 修道人似众同修生活所必须, 这是属于常住, 这是真实的功德。 社会大众现在还搞不清楚, 这个可以缓一步, 我们已经学佛的同修, 四众弟子当中不能不知道, 不能不讲清楚, 不能不讲明白。 只有你清楚明白, 我们才能够带头去做, 才肯去做, 坚定的信心毅力, 决定不会动摇。 他这个注解里面好, 造像, 造像福报经, 引用这个, 杂宝藏经, 里面说道见四的功德, 燃灯, 施灯经, 里面, 诸位自己都可以去看。 请看下面经文, 如是三白病人, 潜令闻之。 这是在病人还清醒的时候, 还明白的时候, 要跟他说三遍, 这是加强加深他的记忆。 实在如果病人病重的时候, 应当怎样? 每天给他说几遍, 让他有很深的印象, 这桩事情要紧, 使他知道他自己做了一些功德利益的好事, 对他死后去处有很大的帮助。 这是说清醒的。 下面说, 甲令诸食分散, 志气静者。 诸食分散就是不省人事, 这个时候你跟他说, 他没有反应。 前面说他意志还没有分散的时候, 你跟他讲他点头, 他知道。 如果精神更好的时候, 他懂得, 他也会说他欢喜。 到体力非常衰弱, 不能说话的时候, 他懂得他会点头, 他给你暗示。 到诸食分散的时候, 他就没有知觉, 没有知觉还要说, 到断气的时候。 乃至一日, 二日, 三日, 四日, 至七日以来。 就是他断气之后七天, 还是要常常给他说, 为什么。 怕他的阿赖耶什没离开, 这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但高深白, 高深读经。 每一天读经, 给他读一遍, 或者读两遍。 读经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真诚心, 恭敬心, 一定要做到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不间断就是这一部经要一次读完, 不要分作几段, 分作几段当中就有夹杂, 效果就低了, 就差很多很多。 读经的时候决定不能有任何事情来干扰, 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在家里面读经, 最干扰的是电话, 读经的时候最好把电话拔掉, 不要有任何人打扰你, 你用清静心来读, 你才能收得到效果。 平常如果常常有干扰, 读的时候常常间断, 这种读经是帮助你熟悉, 使我们经慢慢念的比较熟, 是帮助熟悉, 是在练习阶段, 这没什么大作用。 这时候读经要求不夹杂, 不间断, 等于说打仗一样, 这不是练习, 这是一定要求得真实的功德效果。 所以一定要晓得, 平常练习那又是一桩事情熟悉, 平常读是熟悉, 那个时候中段没有关系, 有事情去办事, 没有事念各一段, 常常读常常熟悉它。 熟悉之后, 真正讲修行, 每天一个时候读经, 决定不能有干扰。 读经我以前曾经跟诸位讲过多次, 戒、定、 会三学一次完成, 这个读经也是戒、定、 会三学一次完成, 所以它是属于修行的功夫, 修学的功德, 这跟平常读经不一样。 由此可知, 这种读经的利益, 比讲经的利益功德大, 讲经实在讲是修福, 不是功德, 读经是功德, 讲经是福德。 功德里面有福德, 福德里头没有功德, 这都是一定的道理。 讲经里面如果要有功德, 那是另一个境界, 古人常讲随文入观, 那是功德。 你讲这段经文, 自己确确实实入这个境界, 这是功德, 如果入不了这境界是福德, 入这境界是功德。 由此可知, 都在个人自己。 是人命中之后, 素殃重罪, 至于五无见罪, 永得解脱。 所受深处, 常知宿命。 这利益就太大太大, 真正不可思议。 许许多多人读到, 《地藏经》, 说, 《地藏经》, 这么大的利益, 造作极重的罪业, 好像念一部经太容易了, 就能够叫它脱五无见罪业, 没人相信。 你不相信, 你读这经的时候你有怀疑, 你读的时候还有妄想存在, 你又有夹杂, 所以收不到效果, 越相信自己这个见解没错。 都认为佛经里面讲的功德利益好像太夸张, 好像是劝人在读, 实际上得不到这种利益。 这是凡夫心, 凡夫妄想测夺佛菩萨的知见, 这就产生很大的过失。 我们要知道罪福都在一念之间, 你一念转过来, 就从地狱里面转到佛境界, 净土法门平等成佛就是这个道理。 阿比地狱的众生, 一称难无阿弥陀佛都能成佛, 关键就是那个心真的转过来。 极恶的心转变成罪及清净心, 你要问能不能转得过来。 能 在理论上是决定能, 为什么? 妄念是假的, 妄想是假的。 马明菩萨说得很好, 不觉本无, 本觉本有, 那怎么转不过来? 不觉就是妄念, 阿比地狱是不觉, 不觉本无, 只要你真的彻底觉悟, 本来无, 一下就舍干净, 一下就断干净, 本来有的立刻就恢复。 所以从阿比地狱超生到圆满的佛道, 都在一念之间, 问题就是你一念转得过来转不过来。 这有理论根据, 不是随便说。 读这一部经真正能做到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一口气念完, 这一念之间就转成佛道。 所以这一念之间, 这一念之间是戒, 定, 会三学圆满, 以这样的功德超度业障深重的人, 他真得利益。 此的所讲, 所受深处, 常知宿命, 读经的人的功德那就太大, 那就不止, 这里, 所受深处, 或是深到人间, 或是深到天上, 这种超度, 最高只能到刀利天, 为什么? 凭别人的福, 想别人的福, 只能到刀利天, 自己修行, 那就不止。 所以我们从古往经来我们所看到, 保治公超度良五帝的妃子到刀利天, 保治公是观世音菩萨再来。 大家现在拜梁黄颤, 梁黄颤颤依旧是保治公超度良五帝的妃子, 深刀利天。 我们在此的看到光木女, 婆罗门女超度她的亲人也是深刀利天, 福报最大只能到刀利天, 刀利天向上要靠自己修行的功夫, 没有自己修行的功夫, 单靠别人的福报不行, 福只能到刀利天, 四王天, 刀利天。 所受深处, 常知宿命, 知宿命有个好处, 好处而且很大, 晓得因缘果报的事实真相。 知宿命的人决定不敢造恶业, 因为他知道恶有恶报, 善有善果, 他会断恶修善, 他知道认真去做这些激功累得的事情, 所以知宿命有着好处。 中学会录影是当明,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请先开经本, 科著, 卷中第四十九面, 请看经文。 何况善男子, 善女人, 自书词经, 或教人书, 或自塑化菩萨形象, 乃至教人塑化。 所受果报, 必获大力。 前面所说是家亲眷属, 亲朋好友在他临终之前, 用他的财物带他修复, 他的的福报就非常舒胜。 如果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够自己修复, 那当然果报就更舒胜, 这一段说这个理。 何况善男子, 善女人, 书, 是书写, 在古时候印刷术还没有发明, 经书跟佛菩萨的形象多半是书写, 采化。 多写一部经, 世间就多一部经典, 就能够为一些众生做佛法的增上缘, 所以这功德非常之大。 佛不住世, 佛法能够久住世间一定要考虑, 靠经典, 经典要有人去护持流通, 流通经典, 护持佛法这功德在世出世间却确实实是属于第一。 因为唯有佛法能令众生觉悟, 能令众生破迷, 破迷开悟这才能得无量福报。 佛诚实地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信里面本来具足, 可是你要不觉悟, 你的自信是被蒙蔽。 虽有福报, 就像宝藏一样, 藏在深山, 藏在地底下, 虽有你不得其用。 你家的房子就建筑在金矿的上面, 下面是无尽的金矿, 你没有开采, 你还是要受贫穷果报, 你不能的受用。 所以佛法就是叫人开智慧, 把你自信的宝藏开发出来, 那个福报无有穷尽。 佛法中叫人修福, 修福是什么原因? 你没有见性。 没有见性要想得福报, 那怎么办? 只有靠修。 所以修的这个福, 得到这个福, 不是自信的, 自信才是无有止境。 像我们在净土经里面看到 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那是自信的福报, 华言经, 上讲到毗卢哲那佛的华藏世界, 也是自信的福报。 诸位要明了, 如果我们开悟, 破弥开悟, 明心见性, 像华藏, 像极乐世界这样的一阵庄严就现前, 当然说的容易, 实在是做上来有困难, 我们在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 唯一方法要靠修, 你修的多你福报就大, 你修的少你福报就小。 而修福在佛门当中是最为殊胜, 但是在此的我们要有智慧辨别, 佛门, 世尊在, 冷言经, 上说道, 我们末法时期是, 邪师说法, 如横和沙, 这就是提醒我们, 在这时期有假的佛法, 有冒充的佛法。 假佛法, 冒充的佛法, 这里面总符比较上困难, 不是说没有, 在理论上讲有, 可是你得不到受用。 只是在阿赖耶诗里头种下种子, 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 太难了, 经上有例子说, 无量节之后才享受到。 如果我们种的福, 现前就能得享受, 你就要认识清楚真的佛法, 真的佛法到场, 真正修行的大众, 不论是出家种, 在家种, 真正有修行, 供养就得福。 所以大家也不要有一个成见, 一定要出家种我们才对它恭敬, 在家种就差一等, 世间往往有这种错误的分别。 一定要晓得在家同修里面也有修得很好, 诸佛菩萨是现在家身份很多, 这道理一定要懂的。 凡是对社会, 对地方, 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 这样的好人, 善人, 贤人, 我们都应当供养, 都应当向他学习, 这个才对。 自己肯写经, 现在不需要写经, 现在印刷术发达, 科技发达, 现在印经就好。 我们选择好的本子, 好的注解, 大量的印刷流通, 所以现在修复比古人确实要来的方便。 现在仍修复比不上古人的果报, 那是另有因素。 因素是什么? 心地没有古人那么虔诚, 没有古人那么恭敬, 没有古人那么恳切, 做的事比古人做的多, 得得福比古人少, 这就是印光法师所说, 一分沉浸的一分利益, 十分沉浸的十分利益。 现在我们所做的事, 超过古人百倍, 千倍都不止, 可是得福不如古人, 那就是古人的沉浸有一百分, 我们现在沉浸只有一, 两分, 所以要懂得这道理。 假如我们有古人同样的沉浸心, 现在修复必定超过古人百倍, 千倍, 你的的福报也是百倍, 千倍, 不可以不知道。 所以好多机会当面错过, 真正可惜。 这是讲流通经典。 下面塑造佛像, 现在塑造佛菩萨形象方便, 现在可以做母子, 一个母子做好了, 可以能够做几千尊佛像, 几万尊佛像, 成本低。 现在是机械化, 从前是手工艺。 要是彩化, 硬就更方便。 所以要懂得我们如何能够赶得上古大德, 那一种真诚恭敬心, 那一种肯切利益众生的心, 你就能得大力, 所受果报, 必获大力。 我们自己做, 教别人做, 自己如果没有姻缘, 条件不具足, 我们劝别人做, 利益都是很大。 我们翻开注解第五十面第一行, 青莲大师注解里头引用, 涅槃经, 一段话, 这段话很重要, 我在这里念一念, 大家听听。 涅槃经, 上说, 于二世中, 书写经卷, 我们现在讲印经, 亦劝他人令的书写, 具足能解, 尽其意味, 不但自己流通经书, 对于经书里头所说的意思也都能通达, 都能明了。 这是写经。 塑画形象, 底下讲造像, 造像是塑像也好, 画像也好。 造像经, 里头说, 做佛菩萨形象, 其福无量, 无穷尽时, 不可称数。 这两小段都是经上说, 果报福德真正是无量无边。 经里面说, 具足能解, 尽其意味, 这两句话很要紧, 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果报的事实, 你才肯真做, 没有怀疑, 真成功尽心去做。 现在社会佛法确实衰了, 为什么会衰? 没有善知识教会, 经典虽然流通量很多, 没有人讲解。 他只有读诵, 他读诵不能理解, 他也晓得造像好, 也发心造像, 可是遇到一些恶知识, 告诉他, 你这是迷信, 你这没有功德, 他听了之后很容易退心。 如果这恶元很广, 遇到一个人, 一个人这个说法, 遇到两个人, 两个人也是这个说法, 再遇到四, 五个人都是这个说法, 他的信心就动摇。 可不可能遇到很多人都是这个说法? 很可能。 佛说, 邪师说法, 如横和沙, 你遇到十个, 八个有什么稀奇? 遇到一百个, 一千个都是这说法, 你怎么办? 这时候我们到底相信佛的话, 还是相信大家的话? 一定要懂得精益, 这很重要。 我们明白, 我们有义务宣扬, 有义务把佛经的真实义, 不厌其烦讲解给别人听。 帮助人觉悟, 坚定他的信心愿心, 成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 这是为他好。 佛法一切为众生, 绝不是为自己。 诸佛菩萨决定没有成见, 决定没有自己的意思, 佛说一切经有没有自己意思。 没有。 释迦牟尼佛说法四十九年, 没有一句一字是自己的意思。 如果说是自己的意思, 这是凡夫, 凡夫才有自己, 自己是坚固的我执, 我执没破, 六道轮回的凡夫, 他怎么能说法? 佛是我, 把两种执着都断尽了, 他哪里有我, 哪里有我的意思? 既然没有我, 没有我的意思, 佛经是怎么说出来? 佛经怎么说出来, 实在讲经卷一展开, 第一句话就告诉你, 如是我闻。 这四个字的意思是自信的流露, 这才叫如是, 如是, 是从真如自信里头流出来, 真如自信是身佛平等。 佛经从他自信里流出来, 换句话说, 也是从我们自己自信流出来, 这么一回事情。 所以他真实不虚, 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 到我们将来明心见信, 佛法常讲, 正, 信解行正, 你正什么? 证明佛所说的一切经, 是我自信流露出来, 这叫正果。 佛的自信跟我的自信没有两样, 是一不是二, 就证明这桩事情。 身佛不二, 众生跟佛不二, 是一。 佛已经见信, 我们现在没见信, 我们听佛所说的话就是顺自信, 绝对不是被释迦牟尼佛牵着鼻子走, 不是。 你依教奉行是自信信德的显露, 佛的教会才真正达到高明, 真正达到至善圆满。 在学习过程当中, 一定要懂得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 修行的总纲领, 总原则。 如何能叫这事情做到至善, 做到圆满, 至善是决定不违背信德, 不违背理, 叫气理, 至善, 圆满是契机, 机是现前的大众。 我昨天召集念佛堂领众这些法师们, 我告诉他这道理, 如何把念佛堂做到至善圆满, 一定要懂得契机气理, 气理不违背经教, 依照经教原理原则, 方法来修学, 契机, 一定要大众在念佛堂, 念得能生欢喜心, 念得很如法。 一定让他能够服烦恼, 灭我们不说, 一定在念佛堂把烦恼扶住, 能够与一心相应, 一心的境界达不到, 至少也是功夫成片。 在念佛堂时间里面没有妄想, 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所以要顾虑念佛每一个大众, 要常常关怀他, 常常去问他, 你对念佛堂有没有意见? 有没有觉得不胜妥当地方? 请大家提出意见, 我们认真来改进。 天天要发现自己的缺点, 天天要改进过失, 一天不改进就一天没有进步。 过失往往自己看不到, 别人看到, 别人看到又不说, 那怎么办? 只好我们去请教。 我们要欢喜听过失, 勇于改过, 这是佛教给我们修行的原则, 重要的原则, 这叫忏悔法门, 这叫精进法门。 知过必改, 欢喜别人提供意见, 他们的建议, 他们的批评, 我们要认真反省, 改过自新。 这道场才有前途, 这道场才能成为 世间模范的道场, 典型的道场, 我们在这里面 才真正能够有成就。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是出世间成功的人, 真正成功的人, 无意不是这样修学。 他纵然有成就, 不愿意听别人的建议, 固执自己的成见, 他事业做得再大不能长久。 唯有尊重大众的意见, 他的事业才能长久, 才永远不败。 这道理, 是出世间圣人都教导我们, 我们一定要记取。 再看下面这段经文, 事故普广, 若见有人读诵世经, 乃至一面赞叹世经, 或恭敬者。 辱须百千方便, 劝世等人, 情心莫退。 能得未来现在, 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 这是劝修。 看到读经的人, 看到对于三宝恭敬的人, 一定要鼓励他, 要赞叹他。 这种鼓励, 赞叹, 不但对他有很大的利益, 实际上也是教会一些无知之人。 他们看到这个人赞叹读经, 鼓励读经, 能启发他的信心。 所以劝一个人就是劝许许多多人, 果报的殊胜不可思议, 所以他才能够的未来, 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 这是我们常讲, 一粒耳根, 勇为道种, 不可思议功德是从这边说的。 如果这个人善根, 福德, 因缘, 这三者都具足, 他这一身就成就, 这是相当不容易。 但是不是没有, 五卓二世末法里面也照样有。 善根列者, 虽然现前不能得意, 金刚种子种在阿赖耶石里面, 我们现在人所谓是种在你印象当中, 你印象很深刻, 永远不会磨灭。 将来遇到源, 就是遇到一些条件, 这种子就起作用, 就能帮助你修行正果。 现在我们不怕人说我们迷信, 实在迷信不是我们, 迷信是他。 什么叫迷信? 事实真相没搞清楚你就相信, 这就叫迷信。 我们学佛的人, 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就相信佛法, 就念经拜佛, 这是迷信, 没错。 他说我们迷信的人, 他也迷信, 为什么? 他对佛法也没搞清楚, 也没搞明白, 就敢说他迷信, 所以他那个迷信也是迷信。 我们这个迷信有好处, 他那个迷信有坏处, 没好处, 所以都是迷信。 你真把佛法搞清楚, 搞明白, 你说我们是信还是说是迷信, 你那个说的是对。 没搞清楚就说我们迷信, 我觉得他是迷信开放, 迷信迷信, 我们是一层迷信, 他是双重迷信。 所以要真正来下批评, 你一定要搞清楚, 你不搞清楚, 随便妄言, 容易得罪, 容易遭受经上讲的恶报。 恶报怎么形成? 愚痴。 怎么愚痴? 没搞清楚就随便说话, 随便批评, 这是不许可的, 在做学问的态度上, 这是错误, 不是正确。 听人说的都不行, 人说的能靠得住吗? 听人说的, 我们自己还要深入研究求证。 正如同我们学佛的人一样, 我们读释迦牟尼佛的经典, 并不是一位顺从听他的, 我们在这里面修学求证, 证明佛所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 这是佛陀教学的书圣, 佛给你说, 说了时让你理解, 信解行证, 你信了, 信了以后求解, 担信不行, 一定要了解。 了解之后, 你要去求证, 证明你所信, 你所解, 却确实实是自信本具, 不是从外面来的, 佛法称为内学, 意思就在此地。 情心莫退, 这四个字是这一段关键的字眼。 我们鼓励一个人, 劝勉一个人, 目的就在此地, 希望他勇猛精进, 不要退转, 那他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 柱子里头有一段也是引用经文, 在第五十一面注解的第三行, 末后这一句。 《坚毅经》里面有一段话, 佛告阿南, 其有好心善意之人, 闻佛明法, 一心而听, 能一日可, 他能够听一天, 好。 不能一日, 半日可, 他没有时间, 听一天他做不到, 听半天也好。 不能半日, 一时可, 这是佛在世的时候, 佛在世那个时候的一时, 是我们现在四小时。 因为当时印度, 十, 是昼三时, 夜三时, 昼夜六时。 他这里讲的一时, 就是我们现在的四小时。 不能一时, 半时可, 半时就是两小时。 不能半时, 虚于可, 虚于就很短的时间, 听个十分钟, 五分钟都很好。 祈福不可量, 他的福报不可称量。 末后他在此的做一个结论说, 暂听尚且的这么大的福, 为什么这个福这么大? 因为一个人在六道轮回里面的人生难, 人生难得, 得到人生闻佛法难, 可能在无数节当中, 你才有这么机会听到几句佛法, 而这几句佛法落在阿赖耶实里面, 就是将来的度的因缘, 所以福报不可称量。 我们今天给人做佛种的因缘, 你晓得果报是多么殊胜。 我们在任何场合, 大众场合当中, 一低头, 一合掌, 一句阿弥陀佛, 多少人看到, 多少人听到, 看到的人, 听到的人, 阿赖耶实里面种子就落下去, 那是在虚余之间, 我们在表演。 我们表演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 这就叫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无论看到, 听到的人信不信, 种子都种下去, 正如佛所讲的祈福不可称量。 我们常常也在修福, 在造福, 但是也天天在造孽造罪。 我们最福要做个比较, 我每天造的福多还是最多, 造的罪业, 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称量, 也是个大麻烦事情。 如何真正觉悟? 不造罪业, 专修福报, 那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 一定要觉悟人生是很短暂的, 人生是很苦的, 苦我们要咬紧牙根, 要能够忍受得了。 吃苦也不造业, 绝不因为想改善我目前生活环境, 而造作种种罪业, 眼前的一点甜头, 后果不堪设想, 聪明人不干这傻事。 眼前的苦报是我过去, 今世没有修复, 我受的果报。 佛法讲得清楚,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我这一生所受的, 是前身所造的。 前身修的福, 这一生享福, 前身没修福, 这一生哪里有福好想。 不怨天, 不由人。 欲知来生果, 今生做者是, 我这一生所作所为, 这是种因, 来生的果报。 如果这一生我做的因, 种的福大, 因殊胜, 这一生就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 了凡四讯, 是很明显的例子, 像原了凡这样的成就, 在佛法里头不知道有多少人, 没有写出来, 没有说出来而已, 太多太多了。 现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 只要你认真努力, 断恶修缮, 这种福是真的, 而且是长久, 是真实的福报。 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不义之财, 这样你发福, 你这福报是假的, 是很短暂。 福想完了, 恶报就现前, 那非常可怕。 所以一定要把这一些理, 事, 都要搞得很清楚, 很明白, 人生这么短, 何必在这短暂期间造罪业, 不值得, 非常不值得。 第藏经, 常常读有好处, 读一遍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 这里面句句都是实话, 没有一句是吓唬人的, 是威胁你的, 没有, 佛讲的句句话都真实话。 人命无常, 国土为粹, 为什么不修复? 为什么不想来世? 来世时间长, 这一世时间短。 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 不要考虑这短暂的现前, 现前无论荣华富贵都是昙花一现, 不值得羡慕, 不值得追求。 生活辛苦一点好, 常常能提起警觉心, 常常能升起初离心, 希望脱离六道轮回。 这一段就介绍到此地。 再看下面这一段, 梦寐见鬼。 这也是常有的事情, 天地鬼神真有, 许许多多人亲身经历过, 我自己年轻时候也经历过, 怎么能不相信? 在外国, 外国见鬼的事情多得很, 哪一个城市里面都有好多鬼屋, 所以这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在加州有一个同修, 现在这个人前几年过世了。 老夫妻两个在加州买了一栋房子, 住进去之后才晓得是个鬼屋, 那个鬼很厉害, 鬼是美国人。 大概就是从前房子的房主, 死了以后舍不得他的房子, 没有离开, 鬼还住在里面。 当然有别人去住, 他就不高兴, 所以每一天晚上那个鬼出现。 家里面家具有移动的声音, 房门自己又开, 住在里面恐惧害怕, 但是也没有法子。 有一次这个老先生在洗澡的时候, 老先生大概有六十多岁, 那还是下午, 不是晚上。 下午洗澡, 忽然他浴室的门开了, 自动开了, 他全身含毛直竖。 他就随便说一句, 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鬼居然就把他名字说出来。 说出来之后他吓死了, 就赶紧往外面冲, 衣服都没有穿往外面跑, 遇到这么一桩事情。 那个鬼真的把他的名字说出来, 以后他给我们说。 美国这种鬼屋多太多太多了, 有些著名的鬼屋没有人敢住, 房子也卖不掉, 大家都晓得那是鬼屋。 所以这真有, 不是假的。 请看经文。 赋次普广, 若未来是诸众生等。 或梦或昧, 见诸鬼神乃及诸形。 这种种形象。 或悲或提, 或愁或叹, 或恐或不。 这是讲你在睡梦里面看到这些现象。 佛这语气里面我们可以能看到, 若未来是诸众生, 佛那个时候讲未来是, 我们现在就是他所说的未来是。 我们现在许许多多众生, 在梦寐当中见到鬼神, 梦是模糊不清楚, 梦就是睡觉。 凡是模糊不清楚的时候, 或有或无这种境界都叫做梦境。 而在睡眠的时候, 梦境常常发现, 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 见到一些鬼神, 尤其是见到已经过去的家亲眷属, 或者梦到自己并不相识的这些鬼神, 看到他的样子很可怜, 下面讲悲提仇探恐怖, 见到这些形象。 没有学佛的人见到恐怖的境界, 多,没学佛。 我们学佛之后, 在梦中境界恐怖的少了, 这种属于噩梦, 恐怖梦少了, 但是梦到一些鬼神悲提仇探多, 常常有这个境界现前。 遇到这些事是些什么原因? 佛在这经上告诉我们, 请看底下经文。 此皆是一身十身, 百身千身, 过去父母, 男女弟妹, 夫妻眷属, 在于恶趣, 未得出离。 无处希望, 福利就拔。 当告诉是骨肉, 使作方便, 愿离恶道。 要记住他是来求你帮助, 你不学佛他不求你, 为什么? 你没有能力帮助他。 现在你学佛, 他知道你有能力帮助他, 他来求你。 所以凡是梦到这个境界, 我们念佛给他回向, 念经给他回向。 你念, 地藏经, 也很好, 念的藏菩萨名号也很好。 念, 无量寿经, 念, 阿弥陀经, 念阿弥陀佛名号都好, 这是我们自己本修的法门, 本修的法门力量非常舒胜。 为什么? 天天读, 天天念, 我们特别给他回向, 他是来求帮助, 求救吧。 在, 影城回忆录, 里面, 我们看到有一段故事, 谭虚法师说的, 叫, 八载寒窗读, 冷言, 你看那一段。 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在家居室, 接触到佛法, 知道佛法好, 对, 冷言经, 非常喜欢, 有几个智同道和天天在研究, 天天在读诵。 也是机缘不成熟, 北方很少有人讲经, 所以只有自己几个人研究, 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 但是他们非常难得, 能够一部经, 几个人在一块而互相参详学习, 能支持八年之久, 难得。 有这么长的时间, 多少有一点功夫, 这一点功夫就非常难得, 就非常稀有, 感动鬼神来求超度。 谭老说那不是他, 谭老说那不是他, 是他一个朋友, 他们和火开了一个小药铺维持生活, 中午生意很清淡的时候, 这几个人在柜台上打瞌睡。 他的一个朋友打瞌睡的时候, 就看到有两个人进来, 这是他醒了以后, 跟谭老他们说出来, 跟谭虚法师说出来。 他说来的这两个人是过去冤亲债主, 为了财务纠纷打官司, 这官司他打赢了, 这两个人上吊自杀。 为这桩事情, 他也常常是感觉得很难过, 逼债的时候把这两个人逼死了, 也感觉得相当愧疚, 他这两个人来岂不是找麻烦? 怕是报复。 就看到这两个人进来之后面色很和气, 心里也比较安, 就问他, 你们来干什么? 他说来求超度的。 他心就安下来了, 他不是来找麻烦, 来超度的。 他说行。 那怎么超度法? 他说, 只要你答应就行了, 那可以, 我答应你。 就看到这两个鬼魂, 踩着他的膝盖, 踩着他的肩膀就升天, 只要是答应超度就行。 你说凭什么力量? 凭八载寒窗毒, 冷言, 的力量。 这两个人走了以后, 没有一会儿又来了两个, 两个一个是个女的还带一个小孩, 在一看是他已经过世的太太, 跟他的小孩, 死去的小孩, 两个人来。 来了问他, 干什么? 也是来求超度的。 同样的方法答应, 我答应你, 超度你。 看到这鬼魂踩到膝盖, 踩到肩膀升天了, 什么仪式都不需要。 真正超度人, 他真有功夫才行, 他要没有功夫, 什么样的仪归也不能产生作用, 一定要自己真正有修行的功力。 换句话说, 晚上梦到这些鬼神来找你超度, 证明你还有一点功夫, 你要没有功夫的话他不会来。 因此我们平时读经, 念佛、礼佛, 乃至于在讲台上讲经, 这一堂课必我们都有回向, 回向一定是以真诚之心,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图苦。 回向的功德怎样做到圆满? 做到真正有效果? 也是自己一片真诚之心。 我们自己平常的修学, 点点滴滴的功夫都是为众生, 不是为自己, 回向的功德就圆满。 我今天展开经卷读这部经, 为谁? 为一切众生。 我今天踏进念佛堂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就像经上讲, 念几分钟也好, 念几个小时, 念半天, 一天, 念两天两夜, 为谁念? 为一切众生念, 他回向的功德圆满。 我们今天学教, 发心讲经说法, 为谁? 为一切众生。 如果说发心是为自己, 利益很小, 功德不大, 为一切众生, 为佛法久住世间, 功德是不可思议, 经上说的功德都是指这个。 诸位一定要晓得, 为自己的功德很小, 同样做一桩事情, 为众生, 为佛法功德利益无量无边。 因为众生无边, 佛法无边, 你的功德利益就无边。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晓得这个事实真相, 为什么念念把圈子画得那么小, 为自己, 为我一家, 为我这小团体, 同样做的是这样的事情, 得的福小, 得的功德小, 得的利益小。 人家同样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 一念之间。 佛法讲一念相应, 他一念相不相应。 与自信相应, 与真心相应, 自信就是法界, 真心就是法界。 佛说的太多, 我们一定要能体会, 要能够记住, 依教修行。 以后遇到这个情形, 有一些信徒来看我们, 向我们说出这些事情。 地藏经, 上有, 就可以告诉他, 回家去读经, 念佛给他回想。 还有一些不信佛的, 或者是初出接触佛法的, 遇到, 梦到鬼神来找他。 我在早年我有一个同事, 朋友他的太太, 在一个星期当中连续做三次梦, 所以他就很怀疑。 梦到什么? 梦到邻居太太, 也是过世没多久, 大概过世不到半年。 三次做梦, 问他要钱, 求他帮助, 他说他非常困难, 生活非常困难。 他在梦中的时候, 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 没想到。 他就奇怪, 他说, 你生活苦, 不应该找我, 你要问你先生。 他就说, 我先生没有钱, 求你帮助。 一个星期梦到三次, 他就来找我, 我跟他也很熟, 跟那边都很熟。 哦! 我就想到, 我说, 他们是基督教徒, 是没钱, 基督教徒不烧纸钱, 我说没事情, 你烧一点纸钱给他。 他果然就想通了, 烧一点纸钱之后再也没有做梦。 基督教不烧纸钱, 他在轨道, 轨道烧纸钱还真管用。 所以烧纸钱这桩事情, 印光老法师在, 文超, 里面讲过, 他对于这桩事情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为什么不赞成? 佛法里头没有。 佛法里面讲超度, 只是念佛菩萨名号, 诵经给他回向。 可是不反对。 人死了之后轮回有六个地方去, 纸钱只有鬼道他能够受用得到, 其他道都受用不到。 如果他落到轨道, 人家烧纸钱, 你不叫他烧, 不是把人家财路赌绝了吗? 这个东西也是麻烦事情, 他对你就起填慧心, 所以也不反对。 我们学老法师这个态度就很好, 不提倡但是也不反对。 这是民间的风俗习惯, 跟佛法不相干, 真正学佛, 那就不用这些。 所以晓得梦境当中, 梦到这些鬼神与自己都有关系。 他如果说是过去身中, 实身, 百身, 千身我们当然不认识。 虽然不认识, 这些鬼神知道你跟他有缘分, 素氏的因缘, 他还会来找你求你帮助。 鬼的寿命长, 人间的寿命短,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恶鬼道的一天是人间的一个月。 所以我们祭祀鬼神, 初一, 十五正好他吃午饭, 吃晚饭, 他的一天是我们一个月, 要明白这个道理。 而且恶鬼道的寿命, 大概都是千岁以上, 寿命长。 那也算是一年三百六十天做一年, 一千岁, 你要晓得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 所以张太炎那个时候做东越大帝的判官, 在鬼道里头还看到韩玉, 柳宗元这些人, 连汉朝时候死的那些, 在鬼道里头他们都见过面。 汉朝到死的至少是两千年, 鬼的寿命比人寿命长得太多了, 六道里头真的人寿命短。 人寿命也有长的时候, 我们生在短的时候, 佛经上讲, 人的寿命最长有八万四千岁。 我们是在简洁的时候, 福报很薄, 寿命长福报就大, 寿命短福很薄。 福虽然薄, 但是要肯修, 很容易, 也不困难, 修福的远反而来的舒适。 用短时间修大福报, 这是聪明人, 有智慧的人。 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记住, 这都是过去生中的父母, 家亲眷属, 有姻缘来找帮助的。 下面这是帮助的方法。 普广, 如以神力, 浅世眷属, 令对诸佛菩萨向前, 至心自读词经, 或请人读, 其数三遍或七遍。 这就做超度的佛式, 所以超度佛式也是从, 地藏经, 上来的。 自己能读最好, 因为自己的心诚恳, 是自己的家亲眷属, 是为他, 这心格外虔诚。 自己要不能读。 请人, 请别人, 现在一般都请出家人。 因为经上讲, 别人给他读, 他的利益只能得七分之一。 所以一般人都请七个人读, 他才能得一分, 就这么个道理, 请七个人读, 他才得一分。 读三遍, 七遍, 这样子好。 超度的理论方法, 我们一定要懂得, 它才不属于迷信, 你要说的叫人相信, 它是事实。 如是恶道眷属, 今生必是变属, 当得解脱。 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 你再也梦不到他, 梦不到是他脱离轨道了, 他得到利益。 脱离轨道, 多半又到人道来投身, 或者福得利益大的, 他能够升到天道, 天道总是刀利天以下, 升四王天, 刀利天。 经上讲多半是略说, 如果要细说, 四王天到刀利天当中, 福报等级还是不一样。 即使升到刀利天, 福报还是各个不同。 就如同我们同样生到人到, 每一个人一生的受用不一样, 有人大富大贵, 有人贫穷下贱, 同样得人生福报不相同。 由此可知, 同样得天生福报也不相同。 没有福的天人, 福很薄的天人, 他的物质生活环境, 有的时候还不如人间大福报人, 还不如, 但是他的身是天生。 这个道理其实不难懂, 你想一想我们人, 人道的人生, 畜生道总不如人, 有些畜生的享受, 我们贫穷的人比不赏他, 比不赏畜生, 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所以你要细细观察, 六道轮回状况慢慢你就能够体会到, 富贵人家养的宠物畜生, 贫穷人真的不如, 差远了。 他的饮食起居多少人照顾, 生病时候还有动物医院, 送到医院还车接送, 贫穷人哪里有这福分? 所以他是畜生生, 有福报的畜生, 比我们贫穷的人福气大得多。 同样一个道理, 天人当中没有福报的, 不如人的生活, 这是一个道理, 所以虽升天也要有福报才行。 升天凭什么条件? 五戒十善修得好, 升天。 如果要不修不施, 不肯多多帮助别人, 升天也没有福报, 可见得修福很重要。 你真有福报, 无论在哪一道, 他都享福, 所以福报是可以带得去, 是不会失掉。 功德也能带得去, 但是功德是很容易失掉, 经上常讲, 火烧功德灵, 所以功德很不容易保持。 福德没有问题, 福德可以保持, 功德很难保持。 功德给诸位说, 清净心, 定会是功德, 亦有贪心起来, 田会心起来, 你的清净心立刻失掉, 你立刻就被迷了, 定会没有, 定会是功德, 它跟福德不一样。 再看下面一段, 这一段是, 下见求悔, 这是修忏悔法。 父赐普广, 若未来是, 有诸下见等人。 或奴或必, 乃至诸不自由之人。 觉知素叶, 要忏悔者。 这是先举忏悔的一类众生。 平见是人间很苦的, 平是没有财富, 见是没有地位, 在世间它跟富贵是相对的, 富是有财富, 贵是有地位, 贵见跟平负差别很大。 造成这差别, 是我们自己往习生中所造之叶产生的差, 如果要责怪社会贫富不均, 贫富是绝对不会平均, 这是一定的道理。 为什么? 个人所造的业不相同, 哪里可能出现相同的果报?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圣贤人的教会, 希望彼此都能够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 大家都没有埋怨了。 富贵人有义务帮助平见人, 平见人懂得自己修复, 懂得忏悔, 懂得修复, 社会才能和谐, 才能够安定繁荣, 彼此互相尊重。 他今天富贵他前世修得好, 我今生凭见我没有修, 我怎么能怪人?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怨天尤人, 知道自己没修。 没修不要紧, 现在修来得及, 我现在可以修, 来生就好。 富贵人要不肯修的话, 只享福不再修福, 来生就变成贫贱, 这才是真正的道理。 清廉法师在这一段引用, 《变异经》上说, 这是佛讲, 五是长生卑贱, 为人奴婢, 做奴婢在社会上没有地位, 没有地位称之为贱。 佛说五种叶应受这果报, 第一个是, 娇慢不敬二清, 二清是父母, 对父母的态度傲慢, 对父母没有尊敬, 不孝, 他来世会的这样的果报。 第二, 刚强无克心, 克是功克, 就是恭敬, 这一类的人也会有这个果报, 自以为是, 处处不肯让别人。 佛在这经上也常常感叹地说, 言福提众生, 刚强难化, 为什么佛难教? 习气很重, 这是我们一般讲个性很强, 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导。 第三种, 放异不理三尊, 三尊是说三宝, 清慢三宝。 前面第一条是不敬父母, 这是不敬老师。 事出世间大道就是孝亲尊师, 不敬父母, 不敬老师, 三宝是师道里面第一表率, 佛法是师道, 是老师里面的模范, 老师里面的典型, 你怎么可以对他随随便便, 一点恭敬心都没有。 第四个原因是, 道窃以为生业, 一生干偷盗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偷盗的手法很多, 一定要懂得道窃真正的意思, 在佛法里面讲不语取, 那都是叫道窃, 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不义之财。 你要是取不义之财, 做你生活活计的, 那就是说犯了这一条。 你不应该得到的, 你要把它占有, 你要把它取得, 这也是悲贱的原因。 第五, 负债逃避不长, 欠债的不肯还债, 这一生不肯还债, 来世遇到了还要还, 躲不过的。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 欠债一定要还, 欠命还得要偿命, 佛家讲因果通三世, 不是这一生。 这一生你躲过了, 来生怎么办? 还有后生, 生生世世遇到的时候还是要还, 欠命的要还命, 欠钱的要还钱。 除非对方觉悟, 只有学佛才会觉悟, 对方觉悟了, 你欠我的算了, 不要你还, 你欠我的命也不要你还, 那才行。 如果遇不到觉悟的人, 他念念放在心上, 来讨债, 讨命, 那就没法子。 在佛家文字记载里面, 汉朝的安世高大师, 安世高的传记, 在, 高森传, 第一卷, 他到中国来还两次命债。 过去生中, 他也是误杀杀了两个人, 这一生当中来特地还两次命债。 这两次也是误杀, 他误杀别人, 人家也误杀他。 这是菩萨视线告诉我们, 成了佛, 成了菩萨也没有法子, 还是要还命债, 欠钱还要还钱, 欠命还要还命。 不能说你成佛, 成菩萨, 就可以不要还, 没这个道理, 因果律就被推翻。 做佛, 做菩萨还不免, 何况我们凡夫? 凡夫还债, 还命不甘心, 不甘心惹的麻烦就大, 还来还去没完没了, 就有这麻烦。 讨债, 还债, 讨命, 要命的没完没了, 生生世世搞这个事情, 苦不堪言。 佛菩萨好在哪里? 他统统清楚明了, 他有宿命通, 他有他心通, 他有天眼通, 素氏的姻缘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他一笔账一笔账就了了, 以后再没事。 他是心甘情愿的孩, 被人杀杀的也心甘情愿, 决定没有报复心, 账到此的结了。 凡夫这个账结不了, 就是说不甘心, 不情愿, 还有报偿之心, 冤结得就生生世世没完没了, 非常可怕。 诸位要是细细体会到这一些事相, 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三宝要尊敬, 为什么三宝功德利益这么大, 你就能够体会到一些。 唯有三宝能够给我们真正解决问题, 生生世世不能解决问题, 碰到佛法都能解决, 这是世间任何法门所做不到的。 我们知道自己处在贫穷下贱, 处在这个地位, 晓得这是自己过去身中造的恶业, 所感的的果报。 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事实,就有方法来挽救, 挽救的方法是忏悔。 觉知素页, 这是你明白了。 觉知素页, 不靠佛法, 没法子。 世间法里面也有, 虽有不究竟。 世间有学问的人, 有德行的人, 还有一些宗教家, 他们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一些事理, 也懂得修忏悔法, 可是他们之间不圆满, 不究竟, 因此他的忏悔多半属于世上, 能有帮助是小帮助, 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 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帮助人出三界, 这才算彻底。 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 总是麻烦在后头, 眼前缓和一点, 事情没完没了, 这才知道佛法无比的殊胜。 下面佛教给我们方法, 至心瞻里的藏菩萨形象。 关键在, 至心, 以真诚的心, 清净心, 真诚清净心就是忏悔法。 由此可知, 的藏菩萨形象是我们忏悔的一个增上缘。 你为什么会把业障消除掉? 是因为你置心。 你平常用心是用的妄心, 今天对着佛菩萨形象是真诚心。 乃至一七日中, 念菩萨名, 可满万遍。 一七, 七是一个圆满的数字。 你找出时间好好地修七天, 七天当中支持菩萨名号, 这就是一般所说的打的藏期, 或者是读, 地藏菩萨本愿经, 念的藏菩萨名号, 七天, 一七日中。 真正结其念佛, 实在讲是七天七夜不能中断, 功德利益非常舒胜。 七天七夜,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根性力的人就得一心, 得一心超凡入胜。 前面我们看到光木女, 婆罗门女, 他们用念佛的方法一天一夜, 那是根性力的, 一天一夜就得一心。 得一心就是菩萨, 就不是凡人, 所以他能够去参观访问地狱。 地狱鬼王, 他请教鬼王, 这什么地方? 鬼王告诉他, 这是地狱。 我怎么会来? 鬼王告诉他, 能够来地狱两种人, 一个是菩萨, 一个是受罪的人。 由此可知, 他一日一夜, 他念道是一心不乱, 才有能力去访问地狱。 这是, 弥陀经, 上讲, 若一日到若七日。 根力的人一天, 一日夜就得一心, 根性力的人七天, 七日七夜也能得一心。 我们现在念佛堂念佛的同修, 别说一个七, 连着打七个七, 都得不到一心, 什么原因? 念佛不如法。 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夹杂, 他念佛的时候还有妄念夹杂在其中, 这就不如法。 果然要没有妄念, 真正达到这标准,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七天七夜真能成功。 我们看, 净土圣贤路, 往深传, 里面, 宋朝的银科法师, 净土圣贤路, 上有。 他是一个破戒的出家人, 他的习气很重, 他自己清楚, 知道将来一定要堕地狱, 造的罪业太多, 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心随进转, 那有什么法子? 他就是有这一念自知之明, 觉知素页, 他的好处就是这四个字, 他知道他自己将来一定堕地狱, 想到堕地狱就恐怖, 就害怕了。 如何能不堕地狱? 请教他的同餐, 这些同餐就给他一本, 《往深传》。 他看《往深传》, 每看一篇自己感动的都流眼泪。 看了之后, 他自己发心, 决定求往深, 把房门关起来念阿弥陀佛, 三天三夜不睡觉, 不吃饭, 连水都不喝。 三天三夜至心瞻里, 真诚心就感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来了。 他是三天三夜, 真的人也受不了念倒下去, 在昏沉睡眠当中梦到阿弥陀佛来, 他是梦中。 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求往生, 阿弥陀佛告诉他, 你的阳寿还有十年, 你好好的用功, 十年之后你受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 他真的有自知之明, 他说, 我的习气很重, 十年这么长的时间, 经不起外头诱惑, 又不晓得造多少罪业, 那还得了吗? 我十年寿命不要, 我现在跟你去。 阿弥陀佛听了之后也点头, 这样好了, 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 银科法师很高兴, 这一下惊醒过来之后, 这事情不假, 就向大众宣布他三天以后往生。 跟光木女, 婆罗门女境界完全相同, 三天三夜。 所以, 弥陀经, 上讲, 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假, 问题你能不能置心? 你能不能不夹杂? 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能成就, 实在讲现在怀疑是比较尚少, 但是不能说没有, 那个怀疑你自己都不知道。 什么原因? 你对于念佛往生的道理跟事实真相, 没有透彻了解, 你的疑心没断, 没透彻了解。 真正透彻了解不怀疑, 不怀疑对于世间决定没有留恋, 所以对世间还有留恋, 表示他还有疑。 断疑生性, 讲经说法的目的就在此的, 真正帮助大家断疑生性。 然后功夫就是不夹杂, 果然做到不夹杂, 不间断,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所以站着走的, 坐着走的, 不生病的, 迎科不生病。 清清楚楚念佛往生, 这事情到近代都有很多人, 我们怎能说不相信。 他们为什么做得到? 不生病是业障颤掉, 智心就能颤除业障。 我们还要生病是业障, 你不肯认真去颤除业障, 所以你还有病魔缠身。 真心忏悔, 业障就消除了。 业障病, 忏悔能够好, 你真正忏悔那个功德, 你冤家债主也离开, 他也得好处, 得利益。 所以忏悔法门说老实话, 八万四千法门统统属于忏悔法门, 忏悔, 两个字含静菩萨修行一切法门, 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忏悔法门。 后面是蒋所得的果报。 如是等人, 敬此报后, 千万身中, 常身尊贵。 更不经三恶道苦。 这果报。 所以现前贫穷下见, 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 知道业因回过头来修菩萨道。 如果说是, 这是讲过去为人奴婢, 你要受主人的支配, 你自己不能自由, 得不到七天七夜时间来修行, 平常修行也好。 而修行里面最殊胜无过于念佛法门, 念佛法门没有障碍, 一切时, 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 一佛念佛也不妨碍你的工作。 你该做什么事情, 你还照常做, 你还做得更好, 做得更圆满。 心里面一切放下, 一心念佛。 有能力可以读经, 没有能力读经, 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 我们在近代看到不少, 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 往生的瑞乡书胜无比, 功德利益我们亲眼见到。 所以一定要念佛, 念佛是第一功德, 念佛无边殊胜的福德。 业障消除了, 福报自然就现前, 业障没消除也不在乎, 认真努力去修学, 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 不但不堕三恶道, 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 还能够度许许多多的众生, 真的是自行化它。 转醉报之身成菩萨身, 岂不是跟菩萨硬化, 硬以奴婢身的度者, 极限奴婢身而得度之, 不是一个样子吗? 问题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觉悟, 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 就以这个身来证果, 就以这个身度化一切众生。 你念佛成就, 往生自在, 你要能表现站着往生, 坐着往生, 你把这一家人都得度。 过去在香港东陵觉社的主人, 老太太, 念佛往生度她一家人。 和东夫人, 她们一家都是信仰基督教, 只有老太太念佛, 不过她的儿女很孝顺, 也很聪明, 虽然是信仰不同, 她们家里很自由, 都很尊重。 老太太施速念佛, 她的儿女, 媳妇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彼此也能互相尊重。 老太太往生的时候, 跟她的儿子, 媳妇说, 我们一生信仰彼此都没有干涉, 都很尊重。 她说, 我今天要往生, 我向你们有个要求, 你们念佛送我。 儿子, 媳妇也通人情, 行, 我们念佛送你。 老太太真的是坐着往生, 家人念佛送她走。 看到这情形才晓得佛教不是假的, 儿子, 媳妇全部都念佛, 全部都回过头来。 她度她的家人很有耐心, 最后表演给你看, 平常不劝你, 一句话不说, 很尊重你, 最后表演一招给你看, 看看你基督教能不能坐着走, 能不能预知实质。 这个方法把她一家人度过来。 不但度了一家人, 影响到整个社会。 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家, 记者来访问, 报纸上一灯, 你看看影响多少人。 这才真正叫有智慧。 度家清卷署有的是方法, 你要真正懂得, 你要真正表演给她看。 现在人讲她不相信, 做出一个样子来给她看, 她不能不相信。 注解里面, 在五十六面, 诸位看看, 这是引用佛经上, 变异经, 上所说, 第一行五十六面第一行。 佛告变异, 有五世的未尊贵, 众人所敬, 这都讲业因, 你只要肯修, 你就会得福报。 第一个是, 师会普广, 就是多不师, 修不师, 以平等心, 清净心修不师, 你的尊贵身。 第二, 礼敬三宝及重长者, 这就是护持佛法, 尊敬师长。 第三, 忍辱无有甜慧。 第四, 柔和牵下, 处世待人皆物应当有的好态度。 第五, 博文经界, 对于经典通达, 对于戒律他也明白了解, 他能够遵守, 他能够去做到。 这是佛在经上讲武众的为人尊敬, 在社会上有尊贵地位果报的业因。 所以你不修阴, 你怎么能得果报? 你想得殊胜的果报, 你要懂得怎样修殊胜的业因, 业因果报, 丝毫不爽。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就讲到此地。 《德藏菩萨本愿经》, 第二十四卷, 新加坡进宗学会录影是当明,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请先开经本, 科著, 卷中第五十六页。 赴赐普广, 若未来世中, 严福提内, 沙利, 婆罗门, 长者, 居士, 一切人等, 即异性种族, 有心产者, 或男或女。 七日之中, 早于读诵此不思议经典, 更为念菩萨名, 可满万遍。 是新生子, 或男或女, 素有殃抱, 变得解脱。 安乐一养, 寿命增长。 若是臣服生者, 转增安乐, 给予寿命。 这是说生产时候应该如何修复。 这一类的事情, 在现代卫生医药比过去发达, 状况比过去好转太多了。 在古时候, 特别是在农村落后的这些地区, 生产实在是性命交关的大事。 所以佛在此的特别提出来, 教给我们怎样修学, 怎样能保住母子的平安。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这一家人关系非常密切, 决定有深厚的姻缘, 不是偶然聚合的。 姻缘非常复杂, 佛将这些复杂的姻缘归类, 结归四大类, 这就是经上常讲的报恩, 抱怨, 讨债, 还债, 所以他聚集成为一家人。 父子兄弟姐妹, 总离不开这个关系, 素氏的姻缘这才变成一家人, 谚语里面常说, 不是冤家不巨头, 这话很有道理。 可是觉悟之后, 你的一家人就变成法眷属, 这个好, 无比的殊胜。 不觉悟, 这一家人是恩怨辗转相报的一个场合, 那真是叫苦不堪言。 毕竟报恩的少, 抱怨的多, 还债的少, 讨债的多, 所以世间人的一生, 所谓是不如意事长八九, 这是我们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 所以儿女之来, 一定要懂得他素氏的姻缘。 果报是平等的, 无论富贵评鉴, 经里面所举的, 杀利, 这在印度过去是王族, 婆罗门, 这是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 长者, 居士, 都是有福报的。 底下讲, 一切人等, 即义性种族, 包括的范围就很广, 将印度四性阶级统统包含在其中, 我们中国人讲的贫富贵贱。 无论哪一种身份, 无论哪一种地位, 生产决定是不能避免, 而且生产所受的痛苦是平等的, 富贵人家照顾周到一点, 贫贱人家照顾差一点。 总而言之, 这个苦是不能够避免的。 佛教给我们方法, 七日之中, 早语读诵此不思议经典, 这早读。 最好如果家里人对佛法能信仰, 能够接受佛陀的教会, 应该在什么时候读? 怀孕的时候就读。 每一天读一部, 地藏菩萨本愿经, 或者念一千生的藏菩萨名号, 要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 福报就很大了。 纵然怀孕的小孩是来抱怨, 冤家债主来的, 你能够这样照顾他, 怨结就化解了。 你对他有恩, 他就不抱怨, 他来感恩, 转变要从一开端。 这个地方说的是最低限度要在生产七天之前, 当然你提的越早越好。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 知道这个方法, 最好是能够在怀孕的时候就读, 就依照这个方法修行。 做母亲的人, 心平气和, 真诚恭敬, 亲近平等, 起心动念决定影响胎儿。 在现在用科学的理论来说, 大家更容易明了, 这也是属于波动的现象。 在佛法里面讲, 像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万法都放光明, 不但人身上放光, 万物都放光。 其实极乐世界光明变照, 我们世间又何尝不放光? 假如我们世间所有一切人物, 不像西方极乐世界那样光明变照, 一真法界就讲不通了。 哪有这个地方光特别大, 那个地方没有光, 那怎么能讲得通? 一定要晓得一真法界包括我们这个法界在内, 不是说离开我们这个法界之后, 另外有个一真法界, 没这个道理。 经上讲的是一桩什么事情? 那个地方光明变照, 大家都能够亲身感觉到, 我们这个地方光明变照, 我们没有感觉, 就这么个道理, 不是光明不照。 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 心不清静, 心太乱了, 妄念太多了, 所以这个境界你见不到, 不是没有, 跟极乐世界, 跟华藏世界无耳无别。 用现在物理的讲法就很容易理解, 光是什么? 光是波动产生的现象。 只要动就有波, 现在科学家称之为波, 我们佛家叫光, 光就是波动。 所有一切物质现在都知道, 物质怎么组成的。 分析到最后变成原子, 电子, 粒子。 这些基本的物质它是什么样状态? 动的。 佛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 佛看得很清楚, 现在最先进的仪器还观察不到的, 佛都看得很清楚。 佛给我们说出这个现象, 他老人家所讲的委屈婉转, 说出这个真相出来, 没有人相信, 没有人接受。 所以那个说法就很微妙, 很高明, 我们称之为善巧方便。 佛讲物质现象, 给我们讲了四个原则, 地、水、火、风。 的水、火、风说的是什么? 说是基本的物质, 现在所讲的基本粒子, 一定有这四个现象。 地是什么? 它是一个物象, 你能够看得到, 这叫地。 的就是代表物质, 我们肉眼不能看见, 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发现, 看到这个东西。 佛无需要借一气, 佛的眼睛叫五眼圆明, 他能看见, 我们凡夫不能看见。 所以他眼睛比我们锐利, 他见到这个现象。 基本的物质怎么组成的? 它带电的。 所以火大, 火大就是阳电, 水大是阴电, 我们今天讲它有温度, 它有湿度。 风大是什么? 它是动态的, 它不是静止的, 这是讲基本的物质。 所有一切物质现象, 包括我们人细胞的组织, 都是这个现象。 你想想看它怎么会不动? 基本的粒子它也在那里运动。 动就产生波, 波动能够多大范围。 给诸位说理论与事实都一样, 这个波动便极尽虚空法界。 然后你再想想, 天地万物这么多众生起心动念, 波就更显著, 波动幅度就更大了。 物质它的波动比较维细, 比较小, 你才晓得我们生活空间那个波多复杂。 佛经上讲善念善心, 波动是平稳温和的, 你接触之后生欢喜心, 接触感觉的很舒适。 恶念恶心波动也很强烈, 你感触到人一身不舒服。 现在有的人讲这都叫磁场, 也行, 说磁场也行。 在中国内地气功的人讲气, 都可以, 都是这么一桩事情。 你说气也行, 佛法里面讲光, 讲波动, 讲磁场, 一个道理。 由此可知, 这一个神识来投胎他有念头, 他有念头他有波动, 所以母亲其心动念, 一切举止就影响他, 所以中国古时候讲究胎教, 道理就在此地。 我们懂得古书里面讲的胎教, 说了一些原理, 但是说的没有这么详细, 没有这么透彻, 我们读了半信半疑, 不知道这个影响的严重性, 不晓得。 我们今天明白波动这个事实真相, 就晓得其心动念影响胎儿太大太大了, 所以做母亲在怀孕期间这个阶段当中, 其心动念都是善的, 都是亲近的, 胎儿受利益就太大太大了。 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 孝子贤孙。 怎么教他? 在怀孕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行孝, 要静孝, 孝得波就影响他。 我们修静, 修清静, 修福, 这才真正叫他种下了生生的种子, 不是没有道理, 决定不是迷信。 为什么佛陀教给我们读这一部经? 这一部经是孝经, 这一部经里面所讲的精神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孝清尊师, 孝清尊师是世出世间教学大根大本。 我们修学大乘佛法从哪里学起? 从, 地藏, 学起, 地是新地, 藏是宝藏。 新地里面的宝藏是什么?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德能, 德是福德, 能是技术能力, 无量的才艺, 是我们自信里头本具的宝藏, 这称之为地藏。 宝藏埋在地下, 像我们今天讲的经营矿产, 如果不开采埋在地下, 虽有我们得不到受用。 你要懂得去开采, 用什么方法开采? 开采自信的宝藏一定要用信德, 要用这个工具, 与它相应才能开发出来。 信德里面第一殊胜的就是孝敬, 所以孝敬才能开发自信的宝藏。 大乘佛法的修学从哪里学起? 先学, 地藏, 从这里下手。 先学孝道, 从孝道里面建立师道, 佛法是师道, 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我在早年建道有一些法师到美国去弘法, 我给他们送行, 劝勉他们, 到美国不要建寺庙, 我劝他们建祠堂, 提倡孝道。 为什么? 如果孝道没有, 佛法决定不能扎根, 佛法的道场建不起来, 没有基础, 佛法是师道。 建祠堂好, 建祠堂弘扬佛法, 比建寺庙效果要大很多。 因为你建寺庙人家一看是佛教, 不信佛教的他不进来, 这个缘就断绝了。 我建祠堂每年祭祖, 中国人不管姓什么宗教, 老祖宗他没忘记, 他要来参加祭祖。 在祭祀里面就可以讲解佛法, 可以讲解中国传统的教学, 这样慢慢的才能够感化一切大众。 所以利用祠堂来做道场, 比寺庙要殊胜很多。 可是这些人出去, 也都没有接受我的建议。 所以日本人, 中国人在美国建的道场都很多, 实际上都是渡中国侨民, 真正当地人进来的非常非常之少, 原因就在此的, 我们把本末倒置。 虽然经历一百多年, 以美国做例子, 佛法传去一百多年, 今天没有办法生根, 没有办法弘扬, 许多人不晓得原因在哪里。 我在美国各地方奖金提醒大家, 我们自己没有福报, 力量非常薄弱, 我提倡的是现代化与本土化。 你在美国建道场, 道场的形式一定是美国的建筑, 决定不能把中国宫殿式的这种建筑带到美国, 美国人一看这是外来的, 外来的文化, 排斥的心立刻就产生, 就不会进来。 所以我劝大家在美国建道场, 建什么样子? 建白宫的样子, 建美国国会的样子, 他一看是本土的文化, 他就很容易进来。 里面的佛菩萨形象, 一定要造美国人的面孔, 他一看这是我们自己人, 这才能度得了那些人。 我们要晓得, 古代两千年前佛法传到中国, 印度这些高僧聪明, 造的这些佛像中国人的面孔, 建立的道场中国人的形式。 中国人最尊敬的是帝王, 帝王居住的这种宫殿式的, 模仿这一种方式来建道场, 老百姓看到喜欢。 谁有福分一生能够到皇宫去参观一下, 没有这机缘, 没有这福分, 到寺庙去转转, 也等于跟皇宫差不多, 所以他一定会走进来。 这个道理要懂, 这是个硬体的设施。 里面的内容一定要教校, 要教尽, 从校尽下手, 古代人懂的。 佛教传到中国, 为什么会被朝野热烈的欢迎? 就是他教学基本的理念, 跟中国古圣先贤不谋而合, 儒家的教学也是建立在校道的基础上, 佛法也如此。 而且佛法比儒家讲得详细, 讲得更清楚, 更明白, 所以一传到中国来就被中国朝野热烈欢迎, 道理在此地。 他对于社会, 对于国家, 对于人民, 却确实实有利益, 有好处, 决定不是迷信。 当年修学佛法, 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 是哪些人? 是代夫阶级。 那个时候所说的是代夫阶级, 就是今天讲的知识分子, 不是普通人。 真正是有学问, 有道德的人, 他们修学佛法, 他们接受佛法, 信仰佛法, 依教奉行。 这才能真正达到一封一俗的效果, 带动民间的风气, 这风气是善良的风气。 现在寺院变质, 不是教学, 以前寺院就是学校, 是教学的设施。 现在变质, 变成超度亡人的场所, 这是完全变质, 变得太大了。 超度这个事情在佛教里头本来没有, 怎么会演变成这种现象? 我在初学佛法的时候清静道安法师, 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办大专佛学讲座, 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 佛是什么原因起来的?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他给我说了一段话, 我想想也有道理。 他说这个起源可能在唐朝开元年间, 唐明皇那个时代, 唐明皇的晚年因为宠爱杨贵妃, 遭受朝野的议论引起安禄山造反, 鸡鸡呼呼亡国。 幸亏得利于郭子怡, 把这一个动乱平息, 伤亡军民很多。 所以这个动乱平定之后, 朝廷就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庙, 都叫开元寺, 开元寺是这么建立的。 建立这个道场追悼死难的军民, 请法师诵经做超度, 那是叫追悼的法会, 是这么一个开端。 朝廷国家提倡追悼死难亡魂, 民间就上行下校, 所以民间老人过世之后, 也请法师来做超度佛事, 在当时是附带的。 道场里还是讲经说法, 领导大众修行, 这附带的事情。 现在变成正规正经的事情, 正经事情见不到, 没有了, 把副业变成正业, 这颠倒, 这样就趋向于迷信了。 这些事实怎么样演变形成的, 我们要懂的。 实在讲那些超度的理论方法, 原理原则, 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上。 超度的人如何真正教辈超度的人, 能够离开恶道, 能够升天享受天福。 经上讲得很清楚, 超度的人本身要正果才行, 本身的人不能提升自己境界, 不能够正果, 被超度的的利益就很有限了。 像这个经上举的例子, 像光木女, 这是一个孝女, 知道自己母亲在生的时候, 造了许多罪业。 她懂的佛法, 要是如佛所说, 她母亲做的行业, 一生所做的事情, 将来一定堕地狱, 堕地狱就太苦了, 地狱是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 她要想救她的母亲, 那就只有求佛。 佛叫她用什么方法? 用念佛的方法, 没有教她用别的。 婆罗门女用念佛的方法, 光木女也是用念佛的方法, 不是用其他的方法, 用念佛。 婆罗门女一日一夜, 我们今天讲精进念佛, 她是一个凡夫, 一天一夜为了救度她的母亲, 念得很真诚, 很肯切, 很如法, 一天一夜就的一心不乱, 弥陀经, 上讲, 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 的一心不乱她就正果, 所以她在定中就到地狱, 地狱鬼王看到她来, 和长称她菩萨。 她从凡夫, 一天一夜的修行, 超凡入圣, 道理在此地。 就问她, 菩萨,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她问鬼王, 这什么地方? 鬼王告诉她, 这是地狱。 地狱只有两种人能来, 一个是造业受报, 一个是菩萨, 不是这两种人见不到地狱。 所以她就问, 打听她母亲的下落, 那鬼王告诉她, 你的母亲三天之前已经生刀利天, 不但你母亲生, 跟你母亲一起受罪的人统统都生刀利天了。 听说她有个孝顺的女儿给她修福, 不失觉华定自在王如来, 这个福报她生天了。 这个福报怎么讲的? 假如不是她母亲造罪业堕到地狱, 婆罗门女一生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境界, 平常念佛懒散, 怎么可能念到一心? 这是为了救母亲拼命。 所以一天一夜把自己的境界转变提升。 她能够转凡成圣是什么力量? 是她母亲这个缘帮助她的, 她母亲生天是这个道理。 如果她只做一个形式上的超度, 没用。 自己得不到福, 被超度的人也得不到福。 恶道的法界, 跟我们人道的法界, 没有两样。 如果说你这个家庭, 你的儿女受到很好的教育, 在社会上被大家所尊重, 你做到总统, 做到部长, 你这个做父母的走到任何地方, 都会受到人家的尊敬, 一样的道理。 你自己没有成就, 你的父母怎么会得到鬼神恭敬? 所以经上讲超度, 七分功得自己得六分, 被超度的人只得到一分。 自己念佛一天一夜, 念道一心不乱, 这是你自己得到的功德, 你母亲沾一点光, 得你的福身道立天, 这是七分之一的功德。 所以自己要不成就, 对方就得不到这么大的福。 通常布施那只是请他们来吃饭, 向放厌口, 放厌口是请客, 请吃饭, 他得到保暖而已, 得到个温饱, 不能帮助他离开恶道。 真正离开恶道, 超度法式里面, 做法式的这些法师随文入观, 这一堂法式做了之后, 他自己真的就做菩萨, 他境界就向上提升, 那个超度的效果就大, 所有超度的人必定升天。 你说为什么升天? 因为这个超度的佛式, 这些法师们这么样认真, 以清净平等心来修学, 他自己超凡入圣, 从凡夫的提升到菩萨, 是这么个道理。 如果佛式做完之后, 你还是个凡夫, 你就没这个力量。 我们要懂的这个道理, 做超度佛式要认真, 念的这些经文, 念的这些寄送, 一定要契入这个境界, 入这个境界之后要不退转, 功德无量无边, 得到福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不可以说敷衍色则, 不可以。 超度哪里可以谈价钱? 做生意买卖, 那是什么功德都没有, 完全流于形式, 这错了。 不仅是超度亡灵, 真的超度自己, 自己超度, 亡灵就跟到超度了, 自己没有办法超度, 亡灵是决定超度不了的。 佛法常讲的, 自己未度, 要想度别人无有是处, 没这个道理。 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 婆罗门女真的自己得度, 自己得度之后这才能度人, 这些亡灵成她的福利超生。 超生顶多只能到刀利天, 刀利天以上一定要自己有修行的功夫, 别人帮忙帮不到的。 做超度佛式, 中国在早年规模最大的是梁武帝, 梁武帝超度她的妃子, 主持这个超度法会的人是保智公, 那是当代的高僧, 保智公, 以后我们晓得, 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 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超度的法会, 等以后传下来就是梁皇产。 观世音菩萨主持这个法会, 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只到刀利天, 诸佛如来要来主持也如此。 靠别人的福报, 只能够达到这个境界, 再往上去一定要靠自己的修行, 自己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 及别人的福报最高到刀利天。 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 我们都要清楚, 都要明了。 所以自己修行真正赚了境界, 真正有了功夫, 超度的佛式可以不需要行事。 我们在《影城回忆录》里面读到, 谭虚老法师所说, 当年他们有三、 四个朋友在一起研究《冷言经》, 他里头有一段八载寒窗读《冷言》。 这是在家居室, 每一天还要为工作、 生活去奔波, 并不能专心。 但是八年时间用在一步经上, 多少他有一点定力, 如果八年时间学个十步, 八步, 没有效果。 八年时间在一步上, 心定在这一步上, 他的冤亲债主找他超度, 来求他。 他原来看到这些鬼魂来, 害怕了, 这都是过去冤家, 怕来找麻烦的。 结果这些冤亲债主走到面前, 跪在他面前求超度, 他心就安了, 不来找麻烦。 怎么超度法? 只要你答应就行了, 没有问题。 我答应你。 看到这个鬼魂踩到他的膝盖, 踩到他的肩膀升天了, 什么仪式都没有。 你自己达到这个境界, 有了这个功夫, 他就挤你的福报, 只要你答应就行了。 所以超度亡灵你要晓得, 全凭自己的德行, 全凭自己修行的功夫。 我们今天居士灵的超度法会, 跟我们的讲堂, 跟念佛堂结合在一起, 这个力量大。 下面超度佛是做形式的, 里面真正内容依靠靠念佛堂, 所以这个超度就非常舒胜。 绝不是往年那种超度可以相比的, 却确实实有诸佛菩萨在道场, 有护法善神在道场。 我们做超度的这些法师同修, 以真诚清净心感应不可思议, 真正是修无量无边的福报。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明了心殿的感应, 实在讲就是这一些思想, 其心动念这个波, 其心动念都是善的纯善, 这个力量强, 波力量强, 能够把这一些, 世间一些众生, 包括这一些鬼神, 他们恶念的波, 我们干扰他, 我们把他恶的波拉平, 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效果。 这里头确实有道理。 这一段是讲生产, 念这个经有好处。 念经如果对经典里面, 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能够明了, 力量就更舒胜。 因为你明了, 你读的时候随文入观, 平常我们境界转不过来, 至少在读诵的时候境界能转一点, 你能转各一分, 两分都能产生效果, 效果都在波动里面显示出来。 如果体会的更深, 平常能够依教修行, 力量就不可思议。 下面讲果报, 是新生子, 出生的小孩, 或者是男孩或者是女孩, 素有殃报, 变得解脱, 过去生中他要是造的有罪业, 这一生要来受报, 这个罪业就消掉了。 确确实实给这些婴儿消除业障, 这个时候消除业障好消。 小孩长大了, 他一天到晚胡思乱想, 那时候你想消除业障, 帮不上忙。 这个时候他完全听话, 所以消除业障都要在这个时候。 于是我们才体会到, 古圣仙贤讲的胎教是多么重要, 这是佛门讲的胎教。 下面说, 安乐一养, 寿命增长, 这个小孩业障消除, 灾难也就消除了, 很好养, 他寿命增长。 假如这个小孩要是臣服而生的, 他过去生中修的福, 就是我们讲他报恩来的, 跟父母过去生中有恩德, 自己也修福。 转增安乐, 给予寿命, 你能够这样教导他, 帮助他, 他福报就更大, 寿命就更长。 住解里面也住得很好, 可以做参考, 我们就不必多说。 再看底下一段经文, 在卷中第五十九面, 赴赐普广, 若未来是众生, 于月一日, 八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八日,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八, 二十九日, 乃至三十日, 是诸日等, 诸最劫及, 定其轻重。 我们先看这一段。 这一段课题里面讲, 摘送赶报, 经上讲十摘日, 也有经上讲六摘日, 日期都是算农历, 现在用农历愈来愈少, 整个社会全世界现在通用的都用阳历。 这个地方讲六天, 于月, 每一个月, 初一, 初八, 十四, 十五, 月小有二十九, 月大有三十。 这些日子佛告诉我们, 都有一些天地鬼神在这世间寻查, 所以众生其心动念, 言语造作, 有造善的, 有造恶的, 这一些鬼神在那里记录, 他们在那里调查, 这是诸罪杰吉, 定其轻重。 这些东西实在讲, 用现在的话来说都列入档案, 到临终的时候要是没有福德的, 这是见了阎罗王, 这个档案拿出来的时候, 那就定你果报的轻重。 这些事情到底有没有, 是不是迷信? 给诸位说真有。 为什么? 我们世间也是如此。 每天警察在巡逻, 你要犯罪的时候, 刑事警察要调查你, 要搜集你犯罪的证据, 然后再判断。 我们世间人定一个人罪, 找一个证据很难不太容易, 鬼神来找你这些证据, 你没有办法隐瞒, 我们可以欺骗人, 欺骗不了鬼神。 现在用科学来办案, 用科学来测谎, 殊不知这些鬼神不要用这些科学工具, 他直接从你发出电波讯息里面来去结案。 起心动念他都知道, 所谓是举头三尺有神明, 人只能够自欺欺人, 欺骗不了鬼神。 尤其我们读, 无量寿经, 经上佛告诉我们,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数太多, 没有办法计算。 这一些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都是十方诸佛世界修学念佛法门去往生, 不仅是我们这个世界, 十方一切诸佛世界, 每一天去往生的人不晓得有多少。 深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们的神通道力, 几乎都跟阿弥陀佛差不多, 我们在经上读到的。 那些人他们的天眼, 他们的天耳, 用我们现在的话都是最厉害的, 尽虚空, 变法界他们都看得到, 一切众生起心动念他们都知道, 他们有他心通。 鬼神这种小神通能力有限, 他们的能力决定比不上阿罗汉, 阿罗汉的能力能知五百事, 一个人五百事之内, 深深适适的情况阿罗汉知道, 这些鬼神没有这个能力, 大概你很尽所做的事情他们知道, 一两年, 几个月的事情, 他很清楚, 他有这种能力。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能力太强太强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起心动念都知道, 我们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你的念头不善, 行为不善, 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 一天念十万身佛号不间断, 将来还是不能去。 念佛何以不能往生? 你每天只持名号是口善, 你心不善, 你的行不善。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是要三页清净, 三页里面最重要的是心, 心净则佛途径, 心善你的言行一定善, 这样才能往生,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的。 无量寿经, 讲往生的条件, 无论是上辈、中辈、下辈, 最重要的条件, 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如果我们只做到一项专念, 没有发菩提心不能往生, 再说一句老实话, 真正发菩提心, 没有念佛也能往生。 经上讲灵中一念, 十念都能往生, 为什么? 菩提心 菩提心是心善, 心善, 行善一生没念佛, 到灵命中十念一生, 念十生, 都决定往生。 如果没有发菩提心, 心不善, 行不善, 天天念阿弥陀佛, 古人讲, 喊破喉咙也枉然。 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我们不善跟他格格不入, 没有法自相处, 他们都是上善,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为什么每天拼命念佛? 怕灵命中十忘掉了。 每天念佛就跟训练一样, 所谓是, 练兵千日, 用再一招。 平常不断地训练, 时时刻刻提起这句佛号, 提起这句佛号用意很深很广, 不但是不能把佛号忘记, 不能把佛的心, 佛的愿, 佛的心忘记, 我们的心要跟佛心一样。 所以听到佛号, 见到佛像, 就要想到我的心要跟他一样, 我的愿要跟他一样, 我的行要跟他一样, 你就决定地生。 心,愿, 行相应就是发菩提心, 这是往生必须具备的条件, 真正能够说心,愿, 解行与阿弥陀佛都相应, 这是圆满的菩提心。 所以世间明文立养, 五欲六成当然放下, 荣华富贵不能长宝, 一定要修得, 要看得远, 要看得大。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生命很短促, 世间很苦, 我们望远处看, 望大处看, 前途一片光明。 今天我们的生活空间拘束在地球上, 科技虽然发达, 交通便捷, 我们还是不能离开地球。 如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的生活空间就大了, 尽虚空, 变法界是我们生活空间, 你说那多自在, 那才叫真正幸福。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智慧能力都恢复, 像诸佛菩萨一样随类化身。 像, 梵网经, 里面所说千百亿化身, 他有这个能力, 同时到一切诸佛国土听佛讲经说法, 有能力分身去, 上供诸佛, 下化众身, 真有这个能力。 佛在这个经上提倡, 一个月六天, 十天, 一定要断恶修闪。 不是说平常就不必, 这几天鬼神来考察特别做一点好事给他看, 这是讲到不得已。 如果天天这样做, 当然就更好, 更舒胜。 怕你做不到, 一个月叫你修十天, 更少的修六天, 比不修好。 如果能天天修, 你的福报就太殊胜了。 我们今天修行的方法念佛就好, 念佛常斋。 斋, 本来的意思是修清净心, 斋心是求清净心。 以后变成持五, 是过五步时, 五, 两个小时, 从十一点到一点, 这都是五时。 按照佛法里面严格来讲是过中, 过中不时才叫做持斋。 日中每一天时间不相同, 而且每一个地区又有时差, 现在常常旅行这事情很麻烦, 当地几点, 几分, 几秒是日中, 你一定要搞得很清楚, 这个事情就相当麻烦了。 从前一生住在一个道场比较容易, 当地日中的时间, 在古时候用日轨来测量, 晴天的时候可以测量日中的时间, 每一天相差四秒, 这是一定要懂的。 现在有方便用天文日历, 你只要知道精度, 当地的精度, 用天文日历那是一点都不会错。 所以执着这类事情, 也很不方便, 也很麻烦, 对生活实在讲也产生了压力, 那不如我们天天如法, 那最好。 了解这些事实真相, 自行更化它一定要友善巧方便。 我在台中亲近李老师, 在没有到台中之前, 我也是持五, 过中不时。 我那个时候用的是天文日历, 我从小对天文就很爱好, 所以到哪个地方天文台跟我一定有关系, 也常常喜欢观测星象。 所以每一年天文台一定送天文日历给我。 到台中亲近李老师, 李老师看到我这么执着, 有一天就教训我, 你这样自己修可以, 你不能度众生。 我说, 为什么? 你太执着了。 他说你到一个地方去弘法, 这个地方的信徒, 尤其现在工业时代, 他们恭敬法师要请你去吃晚饭, 请你去吃饭, 可能中午一定是十二点钟以后, 过了五, 或者请你吃晚饭。 你要是不答应, 一定要固执你自己这个修法, 别人产生一个什么心理。 你这个法师架子太大了, 我们想供养求福都做不到, 反而叫人退心, 叫人毁谤。 他说这是小成人的做法, 决定不是菩萨行。 我说那怎么样? 随缘。 李老师本身他是日中一时, 他一生他一天吃一餐。 可是有信徒请他吃饭, 晚上他也照吃, 吃得大家很开心, 很欢喜。 我在台中的时候有这种机会, 他一定把我拉着一道去, 跟大家结缘。 这些人听到李老师是迟午, 一天吃一餐, 晚上也跟我们热闹, 他感激的心就加倍, 才知道老师这么慈悲, 很能涉受众生。 菩萨一切为众生, 得藏菩萨只要众生能得度, 我入地狱也甘心, 这是地藏菩萨的精神。 所以不经经执着这些小节, 这做得如法。 佛法里头, 再重的戒律都有开源, 这叫开戒, 开斋, 不是破斋, 不是破戒。 如果你自己有贪心, 你找的信徒, 我不好意思你们常常请我, 你就破戒了, 那就错了。 绝不是有意自己这么做的,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所以大乘法里面, 这是方便多门, 归缘无二路, 跟小乘人思想见解这些行持不一样。 大乘确实是开放, 他掌握到原理原则, 一切以利益众生为第一, 利益众生真正利益自己。 像现在经上所讲, 农历对我们是相当不方便, 但是要懂得它的意思。 现在一般都用星期, 如果我们每一个星期, 能够休斋戒一天, 两天, 那功德就非常舒适。 虽然不一定是在这个日期里面, 但是一个月的时间不长, 这些考察的鬼神一定都能够看见。 现代人要过现代的生活, 我们不必拘泥在经典上所说, 但是精神一定与经上讲的相应, 这样就好。 一定晓得通权答辩, 利益现代人的生活, 让他在生活上不至于感到有压力, 这样就好。 请看下面这段经文, 在六十一面。 难言伏提众生, 举止动念, 无不适业, 无不适罪。 何况自情杀害, 窃盗, 邪淫, 妄语, 百千罪状。 这几句话非常重要, 全经记不住, 重要的经文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能把它背过,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难言伏提, 就是指我们这个地球。 这个地球上的众生, 却确实时举止动念都是在造业, 都是在造罪, 其心动念都不善, 其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 这就是业, 就是罪。 坚固的我执, 世间人不懂, 好像为自己的利益, 为保护自己的利益, 大家都认为这是正当的, 这是正确的, 这哪里有错误。 这是世间人的妄想执着。 佛说出这是错误, 而且错得太离谱了。 六道轮回怎么来的? 就是自私自利我直变现出来的。 你妄想执着要不能够破除, 不能够放下, 你就永远再搞六道轮回。 在六道里面, 佛经讲的太多, 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 在三善道的时间短。 三善道就好比出来度假, 观光旅游, 三恶道是老家, 出去几天又要回老家了。 我们在, 第藏经, 上看得太清楚, 太明白, 佛说这是大错了。 怎么样才是正确? 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 不为自己, 你就能够永远摆脱六道轮回, 超越三界, 这是正确的。 佛教给我们教我们真的, 真正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乐不是三界里面的乐, 三界里面没乐。 超越三界才真正得乐, 佛讲三界痛苦, 天上也有苦, 苦少一点, 但是还是苦。 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 我们都要搞得很清楚, 很明白, 然后对于佛陀的教会, 真正感恩戴德。 我们真是幸运, 世间人讲运气真好, 遇到佛法, 佛是我们真正的善知识, 我们遇到这一生真的的解脱。 要遇不到佛法, 我们跟经上讲, 我们起心动念还是造业, 还是造罪。 明了之后, 为佛法, 为众生, 为佛法希望佛法普遍的流通, 希望佛法久住世间, 能令一切众生的佛法的利益, 要发这个心, 念念要想到一切众生。 不但全世界人类, 还有畜生, 还有恶鬼, 还有诸天, 所有一切众生都能得到佛法殊胜的利益, 我们心量就脱开了。 菩萨就是为一切众生服务, 为一切众生服务最殊胜的无过于建立佛法, 而建立佛法就是依教奉行。 就在我们生活里面建立, 在我们自己行业里面建立, 在我们工作上建立, 在我们处世待人接物里头建立, 使整个社会, 大家生活当中, 各行各业当中, 统统建立起佛法。 所谓建立佛法, 大家都知道服务社会, 服务大众, 现在人讲法, 做出牺牲奉献, 那就是菩萨, 真正这样做, 得福无有穷尽。 福报献前, 佛教给我们要舍, 不要去想, 一想福就迷了, 就糊涂了, 佛教给我们舍的。 舍是因, 得是果, 舍财的财, 舍福得福, 舍什么就得什么, 得到之后又要舍。 所以舍的第二层意思就更深, 把你所得到的再舍掉, 那你得到的就更殊胜, 更圆满了。 永远自己不享受, 有福报, 福报给一切众生享受, 这是真正佛菩萨硬化在世间。 这个世间有没有? 有。 懂得佛法的人, 真懂他就依教奉行, 他就这个做法, 做得完全相应, 这就是菩萨视线。 这是说出一切众生没有人教导, 那就是这个现象。 所以教学比什么都重要, 是出事法都是建立在教学上。 中国古代这一些帝王都是聪明人, 他们治理国家, 希望政权巩固, 希望国家长远, 从哪里做起? 教学位先, 先要把教育做好。 教育里最重要的劝效, 让这些人民懂得孝道, 教导人民知道尊师重道。 每个人都修养自己的德行, 社会安定, 天下太平。 所以他们着重教育, 把教育列在国家施政第一条。 从前国家这些制度, 宰相底下有六个部, 古时候分工没有现在这么细, 他只分了六个部。 六个部里头排名第一是教育部礼部, 从前教礼部, 六部里面礼部上书是第一, 教育摆在第一, 对于这种事情看得多么重。 而佛教教育是另外设一个机构, 更加尊重, 皇帝自己来推行。 这个教育的机构称四, 所以四这个名称怎么来的? 四, 是皇帝下面办事机关的名称。 为什么取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是永久建设建立的, 不会改变, 要代代相传传下去。 这种机构, 永久设立的机构才称之为四, 决定不能改变, 决定不可以废除, 用这名称。 皇帝他是希望他这个朝代永远下去, 不会被人家推翻, 希望传宗接代, 代代传下去, 所以这个机构是永久设立的。 皇帝下面有九个四, 四的主管称为亲, 所以九亲, 三公九亲, 三公是皇帝的顾问, 现在讲的国策顾问, 他有疑难的问题要向他们请教, 四今天讲的是一级单位, 直接归他管辖的。 佛教的机构也称四, 归皇帝直接主管。 皇帝直接来推动佛教教育。 中国从汉朝以后, 教育是两个体系, 一个是佛教育, 一个是儒家的教育。 儒家教育由宰相负责来推动, 佛家教育是以皇帝自己来主导, 来推动, 所以佛教育推广超过了儒家的教育。 这是从前人民对皇帝尊敬, 以帝王力量把这个教育推动到每一个省, 每一个县市, 每一个乡村, 都建立有佛寺。 而儒家的教育顶多一个县才设一个县学, 没有佛法推行的这么广, 道理在此的, 重视教育。 而佛法变质变成宗教, 变成为死人服务, 这历史很短, 大概在清朝中叶以后才变成这个样子, 清朝初期不是如此, 初期还是教育。 我们看到康熙、乾隆、雍正时代, 佛教依旧是教育, 依旧是教学, 所以连宫廷里面读经。 清朝这些帝王非常高明, 他们怎样? 他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 能够让这些人民福福贴贴, 享过两百六十多年, 有他的道理。 他用什么方法统治? 他用, 无量寿经, 这一招高。 皇帝说不是你听我的, 我们统统听佛的, 我也听佛的, 你们大家统统听佛的, 这个方法高明。 不是我统治你们, 佛统治我们大家, 还有什么话讲。 所以宫廷里面读, 无量寿经, 也请法师讲解, 无量寿经, 大家都依教奉行。 满清把读经, 宫廷里面读经费除是慈禧太后, 大概慈禧听到, 无量寿经, 上讲的都是他的毛病, 大概听了很不舒服, 很不高兴, 就不读了。 不读之后, 他就是自情, 胡作妄卫, 把国家搞乱了。 假如他要还依祖宗的惩罚, 老方法不改变, 还是依教奉行, 大概今天还是大清帝国, 不会改朝换代, 人民不会造反。 可惜的是把祖宗这些教会惩罚舍弃掉, 自己胡作妄为民心失掉, 所以革命军一起来, 才会被人推翻, 这是他一生造的孽。 我们曾经听说, 慈禧在死的时候后悔, 知道自己做错事情, 好像有这么一句话, 希望女人永远不要干症, 临终才知道女人干症, 造出这么大的灾难出来, 但是后悔已经太晚了。 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 何况自情杀害, 窃盗, 邪淫, 妄语, 百千罪状, 就好像是讲我们现代社会。 从前人读经读到这些, 没有见到这个现象, 现在这个现象在世界上太普遍了。 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没有不恐惧的, 众生造作这些罪业哪里说没有果报。 今天整个世界这些灾变, 现在人归就到自然灾害, 非人力所能为, 这个想法就是错误的。 自然灾害怎么来的? 人心变现出来的。 如果我们细细去思维, 所有一切万物, 刚才讲它都在动, 只要是个物像, 它的原子, 电子都在动, 动它就有波。 我们人心起心动念, 杀害, 窃盗, 邪淫, 妄语, 这是极恶的波, 而且这个波一切众生都造, 你越想这个恶的波是多么强大。 这个强大的波改变了物质, 你影响它, 你改变它, 使它正常的组合都被破坏。 这是我们佛法里头常讲, 一暴随着正暴转, 一暴是山和大地, 随着人心转, 人心善环境就善, 风调雨顺, 人心不善就发生种种灾变。 可惜现在一般人他不相信, 他认为这个说法是迷信。 等到哪一天搞清楚, 搞明白, 来不及了, 世界毁灭了。 不相信佛的真实话, 你要承受这个果报。 这是极不好的这些波, 现在讲的磁场, 佛法里面讲光, 中国内地讲气, 极不好的, 极恶的, 你接触到身心不安, 几乎我们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有这个感受, 哪个地方人生活能过得安稳。 都是忧患忧虑, 不知道哪个地方好。 都知道灾难要现前, 不晓得灾难怎么形成的。 这些都是波动的影响。 诸佛菩萨的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 每一个人心地都清净善良, 所以居住依报的环境那么样的舒胜。 西方极乐世界, 凡是往生去的都是上善之人, 你心不善不能去。 西方极乐世界在佛法里面讲, 它是一个狠心的世界, 阿弥陀佛建立到现在不过是时节而已, 时节在无限的时间里面讲是很短暂的时间, 所以它是一个新兴的世界。 里面的人不是土人, 里头没有土人, 都是外面移民过去的。 移民的条件, 阿弥陀佛很聪明, 移民什么条件? 心地善良, 心地清净, 他选择这些人进去, 心地不善良的不准你进去, 所以这个世界这么美好。 不像我们娑婆世界, 我们娑婆世界里头有土著, 没有法子, 这些人心地不善, 所以说五着恶事。 众生造作这么多罪业, 诸佛菩萨来劝导劝化, 劝了也未必听, 也未必能依教奉行。 可是佛菩萨慈悲到了极处, 不听也来劝, 劝告永远不间断, 永远不停止, 总希望有一天你觉悟回头。 所以真正明白人, 觉悟的人, 这个环境不好修行, 佛就劝你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 无量受精, 是交给我们移民。 这些道理我们搞清楚, 方法也懂得, 我们就有很深的信心, 知道自己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 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可以做得到的, 我们换一个环境去生活, 换一个环境去修行。 我们也知道境虚空变法界是一体, 所以移民到极乐世界, 然后要帮助这一些六道众生, 跟诸佛菩萨一样慈悲, 一样有智慧, 来教导这些众生。 底下一段, 佛在此地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 能于是时斋日, 对佛菩萨诸贤圣向前, 读世经一遍。 东西南北, 百游巡内, 无诸灾难。 当此居家, 若长若幼, 现在未来百千岁中, 永离恶趣。 这个果报太殊胜了, 所以有许多人看到经上这样说怀疑, 说经上讲得太夸张, 与事实真相不符合。 这个说法实在说是有过失, 他没有了解佛经所说的义趣, 开经济讲,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句话重要, 你把佛的意思错解了, 这是大成经, 这不是小成经。 大成经是菩萨修的, 凡夫可不可以修菩萨行。 可以。 华严经, 是最殊胜的, 里面当机就说到大心凡夫, 凡夫可以修学, 凡夫可以学菩萨法。 可以学如来果地上的法门, 这个佛法才是圆容无碍。 但是你一定要发大心, 大心就是不为自己, 为一切众生, 这就是大心, 大心就能修学大成菩萨法。 由此可知, 此的所讲的, 读经一遍, 读, 决定不是说, 我们看着本字把经念一遍, 那果报决定达不到。 要怎么读法? 读了要能解其意, 解了要能依教奉行。 每一步经到最后, 信受奉行, 这四个字做不到, 你一天读一百遍也没用处, 念佛古德讽刺人, 说喊破喉咙也枉然。 读经也一样, 也是喊破喉咙也枉然。 读经要依教奉行, 念佛也要依教奉行, 听到这一句佛号, 看到这一尊佛像, 就要想起佛在经典里头的教会, 是即这个提醒自己, 不要忘了佛对我们的教训, 我们要把这些教训在生活里面去兑现。 不但自己要这样做, 还要劝导别人一起来做, 这叫读经。 意思就是说, 一个月当中你去念十遍, 你不会忘记。 佛叫我们出家人持戒, 戒经每半个月要念一次, 为什么? 怕忘掉了。 半个月再送一次复习一遍, 要依教奉行, 不是说念给佛菩萨听的。 寒山, 识得讽刺半月送戒, 讽刺的意思是什么? 只会半月念一遍, 平常一条都做不到, 那有什么用处? 应当是迢迢要遵守, 迢迢要做到才对。 读经也是如此, 第藏经, 上教导我们, 这些理论原则方法要做, 比半月送戒还要舒胜。 戒经一个月才念两遍, 这一个月教你念十遍。 我们现在不念, 第藏经, 我们改念, 无量寿经, 行不行? 行。 无量寿经, 包括, 第藏经, 无量寿经, 实在讲无所不包, 整个佛法都浓缩在, 无量寿经, 上。 我有一年在美国讲, 第藏经, 大义, 在美国东岸几个城市, 就有同修来问我, 法师, 你不是一直都是在讲净土, 你怎么又讲, 第藏经? 你是不是在夹杂? 我说, 没有, 我还是讲, 无量寿经, 讲净土法门。 他说, 第藏经, 怎么是净土法门? 我说, 净土法门建立在三福的基础上, 你承不承认? 他说, 承认。 三福是, 官无量寿经, 的, 三福第一条, 校养父母, 奉侍师长,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对不对? 对。 我说, 第藏本愿经, 就讲这四句, 这个经就是四句的注解, 它才明了。 所以我们讲这个经是净土的基本法, 净土经里面十六个字就包括这一部经, 这一部经就是讲这十六个字。 你要不懂, 第藏经, 三福里头第一福的意思你就不晓得, 你也不知道怎么修法。 所以我讲, 第藏经, 是讲净土经, 是讲往生经, 我没有离开静宗, 没有离开阿弥陀佛。 此的, 读经一遍, 一定要懂这个意思。 果然读能明其理, 能行其道, 真正经典末后信寿奉行, 这才真正教读经。 你真去做, 真做到, 就有这个效果了。 东南西北, 百游巡内, 游巡它不算多不算太大, 算小游巡。 小游巡古时候, 亦游巡是中国的四十里, 古时候的度量很比我们现在短。 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 古人身长一丈二尺, 其实一丈二尺这样大的个子, 现在人有没有? 多的是, 太多了。 我们看红仪大师, 周齿考, 他在戒律三十亿种里面, 诸位去看。 古时候的一尺, 大概现在五寸多一点, 不到六寸, 这样一盒的时候, 一丈二盒现在大概只有七, 八尺, 七, 八尺的个子太多了。 所以一定要晓得那个时候长度计算的单位, 跟现在不一样。 易游巡如果算起来, 大概最少也是现在应当是, 十里, 大概这个是不会相差的。 百尤巡就大了, 至少差不多是我们今天讲一百里的方圆, 或者差不多是四百里方圆, 这么大地方没有灾难, 一个人有福。 如果说大家都修福, 这个力量就更大了。 我们一个人修的福薄弱, 今天居是灵界念佛堂, 大家都在里面共修, 诸位能看到。 我想你们学佛也走过不少地方, 也见过不少道场, 我们今天讲气, 中国人讲气, 这个气氛旺盛, 可能在一生当中, 你看到居士灵这第一。 为什么? 这么多人在那里真念, 他离开念佛堂则不论。 静念佛堂的时候他真念, 所以磁场就特别殊胜, 进入这个道场人能生清净心, 能生欢喜心, 这个力量就保佑这一方。 这一方的人, 这么大的一个磁场在这里发出这个波, 影响这个地区。 所以这个念佛堂, 在我想象半年之后, 会影响整个新加坡的气氛, 让新加坡的居民每一个人都会生欢喜心。 住在这个地区的人, 心里面就很安静, 就很快乐, 就很欢喜。 什么力量? 这边这个电波发射得太大了, 超过一般人的胡思乱想, 把你那个波, 这个波大了, 把你那个波拉平, 产生这么大的效果。 现在世间人讲思想波, 我们这个思想是佛的思想, 菩萨的思想, 这么大的波, 我讲经的时候说, 我们的频道跟阿弥陀佛的频道相同接通, 所以这个波借着诸佛菩萨的波, 产生极大的效果, 这个效应很大。 死的虽然是三, 四百万人没有关系, 这一个磁场可以盖过它, 可以把他们那个波产生大的变化, 让他们心情平静, 心情安和, 真正得到欢喜, 感觉的这个地区安稳, 这个地区太平。 佛法这样殊胜的利益可惜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真干。 我们真的要感激李牧原居士, 没有他大力支持, 我怎么讲, 怎么劝都很难产生效果, 讲的时候, 人不相信。 这个地方李牧原居士相信, 一切条件都具足, 这么样的热心认真努力来做这一桩事情。 我们想能做上个半年, 一年之后, 社会大众见到这个现象自然就肯定, 自然就发生欢喜。 现在我们看居士临人愈来愈多, 昨天李居士告诉我, 参加这一次超度比去年的人多得太多, 念佛的人也多了。 听说有一些中原参加其他的法会, 他们不去, 都到这儿来, 好现象, 感应不可思议。 这个视线确确实实有这个效果, 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事实, 更是能够断移生性。 当此居家, 若长若幼, 现在未来, 现在是现前的利益, 未来百千岁中, 永离二去, 这是说明影响之深, 影响之广。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得藏菩萨本愿经, 第二十五卷, 新加坡静宗学会录影是当明,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请先开经本, 请先开经本, 科著, 卷中第六十二念, 我们将经文念一遍。 我们将经文念一遍。 能于世时斋日, 对佛菩萨诸贤圣向前, 读世经一遍。 东西南北, 百游巡内, 无诸灾难。 当此居家, 若长若幼, 现在未来百千岁中, 永离二去。 这经文是讲读经的利益,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很多, 可是这个意思实在说是无有穷尽。 我们要深深地去体会, 千万不要把它看作迷信, 那我们当前, 甚至于来生后世的利益, 往往当面错过, 这是非常可惜, 真正是无法弥补的。 我们是凡夫, 诸佛菩萨他们的心比我们清净, 他们的智慧比我们高, 他们无论是看人, 看事, 看物, 都比我们看得透彻, 比我们看得深远。 我们对于这些圣贤人的话, 圣贤人的教会不能够深信, 不能接受, 不能奉行, 常常依照自己的妄想去做, 哪有不犯过失的道理。 所以佛在此的讲, 严福提众生, 真正是起心动念无不事业, 无不事罪, 句句都是真实话。 经到这个地方, 这是劝我们每一个月把经典温习十遍, 真正的意思是叫我们不要忘记佛菩萨的教会, 时时刻刻想着要依教奉行, 真正目的是在此地。 产生的效果我们也深信不疑, 这一个地方真正发心修行, 正是中国古人所说, 一个人有福大家沾光, 这个人的福越大, 那他的功德影响力就越广。 这个地方是讲, 真正的诸佛菩萨的威力加持, 这个修行人住在这个地方百游巡之内, 照古印度的讲法百游巡范围就很大, 一游巡四十里, 百游巡是四千里, 那这个范围多大? 在新加坡修行, 几乎连整个中国大陆都包括在其中, 四千里, 有这么大的力量。 诸位要知道, 真修才有这个力量, 如果不是真干, 四十尺的距离都达不到, 别说四百游巡。 这事实实在在, 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现在人实在讲, 比从前人更容易理解, 从前人读这个经他能够念得懂, 能够相信, 我们真的是不能不佩服, 他的善根福德深厚。 因为古时候的解释, 没有办法到很详细, 又找不到证据。 现在我们得到科技的进步, 用科学这些方法来证明, 比从前容易懂得多了。 这个道理前面曾经为诸位说过, 希望大家细细地去思维。 真正的道理, 就是我们现在科学家讲波动的现象。 前面跟诸位说过, 凡是物像都会产生波动的现象, 但是所有物像产生的波动, 它那个波是平和的。 所有的物质, 我们讲植物, 动物, 这个波是很温和的, 很正常的, 波的幅度震动不会太大, 它在一定的范围。 因为它永远保持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虽然变化, 它变化得很微弱, 这说明它波动的现象, 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近代的科学家已经认识清楚, 根本没有物质的存在。 物质是什么? 物质确实是波动的现象。 这一个认知很了不起, 跟佛法讲得太接近。 佛法讲宇宙, 众生怎么来的? 实法界一阵庄严从哪里来? 从无明来的。 无明不觉生三系, 境界未原长六粗, 可见得无明就是波动的现象, 这是真正把实法界一阵庄严的源头找出来, 哪里有事实存在? 我们感觉的有事实存在, 这是波动的相续相, 金刚经, 上讲, 如漏易如电, 漏是相续相, 电是刹那生灭相。 刹那生灭实在讲就是不生不灭, 生灭同时, 波动的现象是生灭同时, 所以佛讲不生不灭。 我们要能体会到, 不生不灭不是真的不生不灭, 真的不生不灭, 说不生不灭就毫无意义。 它确实是生灭, 生灭为什么说它不生不灭? 同时的, 生灭同时。 佛在经上用闪电来做比喻, 是说它的速度太快了, 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在《华言经》上会详细说明。 可是有情众生的波动, 超越物质发射出来的波, 不知道要强多少倍。 我们在经上读到, 佛讲, 依报随着正暴转, 这句话很难懂。 依报是我们物质环境, 我们生活环境, 佛讲生活环境是随着你的心在转, 随着你的念头在转, 很不好懂。 《伦言经》上又说, 若能转静, 则同如来, 转静是物质环境能够随心所欲, 佛说那你跟诸佛如来是同一个境界。 这些话我们在经文上读到的时候确实很迷惑, 其实我们用科学来证明, 就很好懂。 今天讲我们以电波来做比喻, 电波的干扰, 所有物质发的波弱, 平和, 我们思想发的波强大, 起伏悬殊, 这个波可以干扰它的波, 我们这个波发出的波强, 就盖过它, 这个样子就改变物质的结构。 物理的结构是从波动产生, 你只要能够改变它的波动, 物质的结构, 甚至于星球的结构都会改变, 星球在太空运行的轨道也会改变, 能产生这么大的波动。 一切有情众生的波, 有善, 有恶, 有无忌, 分成这三类。 无忌性的波, 可以跟一切物质的波能够打成一片, 非常平和, 这是诸佛如来的一真法界。 十法界里面, 这一切众生的波就有善, 有恶, 所以造成物质现象巨大的变化。 正因为这个道理, 因为这个事实真相, 古圣先贤对于一切众生特别强调教育, 佛家教育说的最透彻, 跟我们讲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一切有情众生的关系, 人与一切动物的关系, 与植物的关系, 与矿物的关系, 与大自然的关系, 最后再超越与天地鬼神的关系, 与一真法界的关系, 佛教里讲的就是这些事情。 你都明白, 都通达, 然后晓得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 是一不是二。 既然是一体, 哪有没有关系的道理? 我们身体上任何一个细胞发生问题, 都会觉得全身不舒服, 它不是一个地方。 一根很小的针刺, 刺到我们皮肤任何一个部分, 全身都感觉到。 同样一个道理, 我们起心动念, 尽虚空, 辨法界都有感觉。 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 我们现在身体麻木不仁, 别说针刺你不知道, 刀割的时候你都不知道, 麻木了。 麻木就是迷, 迷而不觉, 麻木了。 诸佛菩萨身体健康正常, 他清醒的状态, 所以一点点小的疼痛, 他统统知道。 所以诸佛菩萨是个健康人, 正常人, 我们是个不正常的人, 是麻木不仁的人。 我们用这种比喻, 诸位是比较上容易理解。 然后你就能肯定, 真正依教修行, 这个波动它有这么大的力量。 就是在这样距离当中, 你的波很强, 能把这个范围之内不正常的波盖过, 你把它压倒, 你可以干涉它, 它不能干涉你。 你这个波是善的, 是好的, 那个地方纵然是有恶的, 恶的波招来的灾难, 你这个善比它那个恶强, 能够化解它的灾难, 让它的灾难不起现行,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修行要认真, 要用真诚心, 这个力量强大。 世间人用的是望心, 我们用真心, 用真心就非常非常可贵。 你用真心力量就太大了, 因为一切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 你这个心跟它一样, 换句话说, 你震动的频率相同, 就跟它接通。 接通就是我们佛法讲的加持, 世间人讲的保佑, 你的频率跟它相同才能够接通, 这才得到加持, 得到保佑。 我们的频率跟它的频率不相同, 怎么样也起不了感应, 起感应也是沾一点边缘, 受一点点影响, 没有直接接通。 这些事情用电波来说, 诸位就很容易体会。 真心决定就没有妄想, 大小成经论, 佛苦口婆心, 千言万语, 无数次地劝我们要断除妄想, 一定要从断烦恼下手。 妄想里面我只是最根本的妄想, 执着这个身是我, 这是妄想的根。 那要修什么? 这个身不是我, 什么是我? 我有, 不是没有。 尽虚空, 辩法界是一个我, 佛说这话人不相信。 不但一般人听了不相信, 出家人学佛学一辈子, 学到老死他还不相信。 如果他相信, 他就成佛了。 他为什么成不了佛? 他不相信。 为什么说相信, 他就成佛了? 相信他就正的清净法身。 清净法身尽虚空, 辩法界是一个身, 这个身叫体, 一体。 诸位常常听到, 佛法里面讲, 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同体怎么讲? 虚空法界跟自己同一个体, 就是自己。 禅宗里面所谓, 父母未生前, 本来面目, 本来面目是什么? 就是清净法身。 法身哪有身灭? 法身没有香, 法身能献一切香, 诸佛菩萨没有身能献一切身。 我们明了, 要真干才行, 这是真正的自己。 所以佛法学到头来是一回什么事? 恢复自己本来面目而已, 除这之外一无所得, 真是冷言会上所讲, 圆满菩提, 归无所得, 不过是恢复你自己本来面目而已,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弃入这个境界, 你看到众生得乐自己得乐, 众生受苦就是自己受苦, 那个慈悲心不是勉强的, 自自然然生出来的。 为什么? 虚空法界是跟自己一体, 决定没有差别。 这是这段经文里面我补充这一点意思, 希望诸位同修认真细心去揣摩, 去体会。 这一生能够入佛境界, 大幸。 这也是诸佛菩萨对我们的期望。 所以经典我们要有信心, 能信能解, 真正能够理解, 最后要实行, 要把经典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 经典就是自己, 自己就是经典, 这叫修行正果。 再看下面经文, 能于时斋日每转一遍。 现世令此居家, 无诸恒并, 依时封义。 小课题里面, 是现世福利, 事事解释, 你现前得到的福, 得到的利益。 我们看此的跟前面有一字之差, 前面讲, 读是经, 这个地方讲, 转一遍, 前面用, 读, 这里用, 转。 这地方没有用读, 不是说能于时斋日每读一遍。 什么叫转? 转跟读的差别在哪里? 读是从音上讲, 修音上讲, 转是从果上讲。 你读了之后你的念头转变, 你的思想转变, 你的行为转变, 这一转变灾就转变成福。 如果你学佛转不过来, 那灾难你还是转不过来, 你还是要受灾难, 这个字在此地是关键的字眼。 转要从心上转, 从形上转, 这意思就很深了。 所以读诵一定要解义, 为什么经要讲解? 释迦穆尼佛当年在释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要讲清楚, 讲明白, 让听的人觉悟明白。 明白之后, 他思想观念行为就转过来, 转恶为善, 转染为净, 因上一转果上当然就转, 这就是若能转净则同如来。 静从哪里转? 静从心上转, 现在就讲是我们思想波, 从思想波上去转。 从前我们思想都是自私自利, 都是贪甜吃慢, 都是损人利己, 都这种波。 现在我们这个波换了, 我们起心动念利益众生, 舍己为人, 播放出去都是大慈大悲, 清净无染, 他怎么会不转环境? 境界本来没有善恶的, 本来是清净的, 说实在的话原本是个净土。 为什么净土变成五浊恶事? 是我们恶的念头把环境改变, 这是佛给我们说出的道理。 我们越想佛的话真的是越有理, 我们自己试验试验果然有效, 所以一定要奉行才能够的利益。 清凉给我们讲解, 华严经, 他老人家是用性, 解, 行, 正这四个纲领, 来给我们介绍。 这四个字要同时去做, 不要有先后, 有先后效果就很缓慢。 现在灾难临头, 这种缓慢的方式来不及了, 所以同时来做。 今天居是灵, 我们就是用这个方式。 我们讲堂每一天讲经两小时, 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不间断, 这是信, 解, 念佛堂天天念佛不间断, 那是行, 正。 我们今天信, 解, 行, 正同时进行, 解门帮助行门, 行门帮助解门, 解行相符相成, 效果就很大了。 果然能够依教奉行, 利益功德不可思议。 我们要深深相信, 经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经。 世尊从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 世尊的真心就是我们的真心, 心是经之心, 二而不二, 所以他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 这个地方说的, 现世, 就是现前我们居家平安幸福, 没有任何灾难, 丰衣足食, 可以得到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是很小的效果, 哪有得不到的道理。 再看下面经文, 是顾普广, 当知的藏菩萨, 有如是等, 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利利益之事。 这是总结。 的藏菩萨, 如是等, 这三个字, 总结前面所说信受奉行种种利益, 结归到地藏菩萨的威神加持。 的藏菩萨是表法, 是象征, 它真正的内容就是我们自信里面本具的宝藏。 宝藏, 经典里面常讲, 自信本具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德能, 德是讲德香, 一真法界一正庄严, 那是德香, 能是能力, 就是此的讲的, 大威神力, 这都是我们自信里头本具的。 不但这一部经, 佛说所有一切经, 都是自信本具的德能, 离开自信, 无有义法可得。 由此可知, 独经面对着佛菩萨, 以真诚恭敬心就能够开发自信, 让自己的信得也能够现前。 这就跟诸佛菩萨, 我们波动的现象就沟通, 频率就相同。 我们在这个时候, 所有一切疑虑才能够断掉, 断移才生起真正的信心, 信心是成就佛事, 佛事就是自立立他的事业。 信心是根源, 华言经, 上所说, 信为道原功德母, 道就是成佛之道, 转凡成圣, 圣达到究竟圆满是成佛, 信是根源。 功德是自立立他, 自立立他达到究竟圆满, 也从信心上建立的。 我们今天做, 做得不够, 做得不圆满, 原因在什么地方? 原因在信心没有建立, 信心不够, 信心不够是因为对事实真相了解的不够透彻。 所以解能帮助性, 性能帮助解, 行能帮助性, 性能帮助行, 虽然讲性解行政, 讲四个字, 其实一桩事情, 每一个字里面必定含设其他三个字, 如果不含设其他三个字, 那就不能叫性。 性里头没有解, 没有行, 没有正, 那不叫性, 解里面如果没有性, 没有行, 没有正, 那不叫解。 佛法是圆融的, 圆修圆正, 进展就快了。 下面说, 言辅众生, 于此大事, 有大因缘。 他这里有个错字, 诸位把他改过来。 是言辅众生不是严禁, 这是个错字。 你们隐蔭的那个本子是不是? 对的, 言辅。 我这个本子错了, 我们本子不一样。 这个本子是老本子, 可能你们这是后应的改过来了, 言辅众生。 言辅, 是说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地球。 我们地球上这些众生, 跟得藏菩萨有大因缘, 有缘见面就欢喜, 没有缘就很难接受。 这个事实, 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体验到。 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特别像观光旅游, 第一次到那个地方去观光, 我们遇到很多的人, 有人一看很顺眼, 看得很欢喜, 有人一看就讨厌, 跟他从来没有往来。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就是素式的缘分, 看到欢喜的, 我们看他也欢喜, 他看到我们也欢喜, 这是素式友善缘。 我们一看觉得很不顺眼, 他看我们也不顺眼, 素式友善缘。 可能我们这一生当中, 就这么几秒钟, 几分钟的时间, 一生就会见这一次面, 第二次就很不容易碰到, 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虽有缘, 缘分很薄, 一面之缘, 一生当中一面之缘, 时间非常短促, 我们能体会到有素式的因缘。 还有一种情形也能够证明, 我们决定有过去式。 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旅游, 这个地方从来没来过, 一生当中确实是第一次来的, 可是突然之间觉得这个环境很熟, 似曾相识, 什么原因? 你过去深中在这个地方住过, 要不然你怎么会很熟? 从来没有人介绍过, 你怎么会很熟? 证明人决定有前世。 我在美国德州, 有一个同修蔡文雄居士, 他说他学佛的因缘, 真正体会到有过去式, 他知道了。 他也是偶然有一次, 在旧金山附近开车迷路, 走到一个小镇, 从来没有去过这个小镇, 他忽然感觉的这小镇很熟悉, 这个路应该怎么走法, 走得果然一点没错。 事后越想越奇怪, 如果不是前世在那里住过, 他怎么会熟悉? 怎么会有那么深刻的印象? 松在那里住了很多年, 他印象这么深刻, 这是他亲自给我们说的。 大概前生没做什么坏事, 这一生又投胎的人生。 所以确确实时人有过去生, 有过去就有来生, 这是讲因果轮回的事实真相, 许多人经历过。 我们自己也有这种经历, 但是没有蔡居士那么明显, 那么样的深刻, 没有。 再看下面经文。 是诸诸众生, 闻菩萨名, 见菩萨像。 乃至闻世经, 三字五字, 或一记一句者。 现在书庙安乐, 未来之事, 百千万身, 长得端正, 身尊贵家。 这是极力的赞叹, 说明文明见相的利益, 经典的文字简单, 含义深广。 闻菩萨名, 见菩萨像, 乃至于接触到这一部经典, 利益各个有浅身不同。 有些人完全没有接触过佛法, 像现代观光旅游, 特别是到中国去观光, 中国观光旅游寺院是旅游的重点, 也是外国人非常喜欢去看。 他们多半是基督教徒, 天主教徒, 还有其他宗教的信徒, 对于佛法一无所知。 借着观光旅游, 见到这些佛像, 见到菩萨像, 当然他们不会有信心, 甚至于他们看这个是迷信, 层次高一点的看这个是艺术品, 把它当作艺术品来欣赏。 有没有利益? 有, 正是佛法里面所讲, 一粒耳根, 永为道种, 一粒耳根跟一粒眼根一样的意思。 耳根是听到念佛号的音声, 听到读经的音声, 那是耳根, 见到佛菩萨形象这是眼根, 阿赖耶实里头永为道种。 无论是有意, 无意, 无论是赞叹, 毁谤, 都成金刚种子, 就怕他一生没有缘接触到, 那就非常可惜。 毁谤都无所谓, 他真接触到, 毁谤他要受毁谤之果报, 果报受完了之后, 将来有缘再遇到他就信了, 他就能得度了。 由此可知, 给众生结法缘这是好事情, 再是出示法真的叫第一等好事。 广结法缘的时候, 不要有任何顾忌, 不要认为这是亵渎佛菩萨形象, 造作种种罪业, 那你就不敢动了, 你怎么能跟众生结缘? 对于佛菩萨起尊重之心, 敬仰之心, 那是已经入门来的, 我们对于佛菩萨形象要尊重, 以恭敬心供仰。 但是我们介绍给别人, 那你就不必有这些顾虑, 介绍给别人是在他阿赖耶实里头种佛种子, 即使他毁谤侮辱都无所谓, 佛菩萨哪有见怪的道理? 见怪他是凡夫, 他不是圣人, 绝不见怪。 所以在现代, 我们有一些看到, 包装纸上映佛菩萨形象, 报纸里头常常也映佛菩萨名号, 也有佛菩萨形象。 有一些同修看到这个情形来问我怎么办? 这报纸能不能丢? 我们怎么处理? 他就慌张了。 这是其分别执着, 要晓得报纸上做事给许许多多众生结缘, 结法缘, 种善根。 我们遇到怎么处理? 就看你自己。 如果你家里面有地方放, 你可以把报纸上的佛像, 佛名剪下来, 或者是把它贴在一个本子里面, 做一个纪念也是好事情。 如果不愿意这样子做, 照一般报纸处理就行, 不必要执着, 不必要计较。 特别是在这个世间造恶的人多, 佛菩萨的名号, 形象越普及越好。 发心不相同, 我们这个心是利益一切众生, 希望一切众生种下佛菩萨的种子, 这是好事情。 不要常常想到这事不恭敬, 把这个缘断掉, 那就可惜了。 此的说的利益非常明显。 我们的利益的人, 随着他的心, 随着他的愿, 如果他能解能行, 利益就很殊胜, 利益就很大。 他闻明见相不解, 也不能行, 这个利益是含藏在他阿赖耶实里面, 现前不能的利益, 这个地方, 现在舒妙安乐, 他得不到。 什么时候他能得到利益? 来生后是他有这个缘, 有缘在遇到。 在遇到的时候, 那个缘要是舒胜, 遇到善知识, 遇到好的同参道友来帮助他, 能解能行, 他舒胜安乐的利益才能够现前。 所以这里头没有迷信, 这里面差别因缘无量无边。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这些事实真相, 遇到有人来问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他解答, 帮助他断移生性。 凡事来问的人, 都是过去身中有这个种子, 过去身中曾经文法, 文明见相这个缘分。 我们自己细细想想, 我们过去身中, 甚至于九远节前, 我们肿下来的, 到这一生我们才遇到缘, 缘才成熟了。 所以看到这一不经, 他能生欢喜心, 越读越欢喜, 能解欢喜, 不解也欢喜, 缘生。 缘一定是素是肿下来的, 不可能是这一生当中, 一接触就生欢喜心, 没有这个道理。 现前有许多大众, 接触不能生欢喜心, 还不就跟我们过去身中情形一样, 我们是过来人很清楚, 经历了许多生, 许多事, 这成就了。 现在我们帮助他们总因, 我们很清楚, 也必须要经过来生后事源成熟, 他才能得度。 在世间人心里面想, 这个时间太长了, 可是真正在事实真相里面, 时间是假的, 没有时间。 时间跟空间, 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绝不是事实。 华言经, 上讲, 念节圆融, 一念可以把它延伸成为无量节, 无量节可以把它浓缩成一念。 大臣经上常讲, 时事古今, 不离一念,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没有看到真相, 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 我们只看到荧幕上那个现象, 没有看到放映机后面的底片, 荧幕上有前有后, 如果看看放映机的底片, 拿出来一大盘没有先后。 由此可知, 我们看到有时间, 有过去, 有现在, 有未来, 是错觉当中看到这个幻象。 你要把它看成了解真相, 那你就好像电影放映机里面, 看到它的底片一样, 没有先后。 所以帮助一切众生种善根, 修菩萨行, 成菩萨道, 是我们应当要做的工作。 而且要积极去做, 无条件地帮助大家去做, 这里面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以清静心去做, 以平等心去做, 这样子功德自然就圆满了。 经上讲的利益, 百千万生, 长的端正, 身尊贵家, 这是一般世间人所需求的, 举出一个例子而已, 真正的功德利益, 比这个殊胜太多了。 清廉法师在这一段经文的注解注得很好, 他引用经典里面所说的, 比较上深一点, 可是我们在讲习里头说了很多, 诸位如果能懂得这个意思, 看他的注解就不难懂。 请看下面经文, 在六十六面。 二师普广菩萨, 闻佛如来, 称阳赞叹的藏菩萨以, 胡桂合掌, 父白佛言, 世尊, 我九知是大事, 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 及大事愿力。 为未来众生, 浅之利益, 顾问如来, 为然顶受。 这是菩萨代替我们请示世尊, 世尊讲了这么多, 题目应该是什么? 到这个地方来请问经明, 将来集结的时候应该用个什么名字? 就跟世间人做文章一样, 自古以来许许多多人写文章, 文章写完之后再定一个题目, 这是很正常的一种做法。 当我们做学生的时代, 老师出个题目叫我们做文章, 我们要依照这个题目做, 那很难, 那个练习。 真正做文章的是文章做成之后, 再看全篇内容定一个题目。 像我们现在每天早晨, 吃完饭之后跟大家谈谈话, 随便谈, 你们把它录下来, 再把它写成文字, 然后看这个内容给它定一个题目, 让人看到这个题目, 就晓得这一次讲演的内容。 佛说经原先都没有定一个题目来讲, 应激说法, 题目集结之后才定。 但是佛经有许许多多, 都是与会大众听完之后, 或者听了一半, 有人来请教, 请佛开示, 这种情形在佛经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 也有没有人问, 佛也没有说, 集结之后, 集结的人给这个经定一个题目。 但是在佛经里面这种情形比较少, 多数都是佛说出来。 这是普广菩萨为我们请示, 这个经的经题, 经名。 尔时, 是世尊给我们说, 的藏菩萨种种的修行, 化他这些功德事迹。 说完之后, 普广菩萨, 胡桂合掌。 桂, 在从前是礼节当中最隆重的, 中国人行桂拜礼跟外国人不一样, 胡桂是外国礼节, 不是中国礼节。 中国的桂是两个膝盖统统跪下去, 在古印度的桂是桂一个膝盖, 跟我们中国不一样, 又西着地, 桂一个膝盖。 这种桂法它有用意, 便利于城市老师, 老师有什么吩咐的话, 动作比较敏捷, 起来得快, 很容易站起来, 替老师服务, 念念不忘奉仕老师,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是很恭敬的一个态度。 合掌, 表一心, 都是表法的。 十个指头表我们的心散乱, 胡思乱象, 合掌就是收心, 所有一切妄念这时候统统放下, 一心专注, 合掌表这个意思。 合一了, 表这个意思, 表恭敬。 白佛言, 白, 是下对上, 敬词。 从他言词里面我们知道, 普广也是等觉菩萨, 也不是普通人, 也是诸佛如来的视线, 正是所谓, 一佛出世, 千佛拥护。 释迦牧尼佛就像唱戏来唱主角, 那些诸佛如来来唱配角, 把这出戏唱好, 希望看戏的这些众生, 看了之后都能够觉悟, 所以佛法却确实实是在演戏。 我手头上还有一套剧本, 正是现在这个时候, 七月幕连就母。 那一套本子真的是个大戏, 很可惜现在没有人去表演, 剧本在, 没有人表演。 在古时候佛门里头这些剧本很多, 我们是没有留意去搜集, 留意搜集的确很多。 现在如果能用现代剧的方法来表达, 做成电视连续剧, 用这种方式来弘法立身, 产生的效果就非常之大。 佛家常讲方便多门, 不拘于一个形式。 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些人才, 对文学有修养, 有爱好, 有真正懂得音乐, 懂得戏剧, 我们来编这些剧本, 送给这些影剧界, 让他们在电视台表演, 红法立身的利益就大了。 效果比我们在讲台上讲经说法, 不知道书胜多少倍, 应该要向这个方向去发展。 这些影剧的导演, 演员先来听经, 听明白之后去写剧本, 去表演, 用这种方法才行。 现代化, 本土化, 我们今天讲本土是讲地球, 现在资讯发达交通变节, 地球变小了, 今天讲本土已经不拘于一个地方, 整个世界是本土, 一定要走向现代化, 才能收到效果。 所以这菩萨都是如来的化身, 我久知是大事, 是大事, 就是指的藏菩萨, 我对他知道的太久, 太清楚了。 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 极大事愿力,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前面所讲, 普广菩萨早就知道, 哪有不知道的事情。 他在此的为什么要问? 为未来众生, 浅之利益, 顾问如来。 他这个问是明知顾问, 唱戏的, 唱双簧的, 这一问一答。 众生不知道, 不知道, 众生问不出来, 一定要内行的人才能问出来。 我们读这个经我们要学, 要学习, 任何场地, 任何时间, 非常可惜我们都是迷惑颠倒的众生, 没觉悟, 度众生这种方法没有学到。 说老实话, 也没有度众生那一种恳切的愿望, 所以还是生死凡夫。 如果这一套你学会了, 你也有这个宏愿, 时时刻刻帮助众生, 利益众生, 没有间断的。 走路散步聊天, 前后都有人, 我们明知顾问, 这一问一答, 让别人听。 我们在公共场所, 在餐厅里面吃饭, 四周围很多人, 从来没有问, 法师, 什么叫做佛? 你懂的, 我也懂的, 我们一问一答唱双簧给别人听, 那些人不懂的。 那个餐厅我们在吃一餐饭, 那就是道场, 来参加吃饭人都是听众, 几个人懂的。 在中国大陆寺院里面, 你们都住在寺院, 每一天观光团多少? 带队的导游给他们介绍道场, 介绍历史文物, 给这些观光客, 我们就不懂得在里面去插一脚。 我碰到一次, 在上海玉佛寺, 我是离开的时候走到天王殿, 正好有两个团, 我看到那都是外国来的, 他们的翻译给他们在介绍。 我也是拉着旁边, 那是玉佛寺的一位之客, 我跟他讲解, 天王殿四大天王是什么意思? 表什么法? 我跟他一讲, 那两个团体都不说话, 都围过来听, 机会教育, 我们就给这些观光客上一堂课。 所以一定要懂得机会教育, 一切时, 一切处, 我们要有这个心, 有这个愿。 就像普广菩萨在地藏法会, 这一问一答, 哪有不知道的? 都知道, 明知顾问, 唱戏表演, 给那些人看, 让那些人看到之后觉悟明白。 所以要晓得大陆上这一些寺院, 如果能利用机会教育教导全世界的众生, 他们到这个地方来观光旅游, 真正得到利益回去。 回去之后他又会宣扬, 自己听到明白这些佛法, 介绍给他的亲戚朋友。 他那些亲戚朋友听了之后, 又会到中国来观光旅游, 来想学一点东西回去。 他到这个地方来观光, 花了一笔钱那是学费, 还真学到东西回去, 我们没有辜负他, 好事情。 所以我不在中国没法子, 我在中国一定建议中国佛教协会, 把所有出家人要集合起来办培训班, 培训他们机会教育, 每一个人都会说, 不必多, 只要把这些表法的东西搞清楚, 搞明白, 天天为这些观光团体来讲解, 来说明, 让这些外国人到中国来走这一趟, 知道中国不但是历史悠久, 艺术水平那是世界稀有的, 中国学术之精湛更让他佩服, 这是宣扬固有文化, 宣扬大乘佛法。 佛法确确实实在中国, 已经不在印度, 印度没有了。 佛法也移民移到中国来, 印度没有了, 所以全世界要想学佛, 一定要到中国来。 我们读这一段经文很有感慨, 一定要知道自己怎么样去做, 都是为了利益众生。 这不是找麻烦, 所以不要怕老法师很辛苦, 老法师很累, 不在乎这些。 如何能令众生的利益, 明知顾问。 顾问如来, 为然鼎寿, 为然鼎寿, 四个字非常恭敬, 决定依教奉行, 有这个意思在里头。 下面他就正问。 世尊, 当何名此经? 使我云和流布。 你讲的这些怎样把它定个题目, 好让我们辗转流通, 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一切大众, 推荐给一切大众, 流布的意思, 流通宣布。 流布的方式很多, 无量无边, 决定不是一种形式。 我们要看环境, 看形式, 怎样做最有利益, 我们用这个方法去做。 我们在讲堂里面讲经, 讲堂很小, 听众不多, 如何把讲经的效果扩大, 当然最理想的就是电视, 电视这个缘我们不成熟, 没有这个关系。 尤其电视是由国家政策限制住, 缘不具足。 我们也没有财力, 做不到。 做不到怎么办? 我们自己每一次讲经, 把录音带保留住, 我们可以做到, 有缘的道场, 有缘的同修, 没有缘到现场来听, 我们可以将这些录音带拷贝送给他们。 佛法这是不失供养, 决定没有买卖的, 所以我们印的经书, 录音带, 录像带, City, 从来没有买卖的行为, 都是赠送。 这两年来因缘逐渐成熟, 台湾自从第四台开放之后, 有许多人问我要录像带。 有人要, 好事情, 我们很欢喜, 我们提供, 他们拿去播放。 所以现在在台湾, 几乎每一天有三、 四个小时, 播放这些录像带。 在美国, 每天有一个小时, 最近夏威夷电视台也开始播放, 每一个星期两次, 好像是两个小时, 一个星期两个小时。 风气逐渐开了, 我们的录像带派上用场。 只要他们向我们要, 我们储存的东西很多, 我相信两、三年它都播不完。 我们储存这么多东西在, 我们早早想到要利用科技的方式。 现在电脑的网络开放, 这对我们来讲也是最好留步的方法, 许许多多这些资料都在网络上。 我们看科技的趋势, 在我想象当中十年之后电脑的时代, 可能这些电视都会被淘汰掉, 每一个人带一个小电脑, 电脑就像一本书那么大, 十年之后的电脑, 可能变成一个很小的小盒子, 可以装在口袋里, 越做越进步。 每一个人打开电脑的时候, 你随时都可以看到, 只要有空闲的时间, 你想听经的时候, 你都能够收到, 太方便了。 所以将来对全世界红法力深, 需要多大地方。 我们现在这么大地方足够了, 地方小省市, 开销小不求人, 所有这些力量统统做红法的工作, 做帮助一些苦难众生的工作。 我们自己衣食足就很快乐, 就很自在, 有志同道合的, 有七个, 八个足够了, 人不要太多。 我们专攻大臣, 每一天在讲台上锻炼, 利用科技的方法把它普及到全世界, 我们用这种方法来留步, 把心定下来专门干这一桩事情。 我们不必挂个什么招牌, 那是行事不重要, 重要的是实质。 真正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 我们生活在一起, 学习在一起, 工作在一起, 希望把如来的事业做好, 这一生就过得很充实, 很有价值, 很有意义。 我也是几十年以来, 从学佛以来就有这个愿望, 希望有几个真正志同道合的同修, 我们共同来做这个事业。 同心同怨的人难找, 古人所谓, 三人同心, 其力断金, 那是一种比喻, 你这个锋利能够切断钢铁, 有这么大的力量。 同心的人找不到, 为什么找不到? 大家把名利看得太重, 这就没法子。 如何能把名文利养, 人我是非舍得干干净净, 只有一个念头, 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这样的人难找, 太难了。 我深深相信能有五个人, 就能把佛法在心旺起来, 跟释迦牟尼佛时代无二无别。 世尊当年在陆也愿五比丘能起家, 今天能够有五比丘, 决定能够把佛法心旺起来。 这五个人真正有道心, 跟此的所讲真正能把观念, 言行转过来, 与佛同心同怨, 同解同行, 这个事业才能做得圆满。 请看下面经文。 佛告普广, 此经有三名。 一名的藏本院, 一名的藏本行, 一名的藏本是历经。 普广请示经名, 世尊说了三个名字,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是三个名字其中之一。 这是过去易经的大师, 从世尊所说的这三个名选一个, 选了, 的藏本院, 所以这个经叫, 地藏菩萨本院经。 愿, 一定有行, 所以, 本行, 包括在, 本院, 里面, 行, 一定有, 事例。 是, 大家知道, 的藏菩萨的誓愿红身, 真正是舍己为人。 我们今天所讲的牺牲奉献, 舍己为人, 的藏菩萨是第一个魔犯, 地狱不空, 是不成佛, 度尽众身, 方成佛道。 我们要问, 的藏菩萨有这个大愿, 值得一切诸佛如来赞叹, 一切众身敬仰, 观音菩萨有没有这个愿? 文书菩萨有没有这个愿? 此的看普广菩萨有没有这个愿? 有。 从这个愿来说都叫的藏菩萨, 普广也叫的藏菩萨, 观音也叫的藏菩萨, 文书, 普贤都叫的藏菩萨, 从这个愿说。 如果从大慈大悲上说, 的藏菩萨也叫观音菩萨, 统统都是观音菩萨。 千万不要把一个菩萨看作一个人, 那么死呆板, 你就糟了。 所有一切菩萨都是表法的。 所以你成就什么? 即一切菩萨之大成, 所有一切菩萨就是我一个人, 这就对了, 尽虚空, 变法界是一个自己。 从我们自己孝亲尊师, 从这个愿行那就是的藏菩萨, 从慈悲济世, 你就是观音菩萨, 从用理智不用感情, 你就是文书菩萨, 说到做到, 言行一致, 那就是普贤菩萨。 所有一切菩萨是一个人, 不是很多人, 要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今天学佛, 学到老都不能入门, 错在哪里? 错在我们把所有菩萨分了家, 这个不是那个, 那个不是这个, 这糟了。 所以你不得其门而入。 你真正懂得, 一切诸佛是一尊佛, 一切菩萨是一尊菩萨, 华言, 上一再给我们提示, 一级是多, 多级是一, 一多不二, 都是说明这个道理, 都是讲这个事实, 哪里可以分家? 这一分家就落在妄想, 分别, 执着, 妄想, 分别, 执着不断, 你就不得其门而入, 说老实话经你也看不懂, 你怎么能得到这个精焦的殊胜利益? 这是说到地藏菩萨本事, 从事愿产生的利。 这个利就是我们今天讲动力, 勇猛精进, 永不退转。 什么力量在推动他? 我们今天看世间人, 世间人拼命在工作, 什么力量在推动他工作? 名利。 如果他得不到名, 得不到利, 他就懈怠了, 什么都不想干。 昨天报纸上登了一个小东西, 我看了很有趣味。 蒋家周西谷, 那是我在加州住的那个地方, 我住在南湾, 就是说那个地区。 那个地区很多科学家, 多半是做电脑, 电子的。 我在旧金山奖金, 他们这些人都来听, 这里头博士学位的人很多。 我记得我第一次在旧金山奖金, 听众大概有八十多个人, 三分之二是博士学位, 所以那个同修告诉我, 他说, 法师, 你到此的来开博士班。 这些人工作都非常努力, 每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为什么? 赚钱。 钱赚了之后没地方花, 不晓得怎么花法, 真的是如此, 拼命努力在那里赚钱, 是为这个他财那么样的工作。 如果没有钱赚, 没有利益的话, 他一定就不干了。 世间人动力, 工作劳动动力是名利, 佛法名利舍弃掉, 什么力量在推动他? 本事, 他事愿在推动, 四红事愿。 四红事愿其实就是第一愿, 众生无边事愿度, 这一个愿力在推动他。 他要真正有这个愿, 他一定要断烦恼, 一定要学法门, 一定要成佛道。 为什么? 他不断烦恼, 不学法门, 他就没有能力度众生。 由此可知, 因为这个愿力成就了自己。 自己成就之后, 他的愿力才能兑现, 才能普度众生。 所以诸佛成佛, 成了佛之后, 决定不住在佛位上, 再退到菩萨位子上来, 行菩萨道。 菩萨是学生的地位, 佛是老师的地位, 因为在老师的地位上就麻烦了。 佛道是师道, 提倡的是尊师重道, 只有学生来求老师, 老师不能任意去教学生, 老师要随随便便去教学生, 学生对老师就不尊敬了。 所以诗道指纹来学, 卫文网教, 中国跟印度古时候都是这样的。 求学, 你来求学, 没有老师到你家去教你的, 没有这个道理。 谁可以到你家去教你? 菩萨。 菩萨是同学, 同学就没有这样尊严, 同学可以随便。 所以经上讲, 做不请之友, 你不来找我, 我可以去找你, 那是菩萨, 菩萨方便了。 我们关系是同学关系, 我们不是老师的关系, 你要懂的。 表演做老师的是加木尼佛一个人, 表演做同学的许许多多诸佛如来, 是现成菩萨的身份, 来跟我们做同学, 来帮助我们。 实在讲这些人早就成佛, 这是真正的慈悲, 帮助佛来教化众生, 不是内行人帮不上忙, 不是内行人不能关机, 不是内行人不能问, 问不出来。 所以我常说, 学佛就是唱戏, 就是表演, 经典就是剧本。 诸佛菩萨在此的表演, 表演的多活泼, 特别是在《华严经》上看到, 那个法会多少人, 如果从经开始到整个经的结束参与的团体, 不能算个人, 参与的团体总共就有228类, 有这么多。 我们讲从团体, 这么多的团体, 每一个团体里面的人数都是无数无量, 无数无量不就让我们立刻就体会到, 这个大舞台是尽虚空, 变法界, 是一个大舞台, 所以它的人数才无量无边。 哪些人在导演? 哪些人在当演员? 全是诸佛如来。 我们在经上看到, 种种不同身份全是诸佛如来变现的, 应以什么身的度就现什么身, 随类化身, 随机说法。 我们要在经典理念学会这一套本领, 要建立这么样的理念, 我们也就参与这个法会。 这个法会是华言法会, 华言法会无时不在, 没有中断的, 所以经上讲, 成说杀说, 无间说, 没有间断的。 华言法会是各种法会, 所有法会那是小会, 大会里头分小会, 华言是总会。 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 契入这个境界, 我们就入华言法会。 星期六我们遇到一段经文, 正好讲到, 华言三妹, 多少跟诸位报告一些。 明白之后, 确实把我们的观念转变, 我们的生活随之也转变了, 转变我们自己的业力变成愿力, 这是学佛真正得力。 方东美先生所讲, 人生最高的享受, 你转不过来你就得不到, 转过来之后人生最高的享受。 这是说到, 地藏本事立经。 后面经文还有两行, 我们把它念下去。 原此菩萨, 九远节来, 发大众愿, 利益众生, 事故如等, 医愿留步。 这是世尊的嘱咐。 原此菩萨, 缘, 是这么一个缘分, 此菩萨, 是地藏菩萨。 九远节来, 发大众愿, 众, 有两个读音, 念众也行, 念众也行。 众他的愿很重, 众是众父, 他深深事事都发, 所以说两个音, 两个意思统统具足, 你念众, 念众都不错, 都讲得通, 他有两个意思在里头, 他的愿望完全是利益众生。 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明了, 这是菩萨的本愿, 换句话说, 也是我们学佛的大根大本。 所以大乘佛法从哪里修学? 一定从地藏菩萨修学, 你要没有的藏的心愿, 你决定不是大乘人。 在大乘法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都要以这个为基础, 那就是一定要普度众生, 真正是众生未得度, 我自己不能成佛。 这时候不能成佛是不居佛位, 的藏菩萨真的九远节都成佛, 他的学生都成佛, 他哪有不成佛的道理? 不居佛位, 也就是说不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在世间, 永远是以同学的身份帮助一切众生, 就是这个意思。 不做师, 跟一切众生做同学, 是一切大众的学长, 以学长的姿态出现, 不以老师的身份出现, 真正的意思在此地。 足够资格做老师, 不以老师身份出现, 这个我们一定要学习。 就是主动的帮助一切众生, 帮助大家破迷开悟, 离苦得了。 普广文以, 和掌恭敬, 坐礼而退。 而退, 退, 一定要照做, 不是退了之后就算了, 退了之后一定是依教奉行, 要认真去做。 好, 这一品就介绍到此地。 得藏菩萨本愿经, 第二十六卷, 新加坡进宗学会录影是当明,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请先开经本, 苛筑, 卷中第七十面, 立意存亡品第七。 请看经文。 尔诗的藏菩萨摩赫萨, 白佛言, 世尊。 我观世言福众生, 举心动念, 无非是罪。 脱或善力, 多退出心。 若欲恶缘, 念念增矣。 世等被人, 如履泥土, 赋于重食, 见困见重, 足不深邃。 我们看这一段。 这一段里面是这一部经里面, 也是重要的一部分。 特别是在现在的七月, 民间都知道这一些超度的法式, 超度法式是从什么地方起源的。 依据什么样的理论。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都会给我们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经意开端是地藏菩萨对释迦牟尼佛说的一段话, 这是他在我们世间度化众生, 所见到一些事实的状况。 言福众生, 这是指我们这个地球, 举心动念, 就是其心动念, 其心动念, 无非是罪。 的藏菩萨说的这句话有没有过分? 我们自己要认真冷静地去思维, 起心动念是不是罪。 佛讲这一部经, 这部经是在方等会上讲的。 在那个时候, 三千年前, 菩萨说这一句话, 确实会让我们怀疑。 如果在现代这个世间来讲这一句话, 我们就会很肯定, 却确实实其心动念无非是罪。 可是菩萨的意思很深, 为什么? 起心动念就是罪, 这个话说起来难懂。 在如来果地上, 在法身大事, 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我们讲原教初驻菩萨, 他们还会不会起心动念? 不会了。 这个意思诸未听懂, 你就明了其心动念就落到十法界里面去, 所以他那个罪的标准定得高。 那个标准是一真法界跟十法界的界线, 你落到十法界, 那你就是罪, 十法界里面, 身文, 原觉, 菩萨, 还有佛, 藏教的佛, 通教的佛。 所以起心动念是什么? 已经把你真心真性变成了十。 法相宗里面讲修行的标准是转十成智, 转八十成四智。 起心动念是转四智变成八十, 这是罪, 是从这个标准上说的。 我们今天世间, 那个标准就更低了。 今天世间标准是什么? 三恶道的标准。 起心动念的时候, 都是三恶道的罪业。 当然的藏菩萨却确实实, 这个意思是指三恶道的标准, 确实指这个。 严重的分别执着, 实法界里面分别执着很薄, 很淡薄, 六道里面分别执着就严重, 尤其是恶道众生。 佛在大乘经上跟我们讲实法界的夜音, 这是我们真正想学佛的人, 一定要很清楚, 很明白, 常常用佛陀这一些教会来测验自己, 我们功夫是不是得力。 我们修学有没有偏差, 有没有错误。 用这些教会来检点, 来考察。 像读书一样, 常常要查看自己的成绩。 佛告诉我们实法界的夜音, 这夜音当然非常复杂, 复杂里面总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我们讲第一个因素。 佛就给我们说, 这是法界的第一个因素。 佛成佛第一个因素是平等, 佛是平等心, 等念众生。 如果有分别就不平等, 所以佛看虚空法界决定没有分别, 那是一体的, 平等心是成佛的第一个因素。 菩萨是六度心, 其心动念能与六度相应, 这个人是菩萨。 圆觉心是十二因缘, 念念跟十二因缘相应, 这是辟之佛, 念念与四地相应是身文, 这都讲第一个因素。 念念与十善, 四无量心相应, 四无量心是词, 悲、喜、舍, 这是六道里面的天道。 为什么会升天? 上品时善, 还要具足四无量心, 这种人升天。 到人到里面来的人生, 与五界相应, 我们今天的人生, 过去身中修行与五界相应, 这世的人生。 三恶道与贪相应, 这恶鬼道, 与田慧相应的地狱道, 与鱼吃相应的畜生道。 十法界里面, 这里头还有一个修罗道, 修罗比较特殊。 修罗是修善也修上品时善, 没有四无量心, 而是供高我慢, 极度心很重, 好胜心很强, 他也修上品时善, 这种人是修罗因。 都是罪, 无非是罪, 我们想想我们起心动念 与哪一个相应。 在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很冷静地去观察, 去思维, 觉得自己起心动念 与哪个法相应, 将来就到哪一个道里面去受身。 你到哪一道去投胎, 说实在话没有人在这个地方 逼迫你, 没有。 完全是自己造作自己感受。 这里头没有别人给你做主宰, 上帝做不了主, 阎罗王也做不了主, 佛菩萨还是一样做不了主, 谁做主? 自己做主, 就是你起心动念 与哪一个法相应,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我们掌握到这个原则, 每一天起心动念 自己就很清楚, 知道自己的念头落在哪一道, 这个人是觉悟的人, 明白人。 我们要想往善道去, 纯善至善是佛, 菩萨这两道。 要想做佛菩萨, 你一定要修清净平等觉, 用清净平等觉心去修六度, 起心动念与这个相应, 你走的是佛道, 你没有走错。 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与贪甜吃相应, 那你走的是恶道, 你走的是三途。 佛是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告诉我们, 我们自己往哪里去 他管不了, 他没有能力来限制我们。 所以大乘经上才讲, 佛自己说, 佛不度众生, 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 众生的度是谁度他的? 自己悟, 自己度, 佛只是给你做增上缘而已。 所以佛法是师道, 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 跟世间学校老师一样, 老师能教给我们, 把这些道理讲给我们听, 我们明白觉悟了, 方法教给我们, 我们自己要去做, 才能得到好的成绩。 所以成绩好坏与老师不相干, 老师在慈悲, 在爱护我们, 也不能把我们的成绩提高, 要靠自己努力。 同样的道理, 我们学佛将来要到哪一个法界, 要得什么样的结果, 完全要靠自己。 所以学佛的人, 跟不学佛的人差别就很大, 不学佛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不知道怎么个修法。 多做善事, 世间人现在一般崇尚的, 大慈善家多做善事。 如果多做善事还有一个好胜心, 要明, 在社会上他要去要地位, 要大家对他尊重, 对他赞叹, 有这个意念在里面, 我们就晓得他的果报在修罗道。 看他修的福大小, 福要大的天上做阿修罗, 次亿等的人见做阿修罗, 再次亿等的是恶鬼, 畜生里面做阿修罗。 所以唯有接受佛的教会, 知道这些事实真相, 断恶修善而不执着, 心地平和, 用现在人说的话永远保持低调, 这个好。 你走的是菩萨道。 佛菩萨对于任何人谦虚恭敬, 对善人谦敬, 对恶人也是谦虚恭敬,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的。 最近我们在学习, 华言, 这一部戴经可以说把虚空法界都说到, 一切众生之类没有一类漏掉的。 佛在经里面到最后总归结, 归结到十大愿王, 总结十个纲领。 所以十大愿王展开就是全部的, 华言经, 华言经, 最后浓缩就是十大愿王。 你要真正了解十愿里面所含的义趣, 修学的方法, 你不了解全部, 华言经, 你怎么会知道? 你怎么会修学? 那是总纲目。 可是这个总纲目, 我们再要把它简化, 我们提出, 真诚, 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 看破, 放下, 自在, 随缘, 念佛, 二十个字。 诸位想一想这二十个字, 跟十大愿王相不相应。 然后我们修行用功才真的掌握到要领, 我们修什么? 起心动念与这二十个字相应。 把不相应的念头统统统改正过来, 念念都相应, 那我们晓得我们走的是菩萨道, 我们走的是成佛之道。 华言, 到最后结归到西方净土, 十大愿王岛归极乐, 我们这二十个字最后结归到念佛。 所以在行门里面是越简单越方便, 节要深要广, 行门要砖要医, 功夫才得力。 现在有许多好的同修, 好的修行人, 常常跟我谈起来功夫不得力, 很想自己功夫得力, 为什么功夫不得力, 你要知道原因。 不得力的因素, 就是我们举心动念不相应, 依旧还是贪甜吃慢, 那怎么会相应? 道理在此的, 原因在此地。 菩萨在此的, 后面这几句话说得好, 托或善力, 多退出心, 托, 是托离苦, 三恶道。 菩萨在恶道里面教化众生, 诸位要知道, 在恶道里面教化众生都叫的藏菩萨, 观音菩萨到恶道教化众生, 文书菩萨到恶道教化众生, 都叫的藏菩萨, 所以的藏菩萨的名号绝对不是专指一个人。 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就很执着, 的藏菩萨决定不是观音菩萨。 就像我们学校老师一样, 这老师教国文的, 国文老师绝对不是英文老师, 哪里晓得他在我这里教国文, 隔壁教室教英文, 他多才多艺, 他样样都能, 我们这搞错了。 所以你要真正通达明白, 晓得一个人具足一切菩萨名号的头衔, 他都是, 他在什么场合我们就称他什么菩萨, 诸佛如来也是这样的。 这是说他教化的这些众生, 好不容易再三恶道, 让他醒悟过来。 这种醒悟, 一个是菩萨教学的善巧方便, 另外还有一个是这个众生有善根。 如果没有善根菩萨对他那是无可奈何, 怎么样讲他也不相信, 他不能接受, 他还排斥。 有善根的人你一说他听了点头, 觉得有道理他相信你, 善根深厚的人他能够依教奉行, 所以一定要有善根。 菩萨在恶道理度众生都是善根很深厚的, 这些人回头向善, 这一念回心就离开恶道。 离开恶道多半是道人天, 道人间来得多, 道天上去得少数, 而且道天上, 多半是四王天跟道立天。 深道人天这是善力, 他得道善力了, 可是一深道人天之后, 又退心退转了, 又迷惑了。 不但迷惑, 若遇恶元, 念念增益, 意, 是加多。 我们看看现在社会环境, 六根所接触的都是恶元, 自己无始结以来烦恼习气很重, 再看到外面这种种诱惑的恶元, 念念增益就是又造罪业了。 这几句话确确实实是, 把我们现前社会的现象描绘的淋漓尽致, 太清楚, 太明白了。 我们自己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头不晓得, 所以这几句经文我们要特别把它记住, 时时刻刻想到菩萨的教会。 我们确实生活在这环境里面, 如果没有高度的警觉, 这一生虽然缘很殊胜, 得人生, 欲佛法, 缘虽然殊胜, 将来果报并不殊胜, 怕的事还要剁三途, 得人生都靠不住。 你要想来生再得人生, 你就想想你的五戒十善有没有做到。 五戒十善, 自己非常冷静客观去观察, 我们五戒十善可以达到八十分, 来生的人生没有问题。 如果五戒十善能够达到满分, 来生决定升天。 假如五戒十善连五十分都保不住, 那就危险了, 三恶道去了。 我们世间一般人讲, 人死了去做鬼, 六道里头为什么人死一定就做鬼? 为什么不说人死了又来做人? 人死了去升天, 为什么不说? 大家都肯定人死了去做鬼, 这说法也不无道理。 鬼道贪心重, 极度心重, 我们看看哪个人没贪心, 其心动念都是贪。 世间人贪图五欲六成, 现在世间特别贪财, 学佛的人里头还有贪的, 贪佛法。 诸位要晓得, 贪佛法还是的变恶鬼, 不是说我们把贪的对象换一换就行, 不行, 佛是教我们断贪心, 不是教我们换对象。 贪佛法还是变恶鬼, 在鬼道里头比较有福报就是, 理事都要明白, 都要清楚, 然后才知道自己现前, 这一身走的是哪一条道路。 下面这一段是比喻, 是等辈人, 就是指这一些造作罪业的众生。 前世接受佛菩萨的教会, 这一转是把前世的统统望得干干净净, 这一身当中未必能够遇到法缘, 未必能够继续在修学, 多半都是退转。 所以这些人, 如履泥土, 赋予重拾。 这是举个比喻说, 这些人好像他走在泥沼里面, 那很可怕, 很危险, 一不小心就陷到你里面去了。 不但走险路, 而且还负于重拾, 换句话说, 加速度的堕落。 渐困渐重, 足不深邃, 这事陷下去之后, 你没有办法出离。 现在你找里面, 我们知道这非常危险, 非常可怕, 因为现在你找里面动弹不得, 比吊在水里面还可怕, 水里面你还可以游, 还可以动, 你找里头动弹不得。 若得欲知事, 替雨减负, 或全雨负。 是知事, 有大力固, 富相辅助, 劝令老脚, 若达平地, 虚审恶路, 无在经历。 从这个比喻, 我们再回头再来论事。 这个人如果他有缘遇到善知事, 死的讲的, 知事, 就是菩萨。 有缘遇到佛菩萨, 佛菩萨帮助你, 这从比喻说。 或者是帮助你减轻你的负担, 或者是把你的重担完全接过来, 这都是比喻。 说这个知事有, 大力固, 他有能力, 有这个力量。 大力, 是指什么? 佛法里面讲的五根, 五力, 性, 敬, 念, 定, 慧。 善知事有这个大力, 来辅导你, 来帮助你, 劝令老脚, 劝你站稳。 欲善知事条件就是善心善念, 大乘佛法里头常说, 佛是门中, 不舍一人。 所以善心善念要升起来, 就能够感动佛菩萨, 感应道教, 不可思议。 劳脚, 比喻善心不退, 就是你的脚跟就占劳。 若达平地, 平地, 这世超身, 比喻人天两道。 天台大师给我们讲解十法界, 他说得很巧妙, 把十法界开成一百法界, 每一个法界里面都具足十法界, 所以叫百界。 法华经, 里面讲每一个法界有时如是, 一百法界千如, 天台家讲的百界千如, 百界千如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 我们今天在人法界, 人法界里头有十法界, 如佛教会, 我们其心动念与自信平等相应, 我们就是佛法界, 其心动念与六度相应, 我们就是菩萨法界, 所以其心动念都是贪甜吃慢, 这是三恶道的法界。 虽然我们现在还在人道, 但是你造作的是三恶道的业因, 将来必定入三恶道。 这就好比我们现在已经掉在尼坑里面一样, 遇到善知识, 遇到佛菩萨, 佛菩萨把事实真相说出来, 我们觉悟了, 觉悟了赶紧回头, 脚跟牢柱, 其心动念一切造作, 决定与五界十善, 似无量心相应, 这就是牢角, 这就是踏到平底。 末后这两句话说得好, 虚审恶路, 无在经历, 恶路, 是通达恶道之路。 就是贪甜吃慢, 这是通达恶道的路, 不可以再走, 再走没有人能帮忙。 其心动念能与阿弥陀佛相应, 这是成佛之道。 怎样才能与阿弥陀佛相应? 用平等心念这一句佛号就相应了。 平等心就是清净心, 所以念佛堂的堂主, 常常提醒大家放下万元, 放下身心世界。 这个世间人好人也好, 坏人也好与我统统不相干, 我见如不见, 闻如不闻, 就用一个清净平等心去念阿弥陀佛, 那么你走的路是成佛之道。 决定不受外面境界影响, 你成功了。 华严经真的是无上法宝, 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世间种种现象, 都是诸佛如来变现的, 是不是真的? 完全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 所以我们对于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用个什么心看? 清净平等心去看, 统统是诸佛菩萨示现的, 凡夫只有我一个, 我一个人是凡夫, 这个话很有道理。 肯定是诸佛如来示现, 为什么会这么肯定? 华严, 上说, 为心所现, 心就是真如本性, 心就是圆满法身。 大家常常在经上面, 清净法身, 清净法身变现出来的境界, 这就是诸佛如来硬化的, 硬以什么身的度, 它就现什么身。 所以一切的视线是来度我一个人的, 几时我明白, 觉悟过来, 看到大地众生统统是诸佛如来, 那自己就成佛了。 佛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 菩萨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 凡夫眼睛看诸佛菩萨都是凡夫, 华严, 上说, 一及一切, 一切及一, 你今天是动的什么念头, 你就是在那个法界。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事实, 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去修, 如何成就自己无上菩提。 这是修行正果绝妙的方法, 使自己在一切静缘当中, 真正成就清净心, 真正成就平等觉。 所以一切众生种种视线, 种种作为, 我们不要放在心上, 要晓得自己应该怎样做法。 我们知道种种视线都是为度自己, 都是叫自己这个心在境界里头平下来, 我们看到不平, 那是我们自己还有烦恼, 还有习气, 还有妄想, 分别, 执着, 过在自己。 所有一切静缘, 我们接触到之后心是平静的, 没有妄想, 分别, 执着, 这个时候你接触外头境界深智慧, 清静平等决限前。 所以, 虚审恶路, 无再经历, 这八个字苦口婆心, 我们要能体会。 再看下面经文。 世尊, 习恶众生, 从先毫奸, 便智无量。 习, 是习性, 我们一般人叫习惯。 无始劫来的习气, 恶习气多, 善的习气少。 如果善的习气多, 他起心动念, 一切作为自然跟善相应。 为什么我们一切的造作跟恶相应? 是恶习气太重。 起心动念, 从先毫奸, 便智无量, 这就受外面恶元的影响。 他住截里头也住得好, 恶习是指种子, 习恶是指现形, 这个说法也很好。 我们里面有恶习的种子, 无始劫来的习气, 遇到外面恶元, 他就起现形, 起现形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这个事情非常可怕。 所以堕落在三图恶道, 很不容易出离。 是诸众生, 有如此习, 临命忠实, 父母眷属一味设服, 已资前路。 这是讲道修服。 家亲眷属要怎样去帮助他们, 在生的时候劝导他, 他不肯回头, 我们知道必堕恶道。 就如前面婆罗门女, 光木女, 这是给我们做出示范, 做出榜样, 家亲眷属造作罪业堕落恶道怎么办? 应该给他设服。 自, 是帮助, 对他的前途希望能够有所帮助。 真正帮得上忙的, 给诸位说只有佛菩萨, 除了佛菩萨之外太难太难了, 谁能帮得上忙? 下面这是教给我们修服的方法, 修服的方法非常多, 此的只举几个例子。 希望我们能够举一, 一个例子里头能够想到, 许许多多修服的理论与方法, 文艺之实, 或玄帆盖即燃油灯, 或转独尊经, 或供养佛像, 即诸圣像, 乃至念佛菩萨, 即辟之佛名字。 一名一号, 立临终人耳根, 或闻在本时, 是诸众生, 所造恶业, 既其赶果, 必堕恶趣。 原是眷属, 为临终人, 修此圣因。 如是重罪, 惜皆消灭。 经上所说的好像很容易, 这个事情不难做到, 能有这大的效果吗? 如是重罪, 惜皆消灭, 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 现在人读了没有不怀疑的。 我们也怀疑, 怀疑的原因是, 对于这段经文所续说的没有真正理解, 如果真的理解, 你就不会怀疑了。 第一因素要正法注视, 正法没有了, 只有这个形象, 形象不管用, 样子没有什么用处, 如是重罪消灭不了。 我们出家人没有什么机会, 要说真话。 有一些出家人天天替别人超度, 最后自己死了还多饿道, 你想想看他能度得了人吗? 这不是现成的例子摆在此的吗? 我们亲眼所看到, 出家人灵中迷惑颠倒, 那个香非常难看, 不是瑞相。 他不是天天在, 玄帆盖, 燃油灯, 天天在读经吗? 李牧原居士前天报告告诉我们, 一位出家人每一天从半夜十二点钟就起来, 念经一直念到天亮, 什么经都念, 到最后临终的时候, 人家叫他念阿弥陀佛, 他就举个拳头, 迷惑颠倒走的。 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条件是正法注视, 才有这个效果, 正法没有了, 装成这个样子没有效果。 过去李炳老常跟我们说, 不怕没妙就怕没有道, 没有妙没有关系, 只要有道都能够超度。 真的能超度, 我们在谈虚老法师, 引成回忆录, 里面看到, 八载寒窗读, 人言, 那一段, 人家没有妙, 人家有道就能超度。 要晓得悬翻, 悬盖是什么意思? 翻, 是佛门里面的旗帜, 什么用途? 是照来大众听经文法共修的, 是这个意思。 前面我们曾经读到, 我还特别叫同学们注意, 翻状宝盖上养决定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名号, 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形象, 为什么? 这是工具, 供养具, 不可以用佛菩萨来供养佛菩萨, 那成什么话? 我们的藏菩萨旁边大殿上悬翻, 翻上也写, 南无地藏王菩萨, 用地藏菩萨去供养的藏菩萨。 我们要改, 别人不要管他。 我们寒馆长往生的时候, 我是突然想到, 在他病床旁边看他病很重, 想到我们穿的黄海青, 红袈裟不如法, 想到一定要如法。 别人怎么做我们不管, 我们自己立刻把颜色换过来, 感应到阿弥陀佛给我们做证明。 因为寒馆长病很重, 我们图书馆有二十多位出家人, 统统要换这个服装, 要叫裁缝赶工替我们做。 我这个念头才一动, 僧伏殿的老板就敢应阿弥陀佛通知他, 嘱咐他替我们赶工。 我叫悟道师通知僧伏殿的老板, 晚上到图书馆来给我们量尺寸, 他晚上来了, 在讲经之前来。 我就告诉他, 希望能够快一点给我们做好。 他说, 我知道了。 我们很惊讶。 你怎么知道的? 中午阿弥陀佛通知他, 图书馆有急事, 赶紧要替他赶工, 所以他料子全部都准备好。 阿弥陀佛通知他, 我们做得如法, 不如法佛怎么会通知他? 这如法, 所以我们就换了。 听说现在咖啡色的二十五条一, 现在僧伏殿都可以买得到了, 这个好。 我们提倡。 所以翻状宝盖不秀佛菩萨的名号, 知道这是供养剧。 我们要供养, 是以我们自己虔诚心去供养, 这样才好。 没有正法, 你选翻状宝盖, 那只是各样字, 没有内容。 像我们现在念佛堂, 这是应当要悬翻, 讲堂玄壮, 今天奖金。 在过去这世讯息, 通知大家, 我这个道场今天奖金, 我们旗杆上挂这个标志, 人家一看知道今天道场有奖金, 今天道场有共修, 翻式共修。 现在这是一种纪念, 因为都市都是大厦林立, 你挂的旗帜外面人看不见。 现在我们用报纸广告, 用电话来传达, 这就是翻状的意思。 盖, 是宝盖, 这是悬在佛像的顶上, 它表法的意思是防止污染, 我们今天讲的环境保护。 用什么方法来防止污染? 要奖金说法。 奖金说法就是防止污染, 时时刻刻提醒你, 帮助你觉悟, 所以你要懂的意思, 要真正去做。 由此可知, 玄帆就是提倡共修, 玄状就是奖金说法, 名识相付。 燃灯, 燃灯表什么? 舍己为人, 燃烧自己, 照耀别人, 现在的话就是牺牲奉献, 利益众生你是真的燃灯。 要晓得全是表法的, 大家不懂这个意思, 你这种表是没有人懂的, 没有人知道, 它起什么作用。 所以一定要大家都懂的。 大家都懂的, 一定要把佛的经教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然后这些现象才能产生效果。 或转独尊经, 上面用一个, 转, 字, 独经为什么, 转独尊经, 转是什么意思? 转变我们的念头, 独经。 我们的念头都是六道轮回的念头, 轮回心转过来学佛菩萨, 转轮回心为菩提心, 转轮回业为菩萨业。 学佛, 佛不在世了, 怎么各学法? 只有依靠经典。 三宝, 佛在世的时候三宝具足, 以佛为第一, 佛不在世, 只有佛的形象留在世间, 给我们做个纪念, 以法宝为第一, 依教奉行。 要读经, 要研究经义, 读了要能解, 解了要能行。 或供养佛像, 集诸圣像, 圣像, 就是菩萨像。 供养佛菩萨形象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是报恩, 如同我们中国人家里面公祖宗的牌位一样, 圣中追远, 反本报使, 报恩的意思, 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 念念不忘老师。 第二个意思, 见贤思奇, 我要学的跟他一样, 把佛菩萨形象常常放在我们眼前, 提醒我们我要学的跟他一样。 我供养观世音菩萨, 我就希望我要成观音菩萨, 我供养阿弥陀佛, 就希望自己成阿弥陀佛, 要跟他一样, 是这个意思。 乃至念佛菩萨, 极辟之佛名字。 这又是一段, 又是一种方法。 念佛念菩萨的名号, 这比前面更简单。 佛菩萨名号里面的含义声广无尽,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我们要晓得名号里面含的意思, 一定要把自己的信德念出来, 佛的名号是信德的名号, 菩萨的名号是修德的名号, 信修不耳。 念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念这个名号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 这叫念观世音菩萨。 念的藏菩萨名号, 是把自己孝敬的心念出来, 这是地藏, 的藏是孝敬。 文书是智慧, 普贤是实行真干, 所以念菩萨的名号要这样念, 那就真有功德。 佛的名号信德, 念释迦牧尼佛, 释迦牧尼佛仁慈清净, 释迦是仁慈, 牧尼是清净, 念念以仁慈的心对待一切众生, 在一切静缘当中不失自己的清净心, 这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牧尼佛。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无量觉, 觉就不迷, 觉心不动, 所以念这句阿弥陀佛叫一心称念, 念到极处旧的一心不乱, 一心是不动心。 心还会受外面境界所动, 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还会起心动念, 那不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心接触外面境界不起心, 不动念,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叫阿弥陀佛。 我们能懂得这样念法, 灵命中人一粒耳根, 勇为道种, 功德大了。 我们念佛的力量, 现在我们用波来讲大家好懂, 这个念力就是波动, 真诚的心, 清净的心这个波无比的殊胜。 人虽然死了, 他的意识还在, 他还会去投胎, 我们讲阿赖耶石还在, 这就讲, 霍文在本时。 阿赖耶石他还在活动, 活动他也有波动, 我们这个波动可以跟他的波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 这就是加持, 这就是他得到的利益, 帮助他在他的阿赖耶石里面, 种下佛的种子。 种子力量的强弱在我们念的人, 我们念的人名里, 念念相应, 那这个种子力量非常强大。 如果我们不明这个道理, 也和掌公公敬敬念这一身难无阿弥陀佛, 这个力量就比较弱。 有没有好处? 有, 这一身得不到。 这说我们修复的一些方式, 这举几个例子。 是诸众生, 所造恶业, 即其感果, 必堕恶去。 即, 就是我们客观的观察, 我们想一想他一身所造的业, 你知道应就晓得将来的果报。 佛说得很好, 欲知来是果, 今生作者是, 他这一身所造作的是什么, 想一想将来应该落在哪一道? 如果他造的恶业多必定堕恶道, 恶道里头包括地狱, 恶鬼, 畜生三恶道。 一个学佛的人观察就很清楚, 从这一个人他的习性, 他的嗜好, 他的作为, 处世代人皆悟, 就能够判断他日后往哪一道。 原是眷属, 为灵中人, 修此圣音, 圣音, 是讲供养佛菩萨。 供养佛菩萨诸位特别要知道, 绝不是在世乡上的供养, 世乡上的供养, 你就得到这个殊胜的果报, 那不变成贿赂了。 有罪业给佛菩萨多送一点礼物, 他就保佑了, 这个不但没有福还造更重的罪业。 为什么? 我们心目当中, 把佛菩萨也当作贪官污吏来看待, 你说你这个罪重不重。 不但对亡人没有帮助, 反而加重他的罪业, 所以一定要懂得行事后头, 是有表法, 有修持功夫在里头。 不但我们自己依教奉行, 而且表法还能够劝导大众如法修行, 这个功德就大了。 圣音是从这个地方讲的, 他的罪业才能够消灭。 前面光木女跟婆罗门女做的, 那是个好样子, 我们要细心去观察, 去体会, 他们是怎么个修法的。 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 若能更为生死之后, 七七日内, 广造众善。 能使世诸众生, 永离恶趣, 得生人天, 受圣妙月。 现在眷属, 利益无量。 这就是说人死以后, 在现在风俗习惯里面做七, 做七的来源就在此地。 为什么要做七? 七要怎么个做法才对亡人真正有帮助。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多数人死了以后不是立刻就去投胎, 死了之后他还有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叫中阴。 人道人身失掉了, 还没有去投胎, 当中这一段的期间, 这一段期间佛在经上讲, 大多数人是四十九天。 七个七, 大多数人都去转世, 看他的行业落到哪一道, 他就受果报去了。 在这一段期间当中, 他每七天有一次变异生死, 这个生死在他来说是相当痛苦的, 给他做这些佛事, 减少他的痛苦, 增加他的福利, 所以叫你在七七日内, 广造众善。 如果七七四十九天, 天天都给他修福, 那他的福报就大。 世间人士到七天修一次, 宗比不修得好, 实在讲是四十九天之内天天要修, 这才是真正的帮助, 这个研究非常舒胜。 现前家清卷署要明白这个道理, 这是自他两立。 而修福的方法, 前面讲的办法好, 诵经, 念佛给他回向, 这是最有利益的事情。 修福, 广造众善, 这里面包括很多很多, 以诵经, 念佛回向为主, 如果他有能力, 将亡人遗留下的财物广行不失, 那他的福报就更大了。 都要我们能够懂得明了。 家清卷署能够替他做, 事故我今, 对佛世尊, 及天龙八部, 人非人等, 劝于言福提众生, 临终之日, 圣物杀害, 及造恶缘, 拜祭鬼神, 求诸亡良。 这是地藏菩萨大慈大悲, 给我们说出这些事实的真相。 然后我们才晓得, 民间许许多多这些做法, 对于死去的人大大的不利, 对他们真是毫无帮助, 加重他的罪业, 这个做得很残酷。 菩萨在世尊面前, 遇会还有, 天龙八部, 人非人等, 让他们做见证, 证明的藏菩萨所说的话句句真实。 他为什么不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来做见证? 诸佛如来, 大菩萨明了, 他知道太清楚了。 让这些诸天鬼神来做证明, 劝导言福提众生, 在临终之日要谨慎, 决定不能杀生, 决定不能造恶缘。 所以人过世要给他办后事, 要邀请家亲眷属, 他的亲朋好友, 聚会里面有很多就杀生吃肉, 祭拜鬼神, 这都是造罪业, 这是我们随时随处都看到的。 我们要想为亡人祈福, 还要杀害众生去祭祀, 我们仔细想想, 唯恐这个亡人在生的时候, 杀业造的还不够, 还要给他添一点, 那不是就这个意思吗? 唯恐他堕落的还不够深, 再把他往下塞一点, 干这种事情, 绝大的错误, 这个道理要多想一想。 下面这才说出所以然的道理, 为什么不可以杀害? 为什么不可以造作恶缘? 何以故, 而所杀害乃至败祭, 无先豪之力, 利益亡人。 但结罪缘, 转增生重。 这个开示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 要牢牢地记住。 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常常会遇到, 一定要讲清楚, 说明白, 让他觉悟。 拜祭鬼神于王者却确实时没有一丝毫的帮助, 决定不要打妄想, 他造作的罪业, 我们拜祭鬼神, 鬼神会原谅他, 鬼神会赦免他, 没这个道理。 世间或许有一些贪赃王法的, 鬼神里头没有, 中国古书里头所说, 聪明正直之为神, 这些巴结鬼神, 谄媚鬼神, 希望鬼神能够原谅赦免, 这是一种错误的心理, 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哪里能够得到帮助。 所以这种做法, 但结罪缘。 明白这个道理的人, 我们世间昏丧喜庆, 这一些宴会当中决定不能杀生, 杀生那就是这两句话, 但结罪缘, 转增生重, 这不经上讲得多, 讲得详细。 庆生作寿你希望长寿, 你杀害这些众生, 你能得长寿吗? 人有老苦, 有病苦, 临终的时候那个苦的现象, 我们看起来都不忍心。 他为什么会有那些现象? 他不懂道理, 一生当中只知道跟众生结罪缘。 即使是世间大富长者也不能避免, 富贵人家死的时候, 造作种种的业障, 我们亲眼所见。 世间豪门贵族死的时候, 都是很长一段期间的病苦, 现在所讲的老人痴呆症。 到末期的时候人是不省, 家亲眷属都不认识, 迷惑颠倒。 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往哪里去? 当然是三恶道。 一生再发达, 再辉煌, 死了之后堕三恶道, 你说他有什么成就? 不如世间一个平见之人老实念佛, 人家前途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 哪里能够跟人家相比? 所以你在世间得到亿万的财富, 也比不上念佛往生的贫穷的人, 比不上。 我们所看到的人家欲知实质, 自在往生, 没有病苦, 站着走的, 坐着走的, 这叫真正的福报, 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临终最怕的是迷惑颠倒, 临终一迷惑颠倒, 连助念都帮不上忙。 助念必定是这个人走的时候神智清楚, 一直到断气都清楚, 都不迷惑, 这个助念是帮大忙, 他能够一心跟着念佛, 决定的深净土。 所以我们自己要想到, 自己将来临终会不会迷惑颠倒。 要想自己临终不迷惑颠倒, 一定要修福。 我们中国人讲五福, 五福最后一条, 用现在话来讲好死, 那真有福。 好死决定有好生, 就是说你来生投胎一定是善道, 这一定的道理。 如果死的时候迷惑颠倒, 善道就没分。 由此可知, 我们在一生当中, 决定不跟众生结怨仇, 决定不可以伤害一个众生。 众生都是凡夫, 你伤害他, 他怀恨在心, 他永远不忘记, 待到机会就报复, 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不但不可以杀害众生, 令众生生烦恼都是罪过, 我令众生生烦恼, 众生就会令我生烦恼, 冤冤相报。 所以菩提道上要一凡丰顺, 要记住这两句话, 不可以跟人结怨。 佛教给我们跟大众接触要和言爱语, 我们要常常想到, 我们用什么态度对人, 人家用什么态度对我,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这里面的含义很深很广。 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 假使来世, 或现在生, 得或圣分, 生人天中。 原是临终, 被诸眷属, 造是恶因。 意令是命中人, 殃类对便, 晚生善处。 这段讲得好, 这是事实。 假使来世, 是说临命中的人已经死了, 死了之后那就是属于来世。 或现在生, 是这个人还没断气。 但是这个人在生是个善人, 是个好人, 自己没造什么罪业, 因为他的家亲眷属杀生祭祀, 拜祭这些鬼神求诸王良, 王良就是邪神邪道, 并中了, 并为了求这些鬼神来帮助, 不知道他造的是罪业。 杀生祭祀, 杀生就是为这个病人, 他本来是可以生善道, 的生人天宗, 他生善道, 因为家亲眷属造这些罪业, 这个罪业他要承担, 他要到严罗王那里去辩论, 所以生善处就耽误了, 晚生善处。 如果已经断气了, 他在阎罗王那里还要辩论, 耽误他生善道的时间。 如果没有断气, 他在病床上种种痛苦, 他神魂在那里辩论,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学佛的人, 灵中那是我们关键的时刻, 身边照顾你的家亲眷属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决定不能够做错事情。 所以现在, 是中虚知, 古书里头是, 是中精良, 文字比较深, 现在人不容易看得懂, 所以用白话文重新写, 这个小册子很重要。 家亲眷属在病重的时候, 一定要叫每一个家人都要读, 都要明了如何来送中, 如理如法的送中真正帮助他。 世俗里面送中的方式问题很多, 我们读这个经, 自己再细细去思维, 想一想佛讲的有道理, 还是世俗做的有道理, 要凭心静气很冷静的去思维, 因为这个里头的失利害关系太大了。 一堕三图时间是论节来算的, 经上常讲无量节, 多可怕。 如果我们对家亲眷属爱护, 怎么能忍心让他堕三图? 即使他造作恶业, 我们也想方法让他从三图里面, 早一天出来超生, 怎么能忍心叫他堕恶道? 下面说, 何况灵命中人, 在身未曾有少善根。 各具本业, 自受恶趣。 何忍眷属, 更为增业。 何况这一个灵命中的人, 在身前造的善少, 一身的造作恶多善少, 恶的力量强, 善根的力量薄弱。 各具本业, 自受恶趣。 我们在人间现在看到是个人身, 仔细在意观察他是不是个人。 中国古书, 左传, 里面讲, 人气常, 择妖心, 这意思怎么说? 人要是把人道失去了, 这个身是妖魔鬼怪, 不是人。 常是什么? 常就是五戒, 儒家讲的常人, 义、 理、 智、 性。 这个人不人, 不义, 不讲理, 不讲信用, 这个人就是妖魔鬼怪, 不是人, 现在是像个人一个样子, 死了以后就入三图, 所以此的讲各具本业, 自受恶趣。 怎么忍心家清卷属还造这些恶业, 让他去承受。 这是大错特错。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德藏菩萨本愿经, 第27卷, 新加坡进宗学会录影是当明, 14年12月27日。 请先开经本, 科著, 卷中第79面, 我们将经文念一遍, 何况灵命中人, 在身位曾有少善根。 各具本业, 自受恶趣。 何忍眷属, 更为增业。 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 再看下面的比喻。 譬如有人, 从远的来, 绝良三日。 所负担物, 强过百经, 呼吁灵人, 更负少物。 以示之故, 转负困重。 这是比喻。 比喻的意思很明显, 譬如有一个人, 这个人从很远的地方到此的来。 在过去交通不发达, 旅行大多数都是徒步走的, 路程远当然非常疲乏, 消耗体力, 如果是三天没吃饭, 他的苦难, 我们就可想而知。 而这个人还不是徒步旅行, 他还挑着担子, 这个担子有一百斤重, 这很沉重的一个担子, 三天没吃饭走长途, 这已经很累了。 这就比喻前面临命中的人, 生前没有做什么好事情, 死后当然依他的行业, 他要承受他的果报。 呼吁灵人, 更负少物, 这就比喻家清卷属无知, 还要杀生计四家中他的罪业, 他的前途当然更困难。 这个比喻好懂。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在八十面。 世尊, 我观言福众生, 但能于诸佛教中, 乃至善事, 一毛一体, 一杀一成, 如是利益西皆自得。 这是地藏菩萨对世尊说这些话, 实在说对世尊说, 就是世尊为他做证明, 他讲的话句句都是真实, 说话的用意实在是为我们。 言福众生, 就是我们这些人。 但能于诸佛教中, 佛教, 两个字是关键, 今天提到佛教, 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佛教这个意思? 不是。 这是一切诸佛教会之中, 佛怎么叫我们的, 我们有没有懂的? 我们有没有做到? 真正能够明白了, 能肯做, 即使做一点点小善, 一毛一体, 一杀一成, 这是讲少, 形容修的善少。 毛是汉毛, 我们身上的汉毛, 这是我们正报里面最小的, 成杀是一报里面最小的, 都是形容小善。 这个小善, 利益你全部得到, 何况大善? 佛法里面所教的, 再小的善都称性。 既然称性, 善实在讲究没有大小, 大善便需空法界, 小善也便需空法界, 乃至你起一念善心, 一念利益众生的心, 果报都不可思议。 德藏菩萨说的这些话, 初学的人确实很难接受, 是不是佛菩萨以这些言语来劝勉我们, 未必是真实。 众生接触佛法, 特别是初学, 这些疑惑可以说是非常普遍, 完全是以我们凡夫心, 去测夺诸佛菩萨的境界, 这是大错特错。 我们凡夫是妄心, 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 妄心永远怨不到真实的境界。 法相经论里面说的很多, 第六意识的功能在八十里头最强的, 对外他能怨虚空法界, 对内他能够怨阿赖耶时, 可惜的是他就没有办法原自信, 诸位要晓得一真法界是自信, 他可以怨虚空法界, 他能够怨实法界, 没有办法原一真法界, 没有办法原自信。 所以凡夫的见解智慧, 怎么能够知道佛菩萨的境界? 凭着自己的妄想想像佛菩萨的境界, 全错了, 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什么是真实智慧? 二仗破了真实智慧才现前。 我们就想一想, 我们有烦恼障, 有所知障, 不但有而且非常严重, 哪来的智慧? 自己以为觉得很有智慧, 那真是佛法里面所讲的是智变聪, 是智变聪不能解决问题。 请看下面经文。 说是与时, 会中有一长者, 名曰大便。 是长者, 九正无身, 化度十方, 现长者身。 到这儿是一小段。 从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就明了大便长者, 这也是诸佛如来是现。 九正无身, 这一句话是很久他就成佛了, 他在十方世界度众身, 现长者身, 这是视线。 应以长者身的度, 他就现长者身, 参加的藏法会, 帮助世尊跟地藏王菩萨教化众身。 他出来发问, 这一问一答当中, 破除我们的疑惑。 下面说, 何掌恭敬, 问的藏菩萨言。 何掌恭敬, 是致敬, 是礼节, 向的藏菩萨请教。 大事, 这事称赞菩萨。 是南岩福提众身, 命中之后, 小大眷属, 为修功德, 乃至设斋, 造众善因。 是命中人, 的大利益, 即解脱补。 请教这一些言语的意思不难懂。 这是说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过世之后, 他的家亲眷属给他修一些功德, 譬如, 赦斋。 赦斋意思很广, 像现在习俗里面, 放艳口, 放蒙山诗时, 这都是赦斋, 这是请鬼神吃饭。 也有在世间修复的斋僧, 古时候家庭富裕的人家设千僧斋, 以及造种种的善因, 多做善事回向这个亡人。 这一个命中的人, 是不是因为家亲眷属给他营修功德, 他就能得大利益? 他能不能地解脱? 我们看看的藏菩萨的开示。 的藏答言, 长者, 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 成佛威力, 略说是是。 的藏菩萨答言称, 长者, 这彼此恭敬。 长者称菩萨为大事, 菩萨称他长者。 既然他问了, 我现在为, 未来, 未来, 是指我们, 现在, 是当时, 这, 一切众生, 成佛威力, 略说是是。 成佛威力, 这一句尊师重道, 不敢以为自己能说, 这个是, 理太深太广, 我哪里能说。 成佛威神加持这才能说。 其实地藏菩萨早就成佛, 也是视现为菩萨身。 学生当中无量无边都成佛了, 哪有老师不成佛的道理。 这是显示诸佛如来大慈大悲, 降格以菩萨身份方便度众生。 诸位都晓得佛法是师道, 我们对老师要尊敬, 要到老师那里去求学, 不如菩萨身份来的方便。 菩萨跟我们是同学, 他是佛的学生, 我们也是佛的学生, 他是早期的学生, 是我们的学长, 同辈分, 所以我们不去求, 他可以来找我们。 老师没有去找学生的道理, 但是同学可以, 这在教化就方便太多了, 做一切众生不请之有。 只要观察众生机缘成熟, 他主动就来了, 这是菩萨身份度化众生的方便。 所以的藏永远处在菩萨的地位上, 原因就在此。 长者, 未来现在诸众生等, 临命终日, 的文艺佛名, 艺菩萨名, 一辟之佛名, 不问有罪无罪, 惜得解脱。 这个利益实在太大太大了。 诸位一定要晓得, 临终最后那一念是关键, 你来生到哪里去, 就是最后一念。 你一生所造的业很多, 何况还有过去世, 深深世世累积的业无量无边。 佛在经上说, 假如你所造的业要是有体积的话, 体积在小象围成一样, 所造之业是尽虚空都容纳不下。 在想过去身中深深世世无量节来, 佛这个比喻形容不为过, 好在这个罪业, 没有体积, 没有形象。 但是它产生了力量, 这个力量就造成了轮回, 变现出种种苦的境界。 可是一个人来生往哪一道去受身, 确实决定在最后这一念, 这一念当然在所有一切念头里面, 这一念是最强的。 佛在经上讲, 我们也因无量, 强者先迁, 力量强的也因他先受报。 如果不闻佛法, 这一个人在灵命中的时候他想些什么? 如果他想到家清眷属恩爱难舍, 他就到鬼道去, 贪心重, 如果想到冤家队友还没有报复, 那就地狱去, 田惠心重, 迷惑颠倒, 糊里糊涂走了, 畜生到去, 最多的, 最普遍的。 所以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 闻佛明一心想佛, 他怎么会不解脱? 如果灵终能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这一个人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 灵命中时才有人教他念阿弥陀佛。 教他念佛, 教他求往生净土, 佛来接引跟阿弥陀佛去, 他就做佛了。 往年在美国首都德西, 华盛顿德西州广大先生, 那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 他在临走三天前才遇到佛法, 人家给他一讲他就相信, 他就接受, 念了三天佛, 佛接引他往生。 这是家清卷属世善之事。 遇到教他念菩萨名号, 念辟之佛名号, 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决定得仁天福报。 解脱, 就是从三恶到解脱, 从三恶到解脱身三善道。 这就是佛教之中, 如果他能够明了佛菩萨名号的表法意义, 他的的功德利益就更殊胜, 他确实能够契入境界。 所以这一桩事情我们要记住, 诵中一定要劝人念佛, 如果家清卷属都能够助念, 这是无比的殊胜。 平常念佛都是为了临终这一念, 希望平常念的时候, 临终时候不会忘记, 平常要放下万元, 临终时才不会有障碍。 什么都要放下, 于这个世间确实没有一丝毫的贪恋, 往生就自在。 只要有一丝毫贪恋染染着, 临命终时念佛往生的障碍。 我们自己要很清楚, 很明白, 临终时候能不能遇到善之事? 能不能遇到一些人帮助? 太难讲了。 所以我们知道这桩事情, 平时就要多结善缘, 多结善缘就要多参加助念。 你能够常常帮助临终人助念, 这是因, 到自己临终时候, 一定有人来帮助你, 平常不肯帮助别人, 临终的时候决定不会有人帮助你, 因缘果报意丝毫都不爽。 所以平时要种善因, 你才能得善果, 一定要相信, 的藏菩萨在此的讲的这桩事情。 在看下面经文, 这都是地藏菩萨说的。 若有男子女人, 在身不修善因, 多造重罪。 命中之后, 眷属小大, 为造福利一切盛事。 七分之中, 而乃或一, 六分功德, 生者自立。 这个道理一定要明了。 我们今天看到, 这个世间家清卷属为王者做佛事, 通常请出家人一定请七位, 为什么? 七分功德他才能得一分。 诵经要诵七部, 都从这个经上来的。 他只能得七分之一, 七分之六念经念佛的人自己得, 这是说一个比例。 他能得多大利益, 完全看生者自立有多大。 诵经的人如果在诵经的时候开悟正果了, 正果就是入经中的境界, 古大德教我们读经的时候随文入观, 随文入观大家要听清楚, 不是一面看经一面打妄想, 那你就完全错了。 不是一面读经, 一面想这个经里头什么意思, 那这样子自他都得不到利益, 还不如老老实十年。 从, 如是我闻, 到, 信受奉行, 一个妄念都没有, 这个有功德。 这功德是清净心, 你修清净心, 你在这里修定, 它的利益。 如果能入观, 观是不用心意识, 用心意识是思想, 不是观, 妄想, 不用心意识而契入这个境界, 这是观, 这是从定里面开悔。 读这一部经, 经上的境界变成自己的境界, 自他不二, 身佛亦如。 入这个境界, 这个亡人的的利益, 那就不可思议了, 他的最殊胜的功德利益。 最殊胜功德利益, 给诸位说也只能帮助他身刀利天, 但是在刀利天里面的大福报。 如果这个亡人在生前是各念佛的人, 是各明白佛法的人, 是各念佛人。 他过世之后, 诵经他听了之后, 很可能提醒他念佛往生净土, 那他就决定的生净土。 所以一些超度佛事是给他做增上缘, 唯恐他忘掉, 特别来提醒他。 假如他在生前没有接触过佛法, 那就很难了, 完全平复, 他只能够达到刀利天。 这个利益大小不相等, 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我们自己要去思维, 为什么超度他能够的利益。 前面也曾经跟诸位说过, 如果不是因为他命中, 家里面的人, 眷属就不会修复, 也就不会得殊胜的利益。 因为这个缘故家清眷属才修复, 才礼颤, 才诵经, 才拜佛, 这是王者给家清眷属修复的增上缘, 是这么一个原因, 所以他的七分之一的福报。 家清眷属所修的福越大, 他的的就越多, 道理在此地。 以示之故, 未来现在善男女等, 文件自修, 纷纷几获。 这里头有个措字, 你们有没有改过来? 这是自己的己不适宜。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的藏菩萨讲, 未来现在善男女等, 文件自修, 见, 是你的身体很健康, 文, 是你六根很聪明。 你了解这个道理, 知道这个事实, 趁着身体健康的时候, 你要认真努力自修, 你所得的福报是圆满的, 纷纷自己统统获得。 注解里面, 清莲法师引用, 随愿往生经, 里面一段话, 我们把这段话念一念, 这段话也是普广菩萨说的。 在八十五面第一行, 随愿往生经, 普广菩萨白佛言, 若善男女, 为终之时, 逆修身妻, 然登玄帆, 请僧转经, 请出家人念经, 得福多部。 佛言其福无量, 可以跟这个经来做印证。 又说, 父母亲足命中受苦, 为其修福, 得福多部, 这是为别人修。 佛言, 七分或一, 七分功德的一分, 跟这个经上讲的也是一样。 前面普广问, 逆修身妻, 就是人还没有走,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时候自己修, 请法师来转经, 请法师转经, 转的意思请法师念经, 请法师讲经都叫转经。 一般人在身的时候, 不会替自己预先做超度佛事, 这是很少的。 但是请法师讲经功德大, 有能力的自己一个人请, 那你这功德是分分几或, 自己没有能力的, 和几个同参道友我们一起来请。 请法师讲一部经, 或者请法师讲一天经, 功德都不可思议。 你想想看哪一个人在一生当中, 曾经请过法师来讲一次经的? 非常稀有。 像我们到其他地方去讲经, 我们常到香港去, 到那边去讲三天。 那边一些同修, 那是许多人集合起来的力量, 租借一个讲堂, 邀集一些同修来听讲, 都是经上说的这个意思。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懂得的人, 不要做一般的讲演, 一般的讲演他的的功德小, 讲经。 如果请我们讲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讲一次, 我们讲什么经? 经文里面可以节路一段来讲, 还是讲经? 我不能讲全经, 或者是讲全经的大意, 或者是在经文里面节路一两段来讲, 这是个明白人, 内行人。 香港回归周年那边 同修请我去讲经, 时间只有六天, 十二个小时。 我们感激他们的热心护法, 我去讲,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十二个小时, 怎么能讲得完? 我们节路一个本子, 这个本子你们都看见过。 从, 无量寿经, 里面节路六十条, 每一条都是经文, 这就是, 请僧转经, 是他们大家起请, 联合起来起请的。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要知道自己怎么做法。 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家亲眷属, 看他一生当中没做什么好事, 他自己迷惑颠倒, 我们学佛的人很清楚, 能够看得出他的前途。 如何帮助他? 这个方法帮助比什么都殊胜, 请法师讲经。 我们来发起, 来发动, 邀请他来参与, 他就得福, 用这种方法来接引他, 善巧方便很多。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 原前生不信道德故, 原是因为他生前不相信道德。 下面这一段是, 若以王者延伸之巨, 延伸之巨, 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他收藏的这些珠宝一类的, 像首饰珠宝一类的, 这是延伸之巨。 乌宅园林, 他的房地产, 乌宅是房产, 园林是地产。 以施三宝, 可拔地狱之苦, 一身纵然造作极重的罪业, 如果能够在命中之前, 把他所有的财物供养三宝, 这个福能够超越他堕地狱的罪业。 为什么原因? 供养三宝, 每一天都有出家人, 这些出家的修行人, 在家修行人, 天天在这个地方诵经里颤, 这个七分之一的功德就大了, 就太大了, 道理在此地。 但是这个地方必须要辨别, 三宝里头有真伪。 真正的佛法道场, 正法佛法道场才有这个效果。 如果不是正法, 现在世间就如, 冷言经, 上所说, 邪师说法, 如横和沙, 有很多假佛法, 假道场, 借着佛教的名义, 做一些违背佛陀教会这些事, 那是造罪业。 你要是以这个不师供养他, 帮助他造罪业, 促使他造罪业, 这要堕道地狱是越堕越深, 不但不能出离而且堕得更深, 这是必须要辨别的。 最近香港的那边同修打电话告诉我, 香港有一位法师八十多岁了, 他有个道场想捐献出来, 送给出家人。 他的条件要有五个出家人, 五比丘他才肯送, 在香港全湾这个地方。 这个条件好, 但是很难得, 恐怕等他往生的时候五比丘都找不到, 这是实在的话, 太难了。 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但是相当不容易。 所以在这个年代, 我们要明了五比丘找不到, 即使是在家居是正信佛教徒, 作为弘法立身的, 都是好事情。 真正是弘法立身, 或者是自己作为修学的道场, 作为念佛修行的道场, 流通佛法的道场, 那就是真实功德。 再看底下经文, 无常大鬼, 不齐而道, 明明由神, 为之罪福。 七七日内, 如痴如龙。 这是菩萨在此的告诉我们, 人死了之后那个状况。 世尊在经典里面常常提示我们, 国土为粹, 人命无常, 这是世尊告诉我们人生的真相。 教我们时时刻刻提高警觉心, 要有高度的警觉心, 决定不要以为我还很年轻, 我的寿命还很长, 那你就错了。 古人常讲, 黄泉路上无老少, 孤坟都是少年人, 没有人祭祀, 很年轻就走了, 没有家世, 没有儿女, 都变成孤坟, 一定要提高警觉。 无常大鬼, 不齐而道, 这一句就是说人命无常, 随时都会走, 你也没有办法预测到什么因缘走。 特别是身在我们现前这个世间, 灾难变化太多太多了, 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灾难, 有水灾, 美国东部现在有风灾, 前天新闻报道里头, 五十多万人疏散, 很大的风灾, 地震, 都是没有办法预测到的, 不齐而道。 所以学佛的人心里面很清楚, 很明白, 纵然这些灾难现前不经步步,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灾难一现前要是惊慌恐怖, 那就坏了, 惊慌恐怖三恶道去了。 李牧原居士前天跟大家报告, 他去送这些往生的人, 往生之后他替他洗身体, 照顾入恋。 有一些往生的人身上是软的, 大概念佛往生绝大多数身体都柔软, 这是好像。 有一些走的人身体僵硬, 这什么原因? 惊慌恐怖身体就僵硬。 走得很自在, 一点都没有恐怖, 他的身体柔软。 所以我们可以从灵命中人, 看得出他走的时候的情况, 他走得好决定不落恶道。 他是很自在, 很安详, 很清楚的时候走的, 神智清楚决定不落恶道, 这个时候念佛决定往生, 所以送往生的人看到这些锐香, 道理就在此地。 如果不相信佛法, 遇不到善之事, 灵命中时遇善之事是大福报, 有人在这个时候提醒他, 帮助他带着他念佛, 一生即使造再重的罪业都不怕, 都能往生, 所谓待业往生, 就怕这个时候没人帮助他, 还有人搅和他, 家亲眷属又哭又闹那就完了, 这是大障碍。 下面四句是讲他的状况, 明明游神, 这就是他的魂魄, 我们佛法里面讲的阿赖耶时, 世俗人讲灵魂。 游神, 就是灵魂, 佛家讲的游神很正确。 讲灵魂那是恭维的话, 为什么? 决定不灵, 他要灵怎么会到恶道里面去? 他到恶道里去, 可见得他不灵。 孔老夫子在, 一经, 里面讲的话也很有道理, 他称游魂, 我们这里讲游神, 这个讲得很有道理。 因为他的速度很快, 漂浮不定, 却确实实是游魂。 一经, 里面讲, 游魂未变, 便就是他去投胎, 他又去换一个身体, 明明游神。 未知最福。 这时候真的是, 七七日内, 如痴如龙。 痴痴呆呆的, 七七日内是这个状况, 我们一般讲中阴生, 所以中阴生是迷惑。 是痴呆。 或在诸丝, 辩论业果。 审定之后, 聚业受身。 未测之间, 千万愁苦, 何况堕于诸恶去等。 或在诸丝, 这是轨道。 恶轨道里面这些办事的机关, 在那些法庭里面辩论, 有人说他造多少罪业, 他自己不承认, 在那里面去辩论。 世间人有时候自己造作的罪业他忘掉, 也有故意不承认的。 可是在阴间鬼神有记录, 常言说的好, 举头三尺有神明。 佛经里面告诉我们, 人从一身下来就有两个神常常跟着你, 一个叫同身, 一个叫同名, 你所造作一切行业, 他们都把它记录下来。 到灵命中时要是遇到阎罗王, 阎罗王那里档案很齐全, 你一生当中点点滴滴都赖不掉, 所以在那里辩论。 审定之后那就, 聚业受身, 你到哪一道去投胎, 这你就去了。 地藏经, 上说得很清楚, 阎罗王有没有权利加重你的罪? 或者是赦免你的罪? 没有权利, 他很公正, 依照你自己所造的给你分发, 他没有权利加重你的罪, 也没有权利赦免你的罪, 他如果说加重或者赦免, 他犯法。 所以自己一生的前途, 确实是自己主宰的, 不是他们主宰, 这个一定要知道。 这时候这个亡人, 在阴间里面接受这些审判, 还没有定案他很忧苦, 千万愁苦, 这没定案。 定案之后如果说恶业重, 那就一定到三恶道去受身。 三恶道去受身也有业缘, 畜生道里面找父母, 那个父母过去身中跟他都有缘分, 恶鬼道里面跟地狱道里面化身得多, 鬼道里头也有胎, 卵, 师, 化, 地狱里头完全是化身。 如果不是化身, 是胎身, 卵身一定要找父母。 缘, 佛就说得很清楚, 总不外乎四种, 报恩, 抱怨, 讨债, 还债, 没有觉悟深深事事要搞这些事情, 觉悟之后那就不一样。 人觉悟之后, 那就是一念之间, 转业立位愿立, 转业报位视线。 诸佛菩萨视线在人间, 应以什么深的度, 就是线什么深。 所以转境界真的在一念之间, 我们这一念能不能转得过来。 在理论上讲是决定可能, 在世上讲那完全看你自己觉悟的程度。 你是真觉悟, 就很容易转过来了。 怎么知道转过来? 转过来的人决定没有自己, 如果还有我, 决定没转过来。 因为你有我之这是凡夫, 不是佛菩萨, 佛菩萨没有我。 要以, 金刚经, 的标准, 诸位就很容易理解,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你转过来了。 如果你还有四相的时候, 你没有转过来, 怎么样想转, 怎么努力转都转不过来, 你说为什么? 因为你有想, 你有念, 想是妄想, 你有分别, 你有执着, 你就转不过来。 所以真正想转过来, 妄想, 分别, 执着统统放下, 起心动念想一切众生, 你就转过来了。 我们这个生的自于父母, 事业抱生, 一转过来这就是视线的化生, 决定没有生死, 决定没有烦恼, 决定没有人我是非, 这是你真转过来了。 真正转过来, 他的生活, 工作跟平常一样没有改变, 心理改变了。 以前是为自己, 或者为家庭, 或者为团体, 现在是为尽虚空, 变法界, 如诸佛菩萨视线无二无别。 这就叫超凡入圣, 这叫真正了生死, 出三界, 入佛菩萨的境界。 我们学佛要能契入这个境界, 才是圆满成就。 要讲到用功的方法, 实实在在讲就是看破, 放下, 真看破, 真放下就行。 这段经文清廉法师注解相当丰富, 诸位自己可以参考。 请看下文。 是命中人, 为得寿生, 在七七日内, 念念之间, 望诸骨肉眷属, 与造福利就拔。 这是真的, 在生的时候不知道, 死之后遭遇到苦难, 这个时候无依无靠, 真的叫孤苦伶仃。 他唯一的希望, 就是希望家亲眷属能给他修复, 能够超度他。 可是许许多多家亲眷属, 不明白这个道理, 随顺世间的习俗, 像前面经上所讲的杀身祭祀鬼神, 求助邪道, 亡两旧是邪道, 不但无济于事反而有害。 这是世间人无知, 没有人教导, 我们说到可怜, 说到凄惨无过于事, 比在生前在世间受极大苦难还要严重, 不知道要加多少倍。 经上讲的罪符, 确确实实就是指食善, 食恶, 我们不要说的太高, 不要说的太悬, 就简简单单以五戒食善来做标准。 破戒造恶是无边的罪业, 持戒修服, 修服就是认真以食善业道去做, 这是我们做人的大根大本。 所以死了以后, 靠别人来帮助, 那是各位之术。 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 可靠的成分愈来愈低了, 现代社会人认为这是迷信。 我们看看底下一代的年轻人, 如果没有人好好的教导他, 谁还会相信。 换句话说, 死了以后, 遭遇这一些苦难, 你忘谁来帮助你。 没人帮助。 这个事实是我们自己切身的问题, 而且想到就是眼前的事情, 跟我们自己在时间上来讲非常非常接近。 佛在此地教导我们, 提醒我们, 在现在身体健康的时候, 一定要认真努力修学, 这个功德, 福德分分即获。 这是做妻, 人死了以后做妻依据, 这是经典上的依据。 过世日后, 随夜受报。 世日, 就是七七四十九天。 绝大多数四十九天之内都转世, 这又不晓得到哪一道去轮回。 大多数, 也有少数七七日内没有投胎的, 有少数, 甚至于好几年, 好几十年都还不投胎, 都在中阴的状况, 有。 这是哪一类人? 是特别执着的人, 他没有去投胎。 特别执着身体的人, 我们常讲守施鬼, 他没去投胎, 他舍不得离开他的身体。 这一类鬼多半是什么? 就住在坟墓里头。 还有是譬如对他的房子舍不得, 往往他也不去投胎, 那个房子就变成鬼屋。 有这个情形但是是少数, 大多数都随夜受报去了, 执着比较轻的随夜受报去了。 若是罪人, 动经千百岁中, 无解脱日。 我们在人道时间很短促, 很少人能活一百岁的, 很少。 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所造的这些罪业够受, 你在受报的时候, 千百岁中, 无解脱日, 你要受这个果报。 这是讲什么? 你在恶鬼道, 你在畜生道, 畜生道里面受报, 不要以为他寿命很短, 畜生愚痴, 畜生执着, 所以很难脱他的身形。 佛在经上曾经说过, 当年只述给孤独园里面一窝蚂蚁, 佛告诉大家这一窝蚂蚁, 七尊佛过世了, 他还没有脱离蚂蚁身。 不是说蚂蚁寿命很长, 死了以后, 还在这个窝里头投蚂蚁胎, 因为他执着那个窝就是他的家, 执着他那个身形就是他自己, 死了以后还做蚂蚁。 我们通常讲一尊佛出世三大阿森止结, 七尊佛就是二十一个阿森止结, 他都没有能脱离蚂蚁身, 你说还得了吗? 所以是很可怕的一桩事情。 这些愚痴傻事, 说实在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干过, 不只干一次, 不晓得干了多少次, 无量劫来。 现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 读到经典, 听到佛的开示, 明白过来了。 是不是真明白过来? 真明白, 从今天起决定再不干傻事了。 如果还要造十二叶, 还要毁犯五戒, 你没有明白, 你不是真明白。 真明白人不会再干, 在这一生当中要下定决心永托轮回。 不但说我们身体这一身是最后身, 六道轮回里面投胎我这是最后身, 还要更进一步, 把这个身立刻转变成硬化身, 把我们的夜报转变成视线。 这是你学佛真有功夫, 你真有成就, 你得到的是圆满的利益。 方东美先生往年讲,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大概他最高享受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境界, 却确实实在这一生当中转凡成圣。 礼并老常讲改变心理, 把我们凡夫心, 轮回心, 改变成菩萨心, 改变成佛心。 轮回心就是十二叶, 十善十恶, 菩萨心就是清净平等觉, 以清净平等觉行六波罗蜜。 诸位要知道, 清净平等觉行六波罗蜜, 就是普贤十大愿亡, 这就是个大转变。 下面说, 若是五无见罪, 堕大地狱, 千劫万劫, 永受重苦。 这是真的, 在今天这个社会造五无见罪很容易。 古时候先人都重视教育, 虽然学校不多, 好像教育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这是一般人从形象上来看的, 其实形象也没看清楚。 古人比我们现代人重视教育, 不认识字的人也重视教育, 不像现在, 现在说老实话学校办得很多, 大学办得很多, 研究所办得很多, 疏忽教育。 古人都想到将来, 都知道有来世, 所以都会为来生去想, 知道积德, 知道行善。 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 现代人的造作自私自利, 只想到自己没想到别人, 所以所作所为, 总不外乎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 这是现代人的思想。 可是损人是不是真的利己? 那个利己就是佛经上的比喻, 刀头是密。 以为自己是得到好处, 其实自己的造作五无见罪。 你自己今天得的好处, 你能享受几天? 你能享受些什么? 时时在在讲一样也没得到。 你说你得到财富, 财富在哪里? 身上一毛也没有, 空空洞洞一些树木字, 抽象得不得了。 你的房地产再多, 你站在那个地方, 站的面积还不到一尺, 你晚上睡觉也不过就六尺床铺而已, 你得到的什么? 得到的是无量无边的罪业, 你得到的是这个东西。 这些罪业将来就是在五无见地狱去受果报, 你干的是这个。 诸位想一想这哪里是教育? 简直就是邪说, 就是火坑, 就是阴谋, 现在不是教育, 教育现在已经见不到了。 中国古代的教学是教你伦理道德, 你明白你能够做到, 不失人天福报, 来世还能享受人天福报, 决定不会堕地狱, 这是教育。 佛家的教育更殊胜, 帮助你超越六道, 超越轮回, 帮助你做佛, 做菩萨。 做佛, 做菩萨是恢复自己圆满的信德, 我们的生活空间是尽虚空, 变法界, 虚空法界是一个自己, 你是真正得到了。 你要没有觉悟, 一分一毫都得不到, 你要是真正觉悟, 尽虚空, 变法界你完全得到了, 那怎么会一样? 请看下文。 父赐长者, 如是罪业众生, 命中之后, 眷属骨肉, 为修银斋, 资助业道。 为斋食尽, 即银斋之赐, 米干菜叶, 不弃余地。 乃至诸食, 为献佛僧, 物得先食。 这是说明家清卷属为命中之人修福, 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里面, 诸位一定要晓得他精神之所在。 他为什么会得福? 都在, 沉浸, 两个字。 没有沉浸的心, 照这个方法去做还是得不到。 至成恭敬, 没有别的, 沉浸心是信德。 沉浸心是正觉。 所以诸位要晓得, 不沉不浸那是迷惑的乡, 那是业障。 沉浸是觉悟, 沉浸是信德流露, 沉浸是般若放光。 这里举一个例子, 举, 赢斋, 这个例子, 赢, 是经营, 是营造, 就是你在伴斋。 这是我们佛门里面普通讲的武功。 中午上贡, 这就是营斋。 营斋你要注意到, 为斋食尽, 即营斋之次, 你在办这些斋菜, 斋饭的时候要有恭敬心。 米干菜叶, 不弃余的, 这是敬物。 米干是什么? 洗米的水。 我这个斋饭是要恭祭的, 供养诸佛, 供养鬼神, 对他有这么样的敬意。 我这个斋饰没有完毕的时候, 洗米的水都不随便到, 都不倒地下, 真诚恭敬到这个程度。 一定要等这个事情办了圆满之后, 这些垃圾才处理。 米干菜叶都是踢下来不要的, 这是现在办摘的人很少人知道, 摘下来不要的菜叶马上就丢掉, 何况干水。 乃至诸食, 为献佛僧, 物得先食, 先食, 是什么? 尝尝味道, 在厨房里面你做菜尝尝味道。 那是什么? 你吃过之后再供佛, 较大不尽。 这是一般尝尝饭的, 不知道, 不知不觉, 不可以。 这一点, 我们中国人不如外国人, 外国这些厨师决定没有尝味, 为什么? 他没有味, 他要尝什么? 外国菜蛋而无味, 没有味。 所料是小瓶子都摆在面前。 你自己调味, 所以他没有味。 你到外国去吃东西, 他都是白水煮出来的, 什么味道都没有。 但是那些调味的东西都摆在那里, 你自己去掉, 这很有道理。 每一个人口味不一样, 他要调好味道, 你就受他的支配, 你自己调味是我自己有主权, 我喜欢吃味浓一点或者是淡一点, 我有主权。 人家给你做好, 你没有选择余地, 只好乖乖听他摆布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外国好, 外国比中国好。 他们煮出来的菜白水煮的, 油盐统统没有。 在中国过去祭祀里面也是这样, 也是不调味的, 这是真正的恭敬心。 对于饮食上讲求, 应该要懂这个道理。 如有为食, 即不精勤, 是命中人, 乐不得力。 你这些供养他丝毫都得不到。 为食, 是什么? 没有供养佛僧, 你先吃了, 你把你吃剩的东西给别人, 不要说对佛菩萨, 对鬼神, 对人也不恭敬。 或者是, 不精勤, 就是你不认真去办这个事情, 没有诚意, 没有恭敬心办这个事情, 这个命中人都不得力, 得不到你的帮助。 如果我们是共佛, 武功共佛的时候, 要是有违反的话, 那真叫得罪佛菩萨。 不过佛菩萨大慈大悲, 绝对不会怪你, 佛菩萨不怪你, 护法神讨厌你, 护法神是凡夫, 他不是佛菩萨, 找麻烦的都是护法神。 你做得很如法, 很恭敬, 护法神对你也恭敬, 你做得不如法, 护法神对你也厌弃你,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我们平常不是在讲经的时候, 诸位也要通勤达理, 看到别人也别说, 说了得罪人, 谁肯听你的。 世间人都是这样的, 他觉得他没做错, 你要说他, 他嫌你啰嗦, 我们何必得罪人。 讲经佛在经上讲, 他听得没有话说, 佛说的不是我说的, 我没有找你麻烦, 佛叫我们这么做法。 所以我们读经听经要觉悟, 要知道自己如何去改进, 改进就是修行, 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 下面说, 如今情互敬, 我们真诚恭敬心来做, 如理如法的来办斋。 实在讲办斋, 天天饮食就是办斋。 斋, 真正的意思是日中一时, 我们现在每一天吃三餐, 三餐不够晚上还要吃宵夜, 还要吃几道点心, 一天吃七、八次, 实在讲很过分。 但是肯老实念佛, 护法神也就原谅你, 睁个眼, 闭个眼, 你肯念佛也就算不错。 如果再不肯念佛的话, 护法神要整人。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如理如法的修行真的诸佛互念, 龙天尊敬你。 所以这经情互敬。 奉献佛僧。 此的,僧, 诸位要记住, 不是专门指出家人, 他是广义的, 僧是何何众。 佛的弟子无论在家, 出家, 四个人在一起共修遵守六合境, 这就叫僧众, 叫僧团。 现在一般人看到僧的时候, 都把他看作出家人, 这个意思会偏差, 就是对出家人尊重, 对在家人就不尊重, 我们错了。 有些在家人真正是修六合境, 我们反而疏忽, 出家人未必修六合境, 我们的形式就颠倒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僧, 要肯定就是指和和僧团, 无论在家, 出家, 真正发心修行的人, 名理的人, 他是真的僧。 佛家这一些称呼我们要搞清楚, 对于出家人身份, 只有比丘, 比丘尼, 沙弥, 沙弥尼, 这是出家人。 其余称法师, 称和尚, 称阿舍离, 那里头都不分在家, 出家, 在家人也称和尚。 和尚是什么意思? 和尚是泛语音译的, 他的意思是清教师, 就是我们今天讲老师, 直接叫我的老师, 古印度就称和尚。 不是直接叫我的, 好像我们在一个学校里面, 在一个学校里面读书, 学校老师很多, 有几位老师教过我书的, 有一些老师没有上过我课, 他是我们学校老师很多, 没上过我课, 我们习惯也称老师。 在佛法里面, 没有上过我们课的称阿舍离, 称法师, 直接教导我们的称和尚, 和尚关系非常密切。 在通常一般寺院住室称和尚, 就好像学校的校长, 校长虽然没有上过你的课, 还是直接叫你的。 因为他主持教育政策, 安排课程, 他请那些老师是代表他来教你, 实际上他是清教师, 他要负教学的责任。 上课的这些老师只是执行的人而已, 在佛法里也可以通称为阿舍离, 阿舍离里头有上过我课, 有没有上过我课。 所以和尚, 在家, 出家, 男女老少都可以称。 法师也是通称的, 在家, 出家都可以通称。 佛经里面术语, 沙门也是通称的, 在家, 出家都可以通称。 但是在中国现在习惯上, 这些都称出家人, 其实是通称的。 这些是我们都要晓得。 精情互敬, 奉献佛僧。 是命中人, 七分或一。 七分的功得他的一分。 如果我们做得不如法, 一分都得不到。 所以这种沉浸的心一定要在平素养成, 不仅仅是我们对佛菩萨, 对这些修行人, 对所有一切众生都要修成尽心, 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功德效力就很大。 是故长者, 言扶众生, 若能为其父母, 乃至眷属, 命中之后, 设斋供养, 至心勤恳。 如是之人, 存亡获利。 存活人的得利益七分之六, 亡者得七分之一里是我们都要明了。 是, 菩萨在此的只举这衣装, 为亡人修福的方法很多很多, 不甚美举。 这里面我们总结一个重要的刚领就是沉浸, 无论修哪一种福都要, 精勤互敬, 这四个字非常重要, 精是纯而不杂, 尽是讲清净不染。 所以用钱要用尽财, 却确实实是自己应当得的财物, 我们不失财有功德, 财有效果。 如果是不义之财, 所谓康他人之楷, 这不行, 这是不敬, 不清净, 不是敬财, 你用这种财来修福得不到, 所以要很清楚, 很明白。 说是与时, 刀立天宫, 有千万亿那由他言福鬼神, 悉发无量菩提之心, 得藏菩萨跟普广菩萨福报修得就大了, 待在哪里? 这一问一答, 与会大众听到之后, 有这么多的众生发菩提心, 功德就在此地。 所以前面讲请僧转经, 僧的意思在此地大家知道, 不一定出家人, 在家人也行, 请这些法师讲经, 或是在家的, 或是出家的都可以。 一般在中国的习惯, 在家人讲经一定要受菩萨戒, 就符合佛在经上讲的, 不是白衣说法, 白衣是没有受过戒的。 受菩萨戒他就可以搭曼衣, 那就不是白衣, 没有受菩萨戒不可以搭曼衣。 现在有很多地方, 说受五戒就搭曼衣, 这是错误的, 不可以, 决定不可以。 受菩萨戒才搭衣, 才是僧团, 才算是僧众。 受菩萨戒, 你身做奖金, 你就不会受别人的批评。 这一定要受菩萨戒搭衣, 这个我们要记住, 五戒决定没有衣的。 但是穿海清无所谓, 海清是中国古人的礼服, 什么人都可以穿, 你没有受过皈衣也可以穿, 这古装。 这是从前读书人穿的礼服, 在汉朝时候, 汉朝时候的礼服。 在家人多半袖的有花纹, 出家人是没有花, 素色的, 差别就在此地。 大便长者, 坐礼而退。 我们也坐礼而退。 得藏菩萨本愿经, 第二十八卷, 新加坡静宗学会录影是当明,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请先开经本, 苛著, 卷中第九十一面, 倒数第二行, 阎罗王重赞叹品第八, 请看经文。 二师铁围山内, 有无量鬼王, 与阎罗天子, 具一刀利, 来到佛所。 我们先看这一段, 六道里面的情况, 这不禁讲得很详细。 世间相传十殿阎网, 确实有这个事情。 早年我在台北, 我们, 佛陀教育基金会, 总干事, 简锋文居士告诉我, 他在打坐禅定当中见过很多次。 他告诉我, 他说阎罗王鬼界里面, 看起来这个人个子不高, 大概只有三尺这么高的样子, 看得很清楚。 至于鬼道里面众生, 亲身接触到的人很多, 尤其是在医院, 医院里面的医生, 护士, 他们对这个都非常相信, 许许多多人都遇到过。 在台北有个荣民总医院, 过去我有几个同学在那边服务, 他们告诉我, 都是亲身经历到的。 他说, 如果发现到病房门口有无常大鬼, 中国人习俗里面讲白无常, 黑无常, 如果遇到看到, 这个病房的人顶多只有三天, 他就会走。 所以我们说到佛教里面鬼神的事情, 他们几乎都深信不疑。 我们对佛的教会, 佛在戴经上一再跟我们说明, 如来是真语者, 实语者, 不妄语, 不狂语, 所说的都是事实真相。 虽然是事实真相, 可是也不外乎一个原则, 这些相也不是真实, 跟我们人间一样。 我们现前人间种种现象也不是真实的, 经上讲,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有未法, 如梦幻泡影。 可是这些现象它存在, 有相无性, 无有自性, 所以说它空寂。 但是这种现象, 如果你不了解, 不清楚, 你在这里面起分别执着, 你就要受苦难, 这是决定不能避免的。 你如果明了清楚, 对这些现象不起分别, 不起执着, 这些现象没有障碍, 正是, 华言经, 上所说,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你在生活里头的自在。 佛的教会真正地溢去在此地。 耳时, 是说完, 利益存亡品, 之后这个时候。 因为在前面这一品里面告诉我们, 对于过世的人应当怎样去纪念他, 怎样去帮助他, 怎样去超度他, 对于王者有确确实实的好处, 无论他堕落在哪一道都有好处。 即使身道人天享福, 这种超拔也能够增长他的福报, 在恶道里面可以帮助他超生。 地狱道能够超生到恶鬼道, 这个利益就已经很大很大了, 如果能够超生到人道, 天道, 那个福德就更大了。 所以阎罗王他们, 与这些事情关系很密切, 听了之后非常感动, 他们来赞叹。 铁围山内, 前面说过这是我们世间人所讲的, 英曹的府所在之处。 铁围山到底在哪里, 我们仍看不到, 经上讲铁围, 须弥, 讲大海, 都不是我们肉眼所看到的。 乍听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 实际上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 这是时空不相同的关系。 我们居住的空间, 所谓三度空间, 四度空间已经被科学家发现, 可是我们一般人还是感触不到。 至于更高维次的空间, 那就不是我们凡夫能够理解的。 所以六道里面的情况, 就是时空不相同。 这里面有, 无量鬼王, 这些鬼王都是归严罗天子管辖的。 他们都到刀利天, 来到佛所, 这是跟得藏菩萨一同来参与这一次法会。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体会到, 释迦牟尼佛在刀利天宫这一回, 这是最后的一回, 在入班涅槃之前最后的一回。 世尊出现在这个世间, 第一次法会是在菩提场禅定当中开的, 就是华严的法会。 华严, 是定中讲的, 我们凡夫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 不知道他在那个地方, 开启这么样大, 这么庄严的法会。 末后一回在刀利天宫, 这一回也是无比的殊胜, 殊胜的状况实在讲不亚于, 华严经, 我们在续品里面看到,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参与, 你就想这个会多大, 这也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他们, 来到佛所, 下面列举鬼王的名称, 一共举了三十四位。 所谓恶毒鬼王, 多恶鬼王, 大正鬼王, 白虎鬼王, 血虎鬼王, 赤虎鬼王, 赛阳鬼王, 飞升鬼王, 电光鬼王, 狼牙鬼王, 千眼鬼王, 但兽鬼王, 但兽鬼王, 负识鬼王, 主号鬼王, 主祸鬼王, 主食鬼王, 主财鬼王, 主处鬼王, 主秦鬼王, 主寿鬼王, 主魅鬼王, 主铲鬼王, 主命鬼王, 主己鬼王, 主目鬼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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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力师王, 大其力师王, 其力插王, 大其力插王, 阿纳扎王, 大阿纳扎王, 一共说了三十四, 这三十四个也是略举名号, 这三十四个鬼王, 诸位要晓得他是三十四类, 每一类里面数量就不知道有多少, 正是像, 华严经, 上, 我们看到这些杂神众一样, 每一类的数字, 华严经, 上都讲是无量, 此的也是这个意思, 鬼王里面把, 恶毒鬼王, 列在第一, 注解里面也说得很清楚, 恶毒乃鬼王之首, 故前列之, 这是所有鬼王里面的首领, 所以他列在第一, 所表的是, 十恶三毒, 即恶且毒, 名称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 这些人能够参与佛陀的法会, 决定不是真正的恶鬼道, 真正的恶鬼道没有这么大的福德, 参与刀立天宫这一会, 这些人跟华严会上一样, 都是诸佛如来, 法身大适应化在其中, 所谓适应以鬼神身的度, 就献鬼神身而度之, 而度众生的方法也不一样, 应以恶毒的方法来度, 他就用恶毒之法, 所以佛教化众生有折射二门, 其实我们是间人也常讲恩威兼施, 就这个道理, 完全要看众生根性, 我们教化的方法不能用错, 该用威的时候那就的用威, 该用磁心设受那就的用磁心, 佛经里面讲的爱语, 爱语不一定是好听的话, 而是什么, 真正爱护众生的言语, 你责备他, 教训他, 骂他, 你是爱护他, 你惩罚他也是爱护他, 这些六道众生造作这些罪业, 罪业如何能消除? 必须用这种恶毒的方法消除他的业障, 菩萨是现在轨道, 地狱道里面, 意识大慈大悲, 帮助这一些造业的众生, 快速地消除业障, 清廉法师在注解里面讲得很清楚, 他在里面说, 注解末后一行, 他说, 然此等鬼王, 皆是不思义菩萨, 大全硬化, 以恶攻恶, 以毒出毒。 天台大师讲, 法华经, 讲道信恶跟修恶, 注解这一部经的清廉法师是天台的学者, 所以这里面以天台教义说的很多, 这就是所谓以毒攻毒, 用这种方法。 在儒家教学当中告诉我们, 一个好的老师, 善于诱导学生的老师, 一定懂得机会教育, 在佛法里面讲契机, 契机一定要懂得认识机, 要能够善于运用机。 在华言经上我们看到, 真正的学人只有自己一个人, 除自己之外没有一个不是善知识, 没有一个不是佛菩萨。 儒家教人, 三人行, 必有我师, 这三个人当中一个是自己, 另外一个是讲善人, 一个是讲恶人。 死的恶毒鬼王就代表是恶人, 都是老师。 他们的视线让我们明了善恶, 让我们在其中懂得断恶修善, 明了善因善果, 恶因恶报, 这是做种种视线教化众生的意思。 所以五十三餐里面, 我们非常明显看到圣热婆罗门, 甘露火王, 特别是甘露火王那一种教化众生的方法, 那就是恶毒。 第二尊讲, 多恶鬼王, 确实是这个样子, 可是心地无比的慈悲。 用这个方法来折服众生, 使他回头向善。 众生跟性不相同, 菩萨教化的手段不一样。 我们从这里面觉悟醒过来, 那就是大善之事。 所以一切静缘当中, 我们以真诚心接触, 以恭敬心接触, 应祖所说, 一分沉静的一分利益, 十分沉静的十分利益。 他们是怎么视线? 我们是怎样学习? 在这里面就的大利益, 在这里面生真实智慧。 第三位, 大正鬼王, 正, 就是斗争。 现代这个时代世尊告诉我们, 五五百年之后斗争坚固, 无论是依中国人的记载, 或是依西方人的记载, 释迦牟尼佛灭度到现在都是五五百年了。 五个五百年就是二千五百年, 不管用什么样记载, 现在这个时代都是斗争坚固的时代。 你要说哪个道场不斗争, 那就很奇怪, 那是迦牟尼佛不是讲错了。 所以今天世间我们所看的斗争, 佛门里面也是斗争, 无时无处不是在斗争。 几个人从斗争里面觉悟过来, 醒过来, 真正觉悟过来就修忍让, 他就能够修忍辱波罗蜜, 能成就禅定波罗蜜。 真到极处大家醒悟过来, 真不是办法, 真太苦。 可是要不经过这样痛苦的斗争, 他不觉悟, 你跟他讲这些佛法, 讲这些善法, 他听不进去。 这些人, 这些是我们都亲身体验的, 非经过这个阶段不可, 他才能回头。 所以佛菩萨就示现这个境界, 让你吃尽苦头, 你就回头。 第四, 第五, 第六, 这三位, 白虎, 血虎, 赤虎鬼王, 这三类都是我们讲的老虎, 鬼王他是虎头人身。 虎是猛兽, 所谓是猛而有威, 慢而多暴, 傲慢, 暴力。 鬼王在一般上讲, 都是在人间修的有福报, 越是大鬼王, 福报越大。 为什么修大福报还落在鬼道里面? 佛在经论上告诉我们, 始法界的夜阴果报, 鬼道是贪心, 地狱道是田会心, 傲慢是田会里面的一分。 所以你修极大的福报, 如果你贪, 田没有断, 你将来的果报就是做鬼王, 恶鬼道里面的鬼王, 地狱道里面的鬼王, 就去做这个事情。 第七位, 散秧鬼王, 秧, 就是灾秧, 我们现代人所讲瘟疫一类的。 世间人造作极重的罪业, 鬼神仙在那个地方给人间带来许许多多的灾变, 这些事都是感应。 起心动念他不与天神起感应, 不与佛菩萨起感应, 他跟这些妖魔鬼怪起感应, 你说怎么得了? 如果说与天神感应道交, 那是十善业道, 四无量心。 我们在讲习当中用现代科学方式来说, 我们起心动念思想的波, 比电波还要快速, 电波, 光波要跟我们思想念头的波, 那是不能够相比的。 我们起心动念, 这一念才起来就周遍虚空法界, 光波跟电波实在讲它的速度还很有限, 一秒钟才三十万公里, 并不是很大。 可是我们念头一起来, 刹那之间就周遍法界, 所以就能跟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的作用。 我们起的是什么念头? 贪甜吃慢, 自私自利, 损人利己, 起这种念头。 这种念头跟什么人感应? 跟这一些恶鬼, 地狱感应, 念头采取这些鬼神就来了。 他们来带给你的不是好事情, 带给你的是无穷的灾难。 我们看看这些鬼王的名字, 你也就能体会到, 现前我们世间许许多多的灾变, 许许多多反常的现象, 为什么在过去没有? 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 过去人起心动念厚道, 虽有损人利己这种人, 在社会上毕竟是少数, 大多数的人心地都很厚道, 都能够安分守己。 换句话说, 的天神感应的多, 与鬼神往来的占少数。 所以那个现象是国泰民安, 社会安定, 人民都能够安居乐业。 现在这一代的人心跟过去不一样, 这一代的人心恶念多, 与鬼神感应的多, 与天神感应的少, 少之又少, 这是诸佛菩萨不能就拔的原因, 多归咎于我们自己所造的业。 佛说供业里面有别业, 我们晓得这个道理, 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明了, 我们清楚, 决定要断恶, 要修缮, 不能看到别人造恶好像没有果报。 如果你要是很冷静细心观察, 你就觉得果报太可怕了, 不但果报可怕, 花报都可怕。 所以散殃鬼王对我们来讲是示警的, 给我们警告, 给我们警惕, 这个现象就是种种灾变。 凡是一切不正常的现象, 他词的举, 冬月经, 云, 冬月经, 是道教的, 是间众生, 不信因缘善恶果报, 不敬天地, 不孝父母, 不尊师常, 欺负神理, 被前面后, 口是心非, 造这些也。 他所说的正是现前社会普遍的现象, 所以这些鬼王就在这个世间横行无阻, 他跟这一切众生的业力相感应。 非生鬼王, 这是非行业差一类。 电光鬼王, 眼睛像闪电一样, 形状都非常凶恶, 看到都身畏惧。 狼牙鬼王, 他的牙齿像狼一样。 牵眼鬼王, 清莲法师在注解里面注得很有趣味, 观世音菩萨牵手牵眼, 他那个牵眼是在手上, 这个鬼王的牵眼不知道在哪里。 也不一定真的是有牵眼。 像观世音菩萨牵手牵眼是表法的, 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 他的眼光非常锐利, 极其细微他都能观察得很清楚, 所以称之为牵眼。 但受鬼王, 专门是吃这些小动物, 弱肉强食, 我们看到狮子, 虎豹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这些鬼王是陷在世间, 必然也是以狮子, 虎豹这种生, 专门吃这些畜生, 他要受这个业豹。 这一些畜生过去生中, 也在人间造作恶业才多畜生道, 在畜生道里面他还有余业, 要受鬼王之害, 这些鬼王加害于他, 这也是他的果豹。 佛经讲六道众生三图苦暴, 三图, 畜生就是血图。 畜生死很少有好死的, 都是互相吞淡, 都是流血而死的, 所以血图是畜生。 刀图是恶鬼, 刀是比喻, 好比有人拿着刀石石刻刻要杀他, 他恐怖, 鬼恐怖, 他生活在恐怖当中, 身心都不安, 这是恶鬼道一般的状况。 地狱道叫火图, 寒冰地狱也是一片火光, 地狱离不开火, 这叫三图。 富士鬼王, 及富士淡沙, 填河赛海这一类的鬼。 鬼王专门抓这些小鬼, 用这些小鬼来填河赛海, 特别是像江河泛滥水患的时候, 堤坝快要崩毁崩损了, 这些鬼王就抓这些小鬼来填塞堤坝的漏洞。 当然他所找到的, 都是造作这一类叶报的人, 你要不造这种叶, 这些鬼王你看都看不见, 你也遇不到他。 凡是你遇到的, 那是你自己的叶感。 不要说是遇到, 如果没有这个叶, 你连做梦都梦不到。 可是在某一种状况之下你能够见到, 在定中, 定中能见得到, 那个不是业力。 如果不是在定中遇到这些鬼神, 一定跟自己业力有关系。 第十四、十五, 主号, 主或鬼王, 这两类事情比较接近。 号, 是损耗, 你的财务损耗, 或, 是灾祸。 他注解里面举, 太上感应篇, 几句话说, 太上感应篇, 说的也都是实话。 天地有思过之神, 思事管辖, 来调查的, 来记录的, 却确实实有。 这里面有些是天神, 有些是鬼神, 的就是讲鬼神, 天神, 鬼神都常常到人间来调查, 来观察。 依人所犯轻重, 以夺人算, 算就是数, 寿命是数, 你一生所得的福禄也是数, 所以你真正明了, 真的通达, 却确实实是如书上所说, 一饮一浊, 莫非前顶。 了凡四讯, 里面讲得很透彻, 有事有理, 因果报应的是, 了凡四讯, 讲得比, 太上感应篇, 透彻。 太上感应篇, 只说一些条目, 分析道理, 了凡四讯, 讲得清楚, 可以互相参看。 我们就明了你这一生当中, 世间人说你有多少财富, 你命里面定的, 命里面没有的, 你用尽心机也得不到, 命里头有的, 你一无所求, 到时候它自然来了。 所以古人讲, 君子乐得做君子, 小人冤枉做小人, 君子明白这个道理, 一无所求。 命里面有的一分都少不了, 何必去求? 原了凡先生被云谷禅师一番开示之后, 他觉悟了, 他一切放下, 每一天静坐, 养自己的身心, 一个妄念都没有。 云谷禅师很佩服他, 在禅堂里面做了三天三夜, 没有一个妄念, 禅师赞叹他, 说他功夫不错。 结果了凡先生就说, 他之所以不起妄念, 觉得起妄念没用处, 无济于事, 所以就不起妄念了。 他的命被孔先生算, 算得一点都不差, 每一年去考试, 考第几名都符合, 每一年他的收入有多少也一点都不差, 所以他相信, 不再打妄想。 说出来原因之后, 云谷禅师笑他, 我原先以为你是圣人, 原来你还是个凡夫, 那个凡夫是标准的凡夫。 然后云谷禅师教他改造命运, 你一饮一着是前身定的。 前身怎么定的? 自己造作的, 这个道理他从云谷禅师那里学到。 财富, 你命里头财富从哪里来的? 是从财不失的来的。 过去身中财不失不得多, 这一身中你的财富旧的得多, 你不失的少你就得得少。 纵然在这一身当中, 用不正当的手段的来的, 还是你命里头有的。 你命里面没有, 用什么样的手段你都得不到, 那你何必要抢求? 不正当的手段现在发了财, 譬如说你命里面的财可以用八十年, 你有八十年路命, 你用不正当的手段一下发了大财恨财, 是把譬如你四十岁, 把你后面四十年的财一下都得到, 后头没有了。 你这样得来, 你想用尽, 你的寿命就完了。 这是谚语里面所讲的, 路径人王, 你还有寿命, 寿还有, 但是你路没有了, 你想尽, 你福没有了, 是这一类的。 有一类的人, 他非常喜福, 他也肯修福, 他寿命没有了。 寿命没有, 但是他这个福还有余, 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会严寿。 譬如说他有六十年的路, 福, 可是六十年当中, 他没有想尽还有余福, 他的寿命可能再会延长十年, 延长二十年, 想尽了他才走。 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 要明白这些事实真相。 所以你要想的财富, 你要修财不失, 越失越多, 你要想聪明智慧, 你要修法不失, 你要想健康长寿, 你要修无畏不失。 你所需求的果报, 果必有因, 不修因哪里来的果报。 所以世间人不晓得这个道理, 造作一切罪业, 掠夺别人的财富具位极有。 掠夺的手段方式无量无边, 都是造的损人利己, 以为自己聪明, 以为自己巧妙, 其实完全算错了。 哪里知道天地鬼神看得清清楚楚。 作恶必定折服, 损受, 这就是主号, 主或这一类的鬼神。 这是后面所讲的, 依人所犯轻重, 以夺人算。 算简则平好, 多逢幽幻。 人皆恶之, 行或随之。 即庆必知, 恶心栽之。 太上感应篇, 里面所讲, 就是这一类的事情。 底下一位第十六位, 主食鬼王, 这是民间习俗里面所称的五股神, 一般所讲的造神也是属于这一类, 专门管民间的饮食, 管这一类的。 也是属于我们一般所讲的福报, 这个福报是偏重在饮食, 这是日常生活当中, 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离开的。 佛家的饮食有礼节, 在食前要以清净恭敬心来供养, 这是对这一类的鬼神致敬, 希望他能够加持, 希望他能够保佑。 如果我们饮食无度, 不懂礼节, 这些主食神就不欢喜了。 如果是糟蹋粮食, 这个罪过就很重。 必须要知道这个世间, 还有许许多多地区饥饿, 我们的饮食, 有没有想象那一些受饥饿的人。 你在每逢饮食都能够想到, 这是慈悲心的流露, 这就是鸡躬内德。 先有这个念头, 遇到这些灾难你一定会援手, 你一定会帮助, 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小了。 事出世间圣贤人都告诉我们, 教我们防围度鉴, 能避免一切灾祸。 为鉴, 为事细为, 鉴是缓慢, 这些小事你要不防止, 渐渐就变成大的灾害。 所以小力要守, 小的过失要防止, 小过失不防止, 逐渐逐渐就形成大的灾祸, 这个道理要懂。 古圣先贤所讲的为, 为是其心动念, 要从这个地方防止。 凡事不利于众生的, 不利于社会的, 这个念头决定不能起, 起这些念头决定对自己有祸害。 念念能为众生, 念念能为社会, 决定有好处。 好处虽然眼前你见不到, 鬼神已经看得很清楚, 已经记录得很明白, 鸡小善就成大善, 鸡小功就成大功, 鸡的厚, 鸡的多这一身就受报, 不必等来生。 我们在, 了凡四讯, 里面看到, 原了凡明白道理之后, 一家人都修鸡功德, 他的的是献报。 他命里面没有功名, 从前的功名是讲考试的进士的学位, 这最高的学位他命里没有, 他命里头只有秀才, 以后他考取举人, 考取进士, 都是这一身修的。 命里面的寿命只有五十三岁, 他活了七十多岁, 他没有求长寿, 命里没有儿子, 他得了两个好儿子。 这就是现世转过来的, 修鸡的多, 这是我们的好榜样, 是我们的模范。 所以世间人, 往往贫困之人还能够修服, 还乐意修服, 特别是有财富的人疏忽了, 不知道修服, 我们看到很多。 越是有钱的人越吝啬, 越舍不得, 他花钱一定是与他有利益的, 好像与他没有献钱的利益他不肯拿钱, 他把名利看得很重。 这样的人, 他的福享尽了, 就没有余服, 来生要受到央罚。 下面第十七, 主财鬼王, 这是我们世间人讲的财神, 主财鬼王就是财神。 他住节里面也住得很好, 越府有主财案主者, 岳府是指东岳大帝, 其实五岳是大鬼王, 他地位仅次于阎罗王, 阎罗好像是一个国家的帝王一样。 五岳他们管辖的区域很大, 管好多个省, 比省长地位高得多。 东岳大帝好像管六, 七个省, 他有这么大的辖区。 过去张太炎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 判官地位很高, 相当我们世间人讲的秘书长, 所以他对于鬼道里面情形, 跟人家讲的很多, 讲的很详细。 他下面有专门主财的鬼王, 在冬月里面讲的是主财暗主, 主财暗主就是主财鬼王, 我们世间人称为财神, 这财神有大有小。 底下有两句话我们要记住, 故有财不失, 鬼看其棒而肚之, 你有钱不肯不失, 鬼都嫉妒你, 这麻烦就大了。 鬼就常常来找你的麻烦。 然太上游竟狠取人财者, 这是我们特别要记住, 掠夺别人的财物, 那个罪过是极重极大。 如果我们冷静细心去观察, 不要到来世的果报, 他现世就遭受果报, 这个恶报, 这个事情在现前社会里面很多很多。 我们看世间股票, 股票是什么? 股票就是赌博, 都是掠取别人的财物。 从股票上发了财, 股票一跌的时候, 他就跳楼自杀, 家破人亡, 眼前的果报。 属于这一类的就很多, 这是不正当的手段。 他所得到的, 我们刚才说过, 都是他命里头所有的, 命里头没有的决定得不到。 掠夺别人的, 还是命里头所有的, 等于说是提前享受, 损害到别人造罪业, 自己的福报提前享受完, 也是造罪业。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 财物各有其主, 不义之财决定不可得, 得到之后一定有灾难, 决定没有好处。 后面有, 主处鬼王, 处, 是畜生, 是家里面养的。 这些畜生也有鬼神在监察, 我们对待这些畜生也要有利, 畜生通人性。 昨天李牧原居士跟我们讲光明山养狗, 很多放生的狗放在那里, 他们观察到这些畜生有灵性, 喜欢狗的人, 爱狗的人, 狗一见你, 就咬尾巴跟你很亲切。 吃狗肉的人, 杀狗的人, 狗一看到你, 老远的时候就叫, 对你态度就很凶, 它能够感触到, 狗能够感触到。 不仅是这一类的畜生, 所有一切畜生之类, 你不害它, 它不会伤害你。 我们看印光法师的传记, 那是事实, 绝没有一丝毫的夸张。 印光大师70岁以后, 这些蚊虫, 跳蚤都不会去干扰它。 这间房间确实常常有苍蝇, 蚊虫, 蚂蚁这一类的东西, 印光法师到这个房间里面去住, 这些小动物签单都搬家搬走了。 为什么? 印光法师一生不伤害小动物。 过去房间也有这一些, 它的一些逝者, 信徒要把这东西清除出去, 老法师说不必, 留它在此地。 为什么? 我自己的德行不够, 留它对我自己是个警测, 是个警惕, 所以大家就不动。 久而久之, 这小动物都被感化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大师能够做得到,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要长生惭愧心, 要向印光法师学习。 下面第十九, 二十, 主秦, 主兽鬼王, 这是讲秦兽, 秦兽每一类有每一类的鬼王。 他这里面也讲到, 天台大师所说五行当中的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都是秦兽, 是属于这一类的。 这些鬼王也是菩萨, 法身大师化身在其中。 第二十一位, 主媚鬼王, 媚, 我们一般人讲妖怪, 是属于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众生世人常讲, 年岁久远就变成妖怪, 变成妖精。 在中国最多的树神, 年久的老树, 千年老树都有这些怪物。 这是什么? 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树神。 年久了以后他逐渐就通灵, 他能够变化, 他也有修行, 他修的什么方法, 我们就不得而知。 在我们想象当中, 大概也跟人道相仿佛, 许许多多修学的法门。 他们修行没有离开妄想, 分别, 执着, 所以就变成这一类鬼类一类的。 如果离妄想, 分别, 执着, 这就是与佛道相应, 佛道跟世间所有的道门差别就在此地。 所以他们修行纵然的神通, 纵然的智慧, 也不能出离三界六道, 是没有能够离分别执着。 底下一位, 主产鬼王, 产, 是蒋生产, 此的说得很清楚, 送生宝产。 这一类的鬼王狠的民间的尊重, 在台北市好像有一个宝生大地的庙, 我们没有进去过, 从他门口曾经经过, 看到扁额上提宝生大地, 就是属于这一类的鬼王。 这一类的鬼王多半是女子的身份。 第二十三, 主命鬼王, 这是佛经里面讲, 皮沙门, 主护四天下人命。 皮沙门是四大天王当中的北方天王, 四天王是以北方天王位首领, 所以叫护士天王, 这是佛嘱咐他们, 要保护四天下的人命。 二十四, 主即鬼王, 即, 是疾病, 凡是人有生病, 这个鬼王一定会现前。 生病实在说, 病人跟医生都是缘分。 所以在生病的时候, 心地最重要的是要清静, 慈悲, 沉静, 你就能感得主即鬼王的帮助。 你遇到的医生, 医生给你开的药方, 提供你的这些药物, 治疗的方法, 往往有鬼神在那里帮助。 如果你心地不清静, 妄想很多, 特别是邪恶的思想, 那这个鬼王就要找你麻烦, 你这个病就很苦了, 这个道理要懂。 二十五位是主险鬼王, 这讲的是高山, 大海, 这些危险的处所, 那是他们的管辖区域。 现在有许多喜欢登山的, 也有许多喜欢航海的, 这都是很容易遭到险难, 极端危险的。 要知道这些都是有鬼神管辖的地区, 我们也有机会在这些地方游历, 现在讲观光旅游。 所以, 第藏经, 上说到我们出门旅行之前, 最好在旅游前一个星期念, 第藏经, 念的藏菩萨名号 满万遍, 你的旅途就能得到善神保佑, 旅途上平安。 为什么读这个经, 念的藏名号能保平安? 这些鬼神跟的藏菩萨的关系非常密切, 你能够尊敬的藏菩萨, 依的藏菩萨法门修学, 他们看到深欢喜心, 他们对你礼敬, 所以这一些显耀之处, 凶灾往往都能够避免。 底下讲, 三目鬼王, 四目鬼王, 五目鬼王, 这是从他形状上说的, 他有三只眼睛, 四只眼睛, 五只眼睛。 奇力师王, 注解里面说这个名字他的意义, 在翻译里头没有说清楚。 可是在, 金光明经, 里面, 有番座大力天, 也有番座火神, 这一类的, 这个柱子可以参考。 佛当年讲经是在印度, 恒河流域讲经的时间相当之长, 佛说的这些鬼神, 他说奇力师王是在恒河之北, 可能是属于印度的这些鬼神, 是那个地区的神的名字, 在恒河南北。 阿纳扎王, 我们中国人称为纳扎, 这是属于天神跟鬼神之间, 介于天神跟鬼神之间, 大概是四王天管辖。 四王天也可以称他是天神, 也可以称他是鬼神, 他是鬼神的首领, 是刀利天主的管辖, 受刀利天主的管辖。 所以实在讲他也是大鬼王, 四天王是鬼王当中的首领。 再看底下经文, 如是等大鬼王, 各个与百千诸小鬼王, 净居炎福提, 各有所知, 各有所主。 这是说鬼道里面社会的组织, 这个组织的状况跟人间相仿佛。 实在说这种情形在六道里面, 娑婆世界, 他方诸佛世界大致都相同, 所谓是人同词心心同词理, 结构上大致都差不多。 这些鬼王各个有他自己的职责, 各有所知, 就是他的职掌, 所主, 他管辖的范围, 他管辖的这些事物。 是诸鬼王, 与阎罗天子, 成佛威神, 即的藏菩萨摩赫萨利, 具一刀利, 在一面利。 这是说明他们何以能够参加刀利天宫这个法会。 这是成佛的威神加持, 的藏菩萨平时教会, 因为这个缘故, 他们才跟的藏菩萨到刀利天宫, 参加释迦穆尼佛这一次的法会。 在法会, 一面利, 法会里面有他们的位子。 这是把人物介绍出来了, 下面看看他们在法会里面一些活动。 耳食言罗天子, 胡桂合掌。 这是致敬。 白佛言, 世尊, 我等经者, 与诸鬼王, 成佛威神, 及的藏菩萨摩赫萨利方的一词刀利大会。 亦是我等获善利固。 我今有小仪式, 敢问世尊。 唯愿世尊, 慈悲宣说, 这是他们在法会当中重要的活动, 来请法。 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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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很广, 可以说尽虚空, 便法界一切幽明之主。 在, 华言经, 里面称为是主, 是尖主, 阎罗根鬼王也是是主之一, 数量也是无量无边。 华言的法会称性, 得藏法会也称性, 我们在这个经里头很明显的看出来。 称性用现在的话来说, 突破一切时空, 这个法会显示的就是一真法界, 平等的法界, 跟华言无二无别。 得佛的佛力加持, 得藏菩萨微神的加持, 他们才有参与这一次法会的机会。 下面说, 亦是我等获善利固, 参与这个法会他们非常欢喜, 他们的大善大利益。 能够在这一次法会当中, 听佛菩萨们的开示, 这就是获善利。 可是听了之后他还有疑问, 所以, 敢问世尊, 希望世尊对他们开导, 破除他们的疑惑。 这是来请法的。 佛告阎罗天子, 自如所问, 无谓如说。 世尊非常慈悲, 告诉这一些阎罗王们, 你们有疑问就说出来, 随你们所问, 佛会给他解答。 在佛法里面最要紧是破弥深信, 友谊一定要问, 友谊或要不问, 决定会在修学当中, 产生很大的障碍。 我们讲修学, 诸位一定要晓得, 修学就是我们现实的生活, 修行跟生活是一桩事情, 决定不是两桩事情。 现在一般人往往把修学跟生活看作两桩事, 那就完全错了。 所以他在生活当中不能改善, 他得不到利益, 得不到好处, 就是这个错误观念所产生的。 事实严罗天子, 詹理世尊, 即回事的藏菩萨。 这是礼节, 这个地方我们也要学。 这些人是随从, 跟着的藏菩萨一道去, 到这个大会当中。 他们向世尊请教, 决定不能忘记他的老师, 的藏菩萨是他们的老师, 也要看看老师, 向老师打个招呼, 这求老师加持。 而白佛言, 这才说, 世尊, 我观的藏菩萨, 在六道中, 百千方便, 而度罪苦众生, 不辞疲倦。 世大菩萨, 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 这是先赞叹。 得藏菩萨的慈悲神力, 阎罗天子们对地藏菩萨认识很清楚, 对地藏菩萨的慈悲威德, 那就已经养到极处。 他说的话全是事实, 得藏菩萨在六道之中, 特别是三图, 众生哪个地方受得难最苦, 得藏菩萨决定到哪个地方, 决定不舍弃众生。 他教化众生方法无量无边, 这经里面只说个大概, 只说一个刚领原则, 我们从这部经里面细心去体会, 何止, 百千方便。 度化这些最苦众生永远没有疲倦, 就像普贤菩萨一样, 敬畏来既无有疲厌, 不疲不厌。 末后这一句是对菩萨的赞叹, 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 燃珠众生, 脱祸醉暴, 为酒之间, 又堕恶道。 这正是阎罗王所疑惑的, 所不能理解的事情, 对他们说出来。 这些众生脱离了恶道, 醉暴, 就是指的三恶道, 脱, 是脱离, 或, 的脱离醉暴。 可是, 为酒之间, 又堕恶道, 为酒, 是很短暂。 住戒里头举一个例子, 举地狱里头等活地狱, 等活是属于八大地狱之一。 这个地狱里面的寿命跟四王天一样, 人间五十年地狱里一天, 这个人离开地狱到人间来, 在人间又造作罪业, 纵然活上一百岁, 死了之后又回到地狱去, 在地狱看起来才两天, 人间一百年, 地狱两天, 他去了怎么两天就回来。 这种事情太多太多。 一般恶鬼道里面, 诸位晓得, 恶鬼道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 人间过一年在恶鬼道才十二天。 所以他们看到这些人, 接受的藏菩萨的教化, 的藏菩萨苦口婆心劝勉, 他们觉悟, 回头了, 这一念回头他就能脱离恶道, 纵然是在阿比地狱也不例外。 只要你一念向善, 那一念就超越了, 不要小看这一念。 我们世间人念佛往生净土也是一念, 临终那一念如果你念的是阿弥陀佛, 你想的是西方极乐世界, 就那一念就往生。 平常叫我们念佛是训练, 就怕临命中时那一念忘掉, 那个念头错就坏了。 平常好比是练兵, 临终最后那一念是打战, 你这一口气断了, 你往哪一道去受身, 就凭临终一念, 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一念。 怎样才真正的有把握, 让这一念不会失掉。 一定要知道修福, 有福报的人, 真正有福报不是现前有财富, 有地位, 不是的, 这个福报是假的。 真正有福报, 临命中时没有病苦, 欲知实质, 晓得自己什么时候走, 不生病,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站着走, 坐着走, 非常自在, 这个人叫大福报。 为什么说他大福报? 因为他永托轮回, 再也不搞这些六道。 他如果再回到人间来, 回到六道里面来, 他是菩萨, 他不是凡夫。 他到世间来是随类化身, 就像这些阎罗鬼王一样化身来的, 他是来救苦救难, 帮助这些苦难众生, 绝对不是造业受报。 这叫大福报, 这是真正的福报, 我们一定要看清楚, 要看明白。 所以世间有漏的福报不要求, 我们要修无漏的福报, 这样才是一个真正智慧的人, 真正明白人, 佛家讲真正觉悟的人。 这是他们看到的现象, 像释迦牟尼佛请教。 其实这些事情, 他们哪有不知道的, 这就是明知故问, 让佛说出来, 大家相信。 菩萨说出来, 鬼王说出来, 大家信心还不够, 请佛来说。 所以这种发问是属于利乐友情问, 不是他不知道, 他是带众生问, 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 要想佛法普遍的弘扬, 要想佛法久住世间, 一定要懂得带众生提出疑问。 世尊, 世地藏菩萨, 既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 云和众生, 而不依止善道, 勇取解脱。 唯愿世尊, 为我解说, 这的确是我们的重大疑惑, 他们很慈悲待我们问出来。 德藏菩萨的智慧慈悲, 神通道理, 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 这我们要晓得。 德藏菩萨的学生, 已经成佛的人不计其数, 没有法子计算, 而这一位老师还居菩萨位, 这是慈悲到了极处。 为什么老居菩萨位, 不用佛的地位来度众生?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晓得, 佛是师道, 是出世间法一定要尊师众道。 所以以老师, 指纹来学, 未闻网教, 只有你到那里去求学, 没有说老师来教你的, 没有这个道理。 换句话说, 佛的身份度众生有很多不方便, 不能主动去教化众生, 也不能够说是没有起请佛就说, 一定要有人起请, 一定让人对法尊敬, 对学术尊敬, 老师才能教。 菩萨身份就不一样, 菩萨是同学的身份, 学长的身份, 所以就像, 无量寿经, 上所说, 做不请之友, 这是菩萨。 佛不可以, 所以佛要退到菩萨的地位上来, 才能够广度众生。 得藏菩萨确实智慧, 神通道理, 跟一切如来没有两样, 为什么这些众生不听话? 不遵照菩萨的教会, 勇取解脱。 实在讲我们看到世间其他的宗教, 乃至于看到一贯到里面, 一贯到里头的经典, 里头也提到劝人念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勇取解脱, 他这里头也有, 也劝人念观世音菩萨消灾缅难。 人为什么不肯听? 我们说句笼统的话是业障习气太重, 也就是贪甜吃妄想太重, 放不下。 里面无使节来的烦恼习气, 外面又受外头境界的诱惑, 五欲六成的诱惑, 现在五欲六成里头再加上妖魔鬼怪, 那个力量就更大了。 所以才出地狱来, 到人间没多久又被迷惑, 又造罪业, 这再又往下堕落。 不是德藏菩萨没有这个能力, 而是众生不肯听话, 不能够依教奉行, 所以才遭这些苦难。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德藏菩萨本愿经, 第二十九卷, 新加坡静宗学会录影是当明,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请先开经本卷中一百零二面, 从第二行看起。 佛告阎罗天子, 难阎福提众生, 其性刚强, 难调难福。 这世世尊答复这些阎罗王们, 说明为什么的藏菩萨在世间教化众生, 众生接受的藏菩萨的教会能够脱离苦道, 但是很短的时间他又多恶道, 原因是, 其性刚强, 性, 是讲习性, 不是说本性。 我们在儒家书籍里面所看到, 像孟子他说性善, 荀子说人性是恶的, 这两种说法都是像两个极端, 说的都有道理。 而孔夫子所讲就不是他们的讲法, 夫子所说人的性是非善非恶的, 所以圣人的见解跟贤人确实就不同, 他说的性相近, 其相远。 相近大家都是一样的, 非善非恶, 这是相近, 说善恶都是讲习性, 不是本性,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 习性。 习性也就是佛法里面讲, 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习气种子, 这是有善恶的。 善也是恶, 为什么? 它不是本性。 佛家特别是大乘佛法里面讲的善, 善的标准是自信, 自信本具的那是善, 所以它的善不是善恶之善, 善恶之善也是不善, 我们必须要清楚。 说到六道众生, 讲言福提可以涵盖六道。 六道, 它为什么不能够脱离轮回? 为什么不能超越三界? 就是无量劫来习气太深, 习气太强。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这一切有情众生舍身受身, 我们讲投胎受果报, 是什么道理? 佛讲习气里头强者先迁。 每一个众生使法界的习气统统俱足, 即使是地狱众生它也有佛的种子, 为什么它不能做佛? 它虽有佛的种子, 这个种子力量弱, 而贪甜吃慢烦恼的种子强, 强的种子先受报, 所以这样才堕恶道。 佛把原因说出来, 我们自己冷静的思维确实是如此。 六道众生, 难调难服, 调式讲条理调顺, 不容易, 服式降服它习气, 降服贪甜吃慢的习气, 相当不容易。 这是把原因说出来了。 是大菩萨, 于百千节, 头头就拔。 是大菩萨, 这一句就是指的藏菩萨, 的藏菩萨实在讲无量节中没有离开六道。 六道是一切众生最苦的地方, 尤其是三徒, 地狱, 恶鬼, 畜生, 的藏菩萨没有离开这些地方。 它也像是加木尼佛一样用千百亿化身, 头头就拔。 的藏菩萨化什么样的身? 没有一定随类化身。 我们在一生当中, 有没有遇到的藏菩萨? 常常遇到的藏菩萨, 我们自己不能够觉察。 我们起一个恶念, 想做一个坏事, 有人来劝告我们, 来劝导我们, 那个人就是的藏菩萨化身, 我们哪里晓得? 所以的藏菩萨无时不在, 无处不在。 它劝导我们, 我们能不能相信? 肯不肯接受? 不一定, 所以罪业还是照做。 我们要明白这一个事实真相, 一切诸佛菩萨化身都没有一定, 我在前面跟诸位举出例子说明过, 感应往往就是刹那之间几分钟。 诸佛菩萨见我们周边的人, 诸位小的鬼神可以复身, 大家知道, 佛菩萨怎么不能复身? 佛菩萨复身就是佛菩萨的化身, 在那几分钟当中, 借着任何或者是人身, 或者是物身, 依报, 正报都行, 只要能够触动你, 让你觉悟, 让你回头, 都是佛菩萨。 妖魔鬼怪附身都是帮助你作恶, 看到你作恶喜欢, 看到你作恶赞叹, 那是妖魔鬼怪, 那不是佛菩萨。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 知道这些事实真相, 华严经, 上讲的还会有错吗? 凡夫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除我之外全是诸佛菩萨的化身, 全是诸佛菩萨的视线来度我的, 度我这个刚强难化的众生。 无论是善人, 是恶人, 是顺境, 是逆境, 统统是诸佛菩萨硬化的。 如果你能够做如是观, 能够这样回头, 那真的就回头是按, 我们这一生当然能得度。 这一段这一句经文就是讲这装饰。 如是众生早令解脱。 这是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期望, 希望一切众生早一天得度。 解脱, 就是得度, 解, 是解除你的妄想, 分别, 执着, 解除你的烦恼习气, 脱, 是脱离六道轮回, 脱离生死苦海。 这是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期望。 是罪暴人, 乃至多大恶趣。 菩萨以方便利, 拔出根本业缘, 而浅悟素是知识。 罪暴人, 是泛指六道众生。 六道如果就觉悟的人来看, 六道的天人都是罪暴人。 不但六道都是罪暴, 我们在, 《冷言经》上看到, 释迦牟尼佛说这些小成人也是罪暴。 他的标准是见性, 明星见性, 那才是正常的人, 没有见性都是罪暴。 由此可知, 依照, 华言, 的标准, 依照本经的标准, 这不经跟, 华言, 没有两样, 实法界里面的众生都是罪暴。 乃至多大恶趣, 这一句就是专止三图, 在实法界里面恶鬼, 地狱, 畜生, 这是大恶趣。 所以的藏菩萨度化众生的对象我们就了解, 他的范围是涵盖实法界, 实法界里面都有地藏菩萨的硬化身。 菩萨以方便利, 方便利, 前面讲的很多, 交代的很清楚。 拔出根本业缘, 菩萨用什么方法来救拔众生的苦难, 我们一定要晓得。 菩萨不是用神通, 神通救不了众生, 菩萨用教学, 劝导, 众生造的罪业, 他自己一定要受果报, 佛菩萨不能带他受。 佛菩萨如果有能力, 带这一切众生受这些苦报, 他大慈大悲应当带我们受, 我们何必还要修行? 不需要了。 佛家是跟你讲理的, 不是像宗教你信了就得救, 佛家不可能, 你信了佛你也不能得救, 你信菩萨, 敬菩萨, 拜菩萨, 你也不能得救。 怎样才能得救? 你要回头就得救。 佛给我们说这个道理, 你是怎么样迷惑的? 怎么样造罪业的? 怎么样受苦报的? 佛把这些事情给你讲清楚, 讲明白, 你恍然大悟了。 觉悟之后你能够断一切恶, 修一切善, 那不就得度。 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得太多, 地狱众生才生一念忏悔之心, 才生一念善心, 他就离开地狱。 可见得极重罪业之处, 只要有一毫的善念升起来, 就破地狱了, 就超生了。 我们在人间这一念为善不行, 人间是善恶混杂的一个地方, 这一念为善那真是唯不足道。 为什么地狱里面一念为善就那么可贵? 地狱唇恶, 那一念善就非常非常稀有, 就难得, 物以稀未贵。 地狱众生很难得有一个善念, 真的是不容易, 这就是每一个法界差别不一样, 善恶果报不相同。 我们从这个地方来观察, 佛法是教化, 是教导众生。 众生接受佛菩萨的教导, 觉悟之后就能够变化气质, 能够变化他的行业恶报。 下面这一句可以说是佛法教学的内容, 佛教众生叫什么? 浅悟素是知识, 最低的限度佛教我们认识三世因果, 肯定善恶的果报。 善因一定得善果, 恶因决定有恶报, 因缘果报丝毫不爽, 这是很浅显的因果。 更深的因果, 这是大臣经上所说,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于是我们就明了, 佛对于实法界一切众生讲经说法, 无非是帮助大家开悟而已。 开示误入, 法华经, 上这四个字, 将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的纲领, 一句话就说出来了。 开示有浅身广辖不同, 误入亦附如是。 再看底下经文。 自是言辅众生, 劫恶习众, 炫出炫入。 劳斯菩萨, 九经结束, 而作度托。 自是, 这是指这些六道的众生。 他们, 劫恶习众, 劫, 就像我们世间人所讲的总结, 归结。 造恶不是一生一世, 无量劫来生生世世, 总结恶习。 恶, 归纳起来就是贪甜吃三毒, 所有一切的恶业都从这三条发生出来的, 发展出来的, 当然就要随业受报。 习, 是习气, 习气非常重。 所以在恶道里面, 这还不是讲六道, 三善道跟三恶道, 炫出炫入, 出, 出离三恶道, 你生在六道里面的三善道。 我们今天的人生, 人, 天, 修罗都算是善道, 地狱, 恶鬼, 畜生这三个是恶道。 炫出, 出离三恶道, 炫入, 又回到三恶道, 宣誓很快。 而实在说, 堕入三恶道之后, 出来没那么容易, 这经上讲得很清楚, 这个道理很深很广, 大乘经里面给我们说的很多。 菩萨在三恶道教化众生, 我们世间硬化, 人道比这些畜生道要殊胜太多, 诸佛菩萨苦口婆心事现在世间, 世间人几个人相信。 佛教从释迦牧尼佛开始, 就以外国人计算的方法也二千五百多年, 代代相传。 善知识当中出家, 在家, 大家都晓得有不少身份暴露, 是诸佛菩萨映化再来的。 历史上所记载, 永明言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善导大师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智者大师是迦牧尼佛再来的, 寒山、 时德诸位都晓得文书, 普贤再来的, 近代的印光法师是大师智菩萨再来的, 这是身份暴露的。 身份没有露的, 不知道有多少人。 他们是现在世间, 没有一丝毫是为自己, 都是为众生, 为佛法久住世间, 几个人相信。 今天世界人口, 昨天报纸上登。 到两千年之后世界人口已经到六十亿。 六十亿人当中有几多人遇到佛法? 现在末法时期, 佛法有假的, 不但商品里头有很多仿貌, 佛教里头也有仿貌, 有几个人遇到真佛法。 纵然遇到真佛法, 你能不能相信? 这又淘汰了很多。 你信了之后, 你能不能理解? 理解之后, 你能不能依教修行? 给诸位说一层一层淘汰下去, 剩下来的恐怕一百个人都不到。 在人间佛菩萨教化众生, 就这样子难度, 何况恶道? 佛在恶道里度化众生, 比人道不晓得困难多少倍, 这么好的东西他不相信, 有什么方法? 他不愿意接受。 纵然是像中国佛法黄金时代随唐时代, 高森大德, 长者居士人数可以说众多, 我们在高森传, 在居士传里面所看到的, 可是如果与整个人口比例来说, 那还是太少了。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可以说法源最殊胜的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 他老人家当年在世亲近他的人, 我们做一个概略的估计应该有一万人, 经常在他周边的应该有一两千人。 可是真正成就, 谭经, 上纪载43个人, 真正的度的43个人, 其他的虽然接受他的教化, 还是要眩出眩入, 真正超越六道只有43个人, 你才想这个事情难, 不容易。 佛讲的这话没错, 难言福提众生, 习性刚强, 难掉难福。 我们仔细去思维, 去想一想, 然后不要去管别人, 想一想自己, 自己是不是难掉难福。 我们自己在一生能不能的度。 因此静宗法门就非常可贵, 所以一切诸佛赞叹有他的道理。 参禅不是上上跟人不能开悟, 不能见性, 不能见性那就还要搞炫出炫入, 还干这个事情, 换句话说, 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你能够的禅定, 的禅定的人相当之多, 你能够生玉戒天, 色戒天, 最高能生无色戒天, 生到无色戒天, 也不能够避免三徒的果报。 经上讲得很清楚, 四禅天人, 四空天人命中之后都堕地狱, 堕到地狱之后, 寿命比四空天的寿命还要长。 这是, 地藏经, 上讲, 四空天飞想飞飞想天人的寿命八万大劫, 地藏经, 上讲地狱寿命无尽劫, 不是八万, 八万跟无尽两个去比就不能比了。 你想一想这个事情多麻烦, 冷静想一想这个事情摆在我们面前多可怕。 我们今天前面道路如何选择, 就在此时此刻。 然后你就晓得念佛堂的功德有多大, 我们中下根性的人烦恼习气很重, 自己确实没有能力断烦恼, 没有能力降服我们的习气, 怎么办? 念佛堂是个野精炉, 是个炼钢厂。 你真正觉悟了, 进入念佛堂, 老老实实我就念它几年, 念到自己决定往生, 那这个路子就对了。 比宗门里面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 那个果报要殊胜得多了。 宗门明心见性是什么地位? 原教初注。 念佛堂往生不退成佛, 到极乐世界是阿维悦志菩萨, 那怎么能相比? 阿维悦志菩萨是七的以上, 明心见性才是初注, 这种功德利益我们要觉悟。 可是学佛的人, 遇到念佛法门机会也不多, 纵然遇到了不尽如法。 正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劝勉各个地区的念佛同修, 有机缘能够到新加坡居士林来看一看, 我们也不敢说我们做得很如法, 但是我们是尽心尽力在做, 可以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我们接受大家提供意见。 我们这个道场每一个人的愿望是不断在改进, 希望念佛堂能做到尽善尽美, 如理如法。 所以我们是开放的, 不是封闭的, 任何人提出意见, 我们都很慎重地来参考, 只要是好的意见决定采纳。 此的说, 劳斯菩萨, 这个菩萨就是指的的藏菩萨, 也可以犯指一切诸佛菩萨。 久经结束, 而做度托, 无量劫来菩萨不疲不厌。 佛在经典里面也有个比喻, 比喻得非常之好。 菩萨度众生的耐心, 就像农夫种植果木一样, 种的果园每一天收成去采, 采先熟的熟的先采, 还没熟的再等几天。 所以诸佛菩萨在六道度众生, 先度跟熟的众生, 弥陀经, 上所说,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得生彼国, 善根, 福德, 因缘统统俱足, 成熟了。 什么叫善根? 接触这个法门能性能解, 这是善根。 什么是福德? 他能行能正, 这是福德。 净土宗的正就是往生, 他肯念佛, 他真的往生了, 那正果了。 因缘是遇到正法, 遇到善知识, 遇到好的同参道友, 这是缘分。 这就好比果园里头果木熟了, 熟了仙才, 还没熟的佛菩萨在等待。 可是凡是跟熟的众生, 不是偶然的, 无量节的熏修在今天成熟, 这个机缘非常难得, 非常稀有。 我们建立念佛堂, 现在念佛堂每一个星期96个小时念佛, 每一天听经两小时, 一个星期有14个小时听经, 96个小时念佛。 我们希望这个念佛堂能够永久保持下去, 解形相应。 竟念佛堂的同修都能够生欢喜心, 这给我们很大的安慰, 我们知道做得如法。 如果不如法, 进入念佛堂不会生欢喜心。 他念的欢喜, 假以时日, 我们相信他一定有成就。 现前能得念佛三昧, 一般讲功夫成片, 法喜充满, 他能得到这个境界, 就决定的深净土。 在这一生修学的期间, 势必要断绝外缘, 这一点很重要。 凡是在念佛堂念佛, 将来不能往生,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他外缘没有断, 心一面念佛, 一面还细念着外缘, 这是障碍。 灵命忠实, 在一念攀缘到外面境界, 那就又是眩出眩入, 这非常可惜。 要避免这一众的障碍, 必须要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我们平常要下这个功夫, 统统放下, 不要再放在心上。 心里面只有一句佛号,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这一生当中, 有没有成就关键就在此地。 一定要晓得, 不能把外缘放下总是障碍。 再看下面经文, 这事事尊用个比喻来说。 譬如有人, 迷失本家, 误入险道。 其险道中, 多猪叶叉, 及虎狼狮子, 猿蛇腹蝎。 如是迷人, 在险道中, 虚于之间, 即遭诸毒。 譬如, 就是比喻, 下面说个比喻。 有人, 这个人就是六道里面的众生。 迷失本家, 本家, 就是指我们自信, 迷失了本性。 物入险道, 而跟物是意思一个样的, 物入险道, 险道, 就是指六道轮回, 在此地特别指三恶道。 其实佛家常讲轮回路线, 这话说的很有道理, 为什么? 六道里面都有邪恶, 色界天以上比较好一点, 因为它有定功, 我们常讲的定功界, 它不造恶。 虽不造恶, 无量劫来的这些恶习气种子它都在, 它没有断掉, 只是禅定功夫把恶习种子控制住, 它不发作而已。 一旦它的定力失掉, 恶习力量依旧是很强大, 马上就爆发了, 所以它堕恶道, 堕地狱。 我们一般人也明白这个道理, 恶的意念越是压制, 压制是暂时控制住, 一旦压不住, 爆发起来那就很可怕。 这是同样一个道理, 何况是再三图。 所以这种现象, 我们仔细观察, 我们现前的社会状况, 大家都明白了。 现前社会我们眼所见的, 耳所闻的, 鼻所绣的, 舌所长的, 我们六根所接触外面的境界, 外面境界岂不就是经上讲的, 叶叉, 狐狼狮子, 猿蛇腹蝎, 妈。 六根所接触六成境界, 哪一样不是有毒的? 哪一样不是毒害我们法身会命的? 遍地都是。 冷言经, 上佛讲我们这一个时代, 邪师说法, 如横和沙, 邪师就是此的讲的, 夜叉, 狐狼狮子, 猿蛇腹蝎, 这一类的。 你看到是个人的样子, 心里面充满了贪甜吃满。 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这是险道。 如是迷人, 在险道中, 虚余之间, 急遭诸毒, 虚余, 是很短暂。 现在社会尤其可怕, 六、七十年之前我们做儿童的时代, 社会还相当淳朴, 你六根接触外面六成境界染污很少, 你见不到, 你也听不到。 我们生长在农村, 尤其淳朴, 十一、 二岁都还保持天真, 天真是不懂事, 生活在大自然当中。 那个时候童年是真正幸福, 不懂这些人事。 在那个时代, 民间小礼、小义这些小节都很尊重, 都还很讲究。 现代社会变了, 不要说再往以前说, 就是六十年以前社会, 跟现前的社会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现在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完全是诱惑。 所以我们观察现在的儿童, 一、 两岁他就懂事, 这个懂事是什么? 天真没有了。 他就有虚伪, 他会讨好大人, 他天真的心没有了。 他会察言观色, 来应付大人, 厉害。 从哪里学的? 电视里学的? 还不会说话, 一天到晚两个眼睛就瞪着电视, 他都学会了。 所以现在做父母的对儿女男管教, 为什么? 他懂的东西太多了。 电视实在讲不是一个好东西, 它是个很好的工具, 可惜现在里面的内容是很糟糕。 这些里根是我们都要明了, 经上讲, 特别是在现前的社会, 我们读到这个经, 佛真是字字句句都是说明我们现前生活状况。 接着看下面经文。 有益知识, 多解大数, 善尽试读, 乃及叶叉诸恶读等。 知识, 我们讲善知识。 他有智慧, 他有见识, 环境里面一切的险恶, 他都知道, 他都明了, 而且他有方法能够解毒。 你遇到这些毒, 他有方法帮你解毒, 多解大数, 善尽试读。 乃及叶叉诸恶读等, 叶叉诸恶读等是外面的诱惑, 内有贪甜吃慢的恶习气, 外面又有这些诱惑, 你怎么会不遭难? 显道就是我们现前的社会, 你在现前社会, 虚余之间你就遭诸毒, 就中毒了。 你中毒了, 将来果报就在三图, 决定是事实。 诸佛菩萨是现在这个世间, 下面说, 呼逢迷人, 欲尽显道, 耳语之言。 多灾男子, 为何事故, 而入此路, 有何一数, 能治诸毒? 这个知识在此的讲究是指的藏菩萨。 得藏菩萨有智慧, 有得能, 他却确实实有能力断贪甜吃, 有能力防范外面的邪恶, 他有能力。 他遇到, 迷人, 迷人, 就是在六道里面造作恶业的这些人。 既然造作贪甜吃的恶业, 那就是, 欲尽显道。 现在你在造业, 果报没现前, 很快果报就现前了, 生死之后必堕恶去, 欲尽显道。 菩萨看到这些人警告他, 多灾, 是呵斥的意思。 接着是问他, 你为什么要走这个路? 也就是说你为什么缘故造这些恶业? 造恶业这些事前面都说的很多, 实在说这一些事情我们不难理解, 可能就是我们日常生活。 处世带人揭悟一切的造作。 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这条路是三恶道。 内心里面是贪甜吃慢, 言语造作是损人利己, 你干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你想入三恶道。 你入三恶道, 你有何? 艺术。 艺术, 是方法, 你有什么方法能够不受这些毒害? 这不是凡夫能做到的, 菩萨才有, 而且这些菩萨还不是一般小菩萨, 小菩萨还不行。 经上讲法身大是他们行, 他们是现在六道当中, 跟这些邪恶和光同臣。 表面好像跟这些人造作没有两样, 其实心地清净慈悲, 他的种种造作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 所以他能治诸毒。 在这个境界里面染而不染, 相上好像是染污, 其实他心里头一丝毫没有沾染, 这才行。 凡夫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能力就要懂得远离。 所以古时候修行人, 到场为什么建立在山林之处, 人积寒至之处。 这就是与社会隔离。 如果不隔离, 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 不免动念, 动恶念, 贪甜吃的恶念。 所以古人建道场一定要建立在深山里面, 让你到那边去相当不方便。 你到道场去, 你一定是囚法, 你没有事情绝对不会跑到那里面去, 所谓是, 无事不登三宝殿, 他隔绝。 现在在今天社会困难, 中国大陆寺院丛林, 从前去的时候非常不方便, 现在都开了公路, 车可以上去, 甚至于听说还有缆车更方便, 高山上面一样有电视, 有无线电的广播。 从前是要隔离, 现在不但不要隔离, 想尽方法来接触, 那就是佛在此的讲, 你, 有何一数, 能治诸毒? 这两句话要对我们现前人来讲很现实, 我们要把这八个字常常记住, 常常提醒自己,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还是回避一点好。 我们的道场虽然每一层楼都有很多电视, 这电视跟外界不通, 看不到外面的讯息。 都是我们内部讲经念佛这些节目, 这是我们道场这个做法, 时时刻刻我们要做防范的工作。 再看下面经文。 是迷路人, 呼闻是语。 方知恶道, 即便退步, 求出此路。 这是比喻众生听经文法忽然觉悟, 知道贪甜吃慢是自己严重的病毒, 知道外面五欲六成是不良的诱惑, 他真的明白, 真的觉悟, 他晓得那是恶道。 起心动念与贪甜吃相应, 决定是造三恶道的耶。 你今天造恶道的因, 哪有不受恶道之果? 这个事实要懂得, 所谓种善因得善果, 造恶因一定要受恶报。 他知道这是恶道, 他自然就退步了。 求出此路, 一定要把恶的缘断掉。 断恶修善, 把恶的缘断掉, 增长自己的善缘, 增长自己的善力, 希望在这一生当中, 灵命中实善的种子先成熟, 你就能够往生善道。 一切善因当中佛告诉我们, 念佛是第一善, 尤其是念阿弥陀佛, 善中之善, 没有比这个更善。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这个果报殊胜极了。 这是个真正顿超的法门, 所谓是恒超三界, 即生成佛, 当生成就。 他要是真正明白, 真正觉悟, 他就回头了, 这也是证明, 他无量节的善根福的因缘真的成熟了。 实在说这种人不多, 我们看多少学佛人, 多少修行人, 习气还是不断, 在日常生活处世待人接物当中, 都明显地看出来。 他还是有贪甜吃慢, 并没有把念佛看作第一, 念佛好摆在第二, 第三, 还是把明文力仰放在第一。 他这一生有没有成就? 太难太难了。 很不容易成就。 这就说明他念佛善根并不是很强, 他恶习的力量非常非常强大, 这一生当中也像过去生中一样, 跟阿弥陀佛结各善缘, 这一生还是去不了。 真正去了, 是彻底放下。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那些老太婆, 老阿公, 不要小看他们, 他们不认识字, 我们看他是无知, 看他是很贫贱, 在社会上没有地位, 没有人瞧的他。 往往这种人真的做佛去, 他真的放下了, 对这个世间毫无留恋, 他们念佛能成功, 他们这一生做佛。 我们自以为很聪明, 自以为很能干, 结果还要搞六道轮回, 还要堕三二道。 所以修道老实是最可贵, 我们的麻烦就是不老实, 想退步没有完全退出, 想出六道轮回, 依旧舍不得这个地方, 对这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留恋。 正因为是这么一个因素, 所以佛才教修行人, 叫借弟子以苦为师, 这个话很有道理。 如果我们过的是很苦的日子, 对这世间就没有留恋了。 这也说明富贵学道难, 你在这里面有乐, 有享受, 有乐, 有享受你就有留恋, 你就放不下, 你的出离就非常非常困难。 所以佛讲的那些话, 你细细去想有道理。 叫我们真正放下贪甜吃, 自己怎么样? 要虐待自己几分, 那是一个明白人, 是个觉悟的人。 我们看李牧原居士是个很好的榜样, 他常常挨饿, 我们大家都看到的, 他为什么? 我要虐待自己。 身体不好, 不好我就不吃饭, 他也不看医生, 他也不吃药。 常常生活在苦难当中, 对人世间没有留恋, 正确的。 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十年, 李老居士一天吃一餐, 他那个饮食我们别人看到之后, 这个饮食怎么能吃? 他过的是这个日子, 几十年如一日。 他自己烧饭, 他的锅跟碗就是一个, 带一个把子的小锅。 他是山东人喜欢吃面食, 吃的东西菜很少几片菜叶, 过着那个苦生活。 诸位如果有机会到台中, 他寄面馆里面去看看陈列的, 他这些遗物摆在里面。 衣服都是补补的, 补很多个补的, 他穿破衣服。 谁给他补? 他自己补。 别人决定不会给他补, 他要拿破衣服叫别人补, 别人马上丢到垃圾涌, 给他买新衣服。 自己补, 人家有送他的新衣服, 新衣服马上就供养别人送人, 他修服。 日常用物是非常节俭, 一点都不浪费。 菩萨献身说法。 我们在此的, 看到李牧原居士也是这一流人物。 他自己多么节俭, 为大众非常大方, 念念利益众生。 这是我们要警惕的, 要警觉到的, 苦一点好。 戒经里头常说, 比丘常带三分病, 什么病? 不是叫你装病, 三分病就是吃不饱, 穿不暖, 是教你这个。 时时刻刻警惕世间苦, 知道苦才有出离之心, 你不晓得苦, 出离忘掉了。 再看下面经文。 是善知识, 提携接手, 引出险道, 免诸恶毒, 治愈好道, 令得安乐。 这是难得遇到善知识, 遇到一个好人, 好人教导你, 帮助你, 这就是, 提携接手, 伸出援手来拉你一把, 把你从恶道里面拉出来。 恶道, 心恶, 口恶, 行恶, 这就是恶道, 你在造作恶道业, 将来剁三恶道。 已经要剁到三恶道, 提携接手是非常困难, 所以佛度众生为什么特别重视人道。 人道是你将要堕还没有堕落, 你在地狱门口还没进去, 这时候拉你回来容易, 进去之后不容易了, 拉不出来。 所以这时候如果劝导你, 你听清楚明白觉悟了, 马上回头, 回头是岸。 提携接手引出都是大臣经典, 大臣经典要常常读诵, 要常常讲解讨论, 提醒大众断恶修善, 依教奉行, 这样你才回头。 回头之后你决定是达到好道, 好道是佛道, 是菩萨道, 这是真正的好道。 你能够得到永恒的安乐, 现前心安生安, 身心安稳, 身心安稳就法喜充满, 你现前所得到的。 这是说这个人回头觉悟了。 我们再看底下经文。 耳语之言, 多灾迷人, 自今以后, 物履是道。 此路路者, 促难得出, 负损性命。 是迷路人, 一生感重。 这叫他回头, 看到他回头了, 再警测他, 警告他, 从今以后不可以再犯, 一定要延迟戒律。 我们戒律不说得很高, 很高没有用做不到, 最低的, 最起码的五戒十善。 观经, 里面告诉我们的敬业三福, 最低限度, 效仰父母, 奉仕师长, 此心不杀, 修食善业, 最低限度。 这是你离恶道, 再修好道, 那就, 受持三规, 具足仲介, 不犯威仪, 乃至于, 发菩提心。 身性因果, 独诵大臣, 劝尽行者, 行菩萨道。 从恶道里面回过头来转道菩萨道, 这就是好道, 这样你就能得了。 要时时刻刻记住菩萨的警惕, 决定不能再走回头路。 此路入者, 这是讲三恶道, 这个道路你要是进去, 你出来就难了。 负损性命, 性命是指法身会命, 严重伤害法身会命。 这个人得到佛菩萨的教会, 觉悟之后对于佛菩萨也非常感激, 也非常尊重, 真能依教奉行。 临别之时, 知识又言。 若见亲之极诸路人, 若男若女。 言于此路多诸独恶, 丧失性命。 无令是众, 自取其死。 经文到这个地方全是比喻。 善知识跟他告别的时候, 又特别嘱咐他, 你明白了, 你回头了, 不错, 好。 你还要帮助别人。 你的亲戚, 你的朋友, 知, 是朋友, 你的亲朋好友, 知交好友, 这是你贴近的人。 吉诸路人, 是你不相识的人。 换句话说, 只要见到人走三恶道, 你就应当劝他, 你见到了就应当要劝他。 无论是男是女, 你要告诉他, 这条道路, 多诸独恶, 丧失性命, 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 贪甜吃是最严重的病毒, 六道三图是它变现出来的。 我们人在一生当中 常常有病痛, 人为什么会生病? 就是因为你的心里面 有这三种病毒, 你才会生病。 你心里面没有三毒, 你怎么可能生病? 里面有病毒, 外面则有血染, 名文利养, 五欲六成是血染, 内外结合你怎么会不生病? 病是从这里来的。 如果你的心清净, 心清净身就清净, 境界清净, 怎么会生病? 我们看到此的有不少念佛往生的, 李牧原居士曾经给我们报告过, 许多往生的这些同修都是欲知实质没有生病, 站着走的, 坐着走的。 走得这么潇洒, 这么自在, 什么原因? 里面三毒烦恼断掉, 这是念佛功夫得力了。 念佛把贪甜吃念掉, 把是非人我, 五欲六成念掉, 所以他救的这种殊胜的果报。 这个道理我们要明了, 事实我们看到很多。 现在最重要的是自己, 我们自己能不能把三毒断掉? 能不能将来往生, 像他们一样的自在? 他们能做得到,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要常常想想。 这个事情不在外援, 完全在自己。 这桩事情诸佛菩萨帮不上忙, 佛菩萨帮我们只能做到开示, 经典就是对我们的开示, 为我们说明这些事实真相。 怎样改变心理, 转变境界, 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我们自己要觉悟, 要契入这个境界, 入旧是改变心理, 改变境界, 对现前的利益身心健康。 无令是众, 自取其死, 这是大慈大悲, 看到众生造恶业不能不说, 不能不劝导。 说法劝导也要有缘分, 觉悟的人懂得。 这个缘分有力量的建道场, 这是缘分。 诸位想想看, 如果新加坡没有居士林这个道场, 没有进宗学会这个道场, 我们就没有缘。 还要懂得起请, 还要认识善知识, 我们认识请他到这个地方来讲经说法, 教我们修行, 总得要有人请, 没有人请, 善知识自己不会来。 释迦牟尼佛是现成佛, 我们世间人没有人认识, 也没有人请他。 在这种状况之下, 释迦牟尼佛只有入班涅盘, 只有走了。 幸亏是近居天人看到, 近居天在第四禅, 五步海天那里面的人看到, 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是现成道, 他们下来带我们起请。 这个地方, 无令示众, 自取其死, 就是劝导我们要带这些迷人起请, 请法。 现在请法的方式多,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高科技的传播。 在过去真的是非常困难, 讲经场地有限, 容纳大众数量也有限。 而且在三、四十年前, 连扩音设备都非常简陋, 实在是不容易。 现在我们利用高科技, 方便太多了。 尤其是我们利用网络, 我们眼看21世纪决定是进入网络的时代, 这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将来电脑我相信, 比我们现在手上用的这本书还薄还小, 可能小型的电脑就装在你的小口袋里面, 你可以利用这个设备能够收听全世界的资讯, 必然的趋势。 这是将来每个人都离不开的, 是你生活当中的必需品, 所以现代人不能不学电脑, 不能没有电脑的知识。 我们利用这个传播, 讲经的现场大小就无所谓, 听众多少也不要紧, 我们同步就传播到全世界, 任何地方你按一下按钮, 你就能够收听得到。 再过几天, 我们这个画面也出去了, 跟你在电视上看到没有两样。 所以网路传播这个趋势, 我们相信将来一定代替电视, 电视的成本太高, 决定是取而代之, 电视会被逃权掉。 我们现在是做这个工作好做, 我们把网址告诉他就行了, 就把佛法介绍给他。 说明佛法的好处, 佛法的利益, 让他回家去按照这个网址, 把这个资讯找出来。 不像从前要费许许多多事情, 非常不方便, 现在做红法力生工作, 方便太多了。 可是自己一定要认真修学, 要做一个好样子给人看。 否则的话你介绍给他, 佛法既然这么好, 你自己为什么不修? 人家的信心就丧失掉了。 你自己一定要真修, 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好样子, 让人看到你之后生仰慕之心, 生欢喜心, 他才会相信, 这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要把佛法介绍给别人, 先要把佛法的形象做好, 把招牌做好, 漂亮美丽的包装人家看到就欢喜, 这很要紧的一桩事情。 那就是自己一定要依教修行, 一定要在修行当中得到成果, 我们介绍给别人, 人家才肯相信。 我们确实从独恶理念回过头来, 得到真正的善力, 让他明显地觉察到, 他才肯相信, 他也能够回头, 我们才能收到效果。 再看下面经文, 这是法和, 把前面的比喻和到菩萨教学上来讲。 世故的藏菩萨具大慈悲, 就把罪苦众生, 生人天中令寿妙月。 是诸最重, 之夜道苦, 托得出离, 永不再厉。 在, 我们现在不写这个字, 古时候, 在, 跟现在我们讲再来的, 在, 是同一个因也同一个意思。 这是说到本文上, 的藏菩萨大慈大悲, 在六道三土里面就把这些最苦众生, 从恶道里面出来到人天中, 人天当中的乐, 比起三恶道那就真的是妙月了。 我们今天的人生, 在人间受的是苦, 是真苦。 尤其是现代的社会,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 我们所感触到一年比一年苦。 古时候社会, 确实我们今天要是细细做个比较, 那个时候的人所享受是寿妙月。 古时候人口没有现在这么多, 清朝末年, 清末明初那个时候中国人口统计是四万万人, 四亿, 现在是十三亿。 人口少社会单纯, 风俗纯厚, 人心厚道, 那一种社会却确实实是很, 很值得留恋的。 现在是什么社会? 现在这个社会, 如果是个明白人, 在这个社会里毫无留恋。 却确实实是是出世间圣贤所说的大乱之事, 天下大乱, 完全脱离了轨道。 人是脱离轨道, 轨道就是伦常道德, 是人是的轨道。 人脱离了长道, 地球也就不正常, 我们居住的环境灾变异常。 现在大家非常明显感触到的是, 气候不一样, 不正常。 根据历来的记载, 就非常明显地看出, 整个世界气候变化, 产生了重大的变化。 主要为晓得这个变化影响太大了, 影响我们的生活, 影响农耕, 影响农耕就是影响农作物的生产, 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衣食住行, 所以你才晓得这叫大乱之事。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 古人所说的一句话, 不读圣贤书之过, 道理就在此地。 圣贤是教育, 说到最后归根结底教育彻底失败, 造成今天大乱的现象, 我们的生活苦不堪言。 今天你自己受到五欲六成, 享受五欲六成之乐, 这种乐是什么? 这种乐时实在在讲就好比吸毒, 不是真乐, 后果不堪设想。 诸位冷静想想我的话, 你就明了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德藏菩萨本愿经, 第三十卷, 新加坡静宗学会录影是当明, 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请先开经本, 苛著, 卷中第一百一十面。 前面经文说了一个比喻, 比喻比较浅显, 比较好懂, 向下的经文这是法和, 来和这一段比喻来说。 请看经文, 在第一行。 世故的藏菩萨具大慈悲, 就拔罪苦众生, 生人天中令寿妙月。 世诸最重, 知业道苦, 脱得出离, 永不在立。 这一段文非常值得我们警惕。 菩萨在三恶道劝导这一切恶道的众生, 让他们觉悟, 让他们忏悔, 让他们回头。 凡是在恶道里面, 能生一念真实忏悔心, 都能够立刻脱离恶道, 这些事情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很多很多。 有许多同修看到之后不能深信, 以为一生当中造了许许多多的罪业, 堕在恶道里面尤其是不容易脱离, 这经上讲的是堕落恶道很难脱离。 为什么一念真诚忏悔, 他就那么容易出来? 实实在在讲就是恶业众生, 那一点一念真诚忏悔的心, 很不容易生起来, 道理在此地。 他能够生一念心, 他是真忏悔, 他不是假的, 真回头。 中国古时候谚语常讲, 浪子回头经不换, 他这一回头好人当中的好人, 那多稀有。 问题就是他在恶道里。 我们人道里面, 一念真心回头的人有几个。 人的头脑比三恶道众生的头脑清醒得多。 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法, 使法界越是往上面去头脑越清醒不迷, 越往下面去越迷惑, 越不清醒, 地狱那是到极处, 迷到极处了。 在那个环境当中, 他要生一念清静心, 一念忏悔心, 你就晓得是多么稀有难得。 因此佛才说, 凡入圣, 一念迷永处轮回, 就在这一念之间。 佛菩萨救度众生没有别的, 佛菩萨救度众生没有别的, 就是劝众生一念觉, 他一念觉超生。 超生到什么境界? 那就看他觉的程度。 如果是彻底觉悟, 从地狱就可以成佛, 你相信吗? 我们读, 无量寿经, 相信, 无量寿经, 四十八愿, 能令九法界众生平等成佛, 这是这个法门殊胜, 这个法门功德利益不可思议。 佛如果不能够叫地狱众生立刻成佛, 那佛的智慧能力就值得我们怀疑, 佛还有做不到的事情。 佛是真正能做到, 问题是地狱众生肯不肯合作。 不肯合作, 不肯相信, 不肯依教奉行, 那佛就没有办法了。 这不是佛的能力不够, 是对方有障碍, 有业障。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你就晓得真心可贵。 我们今天在社会上, 你学佛了, 什么叫学佛? 你是真学佛, 你还是假学佛? 真学佛没有别的用真心, 不欺骗自己, 不欺骗众生, 你就用的真心。 如果还是自欺欺人, 你一天念十万身佛号也不管用, 正是古德所说, 喊破喉咙也枉然, 我们踏进念佛堂几个人会的一心, 几个人会高品位的往生, 就看他用的是什么心。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倍九品, 你生到哪一品也看你用的是什么心。 如果你是究竟圆满的真诚心, 你决定生到十报庄严土上品上身。 诸位要知道十报土上品上身, 到那里就做佛, 就成佛了。 所以看你用真心的程度。 真心还有区别? 有, 怎么会没区别? 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位法僧大士, 都是用真心, 真心用的多少不一样。 才用少分, 用一点点真心, 那就是原教初驻菩萨, 再多一点, 那你就二驻菩萨。 所以是究竟圆满的真心, 你就是佛果, 如来果地。 等觉菩萨真心里头还掺杂一品, 这四十一品虚妄的叫无名, 四十一品无名, 它还有一分无名没有断, 它还不圆满。 所以这一桩事情, 完全看我们用真心用几分。 晓得这个道理, 晓得这个事实, 为什么不用圆满的真心? 我们尽管用真诚心待人, 以得报德, 以得报怨, 这是菩萨道。 忘恩负义, 以愿报怨, 这是恶道众生, 在六道里头还不是三善道, 三恶道。 用忘心这就堕恶道, 六道都是恶道, 用真心超凡入圣。 所以我们不管别人用什么心对我们, 他用的是妄心, 甚至于毁谤我, 侮辱我, 陷害我, 我都欢欢喜喜接受, 依旧以真诚心对他。 为什么? 我要做佛, 我要高品位往生, 他不要做佛, 他要搞三恶道。 这就是我平常讲的死身世大, 死了以后使法界摆在面前, 我们选择哪一道? 这个重要。 我选择的是佛菩萨道, 他们依旧还搞六道, 他搞他的, 我走我的。 不能因为他冤枉我们, 他陷害我们, 我们一定要报复, 这个思想, 这种行为, 他搞三恶道, 我也跟他后头也跺三恶道, 这叫愚人。 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教导我们, 这就是经上讲的这两句话, 巨大慈悲, 就拔罪苦众生。 因为他用的心不是真诚心, 妄心里面那个善心也算不错, 他不是恶心是善心, 这一念善念升起, 他能够脱离三恶道, 道仁天中来。 道仁天, 佛菩萨依旧不舍离他, 这叫大慈悲。 佛事门中, 不舍一人, 是不是这个情形? 是。 诸佛菩萨常常照顾我们, 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可是我们自己正向经上讲的比喻, 很容易迷惑, 很容易堕落, 升到仁天, 仁天比三恶道那就快乐多了, 但是在仁天当中享乐, 就又迷了。 所以佛菩萨的照顾, 我们一定要与他合作, 也就是说遇到因缘自己要抓住, 不要轻易地放过, 然后我们在这一生所受的乐, 这乐叫妙月。 妙月, 是在一生受用当中, 依然念念觉而不迷, 这个乐就妙了。 如果在享乐当中迷了, 那就不妙。 毕竟迷得多, 觉得少, 觉得人他真正懂得了, 迷的人没有了。 世间人都以为享受五欲六成, 这叫乐, 在五欲六成里面, 其妄想, 分别, 执着就不乐了。 处处跟别人较量, 别人有的我也有, 别人没有的我也要有, 有了还想超过别人, 这个乐就不妙了。 这个乐对自己精神, 物质都有很大的压力, 这个乐哪里叫妙。 如果我们把中国跟外国做一个比较, 就很明显的觉察。 中国人羡慕外国人, 他们住的房子好, 每一个人都有汽车, 出门都有车, 家庭里面都是电气化, 现代化的家庭, 过得很舒服。 中国人看到很羡慕, 认为我们很落后, 自己感到很难过, 感觉到很苦。 你是看到外表, 你没有深入一层看, 往深入一层看, 中国人快乐, 外国人很苦, 你就看到事实真相。 为什么说外国人苦? 他所有一切享受都是 收账收来的, 银行贷款, 保险公司贷款收来的, 背的一身都是债, 他乐在哪里。 每一天做牛做马 辛辛苦苦工作, 那个钱还账, 他过的是这个日子。 中国人虽然过得粗茶淡饭, 住个小茅棚, 住一个土墙, 盖一点茅草, 没有债, 无债一身轻。 这一种生活外国人做梦都想不到。 中国人放工之后, 下了工, 心情多悠闲, 多自在, 几位老朋友快快乐乐聊天, 吃几粒花生米, 喝一点老酒, 快乐得不得了。 外国人哪有这种享受? 他们放假期间找刺激, 找刺激等于吸毒, 来把他自己生活轻松一下。 永远在紧张, 在负债, 还债, 被债务逼迫, 有什么快乐? 我在美国住了15年, 我觉得美国人没有中国人快乐, 这就是文化不一样, 历史背景不相同。 当然我们也应当要提升生活的品质, 更应当要提升精神生活的品质。 我记得我在受戒的时候, 这是几乎40年前的事情。 我的的戒和上道元老法师, 在戒坛里面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我们印象很深, 这是真的事情不是假的。 他是苏北人, 他小时候出家做小沙迷, 他们地方上有一个乞丐, 这个乞丐的儿子是地方上一个商人, 很有钱的一个商人, 经商发了财。 儿子发财, 父亲在外面要饭, 在外面讨饭, 所以亲戚朋友见到, 没有一个不骂他, 他自己也觉得很难为情, 没面子。 就派了很多人到四处去找, 好不容易把这个老爸爸找回来了。 找回来之后给他换了衣服, 好好的供养, 派了几个人去伺候他, 让老人家想想福。 这个老人很奇怪, 大概在家里住了差不多将近一个月, 趁没有人注意的时候, 他又偷偷地溜走了, 溜到外面他又要饭去了。 以后人家就觉得很奇怪。 你儿子请你回家去享福, 你为什么出来? 他说我回去之后受罪, 等于像被人关在笼子里面, 关在笼子里头, 像小鸟一样被人关到, 天天被人喂他, 这个日子难过。 他说我出去讨饭, 我是身上什么都没有, 到哪里有饭吃, 天天游山玩水, 累了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这个日子快乐无比。 这个人懂得受妙月。 由此可知, 世人天天在家里享受一些物质受用, 那不是妙月, 是俗乐, 俗不堪, 是那种乐, 哪里懂得妙月。 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视线, 三一一波, 他受的是妙月。 人生在世所需要的, 吃饱穿暖了, 够了。 真正懂得生活, 那真的是游览山水, 逍遥自在, 这叫人生, 这叫快乐。 有缘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 帮助社会, 牺牲奉献也是妙月。 不要明, 不要力, 不要权也不要位, 今天讲做义工, 无论在哪个职位统统是做义工, 这里头有真乐, 这里头叫妙月。 佛在经上讲的太多太多, 很可惜我们听了读了依旧不觉悟, 依旧被烦恼缠附。 这个过失是在我们自己, 不能够怨天尤人。 人生很短, 几十年真的弹指之间, 一定要觉悟, 一定要懂得怎样过日子, 怎样生活才是正确的, 佛教导我们就是最正确的。 一定要看破世俗, 要能够脱离世俗, 这就是佛家常讲的超凡入圣, 要能够看破世俗, 超越世俗。 是诸最重, 知夜道苦, 这两句话非常要紧。 本经一开端, 一切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 在五浊二世世现成佛, 知苦乐法。 佛知道什么法是苦的, 什么法是乐的。 我们听了佛的教会, 要知道夜道苦。 夜道是什么? 造业而不觉悟就叫做夜道。 我们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迷而不觉, 邪而不正, 染而不静, 就叫做夜道。 反过来, 我们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能够觉而不迷, 正而不邪, 静而不染, 那叫菩萨道, 那就是佛道。 佛道跟夜道在世上没有差别, 差别就在念头上, 一念觉就是佛菩萨, 一念弥就是夜道苦。 怎么样才能够, 脱得出离? 脱, 是脱离二道。 不但脱离三恶道, 六道都脱离了。 什么时候脱离? 现在脱离了。 现在怎么个脱离? 心里面于一切法中不分别, 不执着就脱离了。 脱离不是说离开这个环境,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你逃避这个世间, 那个错误, 即世间出世间。 我们在吃饭, 吃饭脱离了, 世间人吃饭, 对于饮食分别执着, 那是染, 那是迷。 过的是迷血染的生活, 吃饭还是与迷血染相应, 这就是搞六道, 这就是搞三恶道, 这夜道苦。 吃饭怎么出离?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什么都好吃, 但有淡的滋味, 咸有咸的滋味,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吃饭里面脱离六道, 穿衣里面, 就是日常生活点点滴滴, 跟大家过的生活没有两样, 一个是过六道的生活, 一个是出离的生活, 一个是有分别执着, 一个是没有分别执着, 一个心不清净, 一个心极清净。 能够永远保持清净心, 永远不身分别执着, 那就, 永不再厉, 你不会走回头路了, 你永远出离恶道, 六道都是恶道, 再给诸位说, 使法界也是恶道。 佛菩萨给我们的教会, 我们真的听清楚, 真的听明白, 为什么不干。 我们再看底下经文。 如迷路人, 误入险道。 这个和前面的比喻, 好像你走路, 你迷失了方向。 误入险道, 路途当中有一些狮子, 豺狼虎豹, 毒蛇猛兽, 很危险。 欲善之士, 引接令出, 永不复入。 这是你遇到一个好人, 他对于途径里种种危险很清楚, 劝你不要走这一条路。 你懂的, 你明白, 你可以换一个方向走另外一条路, 不必去冒险。 你明白之后, 看到别人误入恶道, 你也要劝他。 逢见他人, 赋劝末入。 这就是辗转教化。 自言因是迷顾, 的解脱境, 更不复入。 告诉别人, 你现在想走这条路, 我过去曾经迷失, 悟走这个道路, 遇到一个善之士, 他劝导我, 我回头了。 帮助别人回头, 从哪里回头? 从妄想, 分别, 执着回头, 从是非人我, 贪甜吃慢回头, 这是恶道。 我们遇到佛菩萨这善之士, 佛菩萨给我们说这些道理, 我们觉悟, 所说这些事相, 我们也观察清楚, 我们再不走回头路。 一切时, 一切处, 对人, 对事, 对物决定不再迷惑, 不再迷惑就不再起心动念, 不再分别执着, 你就觉悟了。 你还起心动念, 还分别执着, 那你就又错误了, 你又误入恶道。 这里面的境界及其维系, 又怕大家听了产生误会。 这样子是不是世间一切人, 一切事都不管。 我没有叫你不管, 我没有叫你不做, 只是叫你不起分别, 不起执着, 不是叫你不吃饭, 饭还照吃, 一天三餐一餐没少掉。 佛叫我们吃饭不要分别, 不要挑剔, 哪里叫你不吃饭? 对于社会, 对于一切众生, 菩萨大慈大悲, 随类化身, 随机说法, 诸佛菩萨忙得不亦乐乎。 他不是不做, 他什么都做, 是现在各行各业, 我们在, 华严经, 上看到, 任何一个行业都做出最好的成绩, 给一切大众做榜样, 他哪里不做? 可见得他真做。 世上做得那么圆满, 心里头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我们世间人做了鞠躬骄傲, 我做了这么多好事, 我对社会, 对众生有这么多的贡献。 这就被染污, 你就出不了六道, 做再多的好事情, 六道里面享福, 那个福不是妙月。 诸佛菩萨是现做再多的好事, 自己心里头连痕迹都不沾, 所谓是, 做而无做, 无做而做, 那叫妙。 做事我们尽心尽力去做, 无做事心地清净, 决定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个意思一定要搞清楚, 要搞明白, 才不至于产生误会。 所做的为一切众生, 我们决定尽心尽力, 做成功众生有福, 不是我有功, 我有什么功。 做不成功, 众生福的因缘不成熟, 我也没有过。 所以自行化它, 都是随缘而不攀缘, 攀缘是什么? 这像旧攀缘, 离乡旧是随缘, 有妄想, 分别, 执着旧是攀缘, 离妄想, 分别, 执着旧是随缘。 这些理事一定要搞清楚, 搞明白, 才不至于产生误会。 再看下面经文。 若在屡见, 由上迷雾, 不觉就曾所落险道, 或致失命, 如堕恶去。 这是和前面比喻, 我们的恶习气太重, 很难克服。 若在屡见, 由上迷雾, 这两句话就是我们的警觉性不够高, 穿衣吃饭又起分别, 又要挑剔。 我们从最小的地方去做, 你每天吃饭, 今天挑这个好吃的, 明天讲究那个, 你要晓得那事业道苦。 贪图口味, 贪图享受, 你在造业, 你没觉悟。 我们在吃饭, 在和掌念供养咒的时候供养佛, 有没有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出去托波, 人家给什么吃什么, 他有没有挑剔, 你今天给我的菜不好吃, 不合我的口味, 佛有没有这么说过? 佛的弟子有没有动过这个念头? 没有。 我们今天样样挑剔, 我们在造业自己都不知道。 喝茶要说什么好茶, 我从来不懂什么好茶, 坏茶, 不知道, 人家送给我的茶叶, 我都转手送人了。 送我什么高贵的东西都是很冤枉, 为什么? 不识货, 不知道贵贱, 有的吃就好, 有的穿就行。 一定要把这些经教落实在生活当中, 从哪里修起? 天天要吃饭, 天天要穿衣, 天天要工作, 就从现实生活上去反省, 从现实生活上回头, 回头试案, 改习气, 改毛病。 不觉就曾所落显道, 这是你自己不觉悟, 过去身中我们都在三恶道经历过, 不仅仅是经历过, 是经历无数次。 我们今天能离开三恶道的人生, 还不是的藏菩萨就拔的吗? 所有一切诸佛菩萨, 是陷道恶鬼, 地狱里面去度众生, 都叫的藏菩萨。 我们将来自己成就了, 看到地狱众生苦, 我们也化身到地狱度化众生, 地狱人也称我们叫的藏菩萨, 的藏菩萨是个通号, 不是一个人的专有名词。 我们现在的人生, 把过去三恶道的苦忘得干干净净。 我们看到三恶道众生有没有起觉悟。 看到畜生, 畜生苦, 我曾经做过畜生, 看到恶鬼, 地狱, 恶鬼, 地狱苦, 我曾经度过地狱, 曾经做过恶鬼, 还想不想再做。 他为什么变畜生? 鱼吃, 为什么堕恶鬼? 贪欲, 为什么堕地狱? 甜慧。 贪甜吃堕三恶道, 我今天心里头常常还起贪甜吃, 你就是, 若再屡见, 你走回头路了。 好不容易离开三恶道才得人生, 得人生还继续不断干三恶道的业, 你人生一失掉的时候, 又回到三恶道去了。 不是跟前面经上讲的一样吗? 才出离恶道, 没有一回二打个转它又回来了。 我们人间跟三恶道时差很大, 一般讲人间一个月是恶鬼道的一天, 其实恶鬼道, 畜生道, 地狱道, 它们每一道里面时差也不同。 地狱里面一天有的是人间几百年, 有的是人间几千年, 差别很大。 我们算时差小一点的, 算一百年, 你从地狱出来的人生, 纵然你活上一百岁, 你又造作五逆十恶, 一百岁受命完了, 又回到地狱去, 地狱人看到你的时候, 你才出去一天, 你怎么又回来? 就是这种情形。 把菩萨的教会忘得一干二净。 请看下面经文。 德藏菩萨方便利固, 使令解脱, 生人天中, 炫又再入。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比喻。 炫, 是很快, 才出来马上又回去了。 如果照一般的讲法, 过去李秉南老居士在大专佛学讲座, 给我们说地狱的状况。 他说地狱一天, 是我们人间两千七百年, 地狱的一天, 地狱一天是我们人间两千七百年, 岂不是你到人间纵然活上一百岁, 两百岁, 还不是几分钟又要回去了? 才出来透一口气又回去了。 真的是这种情形, 这是你佛学还相当有根底, 德藏菩萨一劝你, 动了一念善心你出来, 出来之后马上就又迷了。 若夜结重, 永处地狱, 无解脱时。 这是讲你夜很重, 德藏菩萨在那里说你不听, 你不相信。 这么重的业障在地狱里, 地狱的藏菩萨是经常去教化, 你也不认识, 你见到菩萨里也不理。 诸佛菩萨在哪一道教化, 一定是现那一道的同类身才能教化。 不是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不是以这种身, 这种身没有福报的人见不到, 见的是同类身, 同类身就很不容易认识。 我们世间佛菩萨硬化的很多, 古时候多, 现在更多, 为什么说现在更多? 现在众生更苦, 佛菩萨实现必定就更多。 可是实现我们同类身, 不认识。 哪个人是佛? 哪个人是菩萨? 我们怎么知道? 一定要声明佛法, 你对佛理了解的相当透彻, 心地清净, 警觉性高, 逐渐逐渐在周边你就发现, 真的有很多佛菩萨, 时时刻刻在照顾我们。 这些佛菩萨实现得像不一样, 有善, 有恶, 实现的境界有顺境, 有逆境, 无非都是帮助我们觉悟, 帮助我们回头。 顺境里面帮助我们断贪, 断贪爱, 逆境里面帮助我们断甜会, 让我们的心在善恶, 顺逆境界里面, 得清净心, 得平等心。 当我们在顺境里面生贪爱, 逆境里面生甜会, 这就是经上讲的又迷了, 又堕落了, 离开恶道每几天还是要回去。 这是佛在经上也常讲, 只要在六道轮回, 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 三善道的时间短, 一定的道理。 如果你不能够认清环境, 不能够接受教会, 那你就是业障太重, 涌处地狱, 无解脱时。 这是事实真相, 所以堕到地狱寿命无量劫。 再看下面经文。 耳师恶毒鬼王, 和掌恭敬, 白佛言, 世尊。 我等诸鬼王, 其数无量, 在言福提, 或利益人, 或损害人, 各个不同。 然是夜报, 使我眷属, 游行世界, 多恶少善。 前面我们曾经读到, 遇会的这些大鬼王, 本经列明有几十位, 恶毒鬼王, 他是班首, 他是代表, 排名在第一。 佛告诉我们这一些大鬼王, 都是法身大事, 都是诸佛菩萨视线的, 不是真正的鬼王。 真正的恶鬼道, 哪有资格参加释迦牧尼佛这样殊胜的法会? 他是视线鬼王身, 在鬼道里面度众身, 实际上他是菩萨。 像我们佛门里常常放宴口, 宴口台对面一般用一个纸扎一个鬼王, 轻面獠牙, 那个样子很难看, 叫焦面大事。 什么人?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在鬼道里面, 也是视线鬼王的身份, 他要视线人天身份, 就度不了那一类众身, 在鬼道一定要线恶鬼身, 所以这是观音菩萨。 鬼王, 和掌恭敬, 这对佛说, 前面是礼节, 我们也不必细说。 世尊, 对释迦牧尼佛的尊称。 我等鬼王, 其数无量, 在严福提, 在这个世间数量太多太多了, 鬼比人多。 说实在话, 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鬼在居住, 人鬼杂居, 我们的生活是两个不同的空间, 所以可以重叠在一起, 彼此互相没有妨碍, 人住的房子跟鬼住的房子, 可以重叠在一起各不相爱。 我们人的墙壁对他没有障碍, 他可以互相通过, 但是他住的房子, 他不能通过, 就是鬼的房子墙壁, 我们人可以互相走没有障碍, 他有障碍, 这是两种不同的时空, 他重叠在一起。 我们人实在讲有时候常常遇到鬼, 如果我们冷静想一想, 自己一定有遇到鬼的经验, 我们或者在房屋里面, 或者在房屋外面, 突然一阵感觉到不舒服, 寒毛直竖, 那是什么? 那就遇到鬼了。 受到鬼他发出波的影响, 现在科学家讲词场, 我们的磁场跟他的磁场接触, 如果我们磁场力量大就不受干扰, 如果我们比较弱就受他干扰, 受他干扰就觉得一身不舒服。 他会干扰我们, 我们也会干扰他, 我们磁场特别强的时候他避开, 他不会靠近的, 为什么? 靠近他不舒服。 所以佛法当中常常讲, 经上常常讲, 一个修行人真正修行功夫得力, 四十里范围之内这一些恶鬼, 恶神都避开, 为什么? 你磁场太强, 他进来的时候很不舒服, 你的磁场的力量, 能够控制四十里这么大的范围, 他避开。 修行人还碰到鬼, 换句话说, 你的修行功夫太差了, 鬼都欺负你, 都笑话你。 你那个修行功夫是假的不是真的, 表面上做的样, 心里面还是贪甜吃慢, 所以鬼也瞧不起你, 就是这么个道理。 人怕鬼, 鬼更怕人, 其不闻常常说, 人有三分怕鬼, 鬼有七分怕人, 所以很多人常常怕鬼, 那就奇怪。 应当鬼怕你才对, 你怎么能怕鬼? 心地正直, 鬼都回避你三分, 鬼尊敬好人。 心地正直, 清静慈悲, 鬼神都尊敬你, 怎么敢伤害你。 鬼神拥护你那就是利益人, 鬼神来捉弄你那就是损害人, 各个不同。 我们要问鬼神对人到底是利益多, 还是损害多。 这个问题不在他, 在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自己本身要是存好心, 做好事, 利益社会, 利益大众, 鬼神决定对你利益的, 护念你, 拥护你。 如果我们齐心动念, 邪是恶, 所作所为都是损害别人, 损害社会, 只顾自己的利益, 鬼神对你就是损害了。 所以不在对方, 在自己这一方。 他这后面也说得好, 然是夜报, 使我眷属, 游行世界, 多恶少善, 多恶少善, 就说明世间人造恶业的多, 恶与恶交感, 善与善感应。 善恶的标准, 最简单的标准是五戒十善。 下面再举例子说, 这些话都是恶毒鬼王所说。 过人家庭, 或诚意聚落, 庄园房舍。 或有男子女人, 修毛法善事, 乃至玄一番一概, 少香少华, 供养佛像, 及菩萨像。 或转独尊经, 烧香供养一句一计。 这是鬼神所见到人修善, 我们把这一段略略的说说。 鬼神经历人的家庭, 常事, 常常有, 几乎天天都有。 诚意聚落, 这就讲我们都市, 都市里有鬼神, 街道上白天阳气很甚他避开, 凡是鬼神都怕阳光, 所以他们出现都是在阴暗的时候, 在夜晚。 大概到黄昏太阳落山的时候, 这鬼神就出来了, 但是人数很少, 就好像清晨四, 五点钟天刚刚亮的时候, 有些人出去运动少数, 多半还在睡觉还没出来。 什么时候最多? 大概夜晚十点, 十一点, 十二点, 街上都是, 好热闹, 街上都是鬼。 我们人有人的商店有街道, 他有他的街道, 他有他的商店。 上次雷居是在此的跟你们报告, 那真的不是假的, 真人真事, 人鬼杂居。 庄园房舍, 这他所经历的地方, 村庄园林有人居住的房屋这些地方。 他在这地方看到有人在行善, 这是一面善心, 他在做这个事情。 或有男子女人, 修毛法善事, 小善, 在这里做了一点小的善事。 哪些善事? 底下举几个例子, 乃至悬一翻一盖, 翻盖, 的意思前面讲过, 古时候悬翻玄状就是现在讲的宣传佛法, 从前用这个方法来传播讯息, 告诉大众这个地方有奖金, 有法会, 大家知道了, 他愿意的可以来参加, 这是发出讯息。 现在不需要, 现在的资讯发达, 比这些方法更进步, 更殊胜, 更快速。 但是这一些番更改, 对于鬼神还是有用处, 对人他的作用已经没有, 但是对于鬼神还是有用处。 可是诸位要记住, 这是传递讯息。 扫香绍华, 这是表修行, 一炷香, 一瓣花, 还不是一朵, 花瓣一瓣, 表什么? 表修行。 大家都晓得, 香表界定, 花表六度, 它动了一念界定六度的念头, 我们燃香, 公花就产生了真实的利益。 虽然这一念很薄弱, 毛法善事, 但是它真的是一念, 是个善念。 善念很弱, 善念的时间很短, 都值得赞叹, 起一个善念不容易, 平常起的念头都是恶念。 供养佛像, 及菩萨像, 供养, 是瞻礼, 瞻仰, 礼拜。 或者是, 转独尊经, 是你在读经。 烧香供养一句一记, 读经的时候可以烧香, 烧香是供养法宝的。 你在读经的时候有鬼神听, 古人读经的时候烧香常有, 现在人读经烧香已经很少了。 我们只有在供佛的时候烧香, 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已经很少烧香。 可是读经念佛的时候不再念佛堂, 在其他的场合当中, 我们读经念佛有时候会闻到一香, 会闻到一阵香气, 不像我们平常所烧的这些香, 香气很浓, 会有这个状况发生。 这什么事情? 这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有这些天神从这里过, 鬼神从这边过, 他恭敬恭养我们很难觉察。 天神他在这里经过, 他看到了他在那里和掌停一下, 天人身上有香气, 所以你闻到香, 这是很多很多的现象, 许许多多同修都曾经经历过。 我们遇到这个境界也不必生欢喜心, 这很普通的事情, 很平常的事情。 如果你遇到这些事情, 你觉得奇怪, 觉得很不平常, 觉得很欢喜, 就升起供高我慢, 那你就错了, 你就着魔了, 以平常心看待, 那这就是好境界。 再看底下一段经文。 我等鬼王, 敬礼世人。 对于修善的人, 这些鬼都尊敬, 都向你行礼。 如果去, 现在, 未来诸佛。 他对于修善的人, 当然这不是普通的鬼, 普通的鬼没有这个境界, 人起一念善心, 做一点点善事, 就把这时候的人看作诸佛一样看待,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我常讲念佛堂念佛的这些大众, 每个人都是佛, 跟这经上讲的有什么两样? 因为你在念佛堂的时候万元放下, 一心专念阿弥陀佛, 你跟阿弥陀佛相应,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你不是佛谁是佛。 我们今天互持互法的人, 供养的人, 我们是真正在供养诸佛如来, 这个福多大。 你离开念佛堂, 接触一切人事物又起心动念, 那你就回转了, 你又退转了, 这个修行是静静退退的。 不过你现在还没有到三徒去, 你退转了又造三徒业, 三徒报还没现钱, 这还不要紧。 所以在念佛堂, 在讲堂训习的时间越长越好。 我们希望将来弥陀村建立, 念佛堂念佛每天24小时不间断, 现在是做到12个小时, 将来希望做到24小时。 这样的道场, 如果在那里把心安定下来, 住上三年, 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这就是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这个力量大, 三年五载决定成就。 尽宗法门却确实时能令一切最苦众生一生成佛, 这法门是无比的殊胜。 我们都是最苦众生, 我们一生为什么成就不了? 缘不足, 没有机会, 实在说有善根, 有福德, 没有因缘。 今天建立念佛堂, 建立弥陀村, 就是为一切众生建立的度的因缘, 让你善根, 福德, 因缘三个条件统统具足, 你就成就了。 有把握在这一生当中, 往生不退成佛, 这一生就成就了。 所以我们晓得发一念善心, 鬼神都把你当作佛看待, 你是过去, 现在, 未来诸佛, 把你看作三世诸佛。 赤诸小鬼, 各有大力, 及土地分, 便令卫护。 大鬼王看到了派遣小鬼, 小鬼去照顾。 即土地分, 土地, 就是说我们讲的土地公, 派这些小鬼, 派这些土地去卫护, 就是一般所讲的保佑。 他保佑不是保佑人, 是因为你人行善他才保佑。 这个善决定是那一点善心, 那一点善念, 感动鬼神来护卫你。 可是世间人往往错毁了一丝, 希求鬼神保护, 保护他什么? 保护他的贪甜吃, 这就搞错了。 保佑他升官, 保佑他发财, 发了大财, 他再来供养鬼神, 跟鬼神谈条件, 你帮助我发一百万, 我拿一万块钱来供养你。 这就是什么? 贿赂鬼神。 他干坏事, 希望鬼神帮助他, 成就他干坏事, 这样不但不能得到鬼神帮助, 鬼神就来祸害他, 所以鬼神作恶的就很多。 这样敢的是恶鬼恶神, 也可能帮助你发财, 财发了之后叫你一败涂地。 你所感的的不是正神, 是邪神, 邪魅, 是妖魔鬼怪, 正神远离你, 不来卫护你,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的。 你的善事一定是善心, 一定是善念, 差别就在此地。 心地邪恶, 天天拜神, 天天拜菩萨, 都没用处, 决定不相应。 所以一个道场, 道场主持的人, 道场里面大众心不再道, 心里面也是搞明文立养, 贪甜吃慢, 问问这个道场有没有佛菩萨? 没有。 宿的是佛菩萨形象, 佛菩萨根本就不会到这个道场来。 哪些人来? 妖魔鬼怪冒充佛菩萨, 在此的诈骗众生。 你感的的是妖魔鬼怪, 你拜的是妖魔鬼怪, 不是佛菩萨。 这些鬼神保护你, 下面说。 不令恶事恒事, 恶病恒病, 乃至不如一事, 尽于此舍等处, 何况入门。 都在一念真善, 善与善相感应, 你有鬼神保护你。 在佛的戒经当中佛说过, 你能够受持三规, 就有三十六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 你持五戒, 持一条戒就有五位护戒神保护。 保护你, 五戒全持就有二十五位护戒神保护你。 你修实善, 就是此的经上讲, 这些鬼王派遣小鬼, 土地为护你。 我们都受三规一, 也有受五戒, 受菩萨戒, 有没有这些护法神保护。 不见得。 何以说不见得? 你所受的是明子戒, 是行事不是实质。 你受三规, 你有没有规? 有没有依? 如果只是请一个法师给你做个仪式, 实际上你也没有回头, 你也没有依靠, 你还是跟从前一样, 这个没有护法神。 三规, 规是真的回头, 一是从今以后却确实实有了依靠, 要跟你所依的相应, 你才是真正的皈依, 你才能敢的护法神保护你, 不是说做一个行事, 行事没有用处。 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体会得到, 都是在一念真心, 决定不是虚妄。 皈依回头, 从哪里回头? 从弥邪染回头, 要依觉正境, 这是学佛基本的条件, 基本的原则。 皈依佛, 佛是觉的意思, 我们要从迷惑回过头来依觉, 觉而不迷, 对人, 对事, 对物, 一切时, 一切处觉而不迷, 你才叫皈依佛。 这三规你受了一条, 在一切时, 一切处, 我们刚才说过, 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就是迷, 就是不觉, 不起心, 不分别, 不执着, 那是觉, 那是不迷。 我们有没有做到? 做到才叫你真正皈依。 法是正知正见, 佛之佛见, 不是妄想, 妄想是邪之邪见, 从邪之邪见回过头来, 依正知正见, 这叫皈依法。 森是清静的意思, 和和的意思。 不但要六根清静, 而且与一切大众相处的时候, 决定遵守六合静, 别人守不守不关我的事, 我一定要遵守。 你这才叫名副其实的三规, 你才能得三十六位护法神保佑你。 如果形式上做了三规, 依旧是迷而不绝, 邪而不正, 染而不静, 护法神一个都没有。 护法神看你是不是真的皈依? 真的皈依, 没有形式护法神也护持你, 护法神是讲实际不讲形式。 在形式上再有修行, 再有名气的高森大德, 给你做仪式都不管用, 问题是你真正做到, 没有人给你做三规形式也管用。 我当年初学佛的时候, 张家大师是这么告诉我。 张家大师叫我学戒, 做到一条你就真正受了一条, 不再登坛行事, 那没用处的。 他叫我去学戒, 一定要真正做到, 做到一条, 这一条你就真正得了, 你就得到一条戒, 你就敢得护戒神保护你。 行事上受了而不能够去受持, 不能去做, 那是犯两重罪, 一个是你犯的恶作罪, 另外一个犯的是破戒罪, 所以造双重罪。 一定要去做, 认真努力去做,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所以在今日之下, 读诵大臣就非常重要, 观经三福里头所说, 深信因果, 读诵大臣, 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讲太重要了, 决定不能够疏忽。 因为你每天读, 你才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做法, 你不读你怎么知道。 深信因果, 你的警觉心就高, 才真正能做到不迷, 不邪, 不染, 深信因果, 要知道迷邪染必定多恶道。 我们生命太短暂, 几十年一坛只救过去, 何必要造罪业? 何必要招这么苦的果报? 所以你真正相信, 你就不会干这个事情了? 眼前纵然生活苦一点, 也能咬紧牙根忍过去, 没事。 这一点苦算什么? 后来能得大自在, 能得大乐, 眼前贪图这一点小便宜, 后头要受大苦。 所以不了解因果的人, 不相信因果的人, 他敢做, 相信因果的人, 他决定不会做。 鬼王说出他们对于一切善心的人, 做善事的人, 他们是怎样一个心态, 我们在这里明白了。 心善行善, 恶鬼都来拥护你, 都不会伤害你。 佛赞鬼王, 善哉善哉。 佛听了他们的报告非常喜欢, 也赞叹他们。 如等级与闫罗。 闫罗是鬼王最大的, 能如是拥护善男女等。 他们参加刀利天宫这一回, 如来这个法会是真实的法会, 这里面每一个人所说的话, 每一个人所表态, 都是从真诚心里面流露出来的, 决定没有一丝毫虚妄。 所以他们这些表态, 得到佛的赞叹。 佛对他们奖励, 也利益这些鬼王们。 无意告犯王帝是, 令畏忽辱。 这是他的果报, 他能够发心护念这些善人, 佛也奉劝大犯天王, 刀利天主来护卫他们。 这是善友善的果报, 因缘果报丝毫不爽。 我们要深深地明白这个道理, 明了前不行, 要深深地明了, 然后你才知道修善, 修善的好处, 修善的利益, 你也肯去做了。 摆在我们眼前, 现代的人无论是中国, 是外国, 哪一个不爱财, 都被财迷了。 在从前我这一代年轻的时候, 大概在三十岁之前, 对于财色明十岁都看得很淡, 都有一点抱负, 想为国家民族建功利业做一番事, 还有这个念头。 可是现在年轻人, 你去问一问。 发财第一, 怎么样赚钱, 跟我们那个时候的想法完全不相同。 不要说是董事, 二十岁以上董事, 每一个人头脑转怎么赚钱。 他在学校学的功课要学赚钱的行业, 要学这些科目, 将来到社会上一定做赚钱的事业, 没有钱赚不干。 如果你要再仔细观察, 你问问小学生, 一、二年级小学生怎么赚钱。 头一个就要赚钱, 这还得了。 这就是教育彻底失败。 自私自利达到了极处, 社会还能安定吗? 孟夫子所说的上下交真理, 这个国家就危险了。 今天社会确确实实从上到下所看是什么? 力摆在第一, 倒没有, 亦没有, 理也没有。 什么都不要, 就是真理。 每一个人都真理, 不就打得头破血流吗? 现在社会我们在新闻里面看到, 每一个地方暴动抢劫, 干什么? 真理, 真不到就抢。 干些什么? 损人利己之事。 损人利己这句话是错了, 不可以这样说法。 不可以这样说法, 如果大家都这么说, 每一个人都干损人利己。 损人不利己, 损人害己, 我们要把这个话纠正过来。 大家一听损人害己, 他就不干损人的事情。 为什么? 他不害自己。 损人利己没有关系, 多杀几个人不要紧, 我自己发财, 错了。 损人决定不利己, 不利己还在后头, 将来决定堕三恶道。 佛法里面因果事情讲得很透彻, 讲得很清楚, 欠债一定要还钱, 欠命一定要还命, 你杀人将来一定被人杀, 逃不掉。 你多杀一个人, 多杀一个众生, 将来你被他多杀一次。 连极小的动物都不可以杀, 他有生命, 他也有田会心, 你杀他, 将来他有势力的时候, 他一定杀你。 佛说得很好, 因缘相会时, 果报还自受, 你骗别人, 一定会遭遇到别人骗你, 你欺负别人, 一定别人会欺负你, 什么样的因, 一定得什么样的果报。 我们深深明了这个道理, 为什么不做好人? 为什么不多做好事? 做好人, 做好事, 你有好的果报。 什么叫好事? 好事的标准是什么? 一定要读大成经, 你才知道什么事情是好事, 好事的果报是什么。 世间真正的好事是菩萨事业, 我们现在一般讲佛事, 佛事是真正的好事。 但是佛事又怕人误会, 什么叫佛事? 给死人念经, 那叫佛事, 这差到哪里去了? 所以现在说法是非常非常困难, 往往让人家听到就产生了误会。 佛, 这个字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 它的意思是智慧, 是觉悟, 佛事, 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所做的一切事你都是有智慧的, 都有觉悟, 那么所有一切事都叫做佛事。 名词术语我们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们对人, 对事, 对物都依高度的智慧, 用现在的话说, 理智不是感情的, 感情是谜, 理智是觉, 处事待人皆悟我们有理智, 不用感情。 我们的生活以高度的智慧, 这都叫做佛事, 这样的佛事大家喜欢, 大家很乐意, 我们一定要明了。 所以一切心形, 世相之中, 这是佛菩萨的世事最圆满, 最殊胜。 佛菩萨所做的, 跟我们现实的生活没有两样, 就是把念头转变一下, 把弥血染转变成绝正境。 你的生活是佛事, 你的工作是佛事, 你处事待人皆悟样样都是佛事, 佛事的果报无比的殊胜。 真正的幸福美满, 就在过佛菩萨的生活。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德藏菩萨本愿经, 第三十一卷, 新加坡静宗学会录影是当明, 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请先开经本, 科著,卷中, 第118面, 请看经文。 说事与时, 会中有一鬼王, 明曰主命。 白佛言世尊, 我本业缘, 主言福人命, 生时死时, 我皆主之。 在我本愿, 胜欲利益。 自是众生, 不会我义, 致令生死, 聚不得安。 我们先看这一段。 说事与时, 这一句话是成前起后, 前面恶毒鬼王给世尊这一段话说完了的时候, 这时候法会里面又有一位鬼王, 名字叫, 主命。 从名号上我们就能够体会到, 这个鬼王所管的这些事物, 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一切人生死, 专门管这些事情, 所以称之为主命鬼王。 白佛言世尊, 我本业缘, 用现在话来说就是他的职务, 业缘, 现在的意思他的职务, 他所管辖的事物, 是专门管言福人命, 这个人要出生, 要投胎, 他照顾这些事情, 这个人死的时候, 他也照顾他, 我皆主之。 从这个地方看我们就明了, 人从生到死与天地鬼神有密切的关系, 而现在人读这些经文, 都认为这是迷信, 用迷信两个字就把他拒绝排斥开了。 那你还受不受这个鬼王的管辖? 还是受他管辖, 不管你信与不信, 不是说信则有, 不信则无, 那事情倒简单了。 我们仅可以不要相信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就没有, 不相信生死, 生死就没有, 哪有这个道理? 你信他有, 不信他还有。 过去的教育跟现在不一样, 过去的教育多多少少与三世都能够连接下来, 讲过去是, 讲现在是, 也讲未来是, 未来是是讲死后, 人死之后, 过去是我们没有出生以前, 这叫三世。 中国古老的教育, 教育的内容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是教你做人, 了解人与人的关系, 你要不了解你就不会做人。 不会做人这个人间就像经上讲的是显道, 步步都踏向三恶道, 你会做人你就能够避免显道, 你的人生你还能保住人生, 将来再得人生, 一定比现在过得更殊胜, 过得更幸福, 这是教育。 第二个重点是了解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与一切动植物的关系, 与自然生态的关系, 你明了之后, 你才懂得养生之道。 第三个重点是教你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 这个关系要能建立得好, 你的天地鬼神拥护, 你的他们帮助, 如果关系处不好, 处处得罪天地鬼神, 你的麻烦就大了。 诸位要晓得, 天地鬼神不是佛菩萨, 他还是凡夫, 凡夫依旧有七情五欲, 没有离开, 他见到人修缮他生欢喜心, 他赞叹你, 利益你, 看到人作恶他不高兴, 他生甜慧心, 他要找你麻烦, 他要惩罚你。 所以天地鬼神是凡夫, 我们要记住, 六道凡夫。 古老的教育跟佛法的教育, 都懂得这些事实真相。 实在说, 从前人无论是出世法都很重视禅定, 在佛法讲禅定, 世间人虽不讲禅定, 他提倡清心寡欲, 宁静致远。 在日常修养当中都重视清净心, 心地清净到一定的程度, 鬼神生活状况你能够体会到, 你能够见到, 在学佛的人禅定当中常常看到, 所以鬼神决定有。 鬼神与我们的生活关系非常密切, 就跟我们现前世间政府里面组织一样, 国家每一个机构, 每一个设施, 与我们生活都有关系, 这个道理一定要晓得。 现代人, 从科学的眼光来观察, 如果深入一层, 对于佛经所讲的这些事相, 我相信他也能够体会得。 在中国一般所谓的气氛, 我们与大众相处, 你感觉的有气氛, 与大自然界相接触也能够感觉的他的气氛, 外国人叫磁场, 我们中国人叫气氛。 你一接触时候你心里面就有感受, 同在一个地方, 人多的时候跟人少的时候, 气氛又不一样, 白天跟夜晚气氛又不相同, 这些事情往往我们有很明显的感触。 这种感触用现在科学家他们的观察, 他们的说法, 这就是波动的互相接触, 如果波动频率相接近, 我们就感觉的很舒适, 如果彼此波动, 波动动的幅度很大, 很平凡, 我们就感觉的很不自在, 感觉的很不安, 这些理事不难懂。 我们人这个深有波动现象, 心里面思维想象波动更为明显, 一切物相也有波动的现象。 天地鬼神的活动, 跟我们的思想波没有两样, 人死了这世生命结束了, 身世物质, 他的思想没断, 并不随这个身体而消灭。 这一个事实可以说, 一切宗教家都承认, 真正有学问, 有德行的人他也肯定, 人不是说死了一切都完了, 死了一切完了这好办。 不但人死了没有完, 一切物质消失也没有完, 岂不闻科学家所谓, 精神不灭, 物质不灭。 这两句话是真理, 这两句话在佛法里面可以说是, 诸法实相, 真实相。 一切物质的生灭在佛法讲是原具原散, 原具的时候不生, 原散的时候不灭, 物相尚且如此, 何况精神。 所以决定不是迷信, 决定是事实, 许许多多人在一生当中, 与鬼神的接触, 与鬼神的感应都会有很多次, 细细的思量它怎么不存在, 它跟我们自己生活怎么会没有关系。 主命鬼王跟我们的关系尤其密切, 他在此的说的话, 在我本愿, 胜育利益, 利益, 是帮助, 人在出生的时候, 在死亡的时候, 主命鬼王的意思总是想帮助他, 希望他能得安稳。 自是众生, 不会我义, 这一切众生不懂得鬼神的意思, 鬼神是什么意思? 欢喜见到人修善, 厌恶众生造恶, 所以这经上讲, 一念为善都得鬼神拥护, 佛菩萨赞叹, 何况你修的是大善? 众生不懂得天地鬼神的意思, 搞得生死都不得安。 这话是什么意思? 下面这就说明, 何以故? 为什么? 誓言福提人, 出生之时, 不问男女, 或遇生时, 但做善事, 增益舍宅。 自令土地无量欢喜, 拥护子母, 的大安乐利益眷属。 这就说明家里面生了小孩, 在世间讲这事喜事, 后继有人, 中国人重视传宗接代, 后继有人, 所以无不欢喜。 欢喜你应当做好事, 应当懂得做善事, 才能够增益你这一家的光辉。 主管你这个地区的土地功, 土地神, 土地神就像灵场, 里长一样, 中国古时候的宝长, 甲长, 管你这一个村的, 管你这个地区的。 这些鬼神他看到你做善事, 你家里又添小孩欢喜, 拥护子母, 的大安乐, 母子平安, 你的眷属的利益, 鬼神保佑。 再看底下一段, 不懂天地鬼神的意思, 那就造作罪业了。 或已生下, 圣物杀害, 取诸仙位, 攻击产母。 极广巨眷属, 饮酒食肉, 割勒贤管。 能令子母, 不得安乐。 世间人不知道这个厉害, 家里面生小孩举行庆祝, 这一庆祝就杀生, 诸位想一想, 杀生跟这些众生结下冤仇, 你造这些罪业, 这一笔杀生的账, 就寄在这个母子的份上, 为什么? 没有生产小孩大家不杀生, 今天小孩出世就大杀其身来庆祝。 世间人生的时候杀生, 死的时候也杀生, 年年作兽也杀生, 这还得了吗? 这个罪业多重。 不但不能杀生, 经上讲的几个人懂得, 几个人肯做。 取猪鲜味, 供给产母, 生产之后这一般讲进补。 进补的方式很多, 难道非要杀生不可吗? 非要吃肉不可吗? 这个道理只有真正学佛的人, 明了这些事实真相的人, 他知道, 他采取素食。 素食供养产母决定健康, 第一个他心安, 第二个得到诸佛菩萨, 天地鬼神的拥护, 他怎么会不安? 我们平常接触一些同修, 其中有一些叫, 胎理素, 我见过。 在台湾, 我有几个同修就是这个状况, 母亲怀孕的时候吃肉就会土, 一定要吃素, 小孩生下来就吃素, 一直到几十岁都在素食, 身体很健康。 没有说是非吃肉不可, 不吃肉身体就不健康, 哪有这种道理? 杀生造业, 科体里头, 直视误杀, 决定不能杀身。 广剧眷属, 这是亲朋好友到家里来道贺, 道贺免不了饮九十肉, 家庭在富裕里面, 那就有, 哥乐管弦, 现在所谓举行舞会。 在中国大副长者家里面, 这几天还唱戏, 邀请戏班来唱戏, 来庆祝。 这样造法做法, 能令母子, 不得安乐, 为什么? 你们欢乐, 鬼神在旁边看到甜恨, 不会保佑你的, 杀害这些众生, 这些众生将来都要问他讨命的。 如果诸位真正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 所谓是吃他半斤, 将来还要还他八两, 一点便宜都占不到。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了解事实真相, 决定不敢再吃众生肉, 决定不敢再伤害众生, 知道伤害众生就是伤害自己, 给众生找麻烦, 就是给自己惹祸端, 这是违背鬼王跟土地善心。 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 何以故, 是产男时, 有无数恶鬼, 即亡两精魅, 欲食心血。 这是我们凡夫肉眼见不到的, 却确实时有这些恶鬼, 数量很多。 亡两精魅, 他们在干什么? 这就我们常常讲妖鬼, 他们喜欢吃这些东西, 现代所谓医学发达, 生产危险度比过去轻, 我们要问这些状况还有没有? 有, 你要想了解鬼神的情况, 医院里面最多。 我有几个同学学医的, 我们聚会的时候, 他就讲医院里面见这些鬼的事情给我们听, 医生, 护士, 医院里工作人员都相信, 他们是亲眼所见, 亲耳所闻。 尤其是大医院, 历史久的医院鬼更多, 跟经上讲的确实一点都不错。 所以人在生的时候, 死的时候, 这些恶鬼就特别多。 恶鬼里面可以说, 大部分都是冤亲寨住, 说时实在在的话, 他要跟你没有关系, 那连边都沾不上, 凡事能够沾到身的, 跟你过去身中必定有关系。 可是这些恶鬼也有人管辖他, 这些鬼王管他, 管辖他。 土地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 他算是个护法神, 他是来保护我们的, 护卫这个地方的。 是我早令舍宅土地领旨, 和护子母, 使令安乐, 而得利益。 鬼王早就命令这些, 土地、 灵旨, 也是他管辖的这些小鬼, 保护母子平安。 如是之人, 见安乐固, 便和赦福, 达诸土地。 生产的时候母子平安, 应当要答谢鬼神诱护。 怎么样答谢? 修善, 这才是答谢。 翻味杀害, 聚集眷属。 这是错了, 这不是答谢鬼神。 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 引用一个小故事, 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事情, 这段小故事很值得我们参考, 说明鬼神的享用跟我们人间不一样。 他引用的小故事在123面, 小字倒数第二行, 说明不可以用酒肉来供养鬼神。 古时候祭祀鬼神, 虽然说是用酒其实是水, 古里里面称为, 玄酒, 那就是水, 用这个来祭祀天地鬼神, 用素食这才是正确的。 可是我们世间不晓得这个道理, 以为如果不杀身祭祀, 这就好像大不敬, 一定要杀身祭祀。 不知道杀身祭祀是造作很大的罪业, 决定不会得到天地鬼神的保佑, 谚语里头常讲, 上帝有好生之德, 既然他好生, 你怎么可以杀身去祭祀他, 哪有这个道理? 下面这个结论就告诉我们。 以示之故, 犯秧自受, 子母俱损。 因为你在喜庆当中造作这些罪业, 得不到鬼神的保佑, 反而招引许许多多的恶眼恶鬼, 这些精怪上门, 这些东西来了他是作乱的, 他叫母子都得不到安稳。 这种情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 产母情绪不安, 你在看那个婴儿, 仔细观察他时时有惊吓的状态。 你只要仔细去观察, 你能够发现他好像很恐惧, 很害怕, 他虽然不会说话, 不会表情, 你看那个身体的动作就能观察得到。 这一段是讲生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修复, 不可以造罪。 再看底下一段, 又言福提, 灵命中人, 不问善恶, 我欲令是命中之人, 不落恶道。 何况自修善根, 增我利故。 主命鬼王也很慈悲, 不但主命鬼王慈悲, 前面我们读过恶读鬼王也, 也慈悲, 他不愿意看到众身躲三恶道。 实在说他也是时时刻刻留意, 帮助这一些作恶的人, 如何能够免受三恶道之暴, 所以灵中不问这个人生前是作善, 是作恶, 他都是以慈悲心来帮助。 如果这个灵中人, 在生前能够修一点善根, 对他的帮助就更有利, 换句话说, 他帮助你就更有理由了。 誓言伏提, 行善之人, 灵命中时, 亦有百千恶道鬼神, 或便做父母, 乃至诸眷属。 引接亡人, 另落恶道, 何况本造恶者。 这一段经文很重要。 灵命中的人, 我们见过不少, 在病重的时候他会跟旁边的人说, 他看到什么人来了, 所看到这些人, 都是他已经过世的嘉亲眷属, 他看到了。 是不是真的嘉亲眷属? 不是。 而是他的冤家债主, 便献出他嘉亲眷属, 朋友的模样来接引他, 接引过去就来报复他, 来报仇, 这我们要晓得。 因为看到嘉亲眷属, 很容易就跟他走了。 特别是我们念佛祝念, 祝念的时候最要紧的把关就把这个关口, 他一听一说说事, 见到什么人了, 立刻提醒他不要理他, 一定要等阿弥陀佛现前, 你跟阿弥陀佛走。 如果不是阿弥陀佛, 不管什么人现前都一概不理睬, 他真正不理, 那个现象没有多久就没有, 就走了, 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灵终的开示, 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 时时刻刻提醒他, 真正是日夜二十四小时不可以间断。 唯恐我们一间断, 一疏忽, 被这些冤假债主便现家亲眷属带走了, 这事临终住念不能不知道, 所以住念有大利益。 住念的人以真诚清静心, 慈悲心, 念这一句佛号, 住念的人越多越好, 这个磁场殊胜, 可以让这一些恶道鬼神不敢接近, 住念的人少, 住念的人没有诚意, 恶道鬼神就得其便利, 他就趁虚而入, 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 所以有人来问, 万一找不到人住念, 我们用念佛基可不可以? 只能说比没有好一点而已, 最好是能有人去念, 那个不一样。 凡是灵命中时遇到这些状况, 决定都是落三恶道, 如果他生前在造种种恶业, 那就更糟糕了。 得藏菩萨也救不了。 死身是大事, 死了之后往哪一道去, 这非常严肃的问题。 所以人在生病的时候, 恶鬼妖魔来扰乱, 这个经上讲一生一向行善的人都很难避免, 何况造恶的。 善因善果, 恶因恶报, 决定不差, 果报之现前, 那就再原具不具足。 原具足, 果报就现前了。 所以我们送往生, 送往生实在讲帮助一个人做佛, 我们一生当中是行善, 还有什么样的善事, 能够送人去做佛这衣装善事大?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所以在灵为之人, 你能够全心全力去照顾他, 时时刻刻提醒他, 这就是跟着一些无数的恶鬼恶神跟他作战, 一定要能战胜他, 这个王者顺顺利利往生, 得到佛接引。 即使造作五逆十恶的人, 如果遇到这样的增上缘, 他也能往生。 我想诸位看, 净土圣贤路, 往生传, 都知道唐朝张善和的故事。 张善和是个图护杀牛的, 一身杀牛那不知道杀了多少牛, 造多少恶业, 所以灵命中的时候, 他看到很多牛头人来跟他讨命, 这在佛法里面讲地狱相限前, 他叫救命。 远好, 正好有一个出家人从他门口过, 听到里面喊救命, 这个出家人到里面看看什么回事情。 他才说出好多牛头人, 说要命, 所命。 这个出家师傅就给他点了一把箱, 送给他叫他拿在手上, 赶紧念阿弥陀佛。 他为了要救命, 就大声念阿弥陀佛, 念了十几声, 他给人家说, 牛头人不见, 都走了, 阿弥陀佛来了, 他往生了。 你才晓得是造恶业不要紧, 临终那一念玉元殊胜, 张善和运气不错, 遇到善之事, 他要遇不到这个人, 决定剁三恶道, 决定剁地狱。 地狱最受闷之后, 那也要变牛去还命, 你杀一头牛你就要长一次命, 你一生杀多少牛, 你要长多少次命。 杀牛如是, 诸位要晓得。 杀害任何众生都要长命的, 再小的动物还是要长命, 你怎么能免得了? 你杀一只蚊虫, 杀一只蚂蚁都要长命, 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害虫, 它有生命, 它也是众生做了恶事, 投胎落在这一道, 变成这么一个形状。 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 也常常干这些事情, 这一生的人生, 怎么晓得我们人生失掉之后, 的什么样的身形。 所以得到这个身形之后, 可不能骄傲, 可不能仗着这个身形的势力, 去残害一切小动物, 转眼之后你就变成它们的身, 你也会遭受别人来伤害你, 因缘果报, 丝毫不爽。 在看底下这段经文, 世尊, 如是颜福提男子女人灵命中时, 神时昏昧, 不便善恶, 乃至眼耳, 更无见闻。 这是灵命中的时候, 我们称他为迷留时候的状况, 时间很短。 却确实时他昏昧无知, 他对于家亲眷属往往不认识, 记忆力完全消失了, 这是极其危险的状态, 这时候相当麻烦。 唯有神智清楚的人好帮助, 神智已不清楚, 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一个人在灵中遇到这个状况, 纵然遇到善之事也无可奈何, 这事业障很重, 我们要记住, 地藏经, 的教训, 他完全要依靠别人帮助了。 现在还有一些人命还没终, 福报还没响尽, 现代人所说的老人痴呆症, 就是这个状况。 这里面就是他还不是灵命中时, 神时昏昧, 不便善恶, 乃至眼耳, 更无见闻, 这痴呆症, 老人痴呆症。 看他的福报, 福报要大, 可能在这种状况里面十年, 八年, 他有一口气在, 他还会呼吸, 但是人是不省, 家里面最欢喜的人, 最疼爱的人都不认识, 每一天24小时处在昏迷的状态。 这种人可怜,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死了之后一定是被业力牵引, 不会再好到, 决定堕恶到。 我们有没有能力保证自己, 将来不会有这种现象。 谁也不敢保证。 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状况, 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心, 佛在此地教给我们方法, 我们要记住。 是猪眷属, 当须设大公养, 转独尊经, 念佛菩萨名号。 如是善缘, 能令王者, 离猪恶到, 猪魔鬼神, 西皆退散。 这里头关键就是, 大公养, 家亲眷属肯不肯做。 有许多的老人痴呆症的, 实在讲都是大富长者, 富贵人家, 他的家亲眷属忙到去争财产, 谁还给他做大公养。 死活没有人问, 想尽方法去夺财产, 这个人就可怜, 就到三恶道去了。 家亲眷属如果真的是个聪明人, 名里的人想救他, 那就要把他所有的财产拿出来修大公养, 像前面所讲的婆罗门女, 光木女, 为救母亲把自己的房地产统统卖掉之后来做公养, 今天这个世间到哪里找孝顺儿孙? 你要找不到, 又找不到一个可靠朋友信托, 危险。 危险到极处, 那怎么办? 不如现在就修大公养, 经上讲你活的时候修, 纷纷利益你自己的, 你才能避免晚年的这样的病苦, 现在要觉悟要真觉悟, 儿女靠不住, 朋友也靠不住, 什么样亲人到后感她都会变卦, 没有可靠的, 真正靠得住的自己。 趁着自己还在健康的时候, 明了事实真相, 我们要认真去修大公养, 全心全力的公养。 公养要怎么各修法, 这要有智慧, 要清静善知识。 修行无论是显教密教, 宗门教下, 在家出家, 第一先觉条件要明理, 对于佛所讲的宇宙人生的大道理, 不能不明白, 实法界依正庄严的现象不能不清楚, 你明白清楚了, 你就晓得大公养应该怎样修。 如果在我们现前具体而言, 它的基本的原理原则, 如何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 这个公养就大了, 如何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了。 离苦是离三恶道, 离六道轮回, 离十法界, 这是离苦, 得乐, 真正之乐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诸位你就能明白, 今天居是灵, 静宗学会是修大公养, 每一天有两个小时奖金, 这是大公养, 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 念佛堂现在每天十二个小时念佛, 帮助人离苦得乐, 这是大公养。 礼居是发心希望能做一个长远的大公养建弥陀村, 收容十方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的人, 给他具足念佛的条件, 这是大公养。 其余的这一切善事, 我们见到了不能不做, 也要全心全力去做, 也是属于大公养。 如同目前国内的这些灾难, 长江的泛滥, 东北嫩江, 松花江的泛滥, 造成极重的灾害, 我们听到了, 我们全心全力的修公养来救灾。 不能说这个公养大概是小公养, 不是的, 这个公养也是大公养。 佛家常讲, 佛不度无缘之人, 佛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首先要不失结缘。 我们跟着一切众生结了法缘, 结了善缘, 将来因缘成熟, 他就很欢喜接受佛法, 所以才不失是佛度众生的先觉条件。 佛的四设法第一条就是不失, 其次爱与, 例行, 同事, 舍财修福, 只要肯舍, 财富源源不断而来, 所以才决定不能够另习, 有才要懂得失。 欢喜不失, 这个人就有福了, 这个人决定不会缺乏财富, 越失越多, 越多要越失。 最近这一年东南亚经济萧条, 人民生活困苦, 收入大幅度的减少, 房地产跌了一倍都不止, 我们出门看到许许多多建筑都停工, 房屋卖不出去。 可是我们在看看居士灵, 居士灵的收入也受影响, 信徒们收入少了, 捐助相对的也减少。 可是我们从, 华严经, 开讲以来, 这个念佛堂开办, 现在李牧原居士告诉我, 不但我们的收入比过去没有减少, 还有增加, 居士灵兴旺的现象, 许多人告诉我, 这是过去所没有见到的。 为什么? 不失, 越失越多, 佛在经上讲的这些话, 我们在这个地方亲眼看见了。 你失财, 财源源不断而来, 你失法, 你决定增长聪明智慧, 你失无畏, 一定得健康长寿。 整个佛法要把它归纳起来, 就是一个, 不失。 不失里头, 财不失, 法不失, 无畏不失, 我们所希望的的财富, 得聪明, 得健康长寿, 你不修阴, 你怎么会得果报? 你只要肯修阴, 决定的善果, 这正是佛家所讲, 佛是门中有求必应。 我深深希望, 全世界各个地区念佛的同修们, 希望大家到此的来参学, 佛在经上所说的, 我在讲堂上所讲的, 讲不清楚, 讲不明白, 你听了很难体会, 必须到此的来亲身经历, 你才体会得到, 佛法的教训真实不虚, 才能够增长你的信心, 增长你的愿心, 使你充分相信, 依教奉行, 你的前途是一片光明。 遇到再大的艰难, 再大的灾难, 你能够很安稳地度过, 你决定不会失去清静自在, 这是我们学佛现前所得到的利益。 现前能得这样殊胜的利益, 往后的利益更是无量无边。 现前佛家常讲花报, 将来是果报, 果报必定往生极乐世界, 那是无比的殊胜。 所以大公养要懂得, 要赶紧修, 不能迟缓, 机会失掉之后再遇到不容易, 真正有智慧, 有福德的人, 没有别的, 他能够明了机会, 能够抓住机会, 成就他无量无边的智慧福德。 转读尊经, 这就是读诵大臣, 天天要读才不至于迷惑, 才不至于为外面境界所动摇。 读经就是听佛菩萨教会, 念佛菩萨名号, 这就是持明念佛。 修行里面最殊胜, 最稳当, 最快速, 最有效果的一个方法,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一心称念, 阿弥陀佛。 你要懂得一心称念, 你就得清净心, 清净心生智慧, 心不清净就生烦恼, 烦恼就造作恶业, 心清净生智慧, 智慧才造一切善业。 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提示几种方法, 这几种理念的境界都非常广大, 如是善缘, 能令王者, 离诸恶道, 修这么大的福报, 这是修福。 前面经上讲过, 帮他修福他的这些眷属们, 所得的功得七分之六, 王者只得七分之一。 却确实实能够帮助他离恶道, 为什么? 他临终神至昏昧, 不省人事, 决定堕恶道。 这时候我们讲住念, 住念帮不上忙, 住念必须要神智清醒, 那是可以往生。 这种情形之下住念都帮不上忙, 他不省人事, 你帮他住念, 他也不会跟到你念佛, 他也不知道佛是什么, 这是非常可怜的时候, 死了之后往哪一道, 这是关键的时刻。 如果他的家亲眷属要没有慈悲心, 没有智慧, 那他就非常可怜。 家亲眷属真正能孝顺, 能慈悲, 能够明理, 一定要这样子做, 他可以脱离恶道, 可以生三善道。 临终这一些冤亲债主, 这些鬼神, 因为他有这么大的福, 这些鬼神暂时也不来干扰他, 也只退避。 但是虽是退避, 并不就是了事, 没了事, 他等待下一次机会, 等待你什么时候, 你在糊涂没人帮忙的时候, 他就又来了。 所以诸位要晓得, 跟一切众生结的冤眉完没了, 谁肯轻易饶过你。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决定不跟一切众生结冤仇。 我们在世间遇到有一些人, 对我们印象很不好, 看不顺眼的, 过去的冤家, 他恶意的毁谤, 甚至于陷害, 我们要如何来对待。 要以真诚恭敬来对待, 我们要以忏悔心来对待, 决定不能有一念抱负的心理。 你有一念抱负的心理, 这个节节的更牢, 深深世世抱来抱去, 没完没了。 不如完全接受毫无怨言, 对这些恶人不但没有恶意, 我们还有敬意, 这个节化解了, 这笔账销了, 一笔勾销, 好事。 印光大师在文超里教给我们, 做还债想, 事情就没有了。 不跟任何人结冤仇, 我们要学着以德报德, 以德抱怨, 我们在菩提道上就减少许许多多的障碍, 即使我们在世间从事种种事业, 也会减少一些阻碍, 你成功的机会就多了。 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要知道怎么去做人。 再看下面经文, 世尊, 一切众生灵命忠实, 若得闻一佛名, 一菩萨名, 或大臣经典, 一句一记, 我官如是被人, 处五无见杀害之罪, 小小恶业, 和堕恶趣者, 寻即解脱。 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修善之可贵, 即使小善都难得, 何况是大善。 关键的时候, 在灵命忠的时候, 灵命忠若得闻一佛名, 一菩萨名, 这一定要灵忠的人神智很清楚, 这才能办得到。 灵命忠的时候神智清楚,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如果有善知识在旁边帮助他, 我们可以肯定, 他决定不会堕三恶道。 诸位要晓得, 堕三恶道的人都是糊里糊涂去的, 哪有一个人很清楚, 很明白的人去做恶鬼, 做畜生, 没这个道理的。 我们要想着灵中之人清醒的状态少, 不多见, 十之八九都是人事不省, 糊里糊涂, 你说这个多可怕。 凡是灵中神智清醒的人, 即使造作恶业, 他的心地还是很善, 造作恶业是他无知, 他不知道那是造恶业, 杀身吃肉, 他觉得杀身吃肉是很正常的, 他没有感觉的那是恶业, 可是这个人心地还是闷好的, 这是我们细心观察, 面面观察到。 如果这个人心不善, 常常想害人, 夺取别人的财物, 竟干这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 这样的人灵命忠实, 多半都是迷惑颠倒。 一身仗是欺人, 甚至老年的时候患痴呆症, 记忆力完全消失, 人事不省, 一口气不断, 这样躺在床上十年。 八年, 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很多, 所以修缮就非常重要了。 这一段我们要记住, 注念理论上的依据, 人在临终的时候, 如果我们遇到, 我们怎样去帮助他, 临终的时候, 关键的时刻时间很短, 要有最有效果的方法。 无论他一生学佛, 或者不学佛, 甚至于反对佛的, 毁谤佛的都不在乎, 灵命忠实他重病躺在床上, 他做不了主, 我们做主, 我们念阿弥陀佛让他听, 不听他也要听, 给他种善根。 而且要劝导他, 绝大多数在临终的时候, 一生不信佛, 到临终也许他会相信, 这时候提醒他, 告诉他念佛的好处。 他在这个时候能够听到, 一菩萨名, 一佛名, 这时候以佛菩萨名号是最有利益。 大臣经典, 一句一计, 一句一计, 就不必去找哪个经, 这关键的时候放下万元, 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无论什么境界现前, 你要是给他一句经文,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概都不要理他, 斩钉截铁地告诉他, 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 才是真正帮助他。 纵然他一生当中造极重的罪业, 因为这个善缘, 他那个罪业, 罪报不会现前。 所以鬼王说, 我官如是被人, 除五无见杀害之罪, 这个罪没有法子, 为什么? 这个罪太重了, 五无见是杀父亲, 杀母亲, 杀阿罗汉, 出佛生血, 破合合森, 这个罪太重了。 他说除五无见杀害罪, 鬼王帮不上忙。 但是我们清楚, 即使造作五无见罪业, 灵中如果神智清楚, 能够忏悔念佛还是能往生, 经上有例子。 观无量寿佛经, 告诉我们, 阿蛇世王他就是造作五无见杀害之罪, 他在灵命中时忏悔, 念佛也往生,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他往生的品位很高, 尚品终身。 所以我们对于造罪业的人也不敢轻视他, 说不定他往生品位还比我们高, 不可以轻视。 只要在没有死之前都有救, 到最后临终一口气没断还有救, 那一口气断了就没法子, 那就没救了。 向前面蒋家清卷署给他修大布施, 也只能度他, 最高最高的能度他到刀利天, 他不能往生, 不能出三界。 一口气没断的时候, 可以帮助他往生, 劝他真正相信, 真正忏悔, 真正念佛求愿往生, 没有一个不得度的, 所以尽宗法门不可思议。 一身造小小的恶业, 和堕恶趣者, 堕畜生, 堕恶鬼, 堕小地狱的, 这些罪业拟修这些善的时候, 寻即解脱, 寻, 是时间很短。 所以闻佛明的功德, 不可思议, 这是念佛家常讲, 佛号功德, 不可思议。 请看下文, 佛告主命鬼王, 汝大慈故, 能发如是大愿, 于生死中, 护诸众生。 这是佛对主命鬼王的赞叹。 大慈, 跟佛大慈悲, 护念一切众生没有两样, 他又有这么大的一个愿望, 在生死当中护念一切众生, 跟菩萨的悲愿没有两样。 所以这些鬼王都是菩萨化现在其中, 在这一道里面印以鬼王身的度者, 极限鬼王身而未说法, 却确实实他们不是凡人。 若未来世中, 有男子女人, 置身死时, 辱莫退世愿, 总令解脱, 永得安乐。 这几句话是释迦牟尼佛劝勉他, 劝他慈悲宏愿不要退心, 这劝勉的话非常重要。 因为越是在末法, 众生造的恶业越多, 造罪业越深越重越广, 这种状况, 唯恐鬼神看了退心, 所以这个嘱咐叮咛非常重要。 我们读经明了这些状况也要发愿, 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 这样做法也就间接帮助这些鬼王身欢喜心, 坚定他们的信愿, 不至于退心。 众生虽然造的恶业很多, 还有一些人行善, 糊涂人虽然多, 但是还有一些明白人, 这个对于鬼王是一种安慰。 请看经文。 鬼王白佛言, 愿不有虑, 我必是行, 念念拥护言福众生, 生时死时, 聚得安乐。 鬼王是菩萨视线, 不是凡夫, 他是发愿来度众生的。 听了释迦牟尼佛对他赞叹劝勉, 他接受佛的教会, 对佛说请佛不要顾虑, 愿不有虑, 我必是行, 必是行, 就是我们讲的尽行受。 念念拥护言福众生, 他献这个身, 献鬼王的身份从事于这一个事业, 这个事业就是互念世间一切众生生生死事时, 希望在生死关头的时候, 都能够得到安乐。 但愿诸众生, 于生死时, 信受我欲, 无不解脱, 获大利益。 这是主命鬼王对于生死众生的期望, 我们在生死的时候, 要记住鬼王的话, 在这时候一定要断恶修闪。 真正明白了, 在生之时要懂得修大公养, 大布施, 这个鬼王就生大欢喜心, 全心全力地拥护你, 你决定不会堕三恶道。 诸解里面青莲法师引经来说明, 他这里引了三段, 三段意思都好。 第一段, 世纪经, 里面佛说, 一切男子女人, 初始生时, 皆有鬼神, 随逐拥护。 若其死时, 比守护鬼, 设其精气, 其人则死。 故, 因为这个缘故, 主命鬼王, 愿人生时死时, 圣物杀害, 应修善缘, 这个要紧, 决定不是迷信。 第二段影, 大吉经, 云, 若修辞者, 当舍生命时, 舍生命就是临终的时候, 见十方佛, 守摩其顶, 蒙守处固, 心安快乐, 寻得往生清净佛土, 这是临终念佛。 在生的时候有慈悲心, 慈悲心就是能舍, 欢喜不失供养, 福慧双修, 临终见佛。 末后引用莲池大师一段开示, 话虽然只有两句, 很要紧, 故云期有记先不宜杀身, 以滋名符, 这一句话是莲池大师说的。 记四仙人, 记四祖先不可以杀身, 你记四仙人, 记四祖先杀身, 杀身的杀业这个杖算在祖先的头上, 为什么? 为他杀的, 不记四就不杀了, 为他杀的, 所以这个罪你加重祖先的罪业, 这叫大不小。 可是这个杀业跟前面功德一样, 你不要以为我记四祖先, 这个杀业他悲了, 我没有事情, 你就错了。 这个杀业七分, 你杀身的人六分, 祖先只一分, 同样一个道理。 你要晓得你就嫁祸于人, 他没有叫你杀, 你为他杀, 所以这个杀业责任, 自己还要承担六分, 祖先只承担一分, 存亡都不利。 连池大师也是再来人, 他知道这些事实真相。 我们在看下面这一段经文, 课题上, 如来发本, 就说明这个事实真相。 而是佛告的藏菩萨。 告的藏菩萨, 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大家, 是大鬼王主命者。 这个主命鬼王, 已曾经百千生, 做大鬼王。 于生死中, 拥护众生。 这鬼王慈悲到了极处。 是大事, 慈悲愿故, 献大鬼身, 实非鬼也。 他是菩萨, 法身大事, 他并不是真的是鬼, 真正的鬼哪有这么好心。 菩萨是献鬼身, 来主持一切众生生时死时之事, 我们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 青莲大师在《注解》里面, 一百三十一面第一行从当中, 他说一个故事, 他说, 习生公说法虎丘, 这是道生法师, 我想你们都很熟悉, 很多人从苏州来都看过虎丘, 生公说法, 玩时点头, 大家都会去看看这些古迹。 他说生公有一次说法, 看到一个鬼, 一个鬼献身天天来听法。 生公就跟他讲, 你现在是鬼, 为什么不投身道人道来? 生公劝这个鬼投身道人道来。 鬼答复他, 鬼以施答复他, 做鬼精精五百秋, 说明他做鬼现在做了五百年, 也无烦恼也无仇, 他做鬼做的没有烦恼没有仇, 生公劝我为人去, 指控为人不到头, 他还是做鬼好, 鬼听精他也开悟。 所以主命鬼王, 这是阎罗天子里面的大鬼王, 大鬼王管人生死大事, 这是菩萨化身来, 不是鬼。 后面佛还有一段话, 我们把它念过去。 却后过一百七十节当的成佛, 好约无相如来, 结明安乐, 世界明尽住。 其佛寿命不可继绝。 这是佛在此的寿迹, 说明主命大鬼王将来以后他成佛, 他现在是以鬼王的身份在行菩萨道, 在修六度法, 在行菩萨道。 所以行菩萨道各种不同的身份, 各种不同的行业, 就在你现前生活当中, 现前工作当中去修学, 这主命鬼王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好, 今天就讲到此地。 德藏菩萨本愿经, 第三十二卷, 新加坡进宗学会录影是当明, 十四年十二月三日尔。 请先开经本, 科著, 卷中一百三十一面, 请看经文。 却后过一百七十节当的成佛, 浩曰无相如来。 结明安乐, 世界明尽住。 其佛寿命, 不可继绝。 这世世尊为我们说出, 主命鬼王他已经在很长时间里面, 以大鬼王的身份来帮助一些苦难的众生。 前面所说是说他修因, 修善因一定会感得善的果报, 佛为我们说出往后一百七十节的时候, 他就是现成佛, 佛的名号叫, 无相如来。 那个时代, 这个时代也有名号, 像我们释迦牟尼佛出现这个时代, 这个节的名字称为, 贤节。 他那个时代叫, 安乐, 从名字上来看, 佛出世那个时代非常美好。 而世界的名称, 我们这个世界现在叫娑婆, 娑婆是范语, 意思是, 勘忍, 这个世间的人很苦, 他能够忍受得了, 勘忍世界。 无相如来将来他的世界叫, 敬住, 我们看到, 敬住, 两个字, 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就非常接近, 而寿命也是属于无量寿。 世尊祖的这一段的开示, 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示, 前面跟诸位报告过, 恶道里面的许多鬼王, 都是诸佛如来印画在其中, 也有许多法身大事在这里面修行。 正是, 法华经谱门品, 里面所说, 应以什么身的度, 他就献什么身, 而献身说法必定与这些众身缘分成熟了, 佛家常说, 佛不度无缘之人。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 不仅是这一世, 过去累劫以来, 我们与一切众生是不可以不结缘, 缘有善缘, 有恶缘, 有染缘, 有禁缘, 如果在佛法里面还有法缘, 统统都是缘, 有缘这才能得度, 没有缘那就度不了, 纵然跟众生结的恶缘也行。 像主命鬼王他们在三恶道献身, 度恶道众生, 那是这些众生恶缘成熟了, 他度在恶道, 菩萨也不舍弃, 也到恶道里面来视线同类身, 去劝导他们回头, 劝导他们断恶修闪。 这种理事我们都要清楚, 都要明白, 知道是一回什么事情, 也明了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做法。 虽然在原则上讲, 只是一个, 缘, 的问题, 我们与一切众生最殊胜的是解法缘, 法缘里面不带烦恼, 所以对自己, 对别人都减少障碍。 缘里面纵然是善缘, 诸位要晓得, 善会变成恶, 咽语里所谓, 乐即深悲, 爱到即处就深甜恨, 诸位要晓得, 恶不会变成善, 恨很难变成爱, 爱变成恨很容易。 所以这个世界极苦的世界, 学佛就学做一个明白人, 明白人我们跟一切众生结敬怨, 清净的缘, 也就是说善恶两边都舍弃。 舍不是事上舍, 是心上舍, 事上善恶遇到了, 总是免不了要接触, 要往来, 这就结一切善恶缘, 心地清净, 一尘不染, 善缘也是禁怨, 恶缘也是禁怨, 要懂得这个道理。 如果在一切境界当中, 无论是物质环境, 人事环境, 如果我们身心, 起心动念有好物, 有取舍, 这个缘就是染缘, 染缘的暴很苦。 如果在一切人事环境接触里面, 自己真做到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善恶境界都是禁怨, 在我们禁宗讲都是禁怨。 禁怨的果报, 念佛是决定求生净土, 不懂得念佛求生净土, 禁怨的果报多半是在色戒天, 因为欲戒天都还有染着, 色戒天染着就清了, 这事不能往生也都生天戒, 所以这个道理要懂, 善决定有善果。 不但主命鬼王将来要成佛, 我们知道所有一切众生将来都会成佛, 这是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既然有佛性当然会做佛, 只是成佛早晚不同, 所以诸佛如来眼睛里面, 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 我们今天学佛要想功夫得利, 首先要把观念转过来, 这一点非常重要。 决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 过去父母, 未来诸佛, 你能有这个觉悟, 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看法, 你跟佛就接近, 为什么? 这是佛的看法, 是佛的想法。 这个看法想法决定是事实, 不是说我应当要做如是观, 不是的, 它是事实, 众生迷惑不了解事实真相。 我们想成佛, 快速地成佛, 成佛的捷径无过于观念转过来, 所以对一切众生就能尽孝, 能结成功尽, 为什么? 它是诸佛, 这是修行, 我们讲修行稳当快速, 真正是捷径。 自己这一生当中应当要想一想, 应当自己要问一问, 我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 我为什么要来? 这一生的人生, 的人生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价值? 人能够常常有这种反省, 觉悟了? 不至于迷在妄想执着里面, 不至于迷失在五欲六成之中。 没有学佛的人很少人有这种意识, 学佛的人又有几个醒悟过来的。 真正醒悟过来之后, 在这里面寻求答案, 有了答案, 你这一生心情是安定的, 为什么? 你做人无论时间长短, 时间长短就是寿命的长短, 你有目标, 你有方向, 你这一生过得很有意义, 过得很有价值, 这是首先把自己定位, 这个重要。 我们的人生, 闻佛法, 把自己定位在哪里? 定位在宏法立身, 决定要把这桩事情做好, 尽心尽力去做得圆圆满满, 你这一生过得有意义, 有价值。 定位在念佛堂领众修行, 一切万元放下, 死心他的直持名号, 领导大众, 协助大众老实念佛, 这也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价值。 这是讲出家人, 我们举出这简单的例子。 如果是领众, 认真发心, 领众是照顾大众, 为大众服务, 这个道理要懂的。 寺院住持, 当家, 这些执事, 古时候说执事是菩萨, 不是凡人, 凡人在道场是轻众, 是凡人, 这些佛菩萨来服务的, 为大众服务, 不可以是有权有势, 有地位作威作福, 那就坏了, 与法相违背。 什么法? 与信德相违背, 违背信德我们知道果报在三图。 所以社会讲的领导, 无论哪个阶层如果与信德相应, 用现在的话来说, 为大家服务, 这就是机功类德,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觉悟过来。 越是在高位之上, 像一个寺院你是丛林主席, 你是道场的住持, 你是为整个道场服务的。 如果你用这种心态你在修行, 真修行, 服务是修行, 与自己用工房不妨碍。 不妨碍。 智者大师他老人家往生的时候, 学生们问他, 你往生是什么样的品位。 他说, 如果我不领重, 不做这些杂物事情, 一心念佛, 我的品位就很高, 因为领重常常分心, 精神不能集中, 所以只有五品位往生。 这话是不是真的? 也可以说真的, 也可以说不是真的, 我们要懂的祖师说话的意思, 他这话意思很深。 如果是凡夫座住持当家, 管理道场行政事务, 确实对自己往生的品位有伤害, 但是他最低一个标准是决定可以往生, 品位低一点没有关系, 舍己为人, 这是对凡夫僧来讲。 如果对圣贤僧来说那就不一样, 工作, 服务就是修行, 我们在《华言经》上看到, 服务大众, 一天到晚非常繁忙, 这世上繁忙, 心地清静, 三轮体空, 一尘不染, 他的界定会三学都完成, 他怎么不是修行? 我们看禅宗会能大师在黄梅, 他每天的工作是服务大众, 厨房里面匹柴, 充米, 有没有耽误他的功夫? 没有, 不但没有, 成熟自己的功夫。 别人修禅定要到禅堂打坐, 他修禅定, 充米是修禅定, 匹柴是修禅定, 每一天接触常驻这些大众是修禅定, 无时无刻不在定中, 能大师能做到, 智者大师又何尝做不到? 所以我们把这些连起来想一想, 就知道智者大师那个话里头话中有话, 问题你会不会学? 但是毕竟觉悟的人少, 不觉的人多, 所以智者大师说这个话用意就很深。 他这个用意就是警告, 这一些从事与服务工作的人员, 给他一个警告, 如果你自己所做所为不如法, 不能与法相应, 对自己就有损害, 如果与法相应, 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 对自己的修持都是成就, 佛是门中哪一法不是佛法? 相应了法法皆是, 宗门大德常说, 左右逢源, 头头是道, 那是真正的成就。 由此说来, 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绝迷。 我们如何能够在生活当中, 在工作里面, 常常保持着绝而不迷? 绝迷要如何保持? 一念私心就迷了, 这是关键, 是枢纽, 一念好物就迷了, 才起心动念就迷了。 而你能够起心动念, 为服务一切众生这就是绝了, 没有自己, 全心全力为社会大众服务, 绝了。 由此可知, 诸佛如来, 朱大菩萨在九法界里面, 现身说法为大众服务。 他试现的身份, 我们在五十三餐里面看到, 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各行各业, 什么样的行业他都试现, 什么样的工作他都去做。 不但对于自己道业没有妨害, 天天在提升自己, 像我们在经上看到, 从十柱提升到十行, 从十行提升到回向, 从回向提升到实地。 总而一句话说, 就是服务社会, 服务人民, 服务一切众生, 提升自己菩萨的阶位, 那就叫修行。 修什么行? 把私心修掉, 把自力修掉, 纵然站在很高的地位是服务大众, 不是在那里居这个权位作威作福, 不是的, 服务大众, 就是把这个念头转过来。 转过来之后, 那都是菩萨行, 无论在什么职位, 无论从事什么工作, 只要是服务社会, 服务人民, 服务众生, 菩萨事业。 一念为自己那就造业了, 我们在经上看到, 而在事实上看到就更多更多, 所以这个经文给我们莫大的启示, 一定要懂得种善因才得善果。 善跟恶, 一念为众生是善, 一念为自己决定是恶, 这是我们必须要理解, 必须要掌握的。 怎样把我撕舍掉, 这是我们修行入门之处, 你功夫才能得力。 再看底下经文132面, 得藏, 是大鬼王, 其事如是, 不可思议, 所度天人, 亦不可限量。 这个地方如来, 来, 大概是个错字, 你们经上是不是来。 应当, 其事如是。 查查别的本字, 查查其他的, 地藏经, 的本字, 查这个字, 应当是, 如是, 比较上好懂。 如是, 你那个本字是哪一种? 对对对, 不错。 这事我们一看的时候, 应当是, 如是, 大家把他改过来。 这事是尊教着地藏菩萨, 告诉他, 是大鬼王, 就是指主命鬼王, 广义的来说是指地狱, 恶鬼道里面所有的这些鬼王, 都是佛菩萨示现的。 他注解里面讲, 其事不可思议者, 曰本儿探机也, 他的本来面目是佛菩萨, 是法身大事, 他现得像是鬼王之乡, 我们应当晓得。 他注解后面有几句话我们念一念, 注解后面就这段注解末后这两行, 又复印之, 一切皆是浮沉珠幻化香, 当处出生, 随处灭尽, 这两句话是, 冷言经, 上, 幻旺称香, 其性真未妙觉明体。 若了此意, 则于诸圣全实话门, 思过半以, 这是用, 冷言经, 上的几句话来做各总结, 结得好, 却确实实是如是。 所以诸佛菩萨硬化在世间, 实在讲比世间凡夫的数量还多, 凡夫多, 佛菩萨更多, 幻化在我们周边, 天天跟我们接触, 很可惜的我们不认识。 那也许有人问, 佛菩萨为什么不明说? 明说你也不相信, 他给你说, 我是什么菩萨在来的, 我是什么佛在来的, 你能相信吗? 造的也会更重。 所以佛教化众生有一个成规, 决定不露身份, 露身份的时候决定要走, 不可以说露了身份, 你还住在这个世间, 麻烦就大了, 妖言获重。 人家说, 这是什么佛来的, 什么菩萨在来的, 大家都来供养, 那妖魔鬼怪就可以假借这个方式来欺骗众生, 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迷惑众生, 所以真人不露相, 露相决定不是真人。 如果他说他是什么佛在来的, 菩萨在来的, 说了马上就走, 真的, 那不是假的, 说了还不走, 这假的, 这不是真的。 所以遇到这个, 你就可以问他, 古人说了走, 你怎么不走, 这一品我们就讲到此地。 再看底下这一品, 称佛名号品第九。 这一品经圣意法师把它讲作, 佛宝, 末后这三品他总结归到三宝, 佛, 法, 僧三宝, 说得好。 他往年在九化山讲, 他把他的讲义送来给我看, 我看他这三段说法, 我很佩服他, 结归到三宝才有真实的利益。 请看经文。 耳师的藏菩萨摩赫萨, 白佛言, 世尊。 我今为未来众生, 演利益是, 于生死中, 的大利益。 为愿世尊, 听我说之。 经文上讲菩萨要为我们说利益是, 什么利益? 于生死中, 的大利益, 这就说是了生托死的利益, 这个利益真的是大利益, 的确是真实的利益。 如何能令凡夫, 尤其是末法众生, 他这里讲未来众生就是指末法, 末法众生比起任何一个时代都苦。 我们从历史上去观察, 从现实的生活里面去观察, 据我们自己的记忆, 年龄大一点的人, 七、八十岁这样的年龄, 回忆半个世纪以前的生活, 虽然这个世间已经乱了, 可是心境依旧是平和的, 纵然在战乱期间当中到处拨迁流浪, 他心情安定的。 而在今天纵然物质生活过得很富裕, 你的工作生活很安定, 你的心情不安定, 真正可以说得上心慌意乱, 这什么原因? 如果不能把这个原因找出来, 你又怎么能解决问题? 而这些原因确实佛法里面解释得清楚, 半个世纪以前, 跟半个世纪以后做一个比较, 就很明显那个时候的人心厚道, 再往前面比当然比不上前面, 真正是世道人心一代不如一代, 在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老人讲, 一代不如一代, 这话是听得耳熟, 没有感触。 现在想起这些话感触很深, 那个时代的人心, 贪甜吃比现代人要减缓很多很多, 多半衣食足他心就安了。 现在人心惶惶, 我们就明了什么造成的。 贪心不足, 贪甜吃慢没有止境, 加速度的在增长, 这样的人把他放到天堂, 放到极乐世界, 他身心还是不安稳, 道理在此地。 过去我们在1949年刚刚到台湾, 人地生疏一切都不熟悉, 我们想到一个地方去找个人, 路不认识, 随便在路上遇到人, 问问他路怎么走法, 热心, 不但详细告诉你, 有的时候他带我们移到去。 现在没有了, 你问他他就是不知道, 理都不理你, 现在是对他有利他就做, 没有利的时候置之不理。 在那个时代, 遗弃父母, 父母年老不照顾的很少, 很少听说, 现在到处都是, 是风日下速度之快太可怕了, 今天是什么社会。 所以东西方许许多多预言, 说这个时代有大灾难, 我们看到这些迹象, 还似乎不能不幸, 这个预兆真兆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我们要用一般科学家的讲法, 他们讲波, 思想波, 是出世间圣贤人苦口婆心的教导一切众生, 断恶修善, 激功内德, 习灭贪甜吃, 勤修界定慧, 古代的教育是以这个为中心, 换句话说, 是帮助我们思想的波平和。 纵有贪甜吃慢, 他的起伏波动不会太大, 他有一个标准, 有一个原则, 所谓是不离谱, 他的起伏在水平的附近。 现在把这个教育舍弃掉, 凭着凡夫的妄想, 所谓是民主自由开放, 这正是, 冷言经, 里面佛所预计, 邪师说法, 如横河沙。 什么是邪师? 随着自己的知见而说, 自己的知见是妄想, 随着自己的妄想, 分别, 执着而说, 造成世界大乱, 造成思想的波动大幅度的起落, 超越标准太多了, 他的现象就是人心惶惶不安。 过去人物质生活那么样的缺乏, 过得那么辛苦, 他过得很快乐。 今天的人过得很富裕, 他人心惶惶身心不安, 一般讲躁动的现象, 浮躁, 什么原因造成的? 思想波造成的? 我们非常幸运遇到佛法, 能信, 能解, 又能依教修行, 我们的思想想法看法, 跟佛说的标准很接近, 所以在动乱的社会里面, 动荡的世界里面, 我们还能保持几分的平静, 非常难得。 越是认真学习, 相信佛所教导是正确的, 我们自己所想是错误的, 首先要有这个觉悟, 要有这个肯定。 正如同佛在经上讲, 你没有正的阿罗汉以前, 决定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思, 你相信你自己意思, 自己想怎么做决定会做错事, 你正的阿罗汉之后, 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思。 阿罗汉的标准是什么? 这太明显了, 阿罗汉的我直破了, 无我, 念念都是为一切众生, 没有我了, 那个时候你的想法就可靠了。 所以佛界定是阿罗汉这个标准, 我们要懂得他界定真正的意思在哪里。 换句话说, 你还有我, 还有自私自利, 你的想法就不正确, 就不可靠, 你真正做到无我无私, 念念为社会, 念念为众生, 你的想法可靠。 我们还有我, 还有私心的时候, 这怎么办? 必须舍弃自己的想法, 遵从佛的教会, 这样不至于有大的过失。 佛所讲法教我们利益众生, 当然与自己的利益要相违背, 我们在心理上要克服, 现在人讲牺牲奉献, 牺牲自己的利益, 成全大众的利益, 这是佛教导没有觉悟的众生。 已经觉悟的人不需要再教导, 他自己所思所作所为自然相应, 与佛菩萨所说的相应。 我们今天不但在家学佛要懂的这个道理, 出家学佛更应当懂的这个道理。 因为出家人的身份是老师, 人家看见你称你法师, 师是社会大众的模范, 社会大众的榜样, 我们拿什么做榜样? 拿什么做模范? 就是无私。 如果自己还有私心, 人家称你做法师, 你想想看你有什么感受。 不能做大众的榜样, 不能做大众的模范, 人家称你, 师, 就很难过了, 名识不相赋。 你能生惭愧心, 能够回头, 能够改过, 这好事情, 如果依旧愚昧无知, 居然敢当之, 哪有不造罪业的道理? 就是承当这个称呼, 我们自己有罪业, 造罪业了。 冒充法师, 不是师在冒充师, 人家称你一身, 自己就造一次罪业, 称你两身就造两次罪业, 佛教给我们积功累得, 我们自己在积累罪业, 这怎么得了? 难怪古人所谓, 地狱门前僧道多, 谁堕地狱? 现在堕地狱的人多了, 古时候堕地狱的人少, 造五逆十二业的人少, 而僧道没有尽他自己的职责, 那就免不了要堕落。 出家人一生当中的大事业, 的藏菩萨教导我们, 要为未来众生, 演力一世, 这一句话就是我们出家人的事业, 演, 是表演, 做出样子来给人看, 说, 是说明, 又要做, 又要说。 我们今天界定自己的身份, 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事情, 把这个事情做好了, 我们这一生就过得有价值, 有意义。 请看经文一百三十四面。 佛告的藏菩萨, 如今欲心慈悲, 就把一切最苦六道众生, 也不思一世。 经正事实, 唯当诉说, 的藏菩萨向佛成白, 佛不但是准许, 催他快说, 为什么? 对一切众生太重要了。 前面这几句话是赞叹, 如今欲心慈悲, 心, 就是发起, 你发慈悲心。 为了要, 就把一切最苦六道众生, 这是大利益的事, 众生虽然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不论是经事或者是过去深造极重的罪业, 只要他一口气没断, 我们知道统统有救, 这个时候他头脑清醒, 一念回头就得救了, 真的是回头是岸。 我们在《阿蛇士王经》里面看到, 这个国王他在世间有地位, 有权力, 有威势, 造作忤逆十恶的重罪, 决定堕阿比地狱。 这个人毕竟还是友善根, 晚年的时候觉悟, 知道自己一生所作所为是错误的, 回过头来依靠三宝的教会, 灵命终时念佛往生。 佛告诉我们, 他往生的品位尚品终身, 他是忏悔往生。 从这个势力来看, 造极重的罪业都不怕, 都能够得救, 只要他肯回头, 只要他真正忏悔改过自心, 还是有很殊胜的成就。 今天我们也要学的藏菩萨, 我们在这个地方建道场, 道场建立有临时的, 有永久的, 临时的租界一个场所, 在这个地方讲一天, 讲两天, 讲三天, 讲今的场所就是道场, 这道场临时的。 无论是临时, 是永久, 你在那个地方发的是真正慈悲心, 真诚, 清静, 慈悲, 讲经说法, 劝导一切众生回头事案, 都是不可思议功德。 听众的人很多, 当然我们不能预期, 各个都能成就, 各个都能回头, 这是做不到的, 听众之中必定有几个有缘人, 建一个道场, 你能在这个道场度一个人, 这个道场都无量功德。 无论临时, 永久, 在这个道场听经文法, 有一个觉悟, 有一个真的念佛往生, 这个道场是无量功德。 所以佛在这个经上, 地藏经, 上前面我们都读过, 劝你见道场, 素佛像, 修功养, 都说功德不可思议, 道理在此地。 只要有一个人的度, 功德就不可思议, 何况有更多的人, 在这个地方觉悟回头了, 这就是真正就拔一切最苦众生。 这一些造作罪业的众生将来必度恶道, 苦是恶道, 罪是现前的造作, 罪是因, 苦是果, 因果都救, 必定要在他再生的时候, 我们才有办法, 如果他死了堕到恶道去, 我们就无能为力, 我们决定办不到。 所以他落在三恶道, 那只有诸佛如来, 法身大事在恶道里头, 是现同类生去帮助他,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今天能做得到是他一口气还没断。 这是大事。 下面两句佛在催他, 经正事时, 现在正事时候, 为当速说, 赶快讲。 我们在今天读到这个经文, 实在说就像释迦穆尼佛逼着我们一样, 这个事情我们要赶快做, 现在正事时候, 所以这两句话用在我们当前, 对我们再贴切不过。 下面佛说, 无极涅槃, 始入早必誓愿, 无意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 这一句经文我们读了感触很深, 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 释迦穆尼佛存什么心? 佛心里面只有现在, 未来一切众生, 没有自己, 这就是佛心, 佛念念之中是为众生服务, 是就把一切最苦众生。 这部经是释迦穆尼佛灭度之前所说, 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教, 说完这部经之后, 末后就是一部涅槃经, 所以这是涅槃经, 前面的一部经, 算是最后一教。 无极涅槃, 涅槃, 是泛语音译的, 通常翻作, 灭度, 四地里头苦极灭道, 灭就是涅槃。 在中国用的最多的是翻作, 圆祭, 圆世圆满, 功德圆满, 祭世祭灭, 清静祭灭。 他住解里面, 涅槃, 撞三藏翻圆祭, 玄藏大师, 这个地方节路下来好, 德无不被称圆, 功德圆满, 没有一丝毫欠缺这教圆, 帐无不敬称祭, 也好, 一丝毫, 帐就是三丈, 二丈, 二丈是烦恼障, 所知障, 三丈是祸, 业, 苦, 统统断尽了, 这教计。 由此可知, 涅槃, 圆祭不是死的代名词, 现在大家都把它看作死的代名词, 出家人一死了, 某人圆祭, 某人入涅槃, 那将来哪一个不入涅槃? 各个人都要入涅槃, 不管学不学佛统统要入涅槃, 这个观念错误, 实在讲涅槃是活着时候正的的, 而不是死的代名词。 这个地方说, 无极涅槃, 是佛在这一段期间, 他教化众生的圆尽了, 功德圆满, 这世事先离开这个世间, 八香成道里面最后入班涅槃香, 取这个意思。 圆尽了佛就不再注释, 注释没有意义, 跟他有缘该得度的都已经得度, 没有得度的已经跟他种了佛法的种子, 但是这个种子现在不能成熟, 当然要离开。 使入藻壁誓愿, 你发心继续来做这个工作, 好。 所以佛不注释, 弥勒菩萨还没有释现成佛之前, 这个空档的时间是地藏菩萨代替佛来教化, 在所有菩萨当中的藏菩萨是代理佛, 这时候他的身份地位很特殊。 的藏菩萨代理佛, 这又是什么意思? 而是这个经上所讲的, 孝清尊师。 孝清尊师这个教学的纲领, 在这一个大时代里面取代佛陀的教化, 因为一切诸佛如来的教学教化, 都是依孝清尊师为基础。 佛陀不再是了, 我们应当要做的工作是维护教学的基础, 没有能力把这个教学往上提升, 但是这个基础一定要保持, 不能失掉。 这个工作多么重要, 这是在这一部经上显示的精神。 生性因果, 断恶修善, 孝清尊师, 这是, 地藏经, 上所说, 如果就静宗的教义, 静宗修学的基础是世尊在, 观经, 上所讲, 静业三福, 没有修念佛法门之前, 先要奠定这个基础, 静宗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这个基础第一条, 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诸位想想, 这四句话是不是, 地藏菩萨本愿经, 没错。 第二条, 受持三规, 具足仲戒, 不犯威仪, 第三条, 发菩提心, 身性因果, 读诵大臣, 劝敬行者, 后面这两条七句, 与, 地藏经, 末后五品, 从这一品一直到经的结束, 总共十三品经, 完全相应。 换句话说, 这部, 地藏菩萨本愿经, 就是静业三幅的详细说明, 不仅仅是修静宗的基础, 是佛法当中无论大臣, 小臣, 无论宗门教下, 显教密教, 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佛不再是没有人宏教, 我们能把这个基础维护就行了, 维护这个基础就能就把一切最苦六道众生。 所以末法时期坚定奠定这个基础, 劝人老实念佛求生净土, 就成功了, 这是真实不思一事。 我们要弘扬其他的经论, 自己没有开悟, 没有见性怕讲错, 很难得真实的受用。 唯有坚持这个基础, 老实念佛, 决定不错, 即使诸佛如来是现在今天, 教化众生也必定如是。 所以我们读这一段经文, 就晓得诸佛如来心里想的是什么, 他们做的是什么, 我们应当在这个地方学习。 清廉法师的注解, 这里面有一段我们念一念, 一百三十五面倒数第四行, 我们从头看起, 此法之妙, 这个法就是的藏菩萨在这一品经里头所说, 什么法。 称佛名号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就念佛, 念佛法门。 纵无极入涅槃, 纵便如枣壁事愿, 无意不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以。 何也, 有此称名之法, 人人可不堕苦, 并去人天修行, 终至成佛无疑, 这讲得好。 能体佛心而达佛意, 善计智而树试者, 莫过我的藏词尊以, 的藏菩萨真的懂得佛的意思, 继续佛的愿望, 我们常讲序佛会命, 的藏菩萨懂得这个意思。 佛不在了, 他接着来干, 用什么法门? 称名的法门, 所以世尊对他赞叹, 催他赶快说。 下面的藏菩萨所说, 说的意思很深, 的藏菩萨在此的说了 十尊佛的名号, 这十尊佛他的次第是由近而远, 在时间上来讲, 靠近我们现代的先说, 越说越远。 请看经文, 的藏菩萨白佛言, 世尊, 过去无量阿僧止截。 虽然是近也不近, 这最近的也不近。 有佛出世, 好无边身如来。 这是把佛的名号说出来。 若有男子女人, 闻是佛名, 暂身恭敬, 急得超越四十节生死重罪。 何况素画形象, 供养赞叹, 其人或福, 无量无边。 我们读这一段经文, 听这一段说法, 能信得过吗? 亦有众生依教奉行, 他是不是真的得福如是? 很令人怀疑。 我们照的藏菩萨教我们这个方法去做, 果报不如是, 生死重罪自己还是要承受, 该堕地狱还是要堕落地狱, 那这话怎么讲? 是不是得藏菩萨说错? 得藏菩萨没说错, 我们看经文看错, 我们听话听错, 得藏菩萨在此的说, 闻是佛名, 暂身恭敬, 这两句话的意思, 我们没搞清楚。 闻菩萨三会, 说一个字必定就包括另外两个, 闻,思,修,何以之道? 如果没有思,修, 怎么能赞生恭敬? 恭敬就是思,修。 思,就是你的心上真有佛, 一念相应一念佛, 它相应了。 恭敬不是把佛像素在那里, 对它礼拜供养, 那个恭敬, 那是行事那是假的, 那不管用。 一念相应, 念相应了行当然相应, 心形相应了口当然相应, 你声口一三叶都相应, 时间再短, 只要相应, 功德就不可思议, 这就是一念觉, 所以才得这样殊胜的利益, 即得超越四十节生死重罪。 佛号, 无边身如来, 青莲大师注解里面注得很清楚, 你对于佛号要清楚, 要理解, 你不清楚, 不理解怎么相应。 什么叫, 无边身, 小注里面讲, 三身皆有此意, 三身是法身, 报身, 硬化身。 法身就是自性, 法身没有形相, 法身是理不是世相, 理便一切处, 这是无边身。 华言经, 上我们念到毗卢这那, 毗卢这那是泛语, 意思是, 便一切处, 这是本体, 理体。 在, 华言, 里面也称为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就是法身, 在净土里面称之为常济光净土, 常济光没有形相。 西方极乐世界的四土, 常济光没有相, 时报土就是报身, 方便土, 同居土是硬化身, 硬化身随类化身, 众身有感立刻就现相, 也是无量无边。 你明白这个意思, 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入班涅盘? 没有, 不但理上没有, 世上也没有, 这是真的。 何以说世上也没有? 释迦牟尼佛入灭, 换一个身份出现, 不用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不用这个身相。 为什么不用这个身相? 众身浮薄, 所以佛就现另外的身相。 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 可以现无量无边的身相, 是现在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 每一尊佛都能现无边身相, 特别是在众身有大灾难的时候, 受大苦, 造大罪业的时候, 佛菩萨慈悲心愿重。 我们要认识, 要明了。 你怎样才认识? 怎样才能接触到? 你试试看, 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的过去父母, 未来诸佛, 你就接触到了, 你就感受到诸佛菩萨在我们这个世界, 没有离开罪苦众生, 这个时候我们一念相应就得救, 就得赌。 然后你才晓得经上讲的果报, 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真正的恭敬心才能够生得起来。 恭敬不是行事, 恭敬是理解, 明白, 觉悟, 依教奉行, 绝不在行事。 行事上是表演给那些善根薄弱人给他们看, 我们塑造佛菩萨形象, 每一天恭敬礼拜供养式唱戏, 给那些还没有学佛, 没有接触过佛教的人给他们看。 他们会看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会对这个像这些动作, 这些表现。 他有疑惑他来问你, 你给他说法, 给他解释, 功德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现在所谓, 机会教育。 现在做机会教育, 应当说效果比古时候更要殊胜, 古时候到道场决定是求法而来的, 所谓是, 无事不登三宝殿, 尤其是佛家的道场都建立在深山里面, 人机喊道之处, 你去的时候交通不方便, 非常困难, 他没有事, 他为时会到那里去。 到道场去一定是求法的, 所以机会教育比现在少。 现在交通便捷, 观光旅游, 这些观光客就想到这些地方去看看, 去游览, 我们到场里面出家人, 就每一天做机会教育的工作。 有人在大殿里面烧香, 礼拜, 做出样子给这些观光客看, 他们没见过, 没有接触过, 有人在旁边为他解释。 他在观光旅游不知不觉就接触佛法, 不知不觉佛法的种子就种下去, 他就学佛了, 你说这个功德多大。 所以这些到场是机会教育, 接引广大的众生, 真正是在做救度一切最苦众生, 在做这个事业。 必须要有佛的这种胸怀, 有佛的这一份感情, 念念是念一切最苦众生, 绝不是为自己, 观光客给我们带来收入, 如果我们目标指定在这个位置上, 错了, 完全错了。 我们的目的要定在救度一切最苦众生, 让他认识佛法, 理解佛法, 改变他的人生宇宙观, 这对他救度, 他对道场这一分供养, 才是真实的功德。 这是说赞生恭敬, 就是暂时所谓是一念相应, 这一念真的相应了, 就能够的超越四十节生死重罪。 何况速化形象, 供养赞叹。 这事已经入门, 已经入境界, 他才肯这样做。 造佛像, 现在造佛像容易, 比过去方便太多。 过去佛像, 现在人讲都是手工艺, 现在做佛像可以雕一个母子, 很快的就可以做几千尊, 几万尊, 利用机械来做。 从前是每一尊佛像都是人工雕出来的, 诸位在中国大陆, 你看看云岗, 看看敦煌这些石窟, 都是几十年, 几百年才完成的, 现在要做就太方便了。 换句话说, 现在人修福比过去便利, 可是难在哪里? 后面这四个字, 供养赞叹。 什么叫供养? 一叫修行, 普贤行愿品, 里面告诉我们, 广修供养, 里面特别教导我们法供养谓罪, 法供养菩萨说了七种, 第一种是, 如教修行供养, 佛教给我们怎么做, 我们一定要照做, 这才是供养。 浅而言之, 佛教我们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我们都能照做, 这叫供养。 赞叹就是为人眼说, 把佛法介绍给别人, 推荐给别人, 这是赞叹。 所以赞叹是弘法利生, 供养是自己依教奉行, 人能这样做那他的福报当然大, 其人或福无量无边。 所以你明了之后, 这个经文读到我们就相信, 就没有怀疑了。 一般人读经叫粗心大意, 只做形式没有实际的内容, 心境都不相应, 他怎么能得福? 不得福他就糟蹋经, 毁棒经, 说佛经上讲的是假的, 我照这样做没有感应, 棒佛, 棒法罪过极重, 不但没的好处反而堕落。 实在说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 你自己把意思看错, 用你自己的意思去解佛经, 曲解了佛经, 误解了佛的话, 过失在自己不在佛经, 所以, 金刚经, 上教导我们, 深解一去, 这四个字多重要, 要正确的理解, 要深解, 你才能得真实受用。 再看第二尊, 又于过去横河沙节, 有佛出世, 好保性如来。 若有男子女人, 闻是佛名, 一坛只请, 发心归一。 是人于无上道, 永不退转。 前面无边身如来距离我们是无量阿森止节, 保性如来距离我们是横河沙节, 远了, 所以他柱子一开端说, 横河沙节, 较前更多矣, 跟前面比较, 时间就更多更长。 保性如来, 在此的也有简单的解释, 莲华面经, 说, 诸佛如来, 是众身宝, 下面宝有七种, 这是佛经里面常讲的七宝。 性, 是比喻法身, 小柱里都有, 诸位看看就晓得。 比喻法身的常, 乐, 我, 静这四得, 常乐我静教四静得, 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 迷失了自性这四个都没有, 这迷失了。 如果你觉悟了, 你见性了, 见性就是我们的思想, 见解, 行为与自性相应, 这四得就现前。 确实有常, 常, 是不生不灭, 在佛法里面常讲无量寿, 无量寿就是常的意思, 那个无量是真的无量, 不是假的, 不是所谓是有量的无量, 它是真的无量。 静, 是清静无染, 染静两边都不利。 我是自在, 是主宰, 什么主宰? 宇宙的主宰, 法界的主宰, 真实的主宰。 乐, 是真乐, 苦乐两边都没有才是真乐, 所谓是绝对的, 它不是相对的。 宝性如来是谁? 是自己, 是自己的清静法身。 前面无边身如来是自己的三身, 与佛相应就是与自性三身相应。 宝性如来, 念这一尊佛的名号, 一念相应与自性的性得相应。 下面说, 若有男子女人, 文是佛名, 一谈只请, 这是讲时间之短, 显示功德不可思议。 发心归依, 归依, 两个字的意思要懂得, 归是回头, 真的回头, 依是依靠, 依什么。 依宝性如来, 就是依自性的性得, 这个一念相应。 下面是讲他获得的利益, 是人于无上道, 永不退转, 无上道, 是成佛之道, 我们凡夫学佛, 为什么要经历无量节, 经上讲, 无央数节, 原因就是退转, 实在讲尽的少, 退得多, 诸位要细细想一想, 你就能够体会得到。 我们在六道流转, 的人生的机会少, 闻佛法的机缘更少, 你不得人生, 不闻佛法就退转, 不止, 一日报之, 十日寒之, 不止。 譬如我们这一生的人生, 闻佛法, 如果不能成就一定随夜流转, 随夜流转决定堕三恶道, 为什么? 我们自己很冷静, 老老实实想一想, 不要想过去世, 就想这一生当中, 我们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与贪甜吃慢相应就是三恶道, 与五戒十善相应则人天, 我们一天有几个念头与五戒十善相应? 有几多念头与贪甜吃食恶业相应? 这不就清楚了。 一落到恶道, 这个经上讲地狱里面都是无数节, 在人间短短几十年闻佛法, 这一下闻不到佛法是无数节, 你才知道退转幅度太大了。 无数节苦抱抱完之后, 在得人生, 得人生又未必能闻到佛法, 所以佛经上讲,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是真的不是假的, 真难。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你学佛成就才要无央数节。 无央数节你得到什么样的效果? 脱离六道, 脱离十法界, 正的出著菩萨的果位, 要经历无央数节。 从出著菩萨在成就尽圆满的佛果, 这是通常讲三大阿僧止节, 这个数字是可以确定的, 前面那个数字没法子确定。 到原出著就好比你上学, 你念一年级, 可以预定你多少年可以毕业, 入学了, 这个数字靠得住。 平常讲成佛要三大阿僧止节, 诸位要知道, 不是对我们讲的, 是对一真法界出著菩萨道究竟佛果, 这里面经历四十一个位次,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等觉, 四十一个位次, 四十一个位次, 这是三大阿僧止节, 难。 太难太难了。 可是你一念皈依, 皈依是真的皈依, 不是形式。 这个皈依是依宝性如来, 是皈依自性, 宝性如来是自性三宝, 真正皈依自性三宝, 这功德就大了, 为什么? 你念念称性, 念念称性当然不退转。 这什么人才能做到? 初著菩萨, 我们在经典上看到, 大臣其性论, 是初著菩萨境界, 金刚经, 也是初著菩萨境界, 它真的是皈依自性三宝。 皈依自性三宝, 照, 金刚经, 标准上来看, 离四相,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那是真正皈依。 四相还有的话, 没有皈依, 你没有回头, 也没有依靠, 这是我们一定要懂的, 要明了的。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得藏菩萨本愿经, 第三十三卷, 新加坡进宗学会录影是当明, 十四年十二月三日三。 请先开经本, 科著, 卷中第一百三十八面。 又于过去, 有佛出世, 好波头摩圣如来。 若有男子女人, 文是佛名, 立于耳根, 是人当的千返身于六欲天中, 何况至心称念。 这是地藏菩萨为我们说第三尊佛的得号, 时间比前面第二尊又要久远。 这一尊佛的名号叫, 波头摩圣如来, 波头摩, 是梵语, 意思是红色的莲花。 佛在经上讲, 通常讲四色莲花, 实际上莲花的色彩不止四色, 四色可以说是四元色, 四色要是互相配合起来, 就能够变化无量无边的色彩。 经里面说一切色彩当中红色最甚, 当然是从众生习上上所说, 佛法是平等法, 可是众生偏爱红色, 大概古印度也是如此, 中国人也喜欢红色, 可是外国人不一定喜欢红色, 所以色彩到底哪个最甚, 这很难讲, 完全看众生的喜爱。 这事就当时印度, 中国环境也是如此, 都喜欢红色的莲花。 假如说有男子女人, 听到这个名号, 利于尔根就能得这样殊胜的果报, 修英德果, 我们能相信吗? 所以关键还是在, 闻, 着重在闻, 闻是佛名, 利于尔根, 这八个字重要。 闻, 不是我们听到人家念佛, 我们听到了, 那哪有这样殊胜的利益? 这一种通常文明只可以说, 一利尔根, 永畏道种, 那个功德的确也非常殊胜, 但是要得一千次往返六欲天中受福报,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是在阿赖耶石里面, 种下一个成佛的种子, 就是, 法华经, 里面所谓, 一称南无佛, 皆已成佛道, 是这个意思。 如果, 文, 是三会当中的文, 那这个果报就会现前, 文明解义, 不是不解义。 红色莲花, 它能够解这个义, 莲花出污泥而不染, 它从这个地方醒悟过来, 自己生活在红尘里面, 生活在六道之中, 特别是欲戒, 能够不染五欲六成, 功德就大了。 如果能把五欲六成都放下了, 那它的果报不止欲戒天, 它就正果了, 对于世间欲成他淡了, 轻了, 不像过去那样的分别执着, 所以他能从人道超身到天道, 道理在这个地方。 立于耳根, 就是他记在心上, 听到这个名号, 他心里面有所领悟。 住戒里面也住得好, 在一百三十九念第二行, 我们把这个念一念, 表文明着, 虽身欲天, 虽然是身在欲戒天, 实不着粗壁五成, 对粗俗的五欲六成, 他已经不执着, 他已经能放下, 以解离文性本空, 升天一计。 以空处己甲, 全是天生, 以度时生者欲知者, 一听就开悟了, 开悟他确实有能力超越, 但是他的慈悲心很重, 他还留在欲戒天度欲戒, 还有贪着想五欲享受那一类众生, 度他们。 欲戒天还是有五欲六成, 不过比人间淡了, 欲戒六成天越往上越淡薄。 他末后住戒末后说得好, 佛连千半, 表千法名门, 故云千法, 所以千法也不是真的只一千次, 不要落实, 表法的。 一处表法, 我们要明了, 处处都是表法。 文法着重在误入, 如果不能误入, 这个利益你就得不到了, 误入真能够的利益。 称念佛名, 对于佛名的意义不可以不知道, 特别是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为什么不可思议? 哪些不可思议? 你要能清楚, 能明了, 能说得出来, 然后你才真正有感受, 契入这个境界。 末后说, 何况至心称念, 至心称念, 回向净土必得往生, 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 至心是一心称念, 妄想, 分别, 执着统统都没有, 纵然断不尽, 一定也很淡薄了, 这时候才能够至心称念, 专制。 再看下面一段, 又于过去, 不可说不可说阿森止节。 这个地方把数字说出来了, 这个数字很大很大。 有佛出世, 好狮子吼如来。 若有男子女人, 闻是佛名, 一面归一。 是人的欲无量诸佛, 磨顶授记。 狮子吼, 是比喻立明的, 比喻佛说法的威德, 佛说法面面俱到, 理事圆容, 能令世间一切磨外种种变才, 都屈服于佛说法之中, 所以比喻作, 狮子吼, 这是取佛说法的状况来立明好。 一面归一, 后面讲他的果报, 男子女人, 闻是佛名, 闻佛名就想到佛说法的威德, 所以是一面归一。 从一切邪之邪见回头, 依佛所说的正知正见, 佛的教会使正知正见, 这就相应, 这是真正的佛弟子。 我们知道佛家常说, 佛是门中不舍一人。 佛讲的话决定没有妄语, 只要你的心形相应, 就得诸佛如来保佑, 得诸佛如来加持, 这就是摩顶授记的意思。 你的心跟佛心相应, 你的心跟佛形相应, 哪有不得诸佛如来加持的道理? 佛为什么要加持你? 目的是广度有情, 你今天发心帮助佛广度有情, 佛当然加持你, 如果你起心动念只顾自己, 佛想加持都加持不上,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 度众生从哪里下手? 从这一部, 递藏经, 下手就最好, 这一部, 递藏经, 却确实时可以度末法九千年的众生, 末法是一万年, 已经过去一千年了, 往后有九千年, 真正能度。 这一部经里头内容声明因果, 果然能够依教奉行, 必得一切诸佛摩顶授记。 再看下面第五尊佛, 又于过去, 有佛出世, 好居留孙佛。 若有男子女人, 闻是佛名, 至心瞻理, 或父赞叹, 世人于贤结千佛会中为大梵王, 得受上祭。 这一尊佛, 居留孙佛, 是不是我们现在贤结当中的佛? 小柱里头有说, 不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贤结, 柱姐上讲, 此非贤结第九, 简至六万岁时出世之佛, 后面又告诉我们, 准万佛明经, 有无量欺佛之名, 这个解释得好, 同名同好的佛菩萨很多, 结也有同名的, 世界也有同名的, 所以确定不是我们这一个贤结里面的居留孙佛。 如果是我们贤结居留孙佛, 那应该是要放在前面, 他距离我们近, 他这里面的排法是越说越远。 居留孙, 是梵语, 翻成中国的意思, 所应断, 又翻作, 作用庄严, 实在讲第一个名字好。 什么东西你应该要断? 烦恼应该要断, 生死应该要断, 所以他这个名号从这个地方来建立的, 就是佛法常讲, 断得。 大乘法里头常说, 建丝, 成沙, 无名是应当要断的, 断建丝镇小乘阿罗汉, 出了六道, 再断成沙, 再破一品无名, 就出十法界, 这试入一针法界, 一针法界里面还有四十品无名, 这四十品无名断尽了, 镇得就尽圆满的果位, 这个意思在范语就称居留孙。 所以这个名号, 听到这个名号自己就知道要断烦恼, 要认真去学习。 烦恼在哪里断? 就在静缘之中, 也就是在生活里面, 静是物质环境, 原是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里面有顺境, 有逆境, 人事环境里面有善缘, 有恶缘, 善缘顺境不生贪爱, 恶缘逆境不生甜慧, 那你就断了, 你烦恼就断了。 善缘顺境里面还生欢喜心, 你生烦恼了, 恶缘逆境里头心里不高兴, 生甜慧了, 你的烦恼就又起现行。 所以在哪里断? 在日常生活接触一切人事物当中去断。 真正会断烦恼的人, 对于一切人事物长存一个感恩之心, 没有这些境界线前, 你的烦恼怎么能断得了? 天天在这个环境里面, 先断甜慧, 再断贪爱。 甜慧非常严重, 佛在一切经论里面告诉我们, 一念甜心起, 百万丈门开, 心里小小有一点不高兴, 你的功德全部都毁掉了, 火烧功德灵,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不能不警觉的。 谁把你的功德毁掉? 是你自己毁掉自己的功德, 决定不可以怨天尤人, 外面任何力量不能毁你的功德, 外面恶缘逆境现前你要接受, 那有什么法子? 你的心被境界转, 过失在自己。 佛教给我们修行就在这里练功夫, 练到心部位外境所转, 自己在境界里面做得了主宰, 你的功德就成就了, 你的功德就保住了, 所以忍辱波罗蜜能成就。 金刚般若, 里面佛给我们说的详细, 不失波罗蜜是你在机功类的, 要靠不失, 持戒, 你是做机功类的, 忍辱波罗蜜能保持, 使你的功德不坏, 功德不失。 你不能忍, 你不失, 持戒的功德全毁掉, 毁掉之后你的什么? 你的福德, 福德没有关系。 你脾气再大, 性情再不好, 你有大福报, 将来到哪里去? 华言经, 上讲, 将来到阿修罗道去享福, 阿修罗道脾气很大, 极度, 田慧心很重, 他有福, 所以阿修罗有那么大的福报, 都是在佛门里面修的, 就是敌不过外面境界的诱惑, 长生烦恼。 这些地方我们一定要学佛菩萨, 在一切静缘当中修什么? 修, 如如不动, 修, 不取余香, 你就成就了, 金刚经, 上这两句话, 是大臣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 修行的总刚领, 修行的秘诀, 外部着相, 内部动心, 可以和光同成, 成就自己的道业, 也成就度化一切众生。 度众生, 经上说了几万遍都不止, 佛教给我们, 寿持, 读诵, 为人眼说, 这一句说多少? 单是一部, 金刚经, 那么薄薄的五千多字, 这一句就说了十几遍, 便述说的越多, 这句话最重要。 寿持, 我们对佛教会要接受, 要认真做到, 那叫寿持。 读诵, 是天天温习经典, 天天听佛教会, 把经读一遍就是佛教导我们一遍, 天天要读, 天天要接受佛的教会, 你要一天不读, 忘记了。 说实在话天天读诵, 我们还犯过失, 那要不读诵还得了吗? 为什么天天读诵还犯过失? 这里面的原因, 第一个经不起外面境界的诱惑, 第二个自己烦恼习气太重, 降服不了, 所以天天读诵大成还造罪业。 这怎么办? 造罪业不怕, 加工用行, 如果不加工夫必定堕落。 怎样加工? 一定要有正性, 正解, 正行, 佛教给我们努力去做到, 这真修, 真感。 从哪里做起? 我们在前面讲过, 佛在, 观经, 教我们从三幅做起, 而这一部, 地藏菩萨本愿经, 就是三幅详细的说明。 三幅总共十一句那就是刚领, 地藏经, 的刚领, 全经所说都没有离开这十一句, 你要晓得那十一句怎样做法, 你要熟读, 地藏菩萨本愿经。 这一部经里面将夜因果报说得很详细, 特别是五逆十恶的因, 我们决定不能去犯, 犯了决定堕恶道, 在恶道里面出离很难很难, 这是一定要晓得。 学佛没有别的, 克服自己的困难而已, 儒家教学也是讲这个功夫克己复礼, 克服自己的烦恼, 克服自己的习气, 你才叫真修行。 说老实话真正修行, 不是说你每一天读多少布经, 无量受经, 一天念十遍有什么用处? 还造罪业? 不是说你一天念多少身佛号, 古人讲, 一天十万身佛号, 喊破喉咙也枉然。 真正修行功夫得力是一念回心, 把轮回心转过来变成菩提心, 叫真修行, 平常我们造的轮回业, 转过头来变成菩萨业。 换句话说, 我们在没学佛之前, 过的是六道轮回生活, 学佛之后, 过的是诸佛菩萨的生活, 那就对了。 诸佛菩萨在境界里面有没有欢喜? 诸佛菩萨在一切境界里面有没有懊恼? 没有, 决定没有。 可是我们在经典上看到, 诸佛菩萨视线的现象, 他也有欢喜, 也有烦恼, 那是什么? 那是教化众生的手段, 不是真的, 正如永迦所讲, 分别亦非亦, 他是表演, 舞台上表演, 演给舞台下面人看的, 不是自己真的喜欢, 真的烦恼, 不是的。 种种表演帮助众生觉悟, 心里面却确实实一尘不染, 却确实实外部着香, 内部动心。 念念视线这个身在世间为谁? 为一切众生, 绝不是为我, 绝不是为我这个身, 这是菩萨的思想, 菩萨的行为, 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所以我们要学佛, 断尽一切烦恼, 断尽一切习气, 你得从这里去干。 世间人无知, 佛菩萨以及真诚的心呆众生, 即清净慈悲心呆众生, 众生迷惑, 众生无知, 众生不但不领情, 还要糟蹋佛菩萨, 像经上常讲毁谤佛菩萨, 侮辱佛菩萨, 甚至于陷害佛菩萨, 佛菩萨有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 佛菩萨为什么不起心动念? 佛菩萨对于他过去, 现在, 未来,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个众生无始节来业障习气现行, 那有什么法子? 虽然慈悲教会他不觉悟, 这是佛在经上常常感叹的, 可怜悯者。 他造作棒佛, 棒法, 棒僧, 造作这个恶因, 必堕阿比地狱, 你说可怜不可怜? 我们要问这种人有没有救? 还是有救的, 只要他一口气没断, 他能够回头救有救, 他不肯回头那就没救了, 所以要知道回头。 像, 阿蛇士王经, 里面所说, 他造的是忤逆十恶, 但是临终的时候能回头, 能觉悟, 真实忏悔, 真忏悔了, 所以他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品位还挺高的, 上品终身。 他为什么不上品上身? 忏悔还不够圆满。 所以造作极重罪业, 临终念佛往生属于忏悔往生, 品位高下看他忏悔的功德, 要是究竟圆满的忏悔, 那当然是上品上身。 阿蛇士王忏悔的功夫相当不错了, 真的是一般造罪业的人做不到。 但是只要能往生, 凡圣同居图下下品往生, 那就是真实的成就, 所以我们要劝导一切造作重罪的众生, 要知道回头, 改过自新。 这个例子, 诸佛如来, 诸大菩萨在历代所示现的事迹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 过去在印度天清菩萨就毁谤三宝, 他最初学小臣, 在小臣法里面他造五百步论, 这个人是聪明绝顶, 论就是一切经的注解, 毁谤大臣。 他的哥哥无助菩萨是学大臣, 哥哥友善巧方便, 诱导他契入大臣, 他修学大臣之后, 才知道自己犯了很大的罪业, 求忏悔。 因为用言语毁谤, 所以他在佛面前想割自己的舌头忏悔, 手写文章把手斩掉来忏悔。 哥哥说不必, 你过去用你的舌头毁谤大臣, 你现在为什么不用你的舌头再赞叹大臣? 你过去这手, 手写文字毁谤大臣, 现在为什么不用手再写文字赞叹大臣? 他从这里觉悟过来, 所以又为大臣造五百步论, 历史上称为千步论师, 可见得佛式门中真的是回头是岸。 这个例子几乎代代都有。 我们看最近的印光大师, 你们诸位去找, 印光大师行业记, 就是印光大师的传记, 在, 全集, 里头有, 你们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套, 全集。 你看印光大师传记, 他老人家年轻的时候毁谤三宝, 他是读孔子宫的书, 以儒家卫正统, 佛法式旁门。 到以后接触佛法之后, 才知道自己造作罪业, 过去错了。 他能够忏悔, 能够回头, 出家修行弘扬佛法, 洗除年轻时候所造的这些毁谤三宝的罪业。 以后我们晓得, 他是大士智菩萨在来的, 换句话, 他一生所作所为演戏, 演给我们看的。 他那不是真的, 演给我们看, 知道我们这一代, 毁谤三宝的事情非常容易犯, 犯的人很多, 他老人家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 犯了这些重罪依旧可以得度, 我们在史传里面看到太多太多了。 要紧的是回头, 要紧的是断烦恼, 断习气, 要把这桩事情看重, 要把这桩事情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当作第一桩大事来做, 我们这一生修学才有成就可言, 我们帮助一切众生修学佛法, 才有功德可言, 否则的话, 你帮助一切众生修学佛法都是福德。 福德跟功德不一样, 六祖谈经, 里面讲得很好, 了生死, 出三界福不能救, 再大的福德也不过是到天上去享福而已, 出不了三界, 功德可以出三界, 功德, 福德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 以清净心修一切善法, 断一切恶法是功德, 以杂染心断恶修善是福德, 关键在此地。 这个人闻名, 至心粘理, 这就是受持了, 若不受持不可能叫至心粘理, 粘理可能, 至心没有。 这是真心, 真诚心粘理。 或负赞叹, 赞叹, 事利他, 自行化他。 世人于贤结千佛会中位大梵王, 大梵天王, 这个福报就大了, 为什么? 他能断恶修闪。 当然跟前面讲是一个道理, 实际上说这个人是真正菩萨, 菩萨跟凡夫一面之间, 一面转过来就是菩萨, 转步过来就是凡夫, 佛菩萨跟凡夫就是一个观念不一样。 一面转过来了他是菩萨, 菩萨为什么去当大梵天王? 以大梵天王的身份, 帮助这些天人断烦恼, 天人的烦恼习气没有断尽, 出不了三界。 他能断, 在现身说法为别人断, 所以, 得受上祭, 上祭, 是成佛之祭。 青莲法师柱子里面, 引经据典也有不少公案故事都可以看, 都值得参考。 我们再看底下一尊, 第六尊。 又于过去, 有佛出世, 好皮婆师。 若有男子女人, 文是佛名, 永不堕恶道, 常生人天, 受圣妙月。 皮婆师, 是泛语音译的, 意思叫, 圣观, 圣是书圣, 观是观察。 我们凡夫对于一切万物往往看偏差, 看错了, 换句话说, 就是不舒胜。 这个舒胜是对于一切诸法的真相,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个观就叫圣观。 我这个讲法大家听了一定觉得含糊笼统, 我们没有办法学习。 实在讲, 观, 就是你的观念。 冷言经, 上说得很好, 什么样的观才是真正殊胜之观, 焦光大师在注解里面教给我们, 舍食用根, 那真正是明实相应的圣观。 说得虽然不错, 我们凡夫做不到, 凡夫用的是第六识, 用的是义识, 舍食用根那就不用, 用意识了。 根是根中之性, 也就是说我们用见性见色, 这个观就舒胜。 诸位要晓得冷言会上, 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观是因菩萨他所修的法门就是这个, 反文文字性, 性诚无上道, 观因菩萨提出的修学报告, 他怎么修行成功的。 就是用根中之性, 根中之性是真心, 换句话说, 用真心, 不是用旺心。 用见性见色, 见色那就不是色尘, 我们用眼识见色是色尘, 尘是染污, 如果用见性见色就见色性, 禅宗里面讲明星见性。 他们本是大, 我们非常差劲, 用文性文身性, 用鼻性嗅香性, 蛇性肠胃性, 明星见性。 我们很糟糕, 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种境界是六种污染, 人家六根接触外面六种是见性, 所以见性之后才说, 头头是道, 左右逢源, 那当然六根所接触的都是真如本性, 见性成佛。 见性的是什么人? 给诸位说原教初驻菩萨, 所以我们就晓得, 冷言经上二十五位菩萨都是原教初驻菩萨。 这是我们从冷言经上去看, 二十五元通章, 二十五位菩萨视线都是说他们自己, 用什么方法修行正果的, 他们做一个代表。 这二十五是二十五大类, 每一类里面数量很多很多, 他们就代表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将无量法门归纳为二十五类, 不是法门就是二十五种, 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这二十五个人都是原初驻菩萨, 观世音菩萨在冷言会上, 视线的身份是出驻菩萨, 在华严经上视线的身份, 将来到五十三参诸位读到是第七回向, 在法华经谱门品, 里面地位是等觉菩萨, 所以在哪一回他用什么样身份来视线? 这个地方我们把话再说回来, 应该从哪里下手?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 用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 第一念是见性见, 我们睁开眼睛看外面的境界, 还没有起心动念, 还没有分别执着的时候这第一念, 这一念佛知佛见, 这一念是见性。 可是凡夫没有办法保持, 到第二念就起分别执着, 第二念就落到意识里头去, 你能够永远保持第一念, 你不就成佛了吗?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起心, 没有动念, 眼睛睁开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时候是见性见色性, 你的见是真实的, 外面色也是真实的, 诸位晓得这就是一真法界。 可是第二念起来它就有分别, 有执着, 妄想, 分别, 执着立刻就现前,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体会, 佛菩萨六根接触六成境界, 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人家是一真法界? 因为离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时空是一不是二, 没有过去, 现在, 未来, 没有时方, 是在这个境界里头。 第二念起来的时候, 妄想, 分别, 执着现前, 就把一真里头变现出无量无边的障碍。 不止识法界, 识法界是讲大别, 识实在讲不是数字, 识表无尽, 表无量, 道理在此地。 大乘佛法里面叫修行, 修行叫修观, 修观不仅仅是宗门, 叫下也修观, 只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